归零,归零 满头大汗的灵依仿佛听见了恶魔的抑郁 她从梦中惊醒,猛然从床上坐起身来 她喘着粗气,惊疑不定地环顾四周 不是重生点 这是在哪 灵依掀开被子,缓缓起身 蹒跚地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初阳仿佛刚刚升起 一丝丝微弱的晨光从窗户渗透进来 天刚蒙蒙亮,村子里已有早起的村民 挑着扁担四处走动 几乎人家已然冒起了吹烟 远处的攻击正在打明 预示着新一天的到来 灵依看着窗外的农家景象 瞳孔微缩,不可思议地喃喃道 这里是蓝星? 灵芝游戏,是一场梦 十年的经历,都只是一场梦 灵依突然想到了什么 眉头紧皱,回到床上,开始翻着起手机来 看着手机日历上显示的时间 她略微有些迷茫,嘴里不住地喃喃道 今天是2088年8月8日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是做梦 而是 重生 灵依话音刚落 突然 世界仿佛静止了一瞬 叮 一道长长的叮声 自灵依脑海中响起 虚余之间 风云变幻 天地也为之动容 原先微弱的的尘光 已然消失不见 世界变成了深邃的黑色 灵依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也不再真实 仿佛灵魂已然起飞了一般 紧接着 一道道略显娇嫩的萝莉嗓音 自她脑海中响起 叮咚 宇宙万族第8836兆 23亿 433批次的玩家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游戏引导员 小林 各位马上就要进入 这里有几点新手须知 要和大家说下 第一 这不是恶作剧 各位也不是在做梦 接下来 你们要去网的 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第二 各位在新手村时 只会遇到本种族的玩家 还请大家和谐共处哟 第三 这里由你所能想象的 各种职业体系 会以战力的数值体现出来 还请各位努力提升战力吧 第四 这里没有花里胡哨的经济体系 唯一可以交易的便是寿命 各位的初始寿命为100年 第五 大家还请放心 战斗的死亡 不算真正的死亡 只有寿命归零 才会真正死亡 哦对了 温馨提醒一下 每次死亡寿命会减半样 第六 和大家原先的世界一样 这里并没有所谓的公平 强者可以得到所有想要的一切 还请各位努力提升战力吧 第七 参照第六条 由于没有公平的存在 各位战力的参差 可能会非常大 但存在极合理 各位千万别以为出了 这里不存在 第八 第九 第十 懒得念了 估摸着各位也不太想听了 另外 欢迎大家的加入 还请尽情享受吧 游戏引导员话音刚落 01就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 夹带着一股失重感 以极快的速度 向上飞起 她的意识 如同一道光束 突破了大气层的束缚 瞬间穿越了云层和星辰 蓝星在下方逐渐缩小 变得如同一颗蓝色的宝石 镶嵌在漆黑的宇宙之中 周围是一片浩瀚无垠的夜空 星辰如同洒落的钻石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银河如同一条流动的光带 横贯天际 散发出柔和而神秘的光芒 林依威眯着双眼 嘴角缓缓勾起 没想到真有重生这种事 上一世的蓝星历 2088年8月8日 自己进入了 由于运气不错 随即到了一个极天赋 破灭之童 在人族之中 也算是个不错的初始天赋 自己一路高歌猛进 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便升到了十级 拥有了整整50万的战力 但走出新手村之后 自己才发现了 什么叫做差距 人类强者数不胜数 上百万 上千万战力的人 多如牛毛 个个都能用一只手指头 蹦死自己 想到这里 林依不禁摇头笑了笑 自己是个孤儿 所以并没有什么 拖后腿的妹妹 自己是单身 也并没有做死 要恋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只是一心想要变强 仅此而已 但就算如此 即便自己两袖清风 一心修炼 却连人足万强绑都上不去 还多次被所谓的 强者光着脚丫 踩在脚下 原因无他 仅仅只是软柿子罢了 后来林依利用天赋 开了一家情报店 贩卖情报来赚些寿命 顺便寻求变强的机缘 最后果真寻求到了机缘 他用十年的家当 换了一枚宝库的传送卷轴 到达宝库后 发现了一个纯金色的座椅 林依一脸好奇地坐了上去 再然后 居然回到了 刚开始的这天 要知道 林依做一个情报贩子 手上掌握的情报数量 有多么恐怖 转值机缘 宝物机缘 天赋机缘 以及 新手村的机缘 上一世光顾着打怪升级 并没有好好探索新手村 错过了很多机缘 这一次 可不能错过 玩过游戏的都知道 一个美妙的开局 到底有多么重要 这一世 他决心要将前期的机缘 笼络一空 成为让他变强的垫脚石 突然 林依思绪流转间 一道声音自他脑海中响起 第8836兆 23亿433批次的人族玩家 您好 请选择您的昵称 和初始职业 林依晨音片刻 恍然回神 淡淡回复道 昵称归零 初始职业战士 初始职业有很多种 像盾战士 弓箭手 法师 牧师之类的 但林依还是习惯了 用刀剑来砍怪 比较顺手 法师前期吟唱速度太慢 也没什么大型技能 清怪不够效率 后期倒是可以考虑 昵称和初始职业已确定 正在连接中 3 2 1 连接开始 秀 又是一阵眩运感传来 欢迎来到4396号新手村 林依点点脚 感受着脚下熟悉的土地 心中涌现出一抹激动 这就是自己从头再来的起点 这里有着古朴的建筑 五彩斑斓的旗帜 在微风中飘扬 还有那些穿着奇异服饰的们 他们或忙碌着 或微笑着 但更多的是 好奇地打量着这些新来的冒险者 金色的阳光 撒在新手村的每一个角落 给这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增添了几分温暖 村口的告示牌上 贴满了各种任务和信息 仿佛这里为玩家的到来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断地有新玩家 涌入新手村 仅仅一个瞬间 原先空旷的广场 变得有些人满为患 喧嚣声此起彼伏 各种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这是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呀 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或者我还在做梦 新手须知没听是吧 人家第一条就说了 不是恶作剧 也不是做梦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所以说 我们集体穿越了 卧槽 那些人头上有名字 村长老王头 铁匠李老头 这这这这真特么是游戏 草泥吧 老子彩票刚中五百万 快放我回去 太棒了 不用还房贷车贷了 以前的所有 在这一刻 全部一笔勾销 呃 我一定是还没睡醒 灵依看着周围喧嚣的人群 暗暗地摇了摇头 上一世 自己也曾和他们一般 对这个新世界 充满了好奇与惊讶 但现在 自己要把握好 新手村的重要机缘 可没空 在这浪费时间了 先查看一下自身属性吧 面板 灵依纯齿轻起 吐出两个字 秀 一道白色的光幕 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人物 归零 种族 人族 等级 灵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一百年 天赋 破灭之童 灵的魅力 声望 灵 战力 一 生命值 一 魔法值 一 攻击速度 灵次 移动速度 一 宠物 无 道具 极常见 极不一 极不酷 极草鞋 势力 无 灵一看到属性后略微有些错愕 他眨了下眼睛 仔细看向自己的天赋 破灭之童 效果 可以看到战力不高于自己一千倍的生物信息 并且可以根据已知情报对未知地图进行推验 灵的魅力 效果 主体无法获得其他天赋的战力增幅 但每升一级战力提升一个数量级 令 每击杀一种职业者获得当前等级灵的经验 初始职业除外 灵一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属性矿 呆滞了整整一分钟 而后 他某种闪现一抹震惊 不敢置信地喃喃自语道 原来这才是 的真正玩法 无敌了 这下真的 无敌了 由于本文战力过于爆表 所以需要给各位科普一些小知识 万 十的四次方 义 十的八次方 照 十的十二次方 金 十的十六次方 该 十的二十次方 子 十的二十四次方 然 十的二十八次方 勾 十的三十二次方 剑 十的三十六次方 正 十的四十次方 宰 十的四十四次方 吉 十的四十八次方 横河沙 十的五十二次方 阿僧之 十的五十六次方 纳尤他 十的六十次方 不可思议 十的六十四次方 无量 十的六十八次方 大树 十的七十二次方 全世祥 十的七十六次方 义 十的八十次方 王 十的八十四次方 夫 十的八十八次方 张 十的九十二次方 战 十的九十六次方 谷歌二 十的一百次方 第二章 世强若是不凌弱 那就将毫无意义 零一毕竟是重生者 对游戏的规则 还是较为熟悉的 比如自己上一世的破灭之童 正是极天赋 大家别以为极天赋就很厉害 将刷新你的认知 极天赋 归根到底 也只是一星天赋 一星天赋有二十六种 分别是道 正好是二十六个字母 极最为弱小 极最为强大 虽说是一星天赋 大家也千万别小看极天赋 战斗性质的极天赋 甚至可以升一级 便涨百万的战力 二星天赋有六百七十六种 分别从道 正好是二十六个字母的随机组合 最弱 最强 但同类型的极天赋 始终要比一星天赋要强得多 以此类推 三星天赋 共有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种 游戏中有个夸张的说法 全宇宙都凑不齐各种不同的三星天赋的生物 越高级的天赋 越是难以被获得 灵一所在宇宙这一批次的玩家 拥有三星天赋的人族 都凑不齐一个麻将桌 上一世 他记得 只有两个三星级天赋的人类 但他现在看到了什么 灵的魅力 四星天赋 还是最顶尖的四星天赋 简直闻所未闻 每升一级战力战力 提升一个数量级 意思就是 每升一级战力就翻十倍 这还是个人 啊 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能力啊 十级战力一百亿 一百级 就能拥有一股戈尔的战力 每杀一个特殊职业 就加灵的经验 完全不用担心升级问题 这让别人还怎么玩 与此相比 咸鱼之王什么的都弱爆了 玩游戏 我只玩 正如游戏引导员小林所言 没有任何公平所言 但是另外一句话 没有 不好意思 我 灵一 便是那唯一的 嗨 哥们 啪 就在灵一思绪流转的时候 一只手搭在了她的右肩膀上 灵一感觉一股距离传来 瞬间摔倒在地 四周的喧嚣 声劲记了一瞬 纷纷扭头 看向倒地的灵一 和站在她身旁 显得有些局促的平头男生 我 我可没用力哈 你别想讹我 我只是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 还喊着自己无敌了 我心想你 一定会玩这个游戏 过来 想讨教一下而已 哪知道你的身子骨 这么娇弱 对对不起 平头男生 双拳紧握 显得有些紧张 弯腰朝着倒地的灵一居了一躬 四周传来玩家们 不屑地哄笑声 无敌 九折水平啊 笑死我了 这搞笑的程度 在某种意义上 确实算是无敌了 你俩是想笑死我 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 连一巴掌都扛不住吧 笑 有笑 造化中灵欲笑 倒地的灵一猛了一瞬 这才后知后觉的 发觉自己 目前那可怜的一战力 上一世的灵极 自己还有一千战力呢 不过换了个 无限成长的无敌天赋 倒也值得 灵意不顾他人的嘲笑 从地上缓缓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看向平头青年 轻笑道 这个游戏里 不用道歉 现在的你比我强 你不必在异弱者的看法 你叫什么名字 战力几何 默念属性二字 就能看到面板了 平头青年正了正 嘴唇微动后 陷入了几秒钟的呆滞 而后愣愣出声道 我叫无人信 战力的话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战力一一百万 灵一眼神微眯 嘴角挂着一抹笑意 而后他伸出右手 拍了拍无人信的肩膀 裂开嘴巴笑道 不错 很不错 无人信是吧 好名字 至于说这个游戏的玩法 那就是变强 还有 灵一压低声音 附着无人信的耳朵笑道 人前最好不要暴露出你的战脸 并且 天赋的效果 更是死也不能说 灵一说完 再次看了一眼猛逼的无人信后 便转身离去 那个 无人信抬起右手 身向灵一离去的背影 有些拘束地再次出声道 谢谢了 刚刚 我没想视强凌弱来着 灵一抬起右手 摆了摆 并没有高声回复 他的笑容 缓缓在脸上摊开 眼神中 闪过一丝金芒牙 用只能自己听见的声音 低声喃喃道 是强若是不凌弱 那便强 就将毫无意义 第三章 蓝色史莱姆 新手村 最弱的怪物 夺多少 一百万 我该不是听错了吧 应该是一百吧 跟我一样 是啊 大家应该都是一百吧 不对啊 我占力八百 不一样 我占力一千二 天赋是 震惊加点 每当引起别人震惊时 获得震惊点 可以对战力 进行加点 兄弟们 你们是什么天赋啊 我战力五千 天赋叫做 向我看齐 后面有个字母 效果是当全体目光 朝我看齐时 会一看向我的生物数量 进行战力加成 我战力怎么才五十 不公平 我要举报 绝对有内幕 对啊 我战力怎么才十点 天赋是 放屁大王 后面有个字母 效果是我放的 屁气臭无比 每当有人爱上 我的臭屁时 战力加一 这这完全是 副收益好吧 大家战力差这么多 这还怎么玩 我不玩了 我要回家找妈妈 等等 既然大家战力 相差这么多 那刚才他说的 百万战力 岂不是 有可能是真的 各种情绪 在人群中蔓延 均是情不自禁地 公布着自己的战力 或是天赋 最后一个人的话 将矛头瞬间指向了 站在原地的无人性 纷纷扭头看向他 无人性 瞬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 他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连忙否认道 不是不是 我刚才嘴瓢了 我的战力 是一百没有万 众人闻言 仿佛松了一口气 嗨 我以为 就是 初始战力一百万 那我们 还玩个毛啊 可我不爱打游戏啊 话说 真的能活一百年 原先我估摸着 也活不到一百岁 那我岂不是赚了 对对对 你赚了 游戏商家 天天赔钱造游戏 虚拟现实网游而已 我看过刀剑神域 通关了 我们能够回去 现在的情况 以动漫的经验 来判断真的好吗 散了散了 我要到地库里 去找哥布林 哥们 不用这么麻烦 我性格 就叫哥布林 见众人 不再追究自己 无人性再次看向了 林逸离去的那条路 忽定 他缓步 朝着那条路走去 脸上的 单纯与局促瞬间消敏 嘴角露出了一抹 癫狂的笑容 歇 有趣 林逸朝着 4396号新手村的某个地方 一路走着 他之前 之所以会愣住 不是因为 无人性的百万战力 而是因为无人性 这个人他认识 只是没想到 刚开局就遇到了 上一世 人组绑的第二强者 无人性 拥有三星级天赋 超凡邪恶 超凡邪恶的效果是 每击杀一只生物 战力 这个人族第二强者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表面上人畜无害 但实际上心狠手辣 在他发现 自己是4396号新手村 最强的人时 开始屠戮那些 出新手村的人 赚取寿命的同时 不让其他人 去寻求自己的机缘 就连灵异 都被他随手杀了两次 后来 他在新手村 蚂蚁窝那里 疯狂增长战力时 众人才敢出村 没错 蚂蚁窝就是 无人性的最大机缘 现在 这个机缘 可能要兴灵了 但现在 还不是时候 要一步一步来 这里叫做 4396号新手村 共有一万人 分别来自 不同星球的人族 灵异估摸着 游戏是害怕人们 前期利用裙带关系 来逊私舞弊 将人分到 完全陌生的人群 陌生的环境里 各自为战 当然了 肯定还会有人进行组队 但是 真的会有人 将自己的后背 放心地交给 不认识的队友吗 游戏引导员 没说的第八条 玩家若是被玩家击杀 被击杀的玩家 将会损失一半寿命 那一半寿命 将会再次平均分成两份 一份一散于天地之间 另外一份 将会归被杀者所有 简单来说 可都是新人玩家 分别拥有一百年寿命 击杀了 的寿命 会变成五十年 的寿命 会变成一百二十五年 这样层层剥削下去 寿命会越来越少 这个游戏的模式 将会变成一个三角形 站在顶端的人 将掌控着寿命的分配权 并且 获得永生 至于说 游戏引导员 为什么不明说 这第八条 毕竟一开始 就对周围的人警惕 没有太好的戏剧 反转节目 也让人印象不深刻 只有被击杀者吃亏时 击杀者获利时 他们才能真正明白 这个世界的残酷与美妙 变强有时候 不为其他 有时仅仅 只是为了活着而已 和其他网游一样 当大家到达实际时 将会通往城镇 但这城镇 依旧算是新手村 一位玩家依旧 全部都是人类 只不过换了个更大的地图 01再次看了眼身上的 四个道具 即长剑 类别 单手剑 装备要求 5 品级 效果 战力 攻击距离 即步一 类别 上一 装备要求 5 品级 效果 遮羞 即步酷 类别 下一 装备要求 5 品级 效果 遮羞 即草鞋 类别 鞋子 装备要求 5 品级 效果 轻微预防个角 战力的意思 就是没有增幅 除了加了点攻击距离 拿着剑和空手的战力 基本没有区别 至于下面的遮羞 和轻微预防个角 不知道是不是游戏里翻译的问题 有些格外的通俗易懂 毫无疑问 这四种都是集装备 属于最差的一星装备 在 礼 装备 宝物 技能 天赋 怪物的等级都是通用的 从一星到三星 从到 都有着明确的等级标准 当然自己的天赋 灵的魅力 除外 咦 到了 灵一停下脚步 看着4396号新手村南方边缘的空地 露出了一抹微笑 在这片宁静的空地上 阳光温柔地洒落 微风轻浮 带来了一丝凉意 地面上 一群蓝色的史莱姆 正在悠闲地蠕动 它们的颜色 如同深海中的宝石 透出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气息 这些史莱姆的表面光滑而富有弹性 它们的动作缓慢而有节奏 仿佛在随着大地的呼吸而起伏 它们并不具备任何攻击性 只是简单地存在着 享受着阳光和微风的抚摸 灵一发动天赋 破灭之眼 扫了一眼史莱姆 它的属性立马出现在了眼前 蓝色史莱姆 类别 史莱姆 品级 级 等级 灵级 生命值 100 战力 零 描述 性格温顺的极生物 新手村边缘的装饰吉祥物 即使被攻击了 也不会反击 但不会真有人残忍到杀它们来练击吧 刷 灵一一剑下去 绿色的血液像果冻一般 似箭而出 蓝色史莱姆身子萎缩了一瞬 而后再次在地上缓缓如动 并没有攻击的意图 刷 又是一剑下去 灵一嘴角缓缓勾起 双眼微眉的喃喃道 可别怪我 哪怕掌握无数情报 比现在的我还弱的 可能也只有你了 第四章 牙字 必报 卧槽 那人在干嘛 砍史莱姆要砍这么多刀 我记得刚才一刀就击杀了 小个人长得蛮帅的 可惜是个废材 难以想象 他的战力到底有多低啊 在村子边缘处走动的众人 看到灵一不停地砍着那弱小的史莱姆 纷纷驻足 扎舌撑齐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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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一挥舞着手中的极肠剑不断被切割着蓝色史莱姆的身体 蓝色的血液四剑 他目前只有一战里需要整整一百剑才能击杀这只史莱姆 两秒一剑 灵一要杀一只最弱的史莱姆 至少需要二百秒的时间 但是好在 现在只差最后一剑了 刷 他抬起胳膊 准备进行最后一击时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喊声 剑下流石 就在灵一即将击杀蓝色史莱姆时 一个高大的男人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 他手持一把巨大的战斧 眼神凶狠 动作迅猛 只见他用斧头自下而上猛的一挥 重重地击在灵一的剑刃上 剑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最终无力地落在地上 插在泥土中微微颤抖 灵一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 震得后退了几步 他缓缓抬起头 看向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男人身高至少有两米 肌肉如同钢铁般结实 穿着一身破旧但显然极为坚固的皮甲 手中还握着一把硕大的巨斧 他的脸上布满了风霜和战斗的痕迹 眼神中透出一股凶狠和不屑 灵一静一不定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并没有出声说话 男人同样没有说话 只是咧开嘴巴笑了笑 而后一脚踩在了蓝色史莱姆的身体之上 蓝色的液体四溅 史莱姆的身体瞬间化作一滩粘液 参与击杀蓝色史莱姆 恭喜获得寿命一秒 获得惊艳一点 升级 灵一自灵级升到了一级 但灵一的脸色出现了一瞬的阴沉 又在瞬间恢复了平淡 礼 怪物的最后一级比较珍贵 能直接拿走怪物死亡后一半的奖励与经验值 眼前的这个男人 一脚就将自己二百秒的努力成果夺走了一半 只能说有种 男人将巨幅杵在地上 摸着下巴看向灵一 玩味地笑了笑 小子 我看你杀着玩意这么费劲 所以跑来帮帮你 你应该不会怪我吧 四周的吃瓜群众纷纷晋升 想看看灵一该如何处理眼前的困境 灵一微微汗手 淡淡地瞥了一眼眼前的男人 而后他缓缓转身 走向极常见的坠落的地方 只见灵一右手双指并拢 微微往上一抬 插在泥土里的剑身 呼得颤动 而后长剑猛然冲破泥土的束缚 陡然悬空 被灵一握在手中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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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一握住剑柄 甩了几十华丽的剑招 而后快速收剑入鞘 真 做完这一切的灵一再次转身 缓步走到男人的身前 并伸出自己的手 笑着说道 我叫牙子 我知道这是新手怪 我自然也能够轻松击杀 但我从小习见 想通过新手怪来磨练剑招 来更加精细地控制自己的力量 至于说怪你 那倒是不至于 毕竟大家之间都是人族 分到一个新手村 也是缘分 我若是因为一只新手怪 就与你争吵 倒是显得我心胸有些狭隘了 处着巨斧的男人 看着眼前笑着的灵一 扎了扎嘴 而后伸出右手 愣愣地握住灵一的手 我叫马克 刚才我 刷 灵一将手伸回 而后迅速地转身离开 朝身后摆了摆手 似乎在压抑着莫种情绪 淡淡出声道 知道名字 就已经足够了 灵一并没有流露出 某些异样的表情 在众人的注视下 朝着新手村外 缓步前行着 见灵一走远 晋升的众人 瞬间变得喧闹起来 卧槽 那一手隔空西剑 是真探娘的帅啊 还有那几世剑招 花里胡哨的 有点东西啊 本以为是青铜 没想到是个王者 莫非 这就是从小席剑的含金量吗 通过新手 怪来控制自己的力量 有趣 等一下我也来试试 还有人家这心胸 嘖嘖嘖 一眼看过去 就有大佬的气质 是啊 刚才他走过去 我都以为他要砍 那个大的头了 没想到是去握手的 都别说了 大家快砍史莱姆 学习控制自己的力量吧 众人一脸兴奋 纷纷掏出自己的武器 朝着那一支支蓝色史莱姆 发起了攻击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空气中飘荡着蓝色为果冻的芬芳 靠 我没用多少力 还是一击就杀了 那我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史莱姆只掉了一半血 这一支史莱姆就一百滴血 那个牙子至少灰了几十件 这是何等惊喜的力量控制 是啊 总不可能 他的战里只有各位数吧 怪不得说人家强呢 这境界就是不一般 愣在原地的马克 恍然回神 刚才的灵仪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但自己不经意间却是感觉到了一股心境 就像是 被某条毒蛇盯上了一般 他拿起手中的巨斧 朝着身旁的史莱姆轻轻挥去 碰 蓝色史莱姆瞬间暴毙 马克看着地上的史莱姆尸体 再次恍生 久久无言 灵仪微微低头 脸色阴沉如水地往新手村外走去 不得不说 他刚才的处理已经算是非常完美了 他刚才升级之后 破灭之铜并没有看到马克的个人信息 破灭之铜能看到战力不高于自己一千倍的生物信息 这说明马克的战力在一万以上 要知道 只要出了村子范围 玩家就可以互相杀戮 若是当时没有控制好情绪 以自身的十战力和至少一万战力的马克 爆发直接冲突 属实有些不至 小不忍择乱大谋 但若是表现得很耸 首先自己心里那一关便过不去 其次 人们最喜欢捏的不就是软柿子吗 就算那个马克不再追究 还有更多的人会从自己身上找村再赶 这两种情况 都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升级节奏 更严重一点 4396号新手村 这个从头再来的起点 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终点 而01的处理 就很巧妙 那个隔空西剑 只是用了游戏里的一个小机制 在脱离战斗状态的时候 自己的武器 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吸附回首上 其余所有人都是这个游戏的新手 对这个原理都不太清楚 不过要不了几天 应该就会人尽皆知了 而01耍帅的剑招 则是前世确实对剑招 有过些许射练 从小习剑 扯他娘的蛋 而01表现出来的气质 也是前世十年的精力磨练出来的 而01最后的心胸豁达 其实也是装出来的 明里暗里意思 就是暗示对方 你再继续针对我 就显得有些心胸狭隘了 01成功地 把自己营造成了一个 有着超然气质的剑术大佬 计划很完美 实施很完美 结果很完美 但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 就让自己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 其实01若是再聊聊 把那个马克忽悠成自己小弟 也并没有难度 但是他不需要 虽说马克这次抢怪 也没有太耽误自己的升级节奏 但你若敢抢我的怪 我就敢抢你的命 不怪你 人足 缘分 呵呵 01缓缓勾起嘴角 露出一抹略有些癫狂的笑容 牙字必报 第五章 连升两极 战力破千 01继续朝着新手村外走去 心中暗自盘算着 接下来的升级路线 半小时候 他便发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 树木高大 枝叶繁茂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地面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01小心翼翼地走进树林 耳边传来阵阵虫鸣声 突然 他的目光被一片草丛吸引住了 草丛中 密密麻麻地爬满了绿色的毛毛虫 这些毛毛虫每只大约有手指斑长 身体上覆盖着细密的绒毛 看起来有些恶心 01发动天赋 破灭之铜 很快便看到了这些毛毛虫的属性 绿色毛毛虫 类别 毛毛虫 品级 级 等级 一级 生命值 50 战力 1 技能 会心一击 蓄力两秒 快速进行猛攻 无视战力造成十点真实伤害 描述 随手可击杀的虫子 但千万不要被围攻哦 不然可能会死得很难看 字面意思 01微微一笑 这些毛毛虫虽然等级低 但数量众多 正好适合自己练级 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自己不能被毛毛虫蓄力的 会心一击攻击到 毕竟自己目前一级 血量也只有十点 没有一丁点的容错率 死一次 便是50年寿命的代价 但01作为前世 静音微操的高手 完全不带怕的 他握紧手中的极长剑 缓缓靠近那些毛毛虫 刷 刷 刷 01挥舞着长剑 攻击着林间的毛毛虫 毛毛虫的生命值有50点 01每六剑下去 才能击杀一只毛毛虫 每次有毛毛虫蓄力时 他都会计算好相应的两秒时间 做好提前预判躲避的动作 绿色的光影在林间窜动 但每次都被01巧妙地躲避开来 绿色的血液四剑 毛毛虫的尸体 在地上缓缓堆积 击杀绿色毛毛虫 恭喜获得寿命三秒 获得惊艳一点 击杀绿色毛毛虫 恭喜获得寿命三秒 获得惊艳一点 系统提示音 不断在01的脑海中响起 它的经验值也在迅速地增加 01一边斩杀毛毛虫 一边感受着 自己体内力量的变化 刷 又是一剑下去 第十只毛毛虫被击杀 但就在此刻 一只在01视角范围之外的毛毛虫 撞到了01的背部 一股剧痛传来 01面色阴沉如水 恍然间叹了口气 我是注意到你了 但移动速度太低了 操作果真还是无法弥补数值吗 但他又瞬间愣了下神 喃喃自语道 我没死 他打开属性面板 再次查看了下自己的属性 人物 归灵 种族 人族 等级 二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一百年 天赋 破灭之铜 灵的魅力 声望 灵 战力 一百 生命值 一百 魔法值 一百 攻击速度 零次 移动速度 一 宠物 五 道具 即长剑 即步一 即步库 即草鞋 势力 五 01自一 即升到了二级 战力也从十变成了一百 血量 也从十涨到了一百 01停下手中的长剑 深吸了一口气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他略微有些疑惑 关闭了属性面板 新手村应该没有什么特殊职业 不过还好 就算经验每次也翻个零 也应该能升到十级 毕竟新手村里 还有一些奖励经验百分比的任务 足够我升到十级了 十级之后 初村就宣告无敌 灵一看着 依旧在林间密密麻麻 闪烁跳跃的毛毛虫们 缓缓咧开了嘴巴 继续 击杀绿色毛毛虫 恭喜获得寿命三秒 获得惊艳一点 击杀绿色毛毛虫 恭喜获得寿命三秒 获得惊艳一点 这一下真是一剑下去 死一条毛毛虫了 绿色的血液四剑 毛毛虫的尸体 在地上堆积如山 时间缓缓流淌 灵一的经验值 也在水涨船高 击杀绿色毛毛虫 恭喜获得寿命三秒 获得惊艳一点 不行 经验还是有点少 灵一青笑着摇了摇头 缓缓收起长剑 朝着树林的深处继续前进 现在的一千战里 已然到达了 可以在普通人中自保的水准 不过灵一的目标 可不仅仅只是自保 而是登峰造极 随着她的深入 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阴暗 树木也越来越高大 枝叶更加茂密 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灵一小心翼翼地走在树林中 耳边传来阵阵奇怪的声音 她知道 这片树林中 肯定隐藏着更强的怪物 但她并不畏惧 反而充满了期待 好 突然 灵一听到前方 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她迅速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悄悄地探出头 观察着前方的情况 只见不远处的空地上 一只巨大的野猪 正在低头 啃食着地上的草根 这只野猪体型庞大 浑身覆盖着厚厚的鬃毛 獠牙锋利 看起来异常凶猛 灵一再次发动天赋 破灭之铜 很快便看到了 这只野猪的属性 狂暴野猪 类别野猪 品级 级 等级 三级 生命值 200 战力 50 技能 小飞舰乃诺 即 死亡后发射出 必定命中的一枚飞舰 造成击杀者时的 生命值的真实伤害 描述 真实伤害的攻击 你也想来一发吗 灵一微微皱眉 这只狂暴野猪的战力 虽然只有50 但生命值也只有200点 虽然看起来很弱 但它那个技能 却是能造成十生命值的 真实伤害 真是个被低估的技能 虽说灵一 现在只有一千战力 就算被命中 也只是十点伤害 就算灵一战力再高 被其攻击 也会被完成十点强制伤害 离 真实伤害 是无视战力和防御的 不过 还是看你给多少经验吧 刷 灵一握紧手中的长剑 缓缓靠近那只狂暴野猪 当然是因为害怕 灵一害怕野猪触发 窃战状态 若是逃跑 现在的自己可追不上 当他距离狂暴野猪 只有三米远时 他猛地跃起 手中的长剑 闪电般地刺向野猪的脖子 刷 长剑准确无误地 刺入了野猪的脖子 鲜血喷涌而出 狂暴野猪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瘫倒在地疯狂地挣扎起来 三秒之后 狂暴野猪的挣扎 渐渐变得微弱 最终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抽出了几下 便再也不动了 击杀 狂暴野猪 恭喜获得寿命十秒 获得经验两点 被飞剑命中 损失生命值十点 真是抠门 没意思 灵异拔出长剑 一脸不爽地离开 现在升级需要一千点经验 他可没兴趣 跟着抠门野猪斗智斗勇 他现在 要去找点经验高的怪物 第六章 萌妹子 杀 灵异穿过茂密的森林 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广阔的平原 展现在他面前 阳光明媚 微风拂面 草地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显得格外美丽 平原上 一群大白兔 蹦蹦跳跳地在草地上嬉戏 它们的毛发洁白如雪 眼睛红红地 看起来非常温和可爱 它发动天赋 破灭之铜 很快便看到了 这些大白兔的属性 伪善大白兔 类别 兔子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一千 战力 二百 技能 伪装温和 即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温和 但受到攻击后 会露出凶残的本性 战力提升一百 描述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可爱 但实际上非常凶残 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 灵异眉头微皱 心中暗自盘算着 这些大白兔的属性 这些大白兔的属性很高 若是拉到了一群兔子的仇恨 可能连现在的自己都要隐恨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 不远处有一个模样清纯 长相可爱的女生 正蹲在地上 揉着一只大白兔的脑袋 他身穿一身白色的新手法袍 头上戴着一个小花环 脸上戴着温柔的笑容 显得格外可爱 灵异心念一动 发动天赋 破灭之童 决定查看一下这个女生的属性 人物 游躲躲 种族 人族 职业 牧师 等级 二级 生命值 1500 法力值 13000 战力 130 天赋 治愈之光 即 能够快速治愈自身和他人的伤口 治疗类技能耗蓝量减少30 效果增强30 人物每次升级 战力增加时 魔法值增加100 零一略微有些目瞪口呆 不是因为有躲躲的属性值 而是因为 自己竟然能看到他的职业 战力和天赋 要知道 破灭之童 只是个极的技能啊 上一世 他能看到玩家的等级 逆称 生命值 法力值 就已经觉得逆天无比了 现在居然还能看到 职业 战力 天赋 这种根本的属性 应该是由于失去战力增幅的补偿效应 零一缓缓吐了口啄气 暂时压抑下了心中的悸动 他心中暗自盘算着这个女生的天赋 治愈之光的效果不算弱 但在这个各自为战的世界里 单纯的治愈能力 并不足以保护他自己 只能依附强者来获得生存 不过 等下到可以试试 击杀初始牧师职业 加不加经验 零一暂时没有理会尤朵朵 他继续握紧手中的极长剑 缓缓靠近一只落单的大白兔 准备发动攻击 就在他即将抬手出剑时 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两道急促的呼喊声 住手 你怎么可以欺负 这么可爱的兔子 零一转过头 只见尤朵朵嘟着嘴巴 站在不远处 他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 但却显得格外可爱 零一微微一笑 淡淡地说道 这些兔子 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温和 他们实际上非常凶残 尤朵朵显然不相信零一的话 愤怒地说道 你胡说 他们明明这么可爱 怎么可能凶残 零一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了笑继续说道 你如果不相信 可以继续看 我会让你看到 他们的真面目 眼壁 零一握紧长剑 朝着一只大白兔砍去 刷 长剑准确无误地 刺入了大白兔的身体 鲜血喷涌而出 那只大白兔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瞬间露出了凶残的本性 眼睛变得血红 獠牙外露 朝着零一疯狂地扑来 零一迅速后退 躲开了大白兔的攻击 随后再次挥剑 将那只大白兔斩杀 击杀凶残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20秒 获得惊艳五点 尤朵朵看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显然被吓到了 她愣愣地看着零一 眼中充满了惊恐和不解 零一右手拿着低血的长剑 走到尤朵朵面前 左手捋了捋她 被风吹散的发丝 温和地笑道 你看到了吧 这些兔子 并不像他们看起来 那么温和可爱 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 你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尤朵朵听了零一的话 脸上的表情 渐渐缓和下来 她看向零一 眸子中闪烁着一丝 仰慕的光芒 低声说道 谢谢你 我明白了 零一收回自己的手 一脸疑惑地 看向尤朵朵 真的明白了 尤朵朵手指相互交缠 看向零一的双眼里 似乎冒出了小星星 蒙点小脑袋道 真的 对了 我叫尤朵朵 你叫什么名字 零一左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微微汗手看向天际 露出了一抹微妙的笑容 而后她低下眼眉 缓出声道 我叫马克 朵朵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尤朵朵微微一愣 脸颊上升起了些许飞红 声音细弱文音地说道 你长得那么帅 笑起来很好看 又这么耐心地教我道理 肯定是个大好人 我的天赋是 治愈之光 可以增加三十的治疗效果 要不我俩组队 我应该能够帮到你 零一笑着摇了摇头 略显无奈地说道 你看你 刚教你的又忘了 不要以貌取人 更不要被表象迷惑 看来言传不行 还得深叫 而后她直视着 有朵朵的双眸 温柔地笑道 你先闭上眼睛 我要送你一个东西 尤朵朵正了正 而后飞红迅速扑满脸颊 蔓延到了耳朵根 略微有些惊讶 这这么快吗 没有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这就闭眼 尤朵朵闭上双眼 小嘴微微嘟起 身子微微前倾 似乎有些期待 接下来的剧情 零一看了看闭眼的尤朵朵 并没有上前 反倒是后退了两步 她右手的新手长剑上 还在滴落着兔子血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有些扎眼 滴答 滴答 游朵朵粉拳紧握 依旧紧闭着双眼 言语中却透露出些拘谨 好了 马克哥哥 我知道你是个大坏蛋了 快说嘛 你要送我一个什么 零一勾起嘴角 露出一抹圣人的弧度 我要送你 刷 零一右手微动 新手长剑 猛地朝着有朵朵的头颅砍去 只一瞬间 有朵朵的灵魂 变得轻盈了起来 仿佛已然高高飞起 她茫然地睁开自己的双眼 看到了一个无头尸体 正缓缓消散 并且 她的马克哥哥 正右手持剑 站在那无头尸体前 她仰着头满是笑意地看着自己 缓缓说出了四个字 一个教训 第七章 战力破万 零一站在游朵朵消散的尸体前 微微勾起嘴角 现在的我对你来说 确实算个大坏蛋了 虽说有些残忍 但血淋淋的现实 总是可以加速人的成长 看来这游戏真没有 初始职业果然不佳经验 不过 初春极无敌 与此同时 系统传来提示音 击杀玩家 由朵朵 获得寿命25年 零一看着系统提示 心中微微一动 由朵朵的寿命被减半后 自己获得了25年的寿命 这对于现在的她 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 零一低声难难道 她收起长剑 目光再次落在那些 蹦蹦跳跳的大白兔身上 既然这些兔子 能够提供较高一点的经验值 那么自己 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零一握紧手中的长剑 缓缓靠近那些大白兔 准备发动攻击 刷 刷 刷 长剑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弧线 准确无误地 砍在大白兔的身上 鲜血喷涌而出 那些大白兔 瞬间露出了凶残的本性 眼睛变得血红 獠牙外露 朝着零一疯狂地扑来 零一迅速后退 躲开了大白兔的攻击 随后再次挥剑 将那些大白兔一一斩杀 新手村里的伤害计算方式很简单 以战力为基础 对攻击力和防御力 进行一定比例的换算 毕竟在同等战力水平下 一个牧师类职业 和一个战士类职业的攻击力 肯定不同 一个牧师类职业 和一个盾位类职业的防御力 也大不相同 每一击 都用攻击力减去防御力 就为造成伤害的均值 若是命中要害 则是会概率性造成双倍伤害 离开新手村之后 根据转职职业的特性 伤害计算的方式 稍微会复杂一些 其中有加成 也有减免 但总归有一点是没错的 无论什么职业 战力越高 伤害也就越高 在 里 攻击力和防御力的数值 是看不见的 若要问原因 那可能是 害怕你绝望 灵异的战力为一千 凶残大白兔 就占力为二百或四百 血量一千五百 它基本二刀就能解决掉一只 凶残大白兔 可见其防御力不是很高 击杀 凶残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一分钟 获得经验五点 击杀 凶残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一分钟 获得经验五点 击杀 凶残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一分钟 获得经验五点 系统提示音 不断在灵异的脑海中响起 它的经验值 也在迅速地增加 灵异一边斩杀大白兔 一边感受着 自己体内力量的变化 终于 在击杀了数百只大白兔之后 灵异的经验值 达到了升级的要求 灵异自三级升到了四级 战力从一千点 变成了一万点 她感觉到体内的力量 瞬间暴涨 一股温暖的热流 从她的大脑 流转至其四肢百骸 她打开属性面板 再次查看自己的属性 人物 归零 种族 人族 等级 战事 寿命 一百二十五年 天赋 破灭之铜 灵的魅力 声望 灵 战力 一万 生命值 一万 魔法值 一万 攻击速度 一次 移动速度 五 宠物 五 道具 即常见 即不一 即不酷 即草鞋 势力 五 目前每秒的出手速度是一次 每秒的移动速度是五米 可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走位 和操作上限 可以说很不错 灵仪满意地点了点头 关闭了属性面板 她随手一剑 再次砍在面前 一只还未变异的兔子身上 击杀 凶残 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一分钟 获得经验五点 上万的战力 倒是确实不错 只不过 这盛产大白兔的区域 却是不再适合自己 练及了 每杀一只给五经验 那现代的自己 需要杀整整两千只 才能升级 靠背了 换地方 就在她准备继续前进时 突然发现 地上有两件闪闪发光的物品 出货了 要知道 离小怪掉落的物品的概率属实感人 灵仪甚至对爆装备 都没有一丁点的期待 她弯下腰 捡起那两件物品 发现是一件装备 和一本技能书 青草护腕 左 类别 护腕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攻击速度次 描述 由青草打造的护腕 能够提供一定的防御 和攻击速度加成 狂暴冲锋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级 级 描述 现战士类职业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 狂暴冲锋 技能效果 向前冲锋3米 获得200战力加成 对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物理伤害 并附加击退效果 每次使用 消耗50点魔法值 冷却时间10秒 灵仪看着手中的装备 和技能书 咧嘴一笑 这两件物品的属性 都非常出色 能够大幅提升 自己前期的战斗力 当然了 那几百的战力加成 可以忽略不计 重要的是 青草护腕 做 可以增加自己的出手速度 提升操作上限 狂暴冲锋 属于范围型伤害技能 可以大幅度 提升自己的练技效率 他毫不犹豫地 将青草护腕 装备在手腕上 绿色的护腕 就像个手链一般 随后 他打开技能书 选择学习 狂暴冲锋 技能书化作一道光芒 融入灵依的身体 他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 多了一种新的战斗技巧 灵依看向眼前 蹦蹦跳跳的大白兔 微微一笑 狂暴冲锋 灵依朝着正前方 快速冲刺过去 将挡路的几只兔子 瞬间击退 击杀 凶残大白兔 恭喜获得寿命一分钟 获得惊艳五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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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怪效率不错 但大白兔目前的经验 属实有些低 灵依无奈地摇了摇头 收起长剑 朝着南方再次一路前行 第八章S级BOSS 幽魂恶狼 灵依继续向南行进 平原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 但他的步伐未曾停歇 随着他逐渐深入 路上的怪物也变得更加凶猛 从原先的史莱姆、绿毛虫、大白兔 变为了等级更高 更具挑战性的野兽 在一片枯黄的草原上 灵异遭遇了成群的野牛 这些野牛肌肉发达 提下生风 它们的冲撞力 足以使最坚固的防御 为之颤抖 狂野猛牛 类别 野兽 品级 级 等级 6级 生命值 3000 战力 400 技能 狂野冲撞 利用强壮的身体 对敌人进行冲撞 造成200物理伤害 地动提踏 践踏地面 对附近敌人 造成150范围性物理伤害 描述 狂野猛牛 以其惊人的力量和冲撞能力 在草原上称霸 是任何旅者的潜在威胁 灵异面对这些野牛 并没有选择硬碰硬 而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和灵活性 巧妙地避开了它们的冲撞 找到机会 给予致命一击 毕竟它的战力已达一万 随手一剑 这野牛们就受不了 击杀 狂野猛牛 恭喜获得寿命两分钟 获得经验十点 击杀 狂野猛牛 恭喜获得寿命两分钟 获得经验十点 它现在需要一万的经验值才能升级 换算一下 就是需要一千头牛 现在游戏前期 怪物刷新的速度并不快 怪物怎么刷新的 答案是 需要寿命 比如 灵异击杀了尤朵朵 尤朵朵损失50年寿命 灵异获取了它25年的寿命 那剩下25年的寿命 会溢散在天地间 对死亡的怪物进行补充 所以说 寿命总数是守恒的 只是有人 有怪物替你而活而已 连同你的那一份 清完了平原上 为数不多的200头野牛 灵异绕过一些 没啥有水的小怪 穿过平原 进入了一片废墟 天色渐暗 废墟四周 传来奇怪的嚎叫声 定 正 月光下 废墟的阴影里 一双双绿色的眼睛 在黑暗中闪烁 仿佛是无数的鬼火在跳动 灵异随意一瞥 用破灭之铜 看到了这些怪物的信息 它们的牙齿锋利 四肢强健 行动迅速而凶猛 废墟恶狗 类别 野兽 品级 级 等级 8级 生命值 8000 战力 1200 技能 狂犬并咬 咬击敌人 有一定几率 使敌人感染狂犬病 造成持续5秒的 持续流泻伤害 群体攻击 召唤周围的恶狗 一同攻击 形成围攻之势 战力增幅120 描述 在废墟中生存的废墟恶狗 它们成群结队 对任何入侵者 都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 正 灵一拔出新手长剑 在废墟之间悠然而立 剑身在月光的映照下 显得有些凛冽 面对自己被包围的态势 它微微一笑 直接来吧 好 好 好 突然 一阵阵低沉的咆哮声 打破了夜的宁静 紧接着 一群恶狗 从废墟的各个角落涌出 它们的眼睛中 闪烁着凶残的光芒 露出锋利的獠牙 成群结队地向灵一扑来 讲道理 恶狗的包围圈 本身是没有什么落脚点的 但灵一击杀一只恶狗 就迅速转移到 那只恶狗站的点位 继而继续击杀其另一只恶狗 以此来扩大优势 它身影在月光下 如同幽灵般穿梭 它的剑光 如同流星划过夜空 每一次闪烁 都带走一只恶狗的生命 常见划过 恶狗们发出凄厉的惨叫 纷纷倒下 血液在废墟的地面上流淌 映照着月光 显得格外诡异 击杀废墟恶狗 恭喜获得寿命五分钟 获得经验十五点 击杀废墟恶狗 恭喜获得寿命五分钟 获得经验十五点 同等战力情况下 灵一的操作在万族中 都算作上等 只不过战力高一点 杀怪会更加干脆利落 一刀一个罢了 半小时后 嗯 这就没了 再来一些就好了 差一千经验升级 只可惜一个装备都没报 真扣门 灵一看着恶狗堆积如山的尸体 意犹未尽地摇了摇头 突然 好 灵一眉头微微一皱 朝着声音的源头望去 废墟中 突然想起了更加深沉的咆哮 一只体型巨大 眼中闪烁着幽蓝光芒的怪物 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不同于刚才击杀的那些恶狗 它身躯健壮 每一步都让大地为之阵战 它的毛发在夜空下 飘逸着幽蓝色的光 威势十足 幽魂恶狼 类别 品级 级 等级 7级 生命值 20万 战力 8000 技能 恶狼咆哮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降低敌人10战力 暗影突袭 改变毛色 可以在黑暗中前行 对敌人进行突袭 造成150高额物理伤害 10秒冷却 描述 不要问为什么成为废墟恶狗的领导者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嗨嗨 灵仪看着幽魂恶狼的属性 眉头微皱 这游戏 真就是用脚田的数值 一点平衡性都不讲 突然 就冒出个血量20万 战力8000的恶狼 两招 就能把自己搞死 中了那招暗影突袭 可能直接就一击毙命 若是有个小队 千辛万苦拼了这里的 废墟恶狗之后 又看到这只 幽魂恶狼 指不定有多么绝望呢 但是 刷 灵异甩落剑上残留的狗血 指示着幽魂恶狼 眼中爆发出一股狠力与兴奋 既然是 那你身上一定藏着些好东西吧 我单方面宣布 你身上的宝贝 马上就要归零了 第九章 五剑S级 大暴特暴 战力破十万 灵异面对着幽蓝光芒闪烁的幽魂恶狼 紧握新手长剑 幽魂恶狼作为级 不仅战力惊人更拥有前行与突袭的能力 毫无疑问 这对现在的灵异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战斗一触即发 幽魂恶狼发出震耳欲容的咆哮 随即身形一晃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灵异瞥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框 发现战力还是九千 这就意味着 恶狼咆哮对同一敌人无法重复生效 这样就好 不然 若是全力都破不开幽魂恶狼的防 这还打个毛啊 灵异冷静地发动了破灭之铜 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竟清晰地捕捉到了幽魂恶狼 在黑暗中前行的轨迹 幽魂恶狼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 迅猛地冲向灵异 就在这一瞬 灵异启动 狂暴冲锋 向右侧猛冲 巧妙地避开了幽魂恶狼的暗影突袭 幽魂恶狼见自己的攻击落空 转过身子甩了甩脑袋 似乎有些不太理解 灵异眼底 闪过一丝微妙的笑意 自己可以通过破灭之铜 观察到对面暗影突袭里的行径轨迹 但毫无疑问 以自己目前的移动属性 是避不开这次攻击的 但是很不巧 灵异的狂暴冲锋 是范围性攻击技能的同时 也是个位移技能 更不巧的是 幽魂恶狼的暗影突袭技能 和灵异的狂暴冲锋技能 冷却时间都为十秒 原本单刷有些困难的小 现在已然变成了玩具 刷 灵异利用幽魂恶狼愣神的剑系 快步上前 刷刷就是两剑 伤害还不错 灵异并不贪刀 砍完两剑 并躲避幽魂恶狼的普通攻击后 便再次拉开身位 她对自己的操作 确实自信 完全可以躲避之后 再来两刀 但目前的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 她现在还不想死 死亡之后 不仅会损失一半的寿命 还会让她回到新手村 一天走的路程都会归零 又是十秒过去 幽魂恶狼再次发动暗影突袭 灵异眼中金光一闪 在利用狂暴冲锋躲避之后 从侧边再次挥出了一刀 刷 灵异在幽魂恶狼发动技能的僵直的空荡里 再次挥出两刀 瞬即拉开身位 就这样 循环往复 她的身影在废墟之间快速穿梭 每一次冲锋 都让幽魂恶狼的攻击落空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灵异和幽魂恶狼 在废墟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 但令人奇怪的是 追人者满身血字 被追者毫发无伤 灵异凭借着破灭之铜和 狂暴冲锋的辅助 一直占据着上风 而幽魂恶狼似乎也意识到了 面前这个人类并不好对付 他的攻击变得更加疯狂和猛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 长剑带着破空之声 准确无误地刺入了幽魂恶狼的心脏 幽魂恶狼发出一声震天的嚎叫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掀起了一片尘埃 击杀幽魂恶狼 恭喜获得寿命24小时 获得经验1000点 01-4急升到了5级 战力从1万点暴涨至10万点 他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自己的新属性 人物 归灵 种族 人族 等级 5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125年 天赋 破灭之铜 灵的魅力 声望 灵 战力 10万0200 生命值 10万 魔法值 10万 攻击速度 一次 移动速度 9 宠物 5 道具 青草护腕 左 即长剑 即不一 即不库 即草鞋 势力 5 10万战力 真就不讲任何道理 谁能想到 林一静的第一天 战力就翻了10万倍 他的战力从一开始 一路坎坷地走来 他真的付出了很多 简直可以写一篇感人泪下的奋斗史了 嗨嗨 游戏出七 不能骄傲 再接再厉吧 灵一满意地关闭了属性面板 将目光放在了幽魂恶狼的尸体上 随着幽魂恶狼的倒下 他的身体开始闪烁着各种光芒 爆出了一堆东西 灵一走上前 一件件地将它们捡起 仔细查看这些珍贵的战力品 幽魂之牙 一对 类别 耳饰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攻击时有5的几率 使敌人陷入恐惧状态 持续3秒 描述 一对闪烁着幽蓝光芒的狼牙 蕴含着恶狼的残暴与力量 暗影斗篷 类别 披风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提升移动速度0 在夜晚或阴暗环境中 可进行隐身 持续10秒 冷却10分钟 描述 由幽魂恶狼的毛发编织而成 轻盈而神秘 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机动性 狂狼之怒 类别 战士技能书 品极 极 描述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狂狼之怒 技能效果 释放内在的狂暴力量 对周围5米敌人造成105的范围物理伤害 并有一定几率击退敌人 每次使用 消耗100点魔法值 冷却时间30秒 恶狼之童 类别 特殊材料 品极 极 描述 幽魂恶狼的眼睛 蕴含着强大的暗影能量 可用于高级装备的升级 或特殊药剂的制作 幽魂石 类别 宝石 品极 极 效果 镶嵌在天命手链上 可增加战力1000 提升五暗属性抗性 描述 蕴含着幽魂之力的神秘宝石 散发着淡淡的蓝光 是制作高级装备的稀有材料 恶狼之肉 类别 食物 品极 极 描述 味道鲜美 旅人的不二选择 爆 特爆 大爆特爆 前五样东西 但凡爆出任何一件 灵一都觉得 这次战斗已经很值了 但是 全 爆了整整五样极 幽魂之牙 可以让自己攻击时 有五的几率 使敌人陷入恐惧状态 持续三秒 似乎不是很强 但若自己的出手速度 达到七次后 甚至有几率 将怪物控制至死 暗影斗篷的属性 稍微刺一点 但其移动速度的属性 对现在的自己 也是非常重要 狂狼之怒 又是一个范围性 攻击技能 且还能增幅五的战力 要知道 能百分比增幅 战力伤害的技能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有一亿战力 给你的增幅 就是五百万战力 这一个技能书 在半年之后的市场上 至少价值百年寿命 恶狼之童 目前来看没啥用 毕竟灵一上一世 也没见过 幽魂石这玩意 可以增幅五的暗属性抗性 对付暗属性怪物时有大用 至于最后的恶狼之肉 只能说算是天头 咕噜噜噜 灵一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微微震了震 随后 他在原地升起篝火 开始烤起了恶狼肉 新手村只有一万人 所以地图不算特别大 灵一并没有购买 新手村的回程卷轴 今晚也就打算 在这里歇歇了 这里是一个的领地 其他怪物不会出路 半夜可能会刷出 废墟恶狗 但只要没有肆意走动 大概率也不会对自己 大动耽搁 灵一要一路向南 走到新手村边界的最南方 那里有自己上辈子 不曾获得的机缘 明天早起之后 以他的角力 大概明晚就能到 灵一拿起一串烤狼肉 放在嘴巴里 鲜美的肉汁 在口腔中炸开 如同一位妖娆的美娇娘 抵住灵一的舌尖 刺激着他的味蕾 灵一双眼放光 变得有些狼吞虎咽起来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啊 真香 第十章 铁甲战胸 八级S级Boss 东方的天际 渐渐露出了鱼堵白 晨曦的光辉温柔地 撒在了灵一的身上 他从沉睡中醒来 那眉清目秀的面庞上 带着一抹 不经意的温暖笑意 尽管一夜的封尘 让他显得有些蓬头垢面 但这丝毫无法掩盖 他那惊人的气质与魅力 他刚起身 便发现自己被一群 废墟恶狗所包围 毕竟是人家的领地 灵一的做法 有些猖狂了 但废墟恶狗 也是一群汉子 不吃接来之食 谁赢 谁才有资格吃饭 灵一站起身来 轻轻拂去身上的尘土 周边的废墟恶狗 猛得一击灵 纷纷而退 微微晃神后 他们呲牙咧嘴地 看向那站在中间的大帅 灵一眼中 闪过一丝金光 是时候 试验他新获得的范围型技能了 他深吸一口气 瞬间激活了新技能 狂狼之怒 一股狂暴的力量自他体内涌出 往方圆五米之内的地方 席卷而去 十万的站立 对付这些站立一千二百的 废墟恶狗 结果可想而知 刷 方圆五米之内 只狗不留 击杀废墟恶狗 恭喜获得寿命五分钟 获得经验十五点 击杀废墟恶狗 恭喜获得寿命五分钟 获得经验十五点 击杀废墟恶狗 恭喜获得寿命五分钟 获得经验十五点 真 五米范围之外的 废墟恶狗们 正惊惧地 看向在正中心 傲然站立的那道身影 此时此刻 此轻此惊 阳光正好 微风正暖 但恶狗们 却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 正侵蚀着 它们弱小的心灵 勿望 勿望 废墟恶狗们慌了神 嘴里不住 发出恐惧的叫声 四散奔逃着 灵异疑惑地 看向溃不成军的狗群 摇了摇头轻笑道 啊嘞 触发窃战特效了吗 不过嘛 蚊子再小也是肉 它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如同狂狼般冲入恶狗群中 常见挥舞成风 每一次斩击都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灵异的动作 迅猛而准确 没有一丝多余的花哨 由于它的武器和技能没有摧毁特效 废墟的地形 却未受到丝毫破坏 灵异收尖而立 气定神闲 仿佛刚才的战斗 不过是热身而已 不能恋战 办正事要解 它喃喃低语 继续踏上难行之路 在它的身后 原本围攻的恶狗 已被清理干净 呃也不算干净吧 一滩滩狗血 如花瓣般不规律地洒落 在废墟中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有一点点扎眼 一路向南 灵异再次穿越一片 茂密的森林 跨过了蜿蜒的河流 攀越了陡峭的山崖 在这个过程中 它遇到了许多怪物 它们或是潜伏在暗处 或是公然挡在路中央 但在灵异十万战里面前 它们都不过是 不堪一击的小卡拉米 森林中的影刺豹 以其迅猛的突击 和锋利的爪牙著称 灵异拥有天赋 破灭之铜 它们的前行无所遁形 一一被斩于剑下 河流里的水魔鱼 长着巨大的身躯 和锋利的獠牙 它们在水中几乎无敌 但在灵异的 狂暴冲锋面前 它们的躯体 成了最好的靶子 山崖上的岩石傀儡 由坚硬的岩石构成 力大无穷 但在灵异的灵活走位 和狂狼之怒的范围性攻击下 它们也只能化为 一堆碎石 这些怪物的强度 也只是比废墟恶狼高了一些 所以在灵异的面前 倒是显得有些稚能了 灵异并没有特意去炼击 也并没有看到别的强力 所以它的经验条 也只是涨了七成左右 当然了 这一路走来 和灵异的十万战力的关系不大 全靠它惊人的战斗意识的技巧 这一路的战斗 灵异不仅试验了它的新技能 更是在不断地磨练其战斗技巧 有些东西不练 始终会变得生疏 终于 在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后 临近夜晚时分 灵异来到了一处幽深的洞窟前 这里 就是新手村南方的边界 南极点 这洞窟里的最深处 有到前世灵异不曾进入的机缘之门 在灵异的缓步走近 洞窟的轮廓逐渐清晰 它像一扇古老的巨门 高五米 圆拱形的结构 在岁月的侵蚀下 依旧坚固如初 洞口周围覆盖着苔藓和藤腕 仿佛是大自然赋予的装饰 让这个入口更显得神秘莫测 幽深的气息 从洞窟内部散逸而出 带着一股古老沉重的压力 仿佛连时间在这股气息面前 都变得缓慢 突然 洞窟内部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每一次落地 都似乎让大地为之振战 紧接着 一只巨大的怪物 缓缓走出了黑暗 它是一只披着盔甲的大熊 身形巨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洞口 使得周围的空间 都显得狭小起来 铁甲战熊 类别 野兽 品级 级 等级 八级 生命值 五十万 战力 两万两千 描述 这只战熊站立起来 足有五米高 它的身躯异常庞大 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铁甲 甲片之间 还闪烁着金属的冷光 虽说站立不高 但似乎防御惊人 技能 铁甲冲撞 利用自己厚重的铁甲 和强大的身躯 对敌人进行冲撞 造成150的物理伤害 并有五几率 使敌人陷入血运状态 狂暴撕咬 张开血盆大口 对敌人进行狂暴的撕咬攻击 造成连续三次的高额伤害 地震践踏 用力践踏地面 产生强大的震动波 对周围十米的敌人 造成范围性的五十物理伤害 并伴有击退效果 灵依看着眼前的铁甲战熊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你瞧我这记性 把你都给忘了 而后他缓缓勾起嘴角 声音 因极致的兴奋 变得有些嘶哑 双眼爆发出璀璨的鸿芒 虽说 第十一章 高超的战斗技巧 秒杀boss 铁甲战熊蔑视地 看向眼前的小不点 人性化地摇了摇头 他双手抱胸 并没有率先发起攻势 似乎再说 给你个先攻的机会 不然我一出手 你便没有机会了 灵依站在铁甲战熊的身前 眼中闪烁着一抹利色 他仰着头 歪了歪脑袋 嘿 这眼神之神态 让我想起了一些 不太美好的记忆 你这样有些 不太好吧 战斗一触即发 灵依迅速进入攻击状态 他快速飞奔到铁甲战熊 一跃而起 即新手常见滑坡空气 带起一阵呼啸之声 直指铁甲战熊的腹部 这一击准确无误地 击中了目标 铁甲战熊痛吼一声 微微愣神 然而 灵依的攻击 并非单纯的物理伤害 他耳坠上附带的 幽魂之牙 效果被触发 铁甲战熊的头顶上 出现了一个害怕的小表情 这是恐惧效果的体现 这只庞然大物 居然被硬控了三秒 这三秒 他将无法动弹 灵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立刻激活了 狂狼之怒 释放出内在的狂暴力量 对铁甲战熊 造成了105的范围物理伤害 紧接着 他迅速接上普通攻击 长剑再次划过 铁甲战熊的身躯 留下了深深的剑痕 与此同时 灵依趁机再次使用 狂暴冲锋 向上快速冲刺 他对对铁甲战熊 造成了物理伤害 附加击退效果的同时 向上位移了三米的距离 站在了战熊手臂处的盔甲上 在冲锋结束后 灵依没有丝毫停顿 蹬着铁甲战熊的盔甲 迅速向上攀爬 而后又是一件普通攻击 剑锋直指铁甲战熊的后颈 时间才过去两秒 铁甲战熊那双灭尸的眼神 已然失去了神采 哄 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将地面激起一片尘土 击杀铁甲战熊 恭喜获得寿命88小时 获得经验2200点 真 灵依收剑入鞘 他站在铁甲战熊脑袋上 居高临下的 瞥了眼已经倒地的 脸上露出了一抹冰冷到极致的弹幕 九折水瓶啊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隐藏的大招呢 连敌人的实力都没搞清楚 就已经开始狂妄了 连怪物都做不好 就开始学习人类的神态了 有实力装逼 叫牛逼 没实力装逼 叫傻逼 给你惯的 灵依说完 微微愣神 而后呼的一笑 操 我跟头熊之什么气 收米收米 严毙 他开始搜寻起自己的战利品 在刚才的整个战斗过程中 灵依的攻击如同行云流水 使用了后世近战战斗的高端微操技巧 平起手 而后释放黄狼之怒 而后再次平 紧接着使用黄暴冲锋 最后平攻击要害收尾 众所周知 无论是平或技能 在打伤害的前后 都会出现一瞬的僵直 被称为攻击的前摇和后摇 总结来说 就是黄狼之怒取消了第一次平的后摇 第二次平取消黄狼之怒的后摇 黄暴冲锋取消第二次平的后摇 技能与普通攻击相互穿插 几乎没有任何后摇 前摇时间也被大幅度缩短 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准确无误 每一件都充满了力量与技巧的结合 只是很可惜 灵仪还差几百点经验才能升级 不过铁甲战雄爆出的东西 属实是令它有些小小的震撼了 铁甲精粹 类别 材料 品极 极 描述 可用于锻造或升级装备 提供额外的防御力加成 从铁甲战雄的铁甲中提炼出的精华 坚硬而富含魔力 战雄之魂 类别 特殊材料 品极 极 描述 铁甲战雄的灵魂凝聚而成的宝珠 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 用于特殊任务或制作特殊药剂 能赋予装备或药剂特殊效果 狂暴之和 类别 宝石 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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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装备上可增加战力 提升熊类技能的三的伤害和效果 铁甲战雄的护心镜 类别 防具 品极 极 效果 由铁甲战雄的凶甲制成的护心镜 坚不可摧 可提供高额的防御力 减少受到一的物理伤害 熊熊烈焰 类别 技能输 品极 极 效果 学习后可释放强大的火焰攻击 对周边8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02的魔法伤害 铁甲战雄地雄胆 类别 材料 品极 极 描述 具有极强的药用价值 可用于制作特殊药剂 铁甲战雄的雄胆 具有独特的药效 是炼药师梦寐以求的材料 铁甲战雄的雄掌 一对 类别 食材 品极 极 描述 铁甲战雄的雄掌 肉质鲜美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可用于烹饪 制作出具有恢复效果的食物 靠背了 我说你怎么不还手呢 原来他这恶心我呢 那一堆暂时用不上的材料 也就不说了 好不容易出了一件装备 和一本技能书 装备是一个厚重的大胸甲 而且才简易的物理伤害 打伐药饭的是吧 我缺你这一的防御 能死啊 还有你这熊熊烈焰 法师技能书 我咋不知道你还会这招呢 不过能爆出一对击的熊掌 是零一没想到的 好吃是吧 我偏不吃 我就是玩 不过好歹也是属于自己的战利品 零一虽然脸色有点黑 但还是将爆出的东西 尽数收好 之后 他朝着洞窟内缓缓走去 洞窟内并没有其他的怪物 差不多十多米就走到了尽头 洞窟尽头 零一面前有一扇宏伟的大门 这扇大门与周围的环境 形成鲜明对比 它的存在 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门表面覆盖着精致的浮雕 每一处细节 都透露着神秘与庄严 门上留意的金光 如同夜空中的星辰 闪烁着令人暮眩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无限的力量与秘密 门的正上方 八个字母 以一种未知的金属铸就 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每一个字母 都像是有生命一般 微微颤动着 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在大门的右侧 安静地 躺着一座神秘的传送阵 它由一系列复杂的符文 和几何图形构成 闪烁着幽蓝的光芒 与金色的大门 形成鲜明的对比 传送阵的中心 是一个深邃的漩涡 正散发出的微妙的能量波动 灵依面向大门 深吸了一口气 脸色古怪的地说道 亲爱的游戏引导员小林大人 请让我看看 你的大宝贝 第十二章 ZZZ及青铜钥匙 灵依说完这句有些奇怪的话 大门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紧紧闭合着 但她似乎毫不在意 轻笑一声 大踏步地往前走去 秀 大门虽然紧闭着 但就在灵依撞上门的那一刻 却将她整个人吸入门中 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依似乎进入了一个一空间 叮 欢迎来到新手村的宝库 男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挑选一件宝物带走 倒计时开始 灵依眨白了下眼睛 即便知道这地方的存在 但依旧忍不住扎舌 在她眼前 是一个充斥着各色装备 散发出璀璨光芒的宝库 她的存在 仿佛是造物主 对奢华的最高权势 宝库之中 无数装备随意堆放道路的两边 每一剑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它们或流光溢彩 或暗含神秘纹路 每一剑都精美绝伦 仿佛拥有自己的灵魂 星辰之剑 类别 双手巨剑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每次攻击有时机率释放星辰之力 对目标造成额外二次伤害 描述 极大剑 无尽之刃得防品 但仍旧是足以让所有战士疯狂的好东西 天启之盾 类别 盾牌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格挡几率提升30 每次成功格挡 可反射20 伤害给攻击者 描述 极盾牌 弗雷尔之盾得防品 但仍旧是足以让所有盾战士疯狂的好东西 末日审判者 类别 法杖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释放法术时有八级率不消耗魔法值 且法术伤害提升30 描述 即装备 虚空之杖的防品 但仍旧是足以让所有法师疯狂的好东西 这些装备 无论是锋利的剑刃 还是坚固的盾牌 亦或是华美的法袍 都足以让外界的冒险者为之疯狂 甚至一年后 乃至十年后 这些装备 依旧是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因为 它们有珍贵的百分比加成 然而在这里 它们却像是被丢弃的垃圾一般 遍地都是 不只是各职业使用的武器 就连帽子 披风 项链 手镯 耳坠 戒指 上衣 下衣 裹胸 蟹裤 鞋子 护膝 挂饰 都各不相同 常见与盔甲交叠 宝石与魔杖混杂 这些在外界可以引发血雨腥风的宝物 此刻 就只能静静地 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灵依的目光在宝库中游移 倒吸了一口凉气 被眼前的一切深深震撼 太刺激了 至于说 他为什么知道禁门的蜜语 这就要说回上一时了 在 开服一年以后 仍旧有一些人 被困在新手村 连升到十级 都特别困难 新手村里比较弱的人 在路上遇到稍微强一点的怪物 只能进行躲避 根本毫无反手之力 游戏引导员小林 却再次跳出来 用着娇嫩的嗓音 懒洋洋地说道 果然是雷弱的人族 连走出个新手村都成问题 新手村东南西北都有宝物 你们倒是去拿啊 蜜语是 亲爱的游戏引导员小林大人 请让我看看 你的大宝贝 好东西 早就给你们准备了 诺大的人族 却没一人拿到 真笨 好家伙 这是笨不笨的问题吗 鬼能猜出来啊 不过自那以后 新手村的人 在东南北三个宝库里 总能分别能找到逆天的装备 技能书 职业 甚至天赋 以至于很多人后来居上 在离开新手村之后 反而能迎头赶上之前的人 西边的宝库 似乎没有任何东西 但奇怪的是 只要进过西方的宝库 东南北的所有宝库 便再也无法进入 所以 林一打算探完东南北三个宝库 再去拿最西方的宝库 一探究竟 只是很可惜 每人在每个宝库 只能挑一样东西 林一红着双眼 看着遍地琳琅满目的宝物 语气显得有些哽咽 亏大了 这一下真的亏大了 他心中明白 这些装备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这些装备 每一件都足以让他在 中的实力大增 但规则是残酷的 他只能选择一件 林一深吸一口气 快步朝着宝物分开的小道 朝深处走去 宝库这种东西 一般越到深处 奖励也就越好 装备只有一万件 所以路程并不算久 他很快就来到了小道的终点 一道古朴的青铜大门 正屹立在宝库的终点的中心位置 青铜大门的门前 共有三件宝贝 最右边的是一柄营造着 玄奥力量的法杖 堪星 类别 法杖 品级 效果 战力 施法速度提升15 增加一个被动技能 虚空护盾 能够承受自己最大生命值 500魔法伤害 非战斗状态下 护盾值缓慢恢复 描述 堪星由一种罕见的 星辰合金锻造而成 周身呈现出深邃的银灰色 仿佛蕴含着夜空的神秘 最左边是一柄气势不凡的常见 裂地 类别 常见 品级 效果 战力 攻击速度 有25几率触发 星辰之怒 对目标造成额外的实战力 真实伤害 描述 裂地 剑柄上镶嵌着一颗璀璨的蓝宝石 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似乎能够引导剑气 增强攻击力 最后 位于青铜门前最中间的 是一枚古朴的青铜钥匙 青铜钥匙 类别 钥匙 品级 级 效果 用来开锁 破坏 描述 持有者可通过他解锁特定的锁 获得难以预料的机缘 刷 灵一眼疾手快地 将那枚青铜钥匙 抢在手中 眼前有个青铜门 面前有个青铜钥匙 什么意思 再明确不过了 而且 这枚青铜钥匙的品级 是级 虽说 堪心和 猎地 都是二星级装备 属性加成 也是非常不错 但灵一仍旧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青铜钥匙 毕竟他曾在游戏里待过十年 比级别更好的装备 他也见过不少 有了一些抵抗力 但级别的物品 除了公认的废品 其余无论是什么物品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 他右手紧紧握着青铜钥匙 缓步走到青铜大门前 看着上面的钥匙孔 灵一双眼放光 咧嘴一笑 喃喃自语道 莫非真正的大宝贝 在这里 第十三章 打通南极传送点 全村通告 灵一的手颤抖着 青铜钥匙的冰凉透过指尖 传递到心头 他隐约能感觉到 眼前这扇门后 隐藏着难以想象的机缘和宝物 钥匙孔就在眼前 仿佛在诱惑着他 向他诉说着门后的事件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 灵一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将钥匙插入孔中 然而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定 时间到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宝库中回响 紧接着 一道无形的力量 包裹住了灵一 将他整个人从宝库中传送至 新手村的宝库 南 门口 灵一的右手 紧握着青铜钥匙 伸向身前 还正在做着插钥匙的动作 他双眼微眯 眸子中闪烁着诡诀的色彩 咧开嘴巴喃喃道 有意思 按理说 时间应该刚刚好才对 但时间流速却在那一刻 疯狂提升 按我十年的游戏经验来说 这是一个系列级的隐藏任务 只是没想到新手村 有这种任务 他深吸了几口气 压抑自己略显悸动的心 对一般人来说 这一刻 应该无能狂怒才对 只可惜啊 这个游戏 我太懂你的尿性了 灵一的双眸不断闪烁 流转着一丝精芒 真是期待啊 他猛地转身 朝着金色大门 右侧的传送阵走去 咻 一个瞬间 灵一回到了 4396号新手村中心的复活点 此时的天色已暗 时间约某晚上八点钟 星空之上 繁星点点 诉说着夜晚的静谱 新手村里一片祥和 仅仅只是有着少量的人在走动 大部分玩家 则是躺在睡袋或者帐篷中 在新手村里随地躺睡着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在灵一耳畔响起 恭喜您获得南极点传送阵 免费使用权限 系统将对传送阵 开通玩家进行播报 是否隐藏姓名 灵一满脸淡然 朝着一家旅店快步走去 自言自语道 不隐藏 灵一话音刚落 同一时间 三道声音 在新手村上方回荡着 第一 4396号新手村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南极点 第 4396号新手村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南极点 第 4396号新手村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南极点 躺在新手村的玩家们 军事正了一下 纷纷讨论出声 卧槽 这归零又是何方神圣 咱们直接能到南极了 南极个屁 应该就是一个地方而已 居然要一年寿命才能过去 游戏厂商想命想风了 一年 他是真敢要啊 我还以为来这里 我能活一百年呢 结果这里的东西 都要命来买 还贵得要死 就是 一份鸭腿饭 居然要一天寿命 讲个笑话 我少吃一顿饭能多活一天 睡一碗旅馆 居然要花五天寿命 真就无力吐槽 我们这些打地铺的 在外面睡一碗 就赚五天命 我们才是聪明人 真不知道 哪些冤大头 会去睡旅馆 别提了 我白天想杀兔子练急来着 结果 直接被兔子咬死了 扣了我五十年命 真就逼了狗了 灵异走到旅馆 给前台 交了一周的寿命 两份鸭腿饭 和睡一碗的房租 炫完鸭腿饭之后 他平躺在床上 不断思索着后续的行动路线 明天先去商店买点东西 新手村道 确实有一些绝版的好东西 然后再往北极点走 以我现在的速度 一天应该差不多就能到了 进了南极点宝库里 不能有丝毫犹豫 直接冲到最后的地方 再抉择吧 应该会跟那个 青铜钥匙会有瓜葛 灵异翻了个身 侧着身子看向窗外 隐约能看到一群玩家 在新手村里打地铺的场景 他微微摇头 嗤笑了一声 一群蠢货 命这玩意 可不是省出来的 而是杀出来的 而后他再次翻了个身 紧紧闭上了双眼 他似乎想起了 某些不开心的事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话说 我知道新手村的宝库蜜语 不会有来自系统的制裁吧 应该不至于 毕竟那是彩蛋 不是 不存在 第十四章 新手村的杂货铺 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斑驳地洒在灵依的身上 他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从床上坐起 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林一左又晃了晃脑袋 往旅馆外走去 新手村的棋余玩家 也纷纷从帐篷和睡袋中爬起 少部分的人棚头垢面 一脸的麻木与迷茫 但大部分的人神采奕奕 似乎对这个新世界 很是新奇 经历了两天的 新手生涯的洗礼 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了现实 开始讨论游戏里的内容 昨晚你们听到了没 那个叫归零 说是昨晚开通了 南极点的传送阵 过这游戏的规则太残酷了 连传送都要用寿命来换 归零 不说 昨天倒是有一个人 在咱们这个村 声名确切 你说的是 人性使者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个人是真吗 是啊 昨天 他一直击杀村子 外围森林的 绿色毛毛虫 怪物一刷新 就去杀 把绿毛虫都快杀包将了 感觉他明明很强 可以击杀更多的怪物 为啥执着于毛毛虫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那毛毛虫虽然不强 但数量很多 招人烦得很 他应该是想讨好全村的玩家 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 瞧你酸的模样 真巧 我就是佩服那样 为所有玩家的大英雄 灵异走出旅馆 这些议论声 便随风飘进了他的耳朵 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心中暗道 果然还是新人 根本就不懂这个游戏 人性使者 现在也只不过 是个新手而已 你个万年老二 应该还没去西边的几点吧 希望你能和我 多过几招 不然这新手村 也太无聊了 前两天 大多数人 还是多数是待在村子里 外出杀怪升级的人很少 因为他们认为 目前的状态 是人与生存环境的斗争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少 大家相处 还是比较和谐的 但是 很快他们就会发现 这是个各自为战的游戏世界 向世界索取 向怪物索取 向玩家索取 是一个充满掠夺的事件 其中 击杀玩家 获得的寿命值最多 风险也是最小 与人斗 其乐无穷 这一万人中 有小部分人 可能已经发现了 击杀玩家 获得寿命的潜规则 但他们 却没有声张 都在偷偷闷声发大财 现在只用等着一个 藏不住式的傻蛋 来堂而皇之地 公布这件事罢了 在这个世界里 只要有足够的寿命 你可以享受到 皇帝一般的待遇 但是前提 你有能够守住 寿命的硬实力 不然 就成了他人的寿命大礼包 都想来抱上一抱 在灵异思绪流转之间 他来到了新手村的杂货铺 杂货铺门口 挂着一块破旧的木牌 上面 用歪歪扭扭的字迹 写着八个大字 应有尽有 等你来买 灵异推门而入 看着柜台前 那个熟悉的沟楼兽老头 微微一笑 零零零零 铛的声音 自门上的闲线响起 老头见到灵异的到来 双眼爆发出璀璨的金光 搓了搓手问道 我先随便看看 灵异随意地摆了摆手 朝着货架上 肆无忌惮地观看起来 琳琅满目的商品 摆满了货架 每一样商品下方都明码标价 新鲜的苹果 类别 食材 品级 效果 冲击解渴 描述 旅人必备的食物之一 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价格 一天金 库存 9999 初级生命药水 类别 药品 品级 效果 瞬间回复5000点生命值 描述 打怪怕被描 别怕 白瓶 初级生命药水 让你立刻活过来 价格 一天平 库存 9999 初级魔法药水 类别 药品 品级 效果 瞬间回复5000点魔法值 描述 打怪打不动 别怕 来瓶 触及魔法药水 让技能使用再无后顾之忧 价格 一天平 库存 9999 精良常见 类别 常见 品级 效果 战力 攻击距离 描述 换下你手中的几武器吧 拿起 精良常见 迈出扬名的第一步 价格 三个月饼 库存 999 小火球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级 效果 使用后可学会技能 小火球 单体法术攻击技能 攻击范围8米 站立 蓝号10点 冷却10秒 描述 新手法师必备技能之一 如果有战士购买 就算不能用 也不退命哦 价格 一年本 库存 999 琳琅满目的商品 摆满了货架 每一样商品下方都明码标价 价格从一天寿命到十年寿命不等 灵一看完货架上的商品 微微摇头 这些东西都是新手常用的东西 对自己这种高丸的作用 属实不大 而且 库存999的意思 就是数量无限 也断绝了灵一屯商品 做地起价的想法 但是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东西 是不值得灵一过来跑一趟的 他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着 看向那勾楼的瘦弱老头 含糊不清地说道 老头 你这货也不咋低啊 一点好东西都没有 溜了溜了 灵一摇了摇头 转身做事要走 看模样 似乎是想白挑一个苹果 慢着 勾楼老头怒吼了一声 似乎被灵一的话 激起了奇怪的胜负欲 他快步走到灵一身前 脸色略微 有些阴沉如水 我自然是有好东西 不放出来 只是怕你买不起 灵一眉毛朝上方 微微挑起 略有些惊疑地问道 哦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一下了 别的不多 大爷我就是命多 勾楼老头眼中金光一闪 双手赋于身后 朝着杂货铺二楼走去 淡淡出声道 跟我来 灵一嘴角微微勾起 随着老头的步伐跟去 这是上一世灵 一不曾获取的机缘之一 杂货铺老头的二楼宝贝 里面不像外面烂大街的商品 一顶一的都是好东西 就算放在新手村之外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上一世开服第七天 传出了这个消息 当灵一赶到时 二楼的好东西 都被抢够一空了 这一次 他不会再错过 而且他要 打包带走 第十五章 杂货铺二楼的顶级宝贝 到了 随着勾楼老头的声音响起 灵一立马就被玻璃柜里 摆放的东西吸引住了 能量手炼 类别 天命手炼 二孔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增幅5 内置两孔 可承载两枚品极 不高于极的宝石 获得其属性加成 描述 即天命手炼 月华之炼的防品 是新手村外玩家 必备的装备之一 价格 99年条 库存 三 免死稻草人 类别 护身符 品极 极 效果 死亡后 死稻草人损坏 可免去死亡惩罚 描述 此稻草人建议寿命 大于198年以上的生物购买 价格 99年条 库存 三 灵活药丸 类别 药品 品极 极 效果 永久提升肢体 对应位置的灵活度 可对六指使用 描述 对双手使用 可增加出手速度 对双脚使用 可增加移动速度 对大脑使用 可增加吟唱速度 对嗨嗨 价格 99年没 库存 三 星辰三角链 类别 天命手链 三孔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增幅20 内置三孔 可承载三枚品极不高于极的宝石 获得其属性加成 描述 即天命手链月华之链的防品 是新手村外玩家必备的装备之一 价格 999年条 库存 1 神秘的神经 类别 神经 品极 极 效果 无 描述 似乎需要特殊的容器 才能将其蕴藏的神秘力量解封 价格 9999年 库存 1 虽然知道二楼的库存有着什么东西 但灵异还是忍不住狠狠地咽了下口水 这才开服第三天啊 就遇到这样的好东西 能量手链可以说是前期的神器 新手村外售价500年 但能买得起的 人基本人手一条 只要有好的宝石 相当于就多穿了两件装备 免死稻草人 得效果不言而喻 越到后期越划算 灵活药丸更是逆天 永久提升出手速度 移动速度 吟唱速度 星辰三角链 则是更高级的天命手链 而且拥有三孔 能够装填二星级的宝石 而 神秘的神经 这玩意 灵异在前世也见过几次 例如 神秘的神经 神秘的神经 等等 甚至当时的人族第一强者 还在收集这玩意 最后却亏得吐血 花高价收集来的东西 一点作用都没有 最多 只能当个收藏品 十年来 人们愣是没有发现过 这些所谓神经的所谓容器 一年寿命一个神经 都不会有人去买 虽说是极的东西 但一点用都没有 买个馒头 还能冲冲击呢 至于说天命手链 小伙子 我这些东西如何 还不错吧 勾楼老头背着手 鼻孔朝天 得意洋洋地 朝着灵衣炫耀道 前辈果然还是前辈 您这收藏令小生叹为观止 灵衣微微拱手 语气诚恳地夸赞道 一开始拱火 只是为了能看到宝贝 现在如愿以偿了 让这小老头暗爽两下 也不会少块肉 现在灵衣的目标是 以最小的代价 把这二楼的物件 打包收入囊中 灵衣顿了顿 略显犹豫地开口说道 只不过这些东西看着不错 没用起来 还是不了解其效果呀 而且 小生囊中羞涩 命不久矣 您看这价格能不能 灵衣话还没说完 就被老头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别说了 没得商量 况且 我只是给你看一看 又没说一定得卖 买不起 没关系 少侠咱们一步一楼哈 勾楼老头 拽着灵衣的衣袖 就要往楼下走 结果 居然没拉动 灵衣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 那柜子里的物件 轻壳一声 略显尴尬地问道 那个 大爷 这个天命手链是啥玩意 怎么还有两种 还分两孔三孔的 老头再次得意一笑 似乎触发了游戏的讲解机制 开始娓娓道来 天命手链 是这个世界里最特殊的装备之一 它承载着使用者的天命 不同孔术的天命手链 孔越多越好 越多的孔 可以承载数量更多的宝石 获得更多的属性 相同孔术的天命手链 品级越高越好 那样能够承载更高的属性的宝石 获得更高的属性 这 星辰三角链 有三孔 且品级是二星级 我的标价都算便宜了 要知道 集天命手链 月华之链 也才四孔了 灵一装作认真听讲的乖宝宝 缓缓点头 上一世 它拥有过集天命手链 月华之链 同样的 月华之链 是集天命手链 幻境之链的房品 幻境之链 有整整八个孔 只有人族第一强者得到过 就连灵一也不知道 幻境之链的具体效果 但毫无疑问 八个顶级的属性曹 更加奠定了 其第一强者的宝座之位 而灵一 则好巧不巧地 曾被那人族第一强者 赤着脚狠狠地踩脸蹂躏过 这份恨 灵一埋藏了整整九年 毕竟两人差距越来越大 灵一想报仇 也没有门路 就算他狠狠地练习技术 但两人数值的差距 让他狠狠地绝望 毕竟他是一星级天赋 人家是三星级天赋 每过一天 两人的差距 就如鸿沟般拉大 不过现在嘛 呵呵 人族第一强者 给我等着 呼 灵一轻吐一口气 暂时压抑住那泼天的狠意 其实 这老头说的确实很对 他这杂货铺二楼的标价 比新手村之外 便宜了约莫五倍不止 老头 真不是奸商 但就算如此 现在的灵一 确实也是买不起啊 所以他才会选择和老头聊天 唠唠家常 增进一下感情 看能不能给打个折扣 对了大爷 那个急身经 是什么玩意啊 看起来貌似很屌 灵一有意无意地 瞥向那神秘的神经 略显疑惑地开口问道 这个嘛 那玩意确实不错 不过 你若是能把我二楼的东西买空 那没价值无限的三星顶级神经 白送 第十六章 二楼宝贝 把包带走 嗨嗨 灵一右手无嘴倾壳 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那个大可不便 三星顶级神经 异常珍贵 小声无福消瘦 咱们还是来谈谈 其他宝贝的打包价吧 神经 屁精 白送给灵一都不要 狗见了都摇头 而且 勾楼老头肯定知道 这玩意没啥用 不然他可没这么好心 打包价 老头微微一愣 而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这是小本生意 全都是零售价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打包价 少侠若囊中羞涩 改日再来也不打紧 灵一略做沉思 缓缓出声道 前辈 我这里也有些宝贝 或许你会感兴趣 或许我们可以一无一无 老头眉头一挑 露出一丝好奇 哦 你小子 能有什么好东西 拿出来看看 灵一伸手入怀 一件件物品 被他摆放在柜台上 都是他在之前 击杀获得的材料 装备 技能书等 恶狼之铜 铁甲金翠 战雄之魂 铁甲战雄的护心镜 雄雄烈焰 铁甲战雄的雄胆 老头的目光 在这些物品上 一一扫过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但他倾壳一声 再次说道 这些东西 确实不错 但想要 换我这里的宝贝 还是差了点 老头摇了摇头 而后微微叹息道 不过 看你也不容易 咱们在这里 结个善缘 除了 星辰三角恋 我三样级宝贝 你可以每样拿一份 并且 那个三星顶级神经 老朽也白送于你 少侠意下如何啊 灵一见老头的神态 就知道 他有些异动 现在就是讨价还价的时间了 灵一摇了摇头 淡淡说道 不如何 这些物件 都是我冒着九死一生 才搞来的 换你这几件东西 着实有些亏了 算了 不换了 灵一将宝贝收回 挥了灰衣袖 转身做事就要走 哎哎哎 少侠留步 说实话 你这些东西 想换一个星辰三角恋 都有些吃力 你还能不能拿出其他宝贝 老朽 可以帮你尝尝演 灵一知道 自己目前的东西 想把二楼的东西 全都打包有些吃力 看来 还是有点来早了 下次多弄死几个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至于说其他宝贝 除了自己穿戴上的装备 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吧 哦对了 还有一对熊掌 这玩意 估计也没啥价值 不过 试试吧 灵一将 铁甲战熊的熊掌 一对 随意地丢在了桌上 淡淡出声道 这个是不是宝贝 您老 帮忙长长眼吧 老头看向桌上的油光发亮的熊掌 似乎愣住了一瞬 而后双眼爆发出璀璨的光 其熊掌 你 你怎么知道 我最爱吃熊掌 灵一双眼瞪圆 似乎没预料到现在的剧情 他深吸一口气 将上一世所有的伤心事 都想了一遍 双眼微微变红 哽咽道 这只熊掌 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寿命 本想着这次交易 顺利的话 跟您结个善缘 免费送您来着 只可惜 小子实在太穷了 连跟您交易的资格都没有 看来 我还得继续加油啊 灵一将熊掌收起 一步一步朝着门外走去 与此同时 他内心在暗暗独秒 三 二 一 就在这一瞬 老头突然大喊出声 我换 灵一嘴角微微勾起 但转过头时 却是一脸感动的模样 但他还没说话 就听见老头继续说道 不过这熊掌 虽然稀罕 但还是有些不够 你在家二百年寿命 我这些东西 你打包带走 灵一红着眼睛 看向老头 将寿命余额 展示在空中 似强忍住悲痛地说道 我现在 真没二百年活头 最多给您一百十四年 欠您的 我下次再 老头摆了摆手 似随意地说道 行了行了 就当结个善缘 就只收你一百年吧 快点交易吧 楼下 还有一群客户 等他消费呢 灵一强忍住心中的喜悦 一脸激动地说道 好这就交易 叮 失去 恶狼之铜 铁甲精粹 战熊之魂 铁甲战熊的护心镜 熊熊烈焰 铁甲战熊的熊胆 铁甲战熊的熊掌 一对 一年寿命 获得 能量手炼 免死稻草人 灵活药丸 星辰三角炼 神秘的神经 这 神秘的神经 灵一本不想拿的 但他又想到后期 或许可以高价卖给 那上一世的第一强者 便也就装起来了 毕竟 不拿白不拿 完成交易后 灵一二话不说 快步往楼下走去 生怕老头反悔 穿过一楼 排队买东西的玩家 灵一朝着村子 北面一路前行 他的嘴角 终于抑制不住地裂开 用一堆不需要的东西 换了一堆好玩意 不能说很赚 只能说 大赚特赚 能量手炼 对自己没啥用 毕竟美人 只能带一串天命手炼 但出了新手村后 其价格轻松翻个几倍 三个 免死稻草人 让自己平白多了三条命 灵活药丸 对自己的前妻的提升 更是意义非凡 星辰三角恋 用上两年 不成问题 开杂货铺 我看你是做慈善的吧 杂货铺二楼 勾楼老头站在窗边 看着灵一离开的身影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呼 善缘我已经截下了 那古老的预言 会不会是真的吗 老头说着 笑着摇了摇头 我也是老了 居然会相信 那么离谱的事 这下真的 亏大发了 第十七章 战力破百万 在于尤朵朵和马克 灵一站在新手村 北部的边缘 深吸了一口气 从背包中 取出了三枚灵活药丸 这些药丸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潜力 他没有犹豫 将三枚药丸一一吞下 大脑 双手 双脚 药丸入口即化 化为一股暖流 迅速在他的体内 扩散开来 灵一感受到 自己的出手速度 移动速度都在提升 攻速提升零次 移速提升一 他的身体 变得更加轻盈 动作更加敏捷 因为目前没有法师的技能 所以吟唱速度 并没有很明显的感知到 紧接着 灵一将目光 转向了右手腕上的 星辰三角链 这条手链 由神秘的星辰金属打造 闪烁着璀璨的星光 他小心翼翼地将 幽魂石 黄暴之河 这两枚宝石 嵌入手链的孔槽中 随着宝石的嵌入 宝石与手链产生了共鸣 一股强大的力量 涌入灵一的体内 他的战力 得到了不是特别显著的提升 毕竟只加了四千战力 和自己的十万战力比起来 着实有些不太成正比 不过嘛 蚊子再小也是肉 也许就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属性 人物 归灵 种族 人族 等级 五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二十五年 天赋 破灭之铜 灵的魅力 声望 一百 战力 十万零七千七百 生命值 十万 魔法值 十万 攻击速度 两次 移动速度 十六 宠物 无 技能 狂狼之怒 狂暴冲锋 道具 青铜钥匙 神秘的神经 星辰三角链 能量手链 免死稻草人 幽魂之牙 暗影斗篷 青草护腕 即常见 即不一 即不酷 即草鞋 势力 五 清点完毕 零一迈开了步伐 向着北方快速前进 他的移动速度极快 仿佛一道疾风掠过大地 路上的每片区域 他都只随手攻击一只怪 其意义在于是惊艳 只要惊艳低于五的 零一看都不看 北方区域的怪事 要比南部区域的怪强 但是怪物却并不密集 路上的玩家 反倒多了起来 可能也是 受了自己昨天那条全村通道的影响吧 半小时后 零一到了一处森林 他刚才随手杀了一只豹子 惊艳舞 零一又看了看自己 还差四百惊艳 就升级的惊艳条 打算在这里升到六级 毕竟升级的话 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好 一道嘶吼声 从森林的深处传来 零一眉毛微微一条 淡淡出声道 哦 这嘎拉地方也能遇到 他朝着声音的来源处 快速前进 毕竟他不知道 会不会突然溜走 还是尽快为好 游戏里的野外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比如 零一遇到过的 幽魂恶狼 如果换个时间 真不一定能遇到 这种怪物 让人又爱又恨 在弱者的眼里 是梦魇 却让强者趋之若鹜 馋得流口水 经验很高 且必抱装备 有时甚至不止一见 但野生的刷新 完全无迹可寻 基本纯靠运气 好好可怕 躲躲别怕 我来保护你 就在零一抵达森林深处时 一片空旷的陆地 显得有些豁然开朗 他看到了一个豹子类型的 以及马克和尤朵朵 这两个老熟人 引刃豹 类别 野兽 品级 级 等级 六级 生命值 十二万 战力 四千二百 技能 暗影突袭 瞬间移动至敌人身后 造成120战力的啃咬伤害 引分身 制造一个分身 具有本体武士的血量和战力 存活时间十分钟 引刃豹和尤朵朵 马克两人站在五米开外对峙着 他的目光 完全被眼前的两人吸引住 似乎没有看到零一的到来 尤朵朵挽着马克的右臂 眉头紧皱 显得十分害怕 他 他 零一直截了当地 从走到对峙的双方面前 脚步声 尤朵朵和马克偏头 见到零一后 军士微微一正 就在此刻 引刃豹 似乎发现了进攻的机会 他发动引分身 制造了一个分身 留在原地 其本体发动暗影突袭 瞬间来到了有朵朵的身后 张开血盆大口 当即就要啃咬下去 刷 零一眼中金光一闪 瞬间发动 狂暴冲锋 他同样来到有朵朵的身后 一剑劈砍在了 引刃豹张开的嘴上 引刃豹被 狂暴冲锋 击退 零一乘胜追击 再次一剑砍在了 引刃豹的脖梗上 命中要害 就在马克和尤朵朵愣神的期间 引刃豹 就在他们的背后 引赫尔王 击杀 引刃豹 恭喜获得寿命12小时 获得经验500点 零一自五级升到了六级 战力从十万暴涨至一百万 当然了 就算是一个不怎么强的 引刃豹 依旧爆了点东西 引刃之爪 一对 类别 手套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攻击速度次 五级率造成倍次伤害 增加五的伤害 描述 来试试和影子完全击吧 暴之迅捷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级 级 描述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 暴之迅捷 技能效果 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移动速度3 持续10秒 冷却时间一分钟 还不错 引刃之爪 作为手套类型装备 自己正好穿戴上 可以增加攻速和后背的额外伤害 暴之迅捷 弥补了自己移速类技能的缺失 可以用来赶路 也可以用来提升操作上限 但是 更令人激动的还是 十万的战力再次翻十倍 百万战力 成 第十八章 比较讨厌喜欢幻想的人 灵衣站在 引刃抱的尸体旁边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但他的思绪 很快被旁边两人的声音打断 归零 是你 有朵朵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他显然没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 再次遇到灵衣 牙子 是你 马克的声音则充满了疑惑 他紧握巨斧 似乎随时准备战斗 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惊讶 他就是归零 是啊 马克哥哥 上次我看到死亡的提示 知道了他的昵称 我还以为他 真名叫马克呢 结果找了一圈 发现你才叫马克 灵衣捡起装备 这才转过身来 他歪了歪脑袋 眼神淡漠地 看着尤朵朵和马克 为什么要杀我 现在又为什么要救我 尤朵朵同样转过头 忍不住质问道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不解 灵衣轻轻一笑 摇了摇头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 有朵朵的问题 而是将目光转向了马克 马克见到 有朵朵的异状 顿时恼羞成怒 眉毛倒数而起 朝着灵衣大声吼道 就是你杀了朵朵妹妹 喜欢捏软柿子是吧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马克顿了顿 脸上露出了一抹痴笑 接着说道 你隔空西剑 只不过使用了游戏里的机制 弱者就喜欢 整这些不上道的把戏 还学习精准操控力量 扯你娘的蛋 你仅仅就只是一个 欺识到名的小卡拉米而已 啪啪啪 啪啪啪 灵衣文言 丝毫没有动目 反倒是鼓起掌来 他嘴角微微勾起 缓步走进马克 轻笑道 不错 很不错 虽说有些后知后觉 但也确实是个人才 但是 我让你看到的 说不定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 马克嘴巴歪了歪 紧了紧手中的巨斧 大笑着说道 搞笑 刚才那只怪物 虽说看起来吓人 但实际上只是个营养辣枪头 我有着足足两万的战略 你想让我看到的 那你现在倒是让我看看 刷 马克声音未落 就感觉到一阵进风 夹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从自己身边掠过 进风在森林的一角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哼 马克和尤朵朵 目瞪口呆地看着身边 右手持剑的灵衣 又呆愣地看了看地面上 一道蔓延到远处的沟壑 咕咚 两人吞咽口水的声音 相继传来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灵衣 鬼鬼灵哥哥 上次一定是我身后有怪物 你才不小心误伤了 对不对 不然这次 你根本没有救我的理由 是我的错 是我错怪了你 下次保证不会了 尤朵朵从马克的身边 快速跑开 来到灵衣的身边 双手轻拽着她的衣袖 灵衣眉毛微扬 瞥了一眼尤朵朵 淡淡一笑轻声道 之所以会救你 是害怕你伤到 若是那样 我真的会很心痛 因为你可能会分走我一些经验 而且我比较讨厌 喜欢幻想的人 尤朵朵文言 缓缓松开双手 她脸色惨白 如遭雷击 呆愣愣地 看向灵衣那帅气的脸 半上说不出话来 灵衣则是看向 脸色殷勤不定的马克 再次出声道 马克兄弟 我对你倒是非常欣赏 本来呢 我是想杀了你的 现在倒有把你 收为小弟的想法了 所以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马克缓缓抬头看向灵衣 嗓音显得有些嘶哑 机会 什么机会 灵衣缓缓咧开嘴巴 显露出一抹猙獰 所谓机会便是 用你手上的巨斧 让我身边的这位女士 认清一下现实 她这样单纯地走出新手村 我不放心 你也看到了 她刚才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要知道五十年寿命 可是能买不少压腿饭呢 你要用一半的寿命 来换一份所谓的爱情 还是当个真男人 站在我身边 俯瞰天下豪杰 是个聪明人 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吧 马克正了正 缓缓看向尤朵朵 她的双眼中满是迷茫 但渐渐地 迷茫的神色缓缓散去 马克同样咧开嘴巴 她的脸上 攀爬上了一抹极致的疯狂 尤朵朵见到眼前 肆意笑着的两个男人 心中满是惊恐 恶魔 你们是恶魔 她脸色惨白 亮腔地后退 而后朝着远处 一步一驱地跑开 微风中夹杂着些许冷意 晨曦的光显得有些扎眼 刷 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呈抛物线飞上了天空 马克单手横持着巨斧 凝笑着看向渐进的晨光 在她面前 一个无头尸体正缓缓消散 啪啪啪 灵意边鼓掌 边缓步走进马克 不错 很不错 动作迅速 出手果断 马克兄弟 你果然非常人 马克的神情出现了一瞬的迷茫 呆愣愣地说道 归邻老大 击杀尤朵朵朵之后 我的寿命增长了十二年 灵意咧开嘴巴 咧开嘴巴笑道 那是当然的了 玩家之间的杀戮 赢家会获得输家一半的寿命 所以说 灵意话还没说完 就被马克激动的声音打断 所以说 强者可以获得永生 归邻老大 这是一条捷径啊 灵意缓缓地摇了摇头 淡淡出声道 这不是什么捷径 只是一条大家都会走的 普普通通的路而已 还有 灵意语气中 夹带着些许疑惑 歪着脑袋看向马克 你叫我老大做什么 马克立马右手持斧 单膝跪地 眼神诚挚地看向灵意 您刚才说 刷 一道剑光闪过 马克的上半身 连带着新手巨斧的伏饼 瞬间断裂 且缓缓滑落 正 灵意收剑入鞘 淡漠地转身 他缓不离开的同时 嘴角缓缓勾起 我刚才说的是 比较讨厌喜欢幻想的人 第十九章 山岭巨人 定 击杀玩家马克波罗 获得寿命三十一年 一阵美妙的提示 应在灵意耳盼响起 灵意撇撇嘴 略显无奈地喃喃道 瞧我这坏习惯 当什么老好人啊 为了教他们一些东西 害我损失了十年寿命 他朝着北方快步走去 嘴角抑制不住地勾起 但是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善良呢 刚才若是分别击杀两人 灵意将会得到 有躲躲的十二年寿命 和马克的二十五年寿命 共计三十七年寿命 不经马克之手的时候 被中奸商赚了差价 灵意因为自己教导的善念 白白损失了六年寿命 还可能会遭受着 跪字手的骂名 但灵意并不后悔 毕竟渴求回报的行为 不算真正发自内心的做好事 马克和尤朵朵两人 都没有抱什么装备 说明他们并没有持有 某些值钱的装备 在这个游戏里 也许有人会说 发现了一些 将寿命花的还剩一年 疯狂地买装备屯账 他们认为自己死亡后 只会扣半年寿命 死一次损失也不算很大 每当寿命快末了 就卖点装备换命 其实不然 当你死亡时 你的所有资产 将会以折扣价算作寿命 直接损失一半 一件宝贝 买的时候一百年 折算寿命的时候 可能就只剩三十年了 游戏非常的人性化 玩家可以选择 优先掉落的东西 要宝贝 还是要命 你自己来选 真正的竞争 从新手村 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世界不是所谓的社会 也不是所谓的江湖 这个世界是 强者的天堂 弱者的乱葬岗 真好玩 我超级爱玩 灵异思绪流转之间 一路向北 她的速度快如闪电 新学会的 暴之迅捷 既能令其如虎天翼 让她穿梭在森林 与荒野之间 偶尔遇到的玩家 都只觉得一阵风掠过 连灵异的身影 都未曾看清 灵异也并不是刽子手 所以她没有随意 击杀路上的路人 至于说 为什么杀有朵朵和马克 就算她不杀 隐刃暴也会将她俩击杀 与其被怪物杀 还不如被自己杀 一命抵一命 不外如是 而随意击杀路人 那可就是大恶人了 人家又不是必死 还有可能会错失 她本该拥有的机缘 这让灵异这个大好人 如何下得去手啊 灵异一路上 全速急持着 遇到挡路的怪物 就轻一轻 饿了就吃点瘦肉 渴了就搞点清全 毕竟拥有百万战力的她 可以轻松面对 新手村的绝大多数怪物 但奇怪的是 这一路上别说了 就连小怪似乎都少了很多 似乎已经被某个高手 倾出了一条道路来 这也让灵异的 行进速度更加迅速 不到晚上七点 便到达了新手村的 北极点之处 要知道 之前的灵异 虽然速度慢点 但也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 才到达南极点 在抵达北极点之时 灵异陡然发现了一片 稍显狼藉的战场 一个高十米的巨大山岭巨人 正与一群玩家对峙着 这些玩家 显然已经战斗了许久 稍显灰头土脸 场上剩下约末十多个人 满眼绝望地望着眼前的 在灵异的视线中 那巨大的山岭巨人 如同一座移动的堡垒 它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震撼 这不仅仅是因为 它那令人望而生畏的体型 更因为 它那强大的战力 和坚不可摧的防御 山岭巨人 类别 巨人 品级 等级 8级 生命值 745200 战力 42000 技能 地动山摇 用其巨大的拳头 猛击地面 产生强烈的震动波 对周围所有敌人 造成80战力冲击伤害 岩石投掷 抓起地面上的巨石 向远处的敌人投掷 造成范围性120战力 重击伤害 铁甲皮肤 其皮肤坚如磐石 能够大幅度 减免60所有类型的伤害 狂暴之怒 在血量降低至20时出发 攻击力与攻击速度 大幅提升150 但防御力下降80 描述 山岭巨人是大自然的杰作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预示着一场灾难 他那庞大的身躯 和强大的力量 足以让任何对手 感到绝望 01凝视着这尊巨大的存在 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这玩意 可不是那铁甲战雄 能比的 若自己还是十万战力 将会拿他一点办法 都没有 得全属性免伤 哪有这么玩的 若 是款普通的网游 那游戏设计师 将会被网友喷得不敢出门 01淡淡地 看着场上人群的属性 最低等级5级 最高等级8级 战力从3000到18万不等 好家伙 也倒是还有一些高玩存在 主攻手 是一个战力18万的法师 其余人差不多皆为辅助 三个盾战士轮流抗伤害 还有一些牧师 给盾战士回着血 其余的弓箭手 虽然伤害有些感人 几十几百的伤害 简直就是 给人家挠痒痒 法师的一击打在上 倒是有两万的伤害 但他的施法速度 着实有些慢 还有两个战士 站在法师身边 随时坐着保护状态 似乎是想着为其抵命 01 由法师的伤害推测出 防御的加成 可能约为战力的双倍 就连01的百万战力 也需要整整两击 才能将其击杀 这是何其可怕的防御 可能是由于 路人团队的人员减少 他们面露难色 显得有些捉惊见肘了 叮 山岭巨人捡起地上的 一块巨石 朝着法师猛地丢了过去 法师的战力虽高 但他同时也非常脆 就算身边还有两个替死鬼 但也肯定扛不住这一击 不好 暴之迅捷 狂暴冲锋 善良的01眼皮呼得一跳 赶忙发动技能 朝着巨石落下的位置 猛地冲了过去 第二十章 一个误会 01的身影如同一道闪电 刹那间穿越了战场 一剑劈出 带着破空之声 准确无误地击中了那块 砸向法师的巨石 砰 巨石在半空中 碎裂成无数小块 向四周飞落 溅起一片飞扬的尘土 那法师 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他们看着眼前 这位突然出现的战士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兄弟 你 林毅文言 朝法师微微一笑 但他并未停留 继续朝着山岭巨人 猛冲过去 山岭巨人 见自己的攻击并未奏效 显得十分愤怒 他的右拳高高举起 而后猛地朝地面砸去 似乎想要发动地动山摇 这一击若是落地 在场的大多数人 可能都要阵亡 与此同时 借助暴之迅捷 加速的灵异 已经来到了山岭巨人身前 他深吸一口气 全身的力量 汇聚于新手长剑之上 就在那巨大的拳头 即将落下的瞬间 灵异猛地朝上方劈砍而去 哄 间接与拳头相撞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以碰撞的中心点扩散开来 周围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飞沙走时 场面壮观至极 山岭巨人的力量 不敌灵异 量强摔倒 但也就在这瞬间 极常见的剑身 在剧烈的碰撞 中寸寸断裂 化为点点星光 消散在空中 灵异斜笑了下 并未因此退却 他随手丢弃手上的剑柄 乘胜追击 猛地一跃而起 一拳狠狠地垂在了 山岭巨人的肚子上 显得有些地洞山摇 山岭巨人 化作无数的碎石 四处散落 地面上 开始闪烁着各种光芒 爆出了一堆宝物 战场上一片寂静 所有人均是张大嘴巴 石化般地看向地面上 那道孤傲的身影 牛牛逼 寂静的场面 被一个盾战士打破 他右手举起自己 厚重的盾牌 高声呼喊道 卧槽 是真的牛逼 两极我没看花眼吧 刚才那是多少伤害 五十万 妈妈咪啊 不是这不是吗 怎么两下 被他弄死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玩的是私服 我们都是 幸好他来救场了 不然我们可就糟了 是啊 大好人啊 这是 参与击沙 山岭巨人 恭喜获得寿命 666小时 获得经验 28000点 虽说是击沙 山岭巨人的主攻手 但还是被那群幸存者 分走了不少经验 灵异没管周围的赞许生 开始自顾自地 开始查看地上掉落的宝物 山岭之星 类别 宝石 品极 极 效果 镶嵌在天命手链上 可增加战力 提升时的全属性抗性 巨人之类 类别 材料 品极 极 描述 山岭巨人的眼泪 蕴含着强大的自然力量 可用于制作特殊药剂或装备 不动如山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极 极 描述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不动如山 激活后减少武士受到的伤害 持续时间5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山岭之铠 类别 铠甲 品极 极 效果 提供高额的物理防御力 减少15受到的物理类型伤害 山岭巨剑 类别 双手武器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攻击速度减半 攻击时有时机率释放地震波 对前方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范围性50的剑射伤害 爆 大爆 山岭巨人的好东西全部在这了 上一世的灵一 在新手村的时候 也没拿到过山岭开头的好东西 只能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兄弟 刚才多谢相救 不然我们指定得团面 就在灵一打算拾取这些装备时 那个法师小跑过来 拍了拍灵一的肩膀 灵一文言 略显茫然地转头 奇怪地问道 我什么时候救你们了 就在此时 那十多个幸存者 纷纷围过来 热闹地讨论着 兄弟你可别谦虚 你也太强了 真就以一己之力掀翻了 是啊 要不是你 我们今天可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你是真的帅 惊待我一整年 那法师竖起右手 示意众人近身 而后看着灵一笑道 兄弟 认识一下 我叫路人甲 是苍蓝星系的王族 这些兄弟 都是跟我一个星系的 我们就自然组成了一个团队 昨晚听到 归零的全村通告之后 我们合计着 其他几个地方 应该也有类似的传送阵 我们连夜赶路 来到了这里 结果这真的肉 太绝望了也 幸好有兄弟你的仗义相助 对了 兄弟你叫啥 灵一咧嘴一笑 淡淡出声道 我就是你口中的 归零 至于说 仗义相助 你们似乎误会了什么 我并没有 灵一话音未落 就再次被众人的惊呼声打断 卧槽 归零本人 牛皮 怪不得是完成全村通告的大佬 属实厉害 这里有好几件宝物 这个不动如山 简直神迹啊 最适合我这种血牛了 卧槽 山岭之铠 十五的减伤 属性这么变态的吗 加两万战力的巨剑 还有范围伤害 五千战力的宝石也不错 不过天命手链是啥玩意 路人甲脸色一寒 杨怒地说道 都别吵吵 这不还有客人的吗 他扭头看向灵一 不好意思地致歉道 归零兄弟 见效了哈 虽说我们人多 但这五样东西 你可以先挑一件 对了 你是怎样完成全村通告的 是走进那个身后的山洞里 就可以了吗 我是苍蓝星系的王族 号召力还是有一点的 出新守村之后 我打算建个宫会 你要不要来当个二把手 这毕竟是一个游戏 有时候双拳难敌四手 咱宫会就是你最坚固的后盾 咔 灵一瞬间将地面上 所有的东西捡起 他将山岭之星 装入星辰三角链中 将山岭之铠 披在身上 单手持着山岭巨剑 星星已然攀爬上了天空 灵一的甲咒 在星光下显得熠熠生辉 两米长巨剑的剑锋 抵着地面 闪烁着冷冽的寒光 灵一咧开嘴巴 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所以说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并没有仗义相助 也并没有救你们 因为你们即将团灭 第21章 再拿白银钥匙 灵一嘴角的笑意 逐渐变得猙獰 他扫视着眼前 这群满脸疑惑的玩家们 眼中闪过一丝玩味 你在笑什么 路人假皱着眉头 语气中带着不悦 我们虽然感激你 但你这样独吞宝物 似乎有些过分了吧 我们会团灭 你是说 洞窟中会有更强的怪物吗 灵一没有回答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路人假的面色更加难看了 但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眼神中夹带着一丝阴翼 声音逐渐变得冰冷 我可是苍蓝星系的王族 你以为你能在我面前嚣张 始终只是一个游戏 既然是游戏 那就有相应的平衡机制 我承认你的战力高了一些 但相应的 你的防御应该也很低 我们现在十几个人 你以为你能稳赢 你也不想惹到一个大公会 最后落得个寿命归零的下场吧 识相的 就把宝物交出来 刚才你的话 我可以不追究 其余众人听闻路人假的话 同样瞬间转变态度 纷纷开始责怪出声 就是啊归零 你这样吃毒食可不好啊 大家本来都很佩服你的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快点把东西交出来吧 不然我们可要自己动手了 说话间 众人已经拿起了武器 准备随时开始战斗 灵依嘴角勾勒出 一抹残忍的笑容 冷冷出声 王族 这种毫无意义的身份 就还请你别再挂在嘴边了 平衡 也只有新手玩家 会错误地认为 这游戏有平衡机制 公会 只是一个弱者们 集体无病呻吟的去处罢了 对你们 我只有八个字要说 一盘散沙 乌合之众 狂狼之怒 没有任何预兆 灵依反手握住山岭巨剑 猛地往地上一插 哄 一股爆炸般的力量 以灵依为中心点 迅速往外迸射而出 刷 一瞬之间 灵依方圆五米之内的地面 变得有些光秃秃的 刷 原本围在一起的众人 就在那一瞬间 集体回归新手村 叮令筐啦 叮叮叮 撑当当 装备掉落的声音 逐渐在灵依耳畔响起 与此同时 一道道的击杀提示音 也同步响起 击杀玩家 苍蓝王族路人甲 获得寿命132年 击杀玩家 猛的奶妈 获得寿命38年 击杀玩家 江山如此多骄 获得寿命62年 击杀玩家 辱命休矣 获得寿命27年 随着十几道系统提示音的结束 灵依瞥了一眼 自己目前的寿命 年 还算不错 灵依把地上的一堆装备捡起 一件及法杖 三件及装备 12件及武器 目前看来 他们算是新手村里 比较强的一支队伍了 要是平时 灵依还有兴趣 跟他们再唠唠嗑 多教一点东西 但是现在 北极点的入口就在眼前 灵依有些迫不及待了 至于说 名声会变臭 不可能的好吧 也许在前期 有人会说自己残忍 暴力 但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 自己只会成为 众多玩家的偶像 现在当条恶龙又如何 人人都想屠龙 但人人更想成为恶龙 因为大多数人 见到恶龙的第一想法 不是屠龙 而是 沉浮 月光洒落下来 将战场的狼藉 勾勒得唯妙唯笑 周边的区域 还有着一些其他怪物 在发出不明意义的嚎叫 似乎是求战 又似乎是因为恐惧 灵依笑着摇了摇头 并没有搭理周边的其他怪物 而是收起巨剑 大踏步地朝着南极点的洞窟走去 十米之后 灵依抵达洞窟尽头 他面前有一扇宏伟的大门 一如上次南极点的洞窟 百分百地复刻一般 上辈子我可没听说什么急的钥匙 就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越到最后的宝贝 就越好 这次我一定要快点跑到最后 不能浪费一丁点的时间 灵依站在门前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抚平内心的激动 亲爱的游戏引导员小灵大人 请让我看看你的大宝贝 秀 大门仿佛有灵性般 将门口的灵依整个人吸入其中 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依再次来到一处神秘空间 这里与南极点的宝库如出一辙 无数的宝物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静静地躺在地上 叮 欢迎来到新手村的宝库 呗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挑选一件宝物带走 倒计时开始 灵依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着宝库的深处奔去 抱之迅捷 他还开启了加速的技能 速度极快 仿佛一道闪电划过 在奔跑的过程中 灵依的目光始终往前看 对道路两侧的东西视若无睹 宝库的终点 才是所有宝物中最为珍贵的地方 在技能的加成下 不到半分钟 灵依便来到了宝库的尽头 一道古朴的白银大门 正屹立在宝库的终点的中心位置 白银大门的门前 共有三件宝贝 破军突刺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集 集 效果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破军突刺 描述 破军冲击可对十米直线上的所有敌人 造成150的战力伤害 并将其击退一米 冷却时间30秒 技能释放时 对被击退的敌人造成零的晕眩效果 元素风暴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集 集 效果 使用后可以学习技能元素风暴 描述 元素风暴可召唤一场元素风暴 对周围使得所有敌人造成200的魔法伤害 并附加随机一种元素效果 冰冻 灼烧 感电 中毒 持续时间10秒 冷却时间60秒 白银钥匙 类别 钥匙 品集 集 效果 用来开锁 唯一物品 无法破坏 描述 持有者可通过他解锁特定的锁 获得难以预料的机缘 灵一瞥了一眼三样宝贝的属性 又看了看那道古朴的白银大门 咧开嘴巴笑了笑 而后 他一把将中间的白银钥匙握在了手中 第二十二章 战力破千万 破军突刺 做一个战士的群攻技能 不仅有着超高的攻击范围 战力加成也不错 甚至还有着控制效果 这个技能 任何一个战士 可能都拒绝不了 前中期可以用 后期也可以用 元素风暴 作为法师的群攻技能 攻击范围不算太高 但拥有着双倍的战力加成 还可以施加负面状态 同样的 这个技能任何一个法师 也都拒绝不了 但零一却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白银钥匙 不为其他 就因为他是吉 这个品级 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 而就在零一的面前 就有一扇白银大门 上一次的青铜大门 零一因时间不足而错过 而现在 时间才过去了不到一分钟 零一握着白银钥匙 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 仿佛能感受到 钥匙上那股神秘的力量 他缓缓走进那扇 古朴的白银大门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死啦 钥匙插入白银大门的声音响起 零一的心跳随之加速 开锁的声音不是 卡 而现实却是 似乎捅破了什么东西 零一细细一看 眼前的哪里是什么 藏着宝贝的白银大门 这所谓的白银大门 竟然是一幅画 逼真的白银门 类别 收藏品 品集 集 效果 用来欣赏的一幅画 可以使人心情愉悦 只有触碰到 才能看到其属性 描述 简简单单的一幅画 因过于立体 而显得特别逼真 但其本身 却极为脆弱 零一看着 这普普通通的一幅画 嘴角脸 开了一个惊人的弧度 风收 大风收 按照 等尿性 超过两连环的未知 隐藏任务 获得的奖励 绝对是唯一性物品 普通人 看到这一幕 会觉得 这是一个惊天大骗局 但上一世 见多识广的零一 心中却更加豁然开朗 新手村的四个宝库 莫非 这是个四连环的隐藏任务 说不得 会获得 隐藏级别的唯一性物品 上一世 我可没听说过这个任务 毕竟开局 也没人知道 新手村宝库的蜜语 我这开局 可谓天狐 与此同时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宝库中回响 叮 时间到 五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灵异被无情地 传送出了宝库 她双眼微眯 压抑着心中的期待 与喜悦 灵异没有踏入右边的传送阵 而是缓步 朝着洞窟外走去 刷 一面闪动 异柄巨剑出现在了 她的手中 夜幕下 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 只有偶尔传来的怪物嚎叫声 打破了这份宁静 灵异微眯着双眼 双眸之中 跳动着危险的神色 她的内心 只有一个念头 升级 秀 灵异化作一只迅疾的野豹 朝着远处的怪物 飞奔而去 她穿梭在森林 与荒野之间 手中的巨剑 舞动如风 每一次挥舞都带走几只怪物的生命 击杀 银月狼 恭喜获得寿命一小时 获得经验420点 击杀 银月狼 恭喜获得寿命一小时 获得经验420点 击杀 丛林巨蟒 恭喜获得寿命30分钟 获得经验280点 击杀 猎雁马 恭喜获得寿命32分钟 获得经验188点 击杀 三地鼠 恭喜获得寿命46分钟 获得经验360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灵异杀戮的脚步从未停歇 他就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 将眼前一切的怪物 尽数屠戮殆尽 没错 就是屠戮 虽说北极点的怪物稍微要强一些 但在百万战力的灵异面前 纯属小卡拉米 没有怪物是一击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击 他自晚上8点多开始 一直杀到了半夜2点半 灵异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在找怪 而不是杀怪 与此同时 他的经验值也在水涨船高 虽然升级所需的经验比较多 但在某一时刻 总会达到预知 突然 一道 丁 升在天际响了足足五秒 似乎再是意中人注意听 随后 几道声音滑坡夜空 在灵异的耳畔响起 全族通告 人族玩家 苏小雅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 为人族第一个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的人 特此通告 全族通告 人族玩家 苏小雅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 为人族第一个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的人 特此通告 全族通告 人族玩家 苏小雅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 为人族第一个 完成地狱级转值试炼的人 特此通告 灵异微微震了震 她双手挥动巨剑的动作 也猛的一只 一只牛头人 正贪坐在山崖的一处死角 惊恐地看着眼前厚重的剑锋 显得有些汗流加倍 灵异眉头微皱 而后双眸闪过一丝金光 苏小雅 看来你的人生诡计 还是没有变啊 人族第一强者 果然恐怖如斯 不过我依稀记得 你刚出新手村时的战力是一千万 刷 灵异双手猛地发力 毫无预兆地 将眼前牛头人的身子 劈成了两半 击杀 牛头酋长 恭喜获得寿命两小时 获得经验四千二百点 人物 归零 种族 人族 等级 七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881年 天赋 破灭之铜 灵的魅力 声望 100 战力 1203 3500 生命值 1000万 魔法值 1000万 攻击速度 5次 移动速度 20 宠物 5 技能 狂狼之怒 暴之迅捷 狂暴冲锋 道具 白银钥匙 青铜钥匙 神秘的神经 势力 5 刷 灵异右手一甩 将山领巨剑剑身上的牛头鞋 甩到山崖边上 月光透过茂密的丛林洒落下来 照亮了灵一那帅气逼人的脸庞 她缓缓勾起嘴角 毛子中却满是清冷 继续出声道 而我现在的战力 不止1000万 第23章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灵一战力破千万之后 脸色逐渐变得轻松 她站在山崖边 任由叶峰拂过脸庞 带走了心中的浮躁 上一世 她出新手村石战力 仅有50万 而苏小雅是1000万战力 是自己战力的整整20倍 但现在 她仅仅7级 战力就已经破了千万 这是何等的飞跃 而且她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按照目前的成长速度 当她10级离开新手村石 战力将达到100亿 就战力而言 她将是苏小雅出村石的 整整1000倍 是上一世自己出村石的2万倍 灵一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就算没有宝库里的装备和技能 她的每一次普通攻击 又有哪个怪物能够抵挡 就在当前 上一世颇费心思才能击杀的 牛头酋长已然在她的剑下瑟瑟发抖 按部就般的升级 带来的提升就已经狠了 宝库其他装备 垃圾罢了 心情大好的灵一 终于是压抑了下自己略显悸动的心情 朝着洞窟的方向缓步走去 她转身走向传送门 光芒一闪 她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蓝色的漩涡中 当她再次出现时 已经回到了新手村的重生点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再次在灵一耳畔响起 恭喜您获得 和北极点传送阵免费使用权限 系统将对传送阵开通玩家进行播报 是否隐藏姓名 不隐藏 灵一淡淡出声道 她知道自己的名声在那有多多 马克 路人甲 及其小弟们的传播下 可能并不算太好 但那又如何 恶名远扬 嚣张跋扈 不 灵一要让人们知道 单纯的嘴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而身上武器的硬毒 可以解决一切纠纷 若是不服 自可来战 若是有胆 随时奉陪 与此同时 三道声音在新手村上方回荡着 新手村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北极点 新手村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北极点 新手村北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北极点 新手村正处于半夜三更的时间点 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 怀念着与家人的其乐融融 但还是有一些人浑身一抖 打了个冷战 甚至有人垂死梦中金座起 妈妈 我这几天做了个梦 把我吸到一世界里玩游戏去了 那里的兔子 一口能把我半条命吸走 卧槽 归零 不是梦 你们是没听到之前那个叫 苏小雅人族玩家的通告吗 管他的 睡觉睡觉 今晚睡大街 又能多活五天 吸吸 灵依禁止走回旅馆 炫完几顿饭后 他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若是新手村东方的宝库里 再有什么狗屁钥匙 我肯定是不会再动什么心思了 再一再二不再三 就算是一条狗 都不会三次踩进泥坑里吧 村子里的收集任务 应该能让我获得一级半的经验 所以我只要再生一级半 新手村之旅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不过六千万经验值 着实有点太夸张了 明天轻易轻装备 发布下收集任务 就该一路向东了 灵依规划了自己白天的行程 而后躺在床上缓缓入眠 一日一大早 众人的喧闹声 就在4396号新手村各处响起 你们昨晚上听到没 现在已经有人出新手村了 我知道 还是什么地狱级转职试炼 听着怪牛逼的 关键是那人叫苏小雅 这名字一听就是白富美 不是 咱们村的龟灵不也挺牛逼吗 他牛逼个锤锤 昨天一群人说 龟灵为了独吞宝物 被引怪团灭 昨天有个叫马克波罗的 把部分日志都分享出来了 说是杀了人之后 能获取被杀者失去的一半寿命 卧槽 这么狠 应该不会有这么疯狂的人吧 那个龟灵就这么疯狂 马克波罗就是被龟灵杀回村的 昨天人姓使者坐船送阵去南极点了 单杀了一个巨熊 听说爆了一件装备 不过他乘坐船送阵回来 又被扣了一年寿命 脸色阴沉得可怕 好家伙 是真黑心厂商啊 还搞隐藏收费 卧卧槽 赏金榜更新了 赏金榜 赏金榜是什么 赏金榜就是咱们新手村一个玩家 给玩家发布任务的平台 不过系统需要扣食的手续费 那现在更新了什么 我也看看 任务一 采集一百根村长家汪汪爱吃的骨头 实现48小时 酬劳 两年 发布者 归零 任务二 采集一百根绿毛虫的软骨毒刺 实现48小时 酬劳 两年 发布者 归零 任务三 采集一百双 凶残大白兔的耳朵 实现48小时 酬劳 两年 发布者 归零 任务十五 采集一百双 笔目鱼的眼睛 实现48小时 酬劳 两年 发布者 归零 这这这 这不是每人一次的经验任务吗 我帮人做过一次 归零大佬 为了这一百五十的经验值 愿意付出 三十年的寿命 不是 我上次的任务 报酬才两个月 归零直接 翻了十二倍 你们也不想想 他这么多寿命 是哪来的 肯定都是一些黑性命 他发的任务 狗都不见 卧槽 我一刷新 任务咋没了 被尼玛抢光了 槽 我一个都没抢到 几百吨鸭腿翻墨了 就在众人讨论 懊恼之际 一个身高一米八 俊朗异常的靓仔 不经意地路过 他撇开自己的嘴巴 喃喃自语道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第24章 在遇无人信 不顾周边人的吵闹 林一静直朝着 新手村的武器店走去 他的步履沉稳 眼中闪烁着绝断的光芒 对于一个经历过 十年沉浮的众生者而言 这些新手们的喧嚣 不免令人审笑 推开武器店的门 一股熟悉的铁锈 为扑面来 店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从简陋的木棍 到锋利的长剑 应有尽有 老板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 脸上有着岁月 和炉火的痕迹 林一没有多言 直接将背包中 那些用不上的装备 一股脑倒在了地上 装备堆成了一座小山 光芒各异 瞬间照亮了 略显昏暗的店内 老板的眼睛 瞪得像同龄 愣愣地看着地上的装备们 这些都是要卖的 老板的声音有些颤抖 因为他知道 新手怪的暴率 低到令人发指 短短几天时间 能够掏出这么多 要卖的装备 是极为罕见的 林一点了点头 开个架吧 老板颤颤微微地伸出五根手指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五五百年 林一微微发愣 瞬间失神 但又很快地点了点头 成交 他的心理价位在三百年 虽然寿命 这玩意多多一善 但既然这武器店老板 这么豪爽 林一也不好在死角蛮缠 毕竟 林一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随着装备一件件被收走 林一的背包 渐渐空了出来 他打开属性面板 自上而下审视着 自己穿戴着的装备 帽子 无 面具 无 眼镜 无 而是 幽魂之牙 站立 披风 暗影斗篷 站立 翅膀 无 衣服 山岭之铠 左腕 青草护腕 右腕 星辰三角链 战力 宝石 战力 手套 引刃之爪 战力 武器 山岭巨剑 战力 裤子 吉布库 鞋子 吉草鞋 除了星辰三角链 那20的战力增幅 涨了200万战力 其余所有装备加起来 一共才只有33500战力增幅 连自己战力的零头都不到 所以说装备没啥鸟用 不 刚好相反 装备有大用 但前提是 高品级的装备 有战力百分比增幅的装备 自己费尽心思升了三天的级 才拥有的千万战力 一个手链 瞬间将其放大至120 整整涨了200万战力 接来之时 好吃好吃 当然了 01既然可以发布任务 也可以将自己的装备挂起来近拍 但由于新手们的生活都极为节俭 大多数人连基本的生活费用 都要精打细算 自然没有多余的资金去购买装备 价格很有可能 还不如这个武器店给的 还浪费时间和精力 当然了 若是出了新手村 01自然会找合适的渠道 出售自己一些无用的装备 以求得利润最大化 新手村的背包格有100个 扩展背包的价格 倒是官网统一价 一年寿命 可以扩展一个格子 但01现在倒也不是特别需要 等出了新手村再说吧 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升级 尽快升到八级半 再用新手村送的一级半经验 飞速到达十级 01走出武器店 朝着东方一路前行 他现在的目标是 新手村东方 那里的宝库 听说有一些隐藏职业转职的卷种 而且 新手村东方 堪称经验宝库 那里的怪物的数量 用成群结队来形容 都有点捉襟见肘 如果非要用上四字成语 密密麻麻 是的 密密麻麻 因为那里有很多重类怪物 这同样也是 他还在使用山岭巨舰的原因之一 这武器的效果是 战力 攻击速度减半 攻击时有十几率释放地震波 对前方五米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范围性50的剑射伤害 每十次攻击 就有一次范围性伤害 再加上自己的 黄暴冲锋 黄狼之怒的范围性技能 以自己千万的战力 杀他的击境 七出不成问题 他 他 旭日从东方缓缓升起 将灵依帅气的脸庞 照得有些异异生辉 他咧开嘴巴 朝着新手村东方 大不留心地冲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新手村的长盘森林 孕育着大批量绿毛虫的小树林 灵依看都没看它们 发动 暴之迅捷 飞速穿越森林 在快速赶路过程中 灵依的思绪也在不停地流转 他突然想起来 前日听到有人讨论 人性使者这个名字 也就是昔日的人族第二强者 无人性 新手村东方 这密密麻麻的怪物 是他崛起的第一步 在上一世 他是一周后 才深入新手村东方的 而现在 才新手村开服的第四天 灵依打了三天的提前量 来抢夺那份 本属于无人性的机缘 虽然大家同样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常经弱小苦楚的灵依 对变强的执念 更加根深蒂固 随着他逐渐深入 周围的环境和怪物种类 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这里 已经找不到类似于 凶残大白土土的怪物 取而代之的是 更为诡异的虫类怪物 这些怪物 在森林的边缘地带潜伏着 等待着粗心的冒险者 落入他们的陷阱 当灵依越过了一片 泥泥的沼泽地 他发现 吸血马黄逐渐变多 这些细小却贪婪的生物 一旦附着在皮肤上 就会贪婪地吸取血液 攻击性不强 但恶心程度直接拉满 灵依飞速掠过沼泽 并将那些赶于靠近的 马黄大片斩落 穿越平原地带时 他遇到了 小拉达和拉达 这些老鼠体型虽小 但数量众多 它们的攻击速度极快 且带有剧毒 灵依挥舞着手中的长剑 边赶路边攻击 丝毫不耽误自己的进程 随着他进入更为茂密的丛林 新的威胁出现了 蜻蜓队长 蝎子来来 开始在林间出没 蜻蜓队长 是一种飞行速度 极快的虫类怪物 使得它们的攻击难以预测 而蝎子来来 则是一种地面怪物 它们的尾巴上 带有剧毒的钩刺 一旦被击中 概率性会有麻痹的负面状态 若是被密密麻麻的 蝎子来来困住 甭管你站立多高 只要任性不足 真的会被控到死 即使是灵依这样的强者 也会感到棘手 他必须利用自己的 范围型伤害技能 快速清场 好在这些怪物 血量都不是很高 灵依的速度 倒也没降低很多 他 他 进城过半 灵依的脚步 迈在了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这片土地 与之前的森林 和沼泽截然不同 空气中 弥漫着干燥与尘土的气息 四周的景象一片枯黄 没有一丝生机 唯有无数的蝗虫 在空中飞舞 它们遮天蔽日 将阵舞的太阳 挡得严严实实 就在前方二十多米处 传来了一阵 结结结的大笑声 灵依的目光被吸引过去 只见一人 站在蝗虫群中 那人身姿威猛 手中挥舞着两根火棍 站在地上 肆意挥舞着 他的每一击都 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蝗虫在他的攻击下 如同秋夜般 纷纷落下 每一秒都有数个蝗虫 被击杀 灵依没有打算停留 他的身形 快速掠过这片战场 但当他微微侧目时 他的视线 突然凝固 那个在蝗虫群中 大展神威的人 竟然是 无人献 第25章 两人的羁绊 灵依的目光 在无人献身上 停留了片刻 心中的惊讶 难以掩饰 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无人献是在一周后 才踏入这片怪物 秘籍的区域 而现在 开服仅仅四天 他便已经出现在这里 这说明 自己的重生 已经引起了蝴蝶效应 已经改变了历史的诡计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自己总不能在 忍辱负重十年 等待所有事情 都如期发生 没有那个必要 世界上 所有一切不利的因素 都是当事者能力 不足造成的 而现在 只要自己升一级 就能变强十倍 任何一切不利因素 都将在自己的恐怖 战力下颤抖 况且 灵依做一个情报贩子 对人和宝物 有足够的识别度 便可以了 至于说 预测未来 他不需要 灵依 既是未来 就在灵依威 威愣神之际 旁边的无人信 见到来人 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他挥舞着手中的火棍 大声朝着灵 一打着招呼 嗨 兄弟 灵依威微汗手 点了点头 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做事就打算 继续前进 然而 无人信似乎并不打算 就此放过他 快步跟了上来 眼中闪烁着感激的光芒 兄弟 谢谢你教我玩这个游戏 灵依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大家都是新手 我也是根据 已有的条件 来判断的游戏玩法 言罢 灵依并没有继续 等待无人信的回复 自顾自的 朝东方继续前进 哪知道无人信跟上灵依的脚步 双眸中闪过一丝诡诀 兄弟 其实你走之后 我跟上去了 那次你击杀史莱姆的事件 我也看在了眼里 你的战力 应该非常低吧 灵依眉头微挑 又看了看属性矿里 一千二百万余的战力 心中冷笑了一声 但他表面上 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苦笑着点了点头 是啊 但这也没办法 毕竟在这个游戏里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无人信似乎想拍拍灵依的肩 但他又想到了什么 身形一顿 笑着说道 兄弟说笑了 你利用游戏机制 和那个壮汉制斗的场面 也被我看在了眼里 我可以断定 兄弟你非普通人 在这个游戏里 一定可以做出一番大视野 灵依微微一愣 点头笑道 成人信凶极言了 对于无人信的说法 灵依只能说 看人真准 拥有这个四星级天赋 哪怕千只狗来 那他都不是一条普通的狗 做出大视野 更是一如反找 灵依再次撇了无人信一眼 略显疑惑地说道 人信凶 为何来到这处地方啊 无人信露出一抹爽朗的笑容 而后眉头微微皱起 兄弟应该听过 龟灵这个名字吧 灵依看了眼自己的游戏昵称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就在 龟灵开通南极点传送阵之后 第二天 我就坐传送阵前往 结果那里 就一头大笨熊 没有什么油水 还有一道进不去的大门 结果那天 龟灵又打通了北极点传送阵 所以 我猜今天 他肯定会来东边这里 老是捡人家 剩下的也不行 所以我打算 来争抢一下机缘 无人信顿了顿 笑着问向灵依 对了兄弟 还没问你叫啥 灵依同样笑着点了点头 我叫灵依 灵依兄弟 要不咱俩一起走 我很看好你那无双的智谋 而且上次 我也没有嘴瓢 我的战力 就是一百万 我的战力 加上你的智谋 亦绝对大于二 灵依的目光 在无人信身上扫过 随即他发动了破灭之铜 瞬间洞察了无人信的属性 人物 无人信 种族 人族 职业 战士 等级 六级 寿命 四百二十八年 天赋 超凡邪恶 级 声望 零 战力 1836823 生命值 1836823 魔法值 1836823 攻击速度 两次秒 移动速度 7 宠物 5 技能 被刺猛击 无情连打 道具 雄牙利刃 猎咽长棍 恶狼皮衣 一眼探测 吉布库 吉草鞋 势力 5 超凡邪恶 天赋效果 每击杀一只生物 战力永久增加一点 击杀玩家时 获得对方失去寿命的八十 转化为自身寿命 灵一看完无人性的属性后 心中了然 微微翘起了嘴巴 人性兄这话说的 这游戏就是一个打怪升级 哪里需要什么制斗 我这战力低威 着实有些帮不到你啊 无人性将手上两节短棍收起 右手搭在灵一肩上 自来鼠般地说道 灵一兄 你就别见外了 你可是我的游戏引路人 我又启示那等忘恩负义之北 虽说这路上的怪物不是很强 但数量众多 着实有些烦人 我这一路上 正好可以帮你打掩护 等到了最后关卡 说不得还得靠灵一兄啊 灵一沉默了几秒 似乎略做沉思 最后看向旁边的无人性 爽朗地笑了起来 人性兄盛情相邀 我在推辞的话 属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那便 恭敬不如从命 无人性点点头 咧开嘴巴笑道 灵一兄 走 我在前面给你开路 言罢 无人性快步走到 灵一身前 大概两米远的地方 掏出双棍 开始击杀前方的蝗虫 那就辛苦人性兄了 灵一看着 在前方开路的无人性 紧随其后 漫天的蝗虫 显得黑压压的 将上空的光线 紧紧地遮蔽着 仿佛将世界 蒙上了一层压抑的面纱 俯瞰荒野的一条道路上 两个男孩 正一前一后地急驰着 他们像一束光 将那压抑的面纱 狠狠地穿透 刚认识不久的 两个爽朗大男孩 似乎已经拥有了 很深的羁绊 不 镜头缓缓拉近 大片的蝗虫 从无人性身旁被击落 似乎根本没有影响到 他的速度 他的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了一抹邪笑 神情中夹杂着一丝阴异 而他身后的灵一 双眸中跳动着鬼诀 死死地盯着 无人性的后背 现在的灵一 当然可以随手击杀无人性 但若是这样 灵一感觉有些不过瘾 上一世随手击杀我 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很好 那这一世 一定要让你印象深刻 上辈子的债 今日来还 第26章 不喜欢接来之时 经过一小时的急驰 灵一和无人性 终于从那遮天蔽日的 蝗虫群中突围而出 他们的衣衫已被汗水浸透 但两人都未曾有丝毫停歇 继续向着东方前进 人性兄 前方就是毒虫丛林了 灵一提醒到 眼中闪过一丝微妙的笑意 无人性回头一笑 手中的火棍 在空中划过一道火光 灵一兄放心 这些毒虫虽然麻烦 但还不至于拦住我们的去路 两人踏入了毒虫丛林 四周的环境 瞬间变得阴暗潮湿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息 迷幻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它们的翅膀 释放出一种奇异的香气 能让人产生幻觉 八大户潜伏在树叶间 它们的唾液 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走路草则在地面上缓缓移动 一旦踩到它们 就会立刻释放出麻痹毒素 然而 这些毒虫的攻击对它们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 无人性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将一只只毒虫斩于棍下 偶尔被毒虫击中 它们也能迅速 从怪物身上爆出的解药中恢复过来 灵依在无人性身后 有些闲庭信步地走着 虽说它的战力高达1200万 虽说它可以更加快速地抵达目的地 但眼前的无人性这么卖力 自己当然要好好地配合一下它 这些毒虫虽然难缠 但对我来说 不过是送惊艳的罢了 无人性大笑道 手中的火棍如同一条火龙 将周围的毒虫一一扫清 人性凶 厉害 灵依微微点头 并毫不吝啬地伸出了自己的大拇指 又是一小时 两人终于越过了毒虫丛林 来到了青茅山 这里的蛊虫比起毒虫更加诡异 月光谷会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吸引着猎物上钩 九虫谷会释放一股酒香 让人放松警惕 而后进行轰炸式的袭击 颇为棘手的 便是禁王谷了 它们有着百分比的伤害技能 甚至拥有 当玩家血量不足舞 从而斩杀的恐怖效果 好在它们的数量不是很多 不然连灵依都得哆嗦 越过青茅山后 灵依和无人性 踏入了一片被称为 哀嚎谷的险地 这里四处回荡着枝鸟声 仿佛有无数的生灵 在痛苦的哀嚎 谷中的枝鸟数量之多 它们的声音 汇聚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声浪 让人心烦意乱 这些虫子虽然烦人 但并未对它们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无人性挥舞着火棍 将靠近的枝鸟一一击落 而灵依则依旧是跟在无人性身后 既不说话也不出力 哀嚎谷的深处 一只巨大的枝鸟 正静静地潜伏着 它的体型是普通枝鸟的数千倍 外壳坚硬如铁 眼中闪烁着狡猾的光芒 当两人接近时 这只突然发起了攻击 它的速度极快 几乎让人难以捕捉到它的踪迹 灵依微微抬眼 暗中发动破灭之铜 将这的底库看穿 哀嚎魔之 类别 昆虫 品级 级 等级 十级 生命值 1200000 战力188000 技能 震耳魔鹰 发出高达120分贝的尖锐名叫 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20万真实伤害 有实际率使敌人进入混乱状态 持续三秒 音波冲击 聚集声波能量 对十米直线上的敌人造成120范围性伤害 伤害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织群召唤 召唤20只战力为5000的 支支为支支 辅助战斗 人性凶 我通过道具 探测到了这只的属性 它很强 你站在此地不要动 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去也 无人性留下几句话 甩着双截火棍 便向哀嚎魔之冲去 01左手托着右手 右手托腮 打算关战 这只很强 若是没有命中要害 就连自己也需要两击才能解决 但无人性同样也不算弱 战力超过十倍 除了真实伤害之外 对无人性的普通攻击不破防 好家伙 到底谁才是 但是没办法 无人性它太强了 战力接近两百万 都快赶上 星辰三角链对01增幅的战力了 在经过一番一边倒的战斗后 哀嚎魔之终于被无人性击败 随着的倒下 它的身体逐渐消散 留下了几件闪烁着光芒的战力品 掉落的装备包括 魔缠之意 类别 翅膀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增加移动速度时 有一定几率在受到攻击时触发躲避增强 使得接下来的三秒内 闪避率提升50 名叫护服 类别 项链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对精神类攻击的抗性增加5 同时在战斗中每隔10分钟自动释放一次心灵宁静 解除自身所有负面状态 直直墨镜 类别 装饰品 品极 极 效果 战力 提升感知能力 同时提高对隐身单位的侦测能力 咕咚 01从远处看到 魔缠之意和名叫护服的属性 暗自吞咽了下口水 这两样装备 不仅拥有着百分比加成的属性 还都是自己装备栏缺失的物品 尤其是翅膀类装备 无论品极如何 都算得上是真细品 无人性在击败的那一瞬间 眼疾手快地将魔缠之意和名叫护服 自动拾取起来 而后他用手捡起 支支墨镜 扭过身子走向01 递出装备的同时 露出了一抹爽朗的笑容 哈哈 终于解决了 不过 这没爆什么好东西啊 只有一件支支墨镜 是个装饰品 林一兄 这个你就拿着吧 正好可以加点属性 林一看了看眼前的无人性 又看了看眼前的支支墨镜 他摆了摆手 同样露出一抹爽朗的笑容 人性凶说笑了 我这一点力没出 实在是有些受之有愧啊 林一顿了顿 咧开嘴巴继续道 而且我这人 最不喜欢的 就是接来之时啊 第27章 无尽以学 也罢 等我弄到了真正的好东西 再来与林一分享吧 无人性叹了一口气 暗戳戳地将那装饰品 收进了口袋里 他并没有再多言 只是继续往前走着 神情之中满是懊恼 似乎是因没有爆出 让林一心仪的装备 而感到自责 林一继续跟在无人性身后 双眸之中满是细血的笑意 有趣 有趣 不愧是昔日的人族第二强者 睁眼说出的瞎话 都毫无违和感 若是一个普通人 可能已经被无人性 完全地拿捏住了 林一距离装备 掉落的地方较远 若他没有 破灭之同步的天赋 可能也发现不了 地上原先掉落的极品装备 若他没有十年的游戏经历 可能已然对无人性 推心致富 甚至感动至极 若他没有远超无人性的战力 此刻 或许已经胆战心惊 萌生退役 但是 不好意思啊 这些东西 林一都有 但林一只是静静地 跟在无人性身后 想看看 他的葫芦里 到底要卖什么药 林一和无人性 在一处丛林前停下了脚步 两人的目光 同时投向了前方那片阴森的区域 一个木质的告示牌 歪歪扭扭地标注了 幽暗重渊 四个大字 这被称为 幽暗重渊的地方 是一片黑漆漆的地方 令人望而生畏 这里可不好过呀 无人性沉生说道 眼中闪过一丝警惕 林一微微一笑 他的目光穿透了前方的迷雾 看到了那些 在暗处潜伏的虫类怪物 确实 这里的怪物 应该比之前的更加棘手 但只要我们小心一些 应该能够平安度过 两人踏入了幽暗重渊 四周的环境 瞬间变得阴暗潮湿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息 这里的虫类怪物 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攻击方式 让人防不胜防 首先是那些潜伏在地面的 腐蚀如虫 它们的身体 能够分泌出强烈的酸性物质 一旦触碰到 便会造成持续的伤害 接着是那些在空中飞舞的 剧毒飞蛾 它们的翅膀上 覆盖着剧毒的粉末 一旦被其包围 便有可能陷入中毒状态 缠绕藤腕虫的身躯细长 能够像藤腕一样 缠绕在树木或岩石上 它们拥有极强的缠绕能力 一旦玩家靠近 就会迅速伸展身体 将玩家紧紧缠绕 使其动弹不得 潜伏地穴珠 擅长在地面挖掘陷阱 静静地潜伏在地下 等待猎物落入 它们的陷阱表面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极难辨认 一旦玩家落入陷阱 地穴珠会立刻 从四面八方涌出 利用锋利的爪牙 和剧毒的咬机攻击玩家 影鹰是幽暗虫渊中的 空中威胁 它们会成群截队地 在低空飞行 利用其几乎无声的 翅膀震动进行隐蔽 它们擅长群体攻击 一旦锁定目标 就会进行高速俯冲 用尖锐的爪子和牙齿 对玩家进行猛烈的打击 荧光蜈蚣对体型巨大 身体上的荧光斑点 在幽暗的环境中 格外醒目 它们的毒性极强 每次攻击 都可能给玩家 带来严重的中毒效果 粘丝囊蛾对体型庞大 翅膀上长有粘性极强的丝囊 它们在空中飞舞时 会释放出粘性丝线 粘附在玩家身上 限制其移动速度 和攻击频率 一旦玩家被粘丝缠绕 囊蛾会迅速靠近 用其锋利的口气进行攻击 然而 零一和无人性 都不是一语之辈 零一凭借着它那超凡的走位 巧妙地避开了虫子们的攻击 而走在前方的无人性 则凭借着它那强大的战力 用双棍将扑来的虫子 尽数斩杀 两人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平安渡过了幽暗重渊 它们来到了一处神秘的洞窟前 洞窟前的牌子上 歪歪斜斜地 写着四个大字 无尽一学 歇 零一看着眼前的洞窟 缓缓咧开了嘴巴 这就是困扰了 无数新手的一个区域地图 俗称蚂蚁窝 也就是上一世 无人性的机缘之地 洞窟内 密密麻麻的蚂蚁 在四处奔走 盘踞在迷宫一样的 无尽乙学内部 每只个体差不多米粒大小 但它们的数量之多 让人看了 就感到头皮发麻 每只蚂蚁的战力 虽然只有一百 但它们的属性 普通工蚁 类别 昆虫 品级 等级 一 生命值 十 战力 一百 描述 普通工蚁 是很脆弱的一种生物 也没有攻击性的技能 但它们因团结 使得种群能够活得更久 技能 向死而生 被动 当普通工蚁 被击杀时 会对击杀者 造成十点真实伤害 在无尽乙学的某处地方 有这一只蚁后 也就是东极点的首关 这关倒是有所不同 只要击杀了 无尽乙学自然会崩塌 并不会再次刷新出来 这是新手村 为数不多的唯一性 而通过这关的前提是 能够活着找到 每只普通工蚁 死亡后 能对玩家造成十点伤害 但人一脚下去 至少得死上百只蚂蚁 换句话说 每走一步 便要掉上千的血量 而且 只要进入无尽乙学 就算普通工蚁 不主动攻击 也会算作战斗状态 不能触发 非战斗状态的自动回血 上辈子能够找到的人 要么是血量 极厚的血牛 要么拥有短暂飞行能力 要么就是能够 一直回血的奶妈 要么能够快速找到 无尽乙学 曾经是新手村的一大难题 难住了很多人 但在众多新手村的研究积累之下 玩家们终于找出了最优解 当然了 灵依知道这个最优解 但无人性 现在肯定毫不知情 在上一世 4396号新手村击杀的人 正是无人性 他用了最笨 也是最聪明的办法 新手职业的血量 与战力的比例 大多数都为1比1 无人性 利用自己的天赋 疯狂击杀蚂蚁 来增长战力 增长战力的同时 增加自己的血量 他整个人 每天就泡在无尽乙学 每次快半血了 就往洞穴外走 满血后 再次进入洞穴内 就这样日复一日 在他血量18亿的时候 终于找到了的所在地 击杀 无尽乙学崩塌 听说他 痛哭了三天三夜 第28章 戏耍无人性 无人性站在 无尽乙学的洞口 眉头紧锁 他转头看向灵依 语气中带着一丝苦笑 灵依兄 我通过探查道具得知 这里面的蚂蚁死亡之后 每只将会对我们 造成十点的真实伤害 所以这关 我是没办法 再帮你了 就连我 都不一定能通过这个关卡 灵依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抹脚侠 他清了清嗓子 语气中 夹杂着一丝自信 这蚂蚁 虽然招人烦 但还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 而且都是一些 行之有效的方法 哦 无人性的眼中 闪过一丝好奇 第一种方法 就叫做 点起你的脚 灵依顿了顿 继续解释道 根据已知条件 里面有很多蚂蚁 踩死一只 就掉十点血 那人性胸 你完全可以点 起脚走路 通过减少鞋底 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来减少击杀蚂蚁的数量 无人性闻言 愣愣地竖起了 大拇指称赞道 尿 尿啊 灵依兄果然大财 无人性言罢 脸色略显犹豫地道 不过就算如此 死去消耗的血量 可能依旧非常惊人 我的血量浑厚 足以自保 但灵依兄你 要不我先去过关 再来见 无人性话还没说完 就被灵依挥袖打断 这又何难 这蚂蚁 被击杀 指掉击杀者的血量 我不踩蚂蚁 不就行了 换句话说 只要人性胸背着我 再点气脚走路 自可通过这关 人性胸一下如何呢 无人性 微微正了正 似乎没想到 灵依的方法 却也是尴尬地 笑了笑 此计甚好 嘿修 无人性话音刚落 灵依就扑到了 他的后背上 略显惬意地笑了笑 人性胸 咱们走吧 无人性 当即有些汗流加倍 面色有些难看地说道 灵依兄 你你有多重 我竟会感到如此吃烈 灵依眸子中 闪过一丝诡异 爽朗地笑道 嗨 人性胸 你就会打却我 我就一个普通人而已 哪有多重啊 再说了 就算我稍微重一点 对你这个大高手来说 应该也算不上难事吧 哦 对了 人性胸 为了少扣点血 时刻要记得 点着脚哦 无人性硬着头皮 点了点头 而后一言不发地 往洞口里走去 只不过他的脸色 阴沉得有些吓人 无尽已学的洞口 宛如一张黑暗的巨口 静静地张开着 等待着无知的猎物 自投罗网 四周弥漫着潮湿 与腐朽的气息 洞口处的岩石 被岁月侵蚀的坑坑洼洼 地上 密密麻麻的蚂蚁 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它们如同一片活动的黑地毯 不断地扭动 汇聚 分散 这些蚂蚁虽小 但数量之多 足以让人心生畏惧 它们的触角 轻轻摆动 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 每一只 都是这个巨大蚁群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人性背着鳞 一站在洞口边缘 眉头紧锁 它点起脚尖 尽量让自己的体重 分散在脚尖的边缘 每一次落脚 都显得异常谨慎 但似乎是因为 灵依的体重 无人性脸色 显得有些战红 它的双腿 不由自主地开始打战 灵依趴在无人性的背上 露出了一抹冷笑 千万战力的灵依 暗暗用力 百万战力的无人性 当然有些顶不住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无人性 你可是要做大事的人 现在多流汗 未来才能少流血啊 毕竟 灵依是个好人 是个大好人 于是乎 善良的灵依 就稍稍再加了点力气 无人性的双腿 疯狂地抖动着 似乎身上 扛着某种致命的重物 隧道内部 弯弯曲曲的通道 如同迷宫一般 数量众多 每一条都隐藏在黑暗之中 仿佛在诱惑着探险者深入 这些通道狭窄而潮湿 墙壁上挂满了一层层蚂蚁 不时有蚂蚁 从同伴身上爬过 他们的触角和脚爪 在岩石上 发出沙沙的响声 呼 呼 无人性双眼通红 喘着粗气 他看着眼前左右两条道路 顿时有些犯了难 生献家带着些许嘶哑询问道 我们 呼 该往哪走 灵异文言 立马伸出右手 他指向右边的道路 斩钉截铁地说道 右 无人性文言点点头 往右处走去 右边的道路显得更加昏暗 蚂蚁来回攀爬的声音 让人有些心烦意乱 洞窟顶的石柱 不时地由水滴往下滴落 环境中充斥着 阴森恐怖的氛围 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强大 但未知的前方 总是会让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 无人性疯狂抖动着双腿 蹒跚地前行着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的劳累 已然击退了 他的恐惧之心 终于 在走了几百米之后 无人性背着零衣 来到了右侧小道的终点 一面墙壁 严检一概地来说 就是 此路不通 林林一凶 这是怎么回事 无人性双眼通红喘着粗气 看着眼前爬满蚂蚁的墙壁 不解地问道 可 林一刚说一个字 就被无人性的惊叫声打断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墙壁后面 有的暗门对吧 看我的 无人性伸出右拳 朝着面前的墙壁 狠狠地垂了过去 哄 墙壁上大片的蚂蚁 被拳风震死 掉落在地上 整个墙壁纹丝不动 而无人性的血量 却是下降了一截 扑 嗨嗨 林一强忍住自己的笑意 咳嗽两声后 一脸正经地说道 哪有这么多暗门 刚才可能是我猜错了 先回去 然后 往左走 第29章 作者通道 无人性听闻林一的话 脸色阴沉如水 她的眼中 闪过一丝怒火 质问道 猜的路 你全是靠猜的 林一在无人性背上贪了贪手 无奈地说道 我这不是 也没来过吗 两个岔路口 长得一模一样 哪条路是对的 只能靠猜了 无人性紧握双拳 直关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 但她深吸了几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 沉声道 行 那我们回去 这次你好好看着 别再猜错了 林一挠了脑脑袋 略作轻松地笑了笑 当然 一共只有两条路 这条是错的 那另一条一定是对的了 无人性眼中闪烁着暴力的情绪 但她一言不发 点起脚尖 开始原路返回 再次经过几百米的跋涉 两人回到了岔路口的原点 而无人性的血量 此刻已然损耗了一 当无人性背着林一 打算往左边走的时候 林一突然眼睛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绝妙的主意 等等 人性凶 我有个好办法 林一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兴奋 无人性顿了顿 眼中的怒气还未完全消散 又是什么馊主意 林一微微一笑 从背包中拿出几件发光的小物件 笑着说道 这些小玩意 是之前杀前面那些虫子爆出来的 我们可以用这些发光的物件 来吸引蚂蚁的注意力 这样 它们就会聚集在物件周围 我们就可以趁机通过了 无人性半信半疑 但在目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也只好同意尝试 它拿过林一递过来的发光物件 将其放在右侧通道 蚂蚁们果然被光芒吸引 开始向物件聚集 时时很完美 左侧挡路的蚂蚁 确实减少了很多 无人性点着脚 背着林一 小心翼翼地往前近着 但随着它的深入 蚂蚁的数量 再次变得有些密密麻麻 让人头皮发麻 那种发光的物件 还有吗 无人性双眼通红 气喘吁吁地询问道 林一摊开双手 咧开嘴巴笑道 毕竟我也没有特意收集 谁知道还真有用啊 无人性深吸一口气 肩口不语 再次往前方走去 然而 命运似乎总爱和人开玩笑 这一次 他遇到了五个岔路口 五个阴森森的洞口 在两人面前一字排开 让人感到一丝绝望 林一看着这五个岔路口 眼中闪过一丝脚狭 这简单 我们一个个是 总能找到正确的路 无人性一听 顿时有些绷不住了 他扭过头 瞪大眼睛看着林一 怒道 你在开玩笑吗 这要是到猴年马约 你以为我的血很厚吗 林一暗暗发动 破灭之铜 发现无人性的血量 只剩下了三 他拍了拍无人性的肩膀 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我又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你脱下你的新手布库 用你的烧火棍点燃它 然后再扔到蚂蚁堆里 这是死物 对蚂蚁造成的伤害 想必蚂蚁的伤害 也不会转移到你身上 无人性文言 头上的青筋抱了起来 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右拳 呲牙咧嘴地道 这种方法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说出来 林一拍了拍脑袋 无奈道 这是我刚刚才想到的 毕竟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啊 无人性文言 不再说话 他一面微动 左手将新手布库拿在手里 右手则是一截火棍 刺 火点燃新手布库 无人性顺势往蚂蚁群里一丢 以达到清场的效果 火势迅速蔓延 蚂蚁们被烧得劈啪作响 但蚂蚁们并没有四散奔逃 而是朝着火源飞扑而来 他们将火源迅速飞散为多个包围圈 一层又一层的蚂蚁往上扑 将原先汹涌的火势迅速扑灭 但与此同时 无人性周边终于腾出了一片 被烧焦后的空地 玩火计划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无人性终于双脚踩在了地上 他红着眼睛面色苍白 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血量又掉了一大减 啊 林一顺势从无人性的背上跳下来 挠了挠头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看来我又猜错了 系统把大火击杀的蚂蚁 都算到人性兄弟的头上了 这也没办法 毕竟我也是个新手 不过 我们得到的信息 倒是比别人更多了一些 这就是进步 有进步咱们 就不算白忙活 对了人性兄 这些蚂蚁 是真团结啊 居然不会死亡 这么快 就把火扑灭了 无人性额头上青筋抱起 瞪大眼睛 怒视着自说自话的林一 但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神情中浮现了一瞬的惊恐 他不再管 眼前的五个洞口 而是朝着 无尽以学外狂奔而去 林一摸了摸下巴 饶有兴致地 看着无人性 狼狈逃窜的背影 不错 虽然蠢 倒也不算太蠢 林一通过 破灭之铜 看到无人性的血量 已然不足三成 若是再往前走 可能会被直接困死 在这无尽以学之中 现在他最好的选择 就是 离开这里先回回血 再做打算 可惜了 若是无人性 被困死在这无尽以学里 那自己 不仅可以白嫖他的装备 还可以跟他保持 表面的友谊关系 看来这层窗户纸 马上就要被捅破了 林一暗暗摇了摇头 朝着无尽以学的出口 悠悠前行 约莫十分钟后 林一来到了洞口处 他甩了甩身上 爬着的一些蚂蚁 看向已然回满血的无人性 无人性没有了新手不酷 穿着大裤衩 疑惑地看向洞口的林一 从那个地方走出来 至少也需要六十万的血量 你 林一憋住自己的笑意 微微叹了口气 声线低沉地说道 不瞒人性兄 我有一个天赋技能 每天可以有十分钟的无敌时间 就在刚才 我把今天十分钟的时间 消耗掉了 无人性脸上出现了 一瞬的喜色 但又很快收敛起来 缓缓走进林一 我刚才试着 背起了一块千斤巨石 发现也并没有多么沉 呃 我的意思是 刚才我有些心急了 确实忘了照顾林一兄 再进去一趟 这次 我们一定能找到 林一愣愣地 看着无人性 略微有些惊讶地道 原来人性兄 是想找到啊 早不说啊 啪 林一握手成拳 朝着无尽已学的洞口 轻轻敲击了三下 刷 只见洞口旁的墙壁 缓缓移动 墙壁后面 一个蓝色漩涡的传送阵 呈现在了两人眼前 林一不顾 目瞪口呆的无人性 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道 一进来 我就发现了这处传送阵 我猜 应该就藏在里面 刚才你说暗门的时候 我说 哪有这么多暗门 暗门 只有门口的这一个 第30章 X及BOSS 无尽以后 无人性呈石化般地 看着无尽以学门口的传送阵 她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与愤怒 声音仿佛从牙缝中挤出 你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林一摊了摊手 一脸无辜的回应 你也没问哪 一开始 我还以为你想进去探险来着 原来只是找啊 气氛一时间变得紧张 无人性的呼吸逐渐粗重 她的胸膛起伏不定 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林一能明显感受到 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杀意 她知道 无人性快忍不住要对自己动手了 林一却在这紧要关头 话锋一转 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人性兄 这一路上承蒙你的照顾 我已将你完全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可以完全对你推心致富 无人性闻言 眼中的杀意稍减 但仍旧冷冷地盯着林一 似乎在等待她的下吻 林一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实不相瞒 我拥有的是探查类的天赋 所以很轻松地就发现了这道暗门 而且 对于她弱点 我很容易便能洞察 无人性双眼微眯 而后呼的一笑 林一兄 我可没那么容易生气 大家都是人族 对手只是这些恶心的怪物才对 咱们先进这个传送门 看看再不在里面吧 林一闻言 点头笑了笑 是极 是极 林一和无人性 均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先后走进了传送阵 他们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感所包围 仿佛时空在这一刻扭曲 光芒闪烁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 已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广场之中 广场的景象令人震撼 广阔的仿佛没有边际 地面铺陈着冰冷而坚硬的石块 每一块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 四周的墙壁高耸入云 上面布满了苔藓和藤蔓 仿佛是大自然富裕的装饰 却也增添了几分阴森的气氛 墙壁上的火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勉强照亮了广场的一角 却也使得阴影更加深邃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与潮湿的气息 似乎连光线也难以穿透那厚重的阴影 一只巨大的蚂蚁 正端坐于广场的另一边 它的体型庞大 如同一个教学楼一般高耸 身躯覆盖着坚硬的甲铐 散发着幽暗的光泽 它的眼睛如同两个深邃的黑洞 透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寒光 巨大蚂蚁的身后 不断攀爬出新鲜出炉的小蚂蚁 广场上无数米粒 巴掌大的蚂蚁在地面上密密麻麻地爬动 每一个都拥有着锋利的恶齿和敏捷的身手 这些蚂蚁发出的沙沙声 汇聚成一股低沉的轰鸣 宛如一支军团在行径 令人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感 整个广场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笼罩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危险的气息 除了那米粒大小的普通工蚁 广场上还有着巴掌大小的普通兵蚁 普通兵蚁 类别 昆虫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五千 战力 三千 技能 以三喷吐 喷射具有腐蚀性的蚁酸 对敌人造成五秒 供一百点的持续伤害 并有可能降低其护价值 多方协同 蚁酸喷吐 击中的敌人 在击杀普通工蚁时 受到的真实伤害 由时提升为一百 描述 普通兵蚁是无尽蚁学中 守卫以后的战斗单位 虽然个体战力并不突出 但他们以群体作战的方式 弥补了自身的部族 有一说一 这普通兵蚁不算强 但若是其数量众多 又配合着密密麻麻的 普通工蚁 绝对能让玩家吃一壶 就算能够轻松找到 血量低于百万的玩家 基本就站不住脚 灵仪再次侧目 看向那广场另一边呢 无尽以后 类别 昆虫 品级 级 等级 十级 生命值 五千万 战力 五十万 技能 以海战术 生出大量工蚁 兵蚁进行战斗 生育速度为一千之秒 腐蚀喷液 喷射具有 极强腐蚀性的液体 对范围内 所有敌人 造成每秒五万的持续伤害 持续五秒 生命链接 与一定范围内的所有蚂蚁 形成生命链接 任何蚂蚁的死亡 都会为其恢复生命值 母体之怒 当生命值降低至十时 会进入狂暴状态 生育速度 会大幅提升一千 灵仪兄 你应该 也能探查到的属性吧 依你看 这有何弱点 无人性站在灵仪的身后 悠悠出声问道 灵仪没有转身 摇摇看向广场对面的 无尽以后 淡淡一笑道 的 遗海战术虽然强大 但只要找到源头并破坏 便能打断其召唤 若是陷入蝉斗 反而对自身不利 所以 不用管其余的小蚂蚁 直接上去干就完事了 它的 腐蚀喷液虽然覆盖范围广 但在这类技能使用前 都会有短暂的蓄力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 进行躲避 生命链接是它的保命技能 我们需要减少击杀的小蚂蚁数量 削弱其恢复能力 至于 母体之怒 我们需要在它生命值降低至十之前 尽快使用强力技能 最好将其秒杀 避免其进入狂暴状态 不过 无人性见灵仪卖关子 略有些着急地问道 不过什么 灵仪顿了顿 继续笑道 不过要到达身前 我估摸着 至少需要消耗百万的血量 不过人性兄弟 应该是达到这个标准了 所以说 这只大一点的蚂蚁 命不久矣 无人性文言 微眯着双眼 看向灵仪的后背 笑着点了点头 是啊 多亏了灵仪兄的情报 突然 无人性的右手上 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把匕首 匕首上满是稻钩和利刃 似是铁甲战熊的牙制成 他双眸中 闪过一抹危险的神色 朝着灵仪的后背 猛猛地刺去 声线显得有些癫狂 灵仪兄 我现在宣布 你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第31章 自己动手 封衣足食 匕首的韩光 在昏暗的广场上 划出一道死亡的预兆 然而就在他即将触及 灵仪的后背时 情况突变 灵仪的身体 仿佛未卜仙之般 猛然转身 他微微咧开嘴巴 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 他的右手 如同鬼魅般伸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扼住了无人性的喉咙 将其整个身体 悬空提起 与此同时 他的左手捏住了 无人性持匕首的右手 轻轻一拧 那把熊牙制成的匕首 便应声落地 发出啪哒 一声脆响 无人性的脸色瞬间 由惊恶转为胀红 他的左手 不断抓闹着脖子上的大手 双腿不断蹬踢着灵仪 灵仪不顾身上 撒娇式的殴打 就这样将他悬在空中 咧嘴一笑道 太低级了 你这手法 简直太低级了 这么快动手 就显得有些着急了吧 灵仪的声音中 充满了嘲讽和不屑 你应该知道 我就是归零吧 还特意邀请 我来一起探险 这都四天了 你应该知道 有组队这个功能吧 还装出一份 憨憨的模样 让我掉以轻心是吧 灵仪的目光如刀 一寸寸剖析着 无人性的内心 你头发蓬丰 双眼不满血丝 应该是之前 就来到了无尽医学 苦于找不到吧 你知道 我会来到这里 所以在那个蝗虫区域 等我是吧 她的右手缓缓用力 无人性的脸色 更加占红 呼吸越来越困难 开始翻白眼 灵仪却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嘲讽道 其实 就算被你拿了一些的奖励 我也无所谓的 甚至 你去单吃这个 无尽以后 打通冬极点传送阵 也无所谓 只怪你太心急了 不然我还打算 跟你多玩一段时间的 可惜了 你看看你 非要捅破这层窗户指 两个相亲相爱的好朋友 这个剧本不好吗 灵仪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股深深的遗憾 仿佛在为一个 即将陨落的天才哀叹 她看着无人性 眼中闪过一丝 复杂的情绪 你知道 变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她需要耐心 需要智慧 更需要一颗冷静的心 灵仪的声音 低沉而有力 你太容易被情绪左右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冷静的头脑 才能指引 你走向真正的强大 你看看你自己 因为一时的愤怒和贪婪 就冲昏了头脑 这是多么的愚蠢 无人性的挣扎 越来越微弱 她的意识 开始模糊 灵仪裂开嘴巴 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当你能够意识到 是个聪明人的时候 也应该能想到 我之所以 愿意跟你走到这最后的目的地 靠的绝对不是什么 智慧的脑袋 而是 能够碾压一切 阴谋诡计的强大战力 灵仪的身子 转了一圈 她右手中的无人性 也随之转了一圈 站立两百万的强者 此刻却像个 被肆意玩弄的道具 灵仪看着远处的 无尽以后 微微睁大了双眼 语气中 夹杂着一丝极致的兴奋 绝望吧 恐惧吧 痛苦吧 人性凶 你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刻 你败给我 不是因为我比你狠辣 也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慧 而是因为 我比你强 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不利因素 都是由于当事人的 能力不足造成的 不过 若是你能够忘记着 咱们之间这小小的不愉快 下次见面 咱俩还能够继续交信 再见了 人性凶 我的好朋友 咔 灵仪右手用力 奄奄一息的无人性 化作阵阵光点 消失在空中 再然后 系统提示音 和霹里啪啦的 装备掉落声 在灵仪耳旁响起 无人性比一个大海之前 掉落的装备 堪称豪华 叮 击杀玩家 人性使者 获得寿命83年 无人性原先寿命 428年 发声扣检 装备全爆 熊牙利刃 磨缠之意 名叫护服 一眼探测 烈焰长棍 除此之外 灵仪还获得了 他83年的寿命 至于说 为什么要给无人性带路 那是因为 将原属于无人性的机缘 在他面前狠狠地夺走 会让灵仪感 受到一种极致的兴奋 变态吗 不 只是 灵仪略显平淡的升级道路上 一点调味料罢了 至于说 对无人性的心理判断依据 当然不止于灵仪说的这些东西 而是灵仪能 看到他的装备 和技能 熊牙利刃 作为一剑级匕首 一次都没见无人性用 你可以说是 一路上都是重类怪物 用不着匕首 但他的 被刺猛击 和 无情连打 这两个技能 同样一次 都没用过 既然不想用 那就下条命再用吧 而且 灵仪对他上一世的了解 无人性可不是一个 愿意把好东西分 给他人的人 除非 他自己拿不到好东西 再加上这东西点之前 无人性一直走在前面 基本没有把路走偏 所以 灵仪断定他之前来过 无尽一学 至于说灵仪怎么知道 自己的身份被识破了 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 游戏里 是有组队功能的 只要组队 便能知道对方的姓名 且不能再相互攻击 但无人性提出 与灵仪同行 却丝毫没有替组队的事 正说明他心里有鬼 只不过 他心里这鬼 不怎么强 第二 自己前面 击杀了一些杂鱼 样貌也应该 已经泄露出去了 无人性 作为一个想抢东极点 机缘的强者 稍微上点心 就能知道自己的样貌 第三 无人性刚见到自己时 眼中露出了一瞬的惊喜 那惊喜的模样 表达的意思 不是 怎么会是你 而是 你终于来了 至于说第四点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灵仪淡淡地 瞥了眼地上的一件装备 一眼探测 类别 视野消耗品 品级 级 效果 使用后 24小时之内 可以看到玩家的姓名 和怪物的属性 前提是对方战力 不能大于自己一千倍 灵仪摇了摇头 自嘲般地笑了笑 我哪有那么聪明 只不过根据答案来反推罢了 不过 有一点 我可没撒谎 我这人最不喜欢的 就是接来之时 灵仪弯下腰 将无人性掉落的装备捡起 而后他缓缓抬起头 摇摇地看向 无尽以后 淡淡笑道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第32章 最后赢家 灵仪嘴角的笑容愈发灿烂 他的目光 紧紧锁定在 无尽以后的庞大身躯上 接下来 就该到你了 灵仪歪了歪脑袋 他的声音 在空旷的广场上回荡 仿佛在这场战斗中 他才是那个 难以击败的一般 无尽以后 似乎感受到了 来自灵仪的挑衅 他那巨大的身躯 开始颤动 发出一声 震耳欲聋的嘶吼 无数的小蚂蚁 仿佛得到了命令 开始疯狂地 向灵仪涌来 它们的恶齿 在微弱的烛光下 闪烁着寒光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冷冽的 肃杀之气 灵仪看着眼前 汹涌而来的 蚂蚁浪潮 它微微活动了 下手腕和脚腕 双眸中 闪烁着轻挑的光芒 它知道 这场战斗的关键 不在于如何消灭 无尽以后的血量 并在它的 生命链接 技能发挥作用之前 将其彻底击败 无尽以后 这血量 仅有五千万 灵仪在接近后 至多需要发出六次攻击 即可解决战斗 战斗开始了 灵仪如同离弦之剑 一般冲向 无尽以后 灵仪的冲锋 如同一股 不可阻挡的风暴 它的脚步 在广场的石板上 激起回响 每一次踏步 都伴随着 小蚂蚁的爆裂声 噼里啪啦 如同燃放的鞭炮 奏响了战斗的序曲 它的脚下 是一片有无数小蚂蚁 构成的死亡地带 它们在它的践踏下 瞬间炸开 化为一团团绿色的血污 升腾而起 又迅速消散在空气中 蚁酸在空中肆意翻飞 划出一道道腐蚀的轨迹 但在灵仪的高速移动下 大多数蚁酸 只能无奈地落在它的身后 腐蚀着 已经被它跨越的土地 灵仪的身影 在乙酸的威胁中穿梭 宛如一位在死亡边缘 跳舞的剑客 蚂蚁浪潮一波 又一波地扑向灵仪 它们的数量之多 仿佛无穷无尽 形成了一波波黑色的巨浪 试图将灵仪淹没 随着距离的拉近 灵仪开启了暴之训捷 它的速度 瞬间提升了一大截 就像是一道闪电划过战场 乙酸将它的盔甲的一脚剑尸 缓缓滴落 与此同时 在这一路途中 它的量下降了约莫两百万 灵仪站在了无尽以后 身前约莫三米的地方 在这个距离上 它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身上散发出的压迫感 无尽以后 这身躯如同一座黑色的金属堡垒 高耸而威严 它的黑色盔甲 在微弱的光线下 反射着冷冽的光芒 仿佛是死神的战甲 预示着死亡与毁灭 的双眼 如同两个深邃的黑洞 里面夹杂着一丝愤怒 那是一种对挑战者的蔑视 对弱小存在的不屑 它发出一声怒吼 那声音如同雷霆 在广场上空炸响 震得四周的空气 都为之颤抖 随着这声怒吼 更多的小蚂蚁 仿佛接到了命令 它们从四面八方 涌向灵依 形成了一片 骇人的黑色浪潮 灵依的目光 仍旧神采奕益盯着眼前的 眼神中夹杂着一丝玩味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发出低沉的嗡鸣声 仿佛在回应主人的召唤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与此同时 四周扑向灵依的小蚂蚁 已然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包围球 似乎就要这样将灵依吞噬 碰 狂暴冲锋 包围圈出现了一个洞口 蚂蚁们成抛物线 像沙子般散落在地 手握巨剑的灵依 微微斜笑 直直地朝着冲过去 哄 长剑与无尽以后 得假靠碰撞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一剑 980万的伤害 无尽以后就血量锐减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显然没有预料到 灵依的攻击会如此强大 无数蚂蚁形成了两只人性化的大手 从两边挥向中间 似乎想把灵依拍成肉饼 狂狼之怒 灵依冷笑一声 于瞬间释放了狂狼之怒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她的体内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股冲击波 将周围的小蚂蚁全部震飞 为她的攻击清理出了一片空地 与此同时 攻击也伤害到了她身前的 一击 伤害破千万 无尽以后 吃痛 呆愣愣地看向眼前那不起眼的小人 就在愣神期间 灵依接连发动攻击 哄 哄 聚见于无尽以后的假靠碰撞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无尽以后就血量开始锐减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惊恐地朝地面看去 似乎想找到灵依的身影 你在找我吗 灵依的声音自上空传来 她双手持着巨剑背向身后 凝笑着看向一脸猛逼的 这就是最后了 秀 灵依的巨剑 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带着破空之声 准确无误地劈向了 无尽以后的头颅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剑间爆发出来 将无尽以后 从头至尾 彻底撕裂 一剑 1800万的伤害 还没正式进入战斗状态 战斗在瞬息之间 就已然结束 击杀无尽以后 恭喜获得寿命160天 获得经验78万点 随着无尽以后的轰然倒地 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死寂 只有那庞然大物的尸体 在微微颤抖 诉说着他生前的不甘与愤怒 然而 这种寂静并未持续太久 地面开始出现了不祥的颤动 仿佛是大地的心跳 在这一刻变得紊乱 尘土从广场的顶端 开始速速落下 如同细雨一般 开始覆盖了广场上的每一寸土地 这些尘土的落下 不是无声的 它们伴随着轻微的沙沙声 似乎在为这场战斗的终结 做着铸脚 颤动逐渐加剧 广场上的石块开始跳动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地下涌动 试图挣脱束缚 冲向自由 巨大的裂缝 开始在地面上蔓延 就像是一道道深渊的裂口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无尽以学的崩塌开始了 声势浩大 如同山崩地裂 巨大的石柱开始倾斜 它们那曾经高耸入云的身躯 如今却像是失去了支撑 缓缓地 不可避免地倒向地面 无数的小蚂蚁四处逃窜 它们惊慌失措 寻找着生存的希望 但是 随着无尽以后的死亡 它们的世界 也在这一刻崩溃 无论它们逃到哪里 都逃不出这场灾难的阴影 灵依看着地上 一堆五颜六色的宝物 微微舔了舔嘴角 小蚂蚁们 不要慌 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对我 对他 对你们 都是如此 只不过现在 我是赢家 第三十三章 丰收 大丰收 随着无尽以后腿的倒下 它庞大的身躯周围 爆发出无数道光芒 宝贝如雨后春笋般 从它的尸体下涌出 灵依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它知道 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以后面罩 类别 面具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提升五防御力 并免一级以下的探测道具 描述 由无尽以后的假靠精华锻造而成 佩戴者将获得更加深邃的智慧与无穷的魅力 腐蚀之处 类别 手套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攻击时附带的腐蚀效果 降低目标防御力1 持续3秒 至多叠加20层腐蚀效果 描述 手套上附着无尽以后的腐蚀喷液 每一次攻击都让敌人感受到时间的侵蚀 以穴之穴 类别 鞋子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移动速度提升2秒 提升地形适应性 减少摔倒和陷入的几率 描述 专为旅行者而设计的靴子 让穿戴者在任何地形上都能如履平地 以群之心 类别 宝石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生命值 召唤类技能效果 提升15 描述 内含无尽以后生命力的宝珠 佩戴者将获得以群之力的加持 召唤生物更加强大 以海战术 类别 通用技能书 品级 级 效果 没有一点法力值 可召唤一只战力为100的普通工艺 被敌人击杀后 将会对其造成一点真实伤害 描述 小蚂蚁会倒下 但还会有千千万万只小蚂蚁站出来 母体之眼 类别 特殊材料 品级 级 效果 可用于制作特殊药剂或装备 提供独特的视野效果 描述 无尽以后的副眼 蕴含着对世界的多重视角 是制作特殊物品的珍稀材料 天拉鲁 剑极宝贝 灵依将这些宝贝一一捡起 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以后面罩 以学之靴弥补了自己缺失的两种装备 以海战术 这个技能书更是逆天 没有一点法力值 可以召唤一只普通工艺 而 以群之心 可以增强以海战术的效果 伤害提升15 若是自己的敌人 是个使用大范围型技能的法师 那他可能一不留神 便稀里糊涂地就会归西 而且自己随着战力的提升 法力值也会不断地提升 而且通用技能书 意思就是 灵弥现在就能学习使用 虽说击杀 费了一番功夫 但总而言之 这波不亏 无尽以学依旧在不停地颤动 灵弥捡完装备后 不慌不忙地 走向身后的一个蓝色传送阵里 光芒一闪 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也就在此刻 无尽以学完全崩塌陷落 这个唯一性的蚂蚁窝 在4396号新手村完全消失 当灵弥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洞窟前 这里便是东极点的洞窟 模样与前两次的洞窟 没有什么不同 灵弥朝着洞窟内 缓步前行着 终于 十米之后 灵弥抵达洞窟尽头 与前两次一样 他面前有一扇宏伟的大门 大门右边 同样有着一处传送阵 灵弥的脸色一沉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亲爱的 游戏引导员 小灵大人 请让我看看 你的大宝贝 洞窟似乎在回应他的话语 瞬间将其吸入门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弥再次来到第三个神秘宝库 叮 欢迎来到新手村的宝库 东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挑选一件宝物带走 倒计时开始 灵弥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着宝库的深处奔去 暴之迅捷 拥有 以学之靴的加持 灵弥的速度更加快速 展现了 出了极致的奔跑速度 在 暴之迅捷 十秒效果结束之后 便已经来到了宝库的终点 眼前的景象 让他心跳加速 和之前宝库不同的是 在最深处 他看到了五样特殊的宝贝 正静静地浮在空中 最左侧 有个红色的卷轴 龙血战士 转值卷轴 类别 转值卷轴 品级 级 效果 使用后可转值为龙血战士 获得龙族血脉的力量 生命值加成为战力的200 法力值加成为战力的20 描述 蕴含着龙族血脉之力的神秘卷轴 转值者将获得五与伦比的力量与生命力 最右侧 有个蓝色的卷轴 在空中沉浮 元素使徒转值卷轴 类别 转值卷轴 品级 级 效果 使用后可转值为元素使徒 操控四大元素的力量 生命值加成为战力的20 法力值加成为战力的2000 描述 元素的力量在使徒手中凝聚 火 水 风 土 能够借助星辰之力施展强大的祝福与诅咒 左侧红色卷轴 旁边有个拳头大小的樱桃果实 圣明珠果 类别 特殊果实 品级 级 效果 使用后可多获得两个职业 描述 三大职业齐聚一身 不敢想象持有者能够有多强 拥有它 即拥有了世界 右侧蓝色卷轴旁边 有个弹珠大小的药丸 无名药丸 类别 特殊药丸 品级 即 效果 服用后可复制他人的天赋 品级不高于级 让服用者多拥有一种天赋 描述 平平无奇的小药丸 但 不可遇 也不可求 在这四样宝贝的后面 矗立着一扇黄金门 门的正中央是一把黄金钥匙 黄金钥匙 类别 钥匙 品级 即 效果 用来开锁 唯一物品 无法破坏 描述 持有者 可通过他解锁特定的锁 获得难以预料的机缘 灵医看着眼前的五样宝贝 他的思绪翻飞 嘴角抑制不住地翘起 第34章 璀璨的未来 灵医站在宝库的镜头 五件西式珍宝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映照在他那因激动 而略显红润的面庞上 他的心跳如骨 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心动 他的嘴角 不住地滴落哈喇子 因为珍贵的宝物触手可及 这才前妻 自己猜不到十节 眼前的这些宝物 至少都是两星节 这对灵医的震撼 不亚于再次重生一次 他的目光 在两个转值卷轴上徘徊 两者如同日月般璀璨 各自代表着力量与元素的极致 龙血战士转值卷轴 代表着坚不可摧的防御 和强大的生命力 龙血战士 以血为美 以利破万法 生命值的加成 能让他在战场上 如风神般存在 几乎不死的传说 元素使徒转值卷轴 则代表着操控 自然元素的法师力量 高爆发的伤害 足以让任何对手胆汗 贝的法力值增幅 这让他使用技能 再无后顾之忧 而他刚得到的 《遗海战术》的技能书 目前能够击杀最大血量 为二十多亿的生物 这两种职业 无论是得到哪一种 都将让自己在之后的旅途中 顺风顺水 但灵医的目光 并未在他们身上停留太久 这两种职业虽厚 却不是他的最终追求 灵医曾是情报贩子 眼界远超常人 他知道 未来还有更多 更强的特殊职业 等待着他 新手村的转职失恋 可能就会出现 更强的二星级特殊职业 然而 当圣明诸果映入眼帘 灵医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任何人得到这果实的第一瞬间 就是立马吃下 并且将这个秘密 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这没果实 上一时他听说过几次 甚至有幸在一个拍卖场上 见过一次 拍卖到了二十万年寿命的高价 能够让人拥有三个职业的能力 这是何等的诱惑 三个职业 全能的天才 这果实将使任何人在 忠如于得水 无人能敌 这样灵医 也就不用再纠结于选择 何种职业了 一个战士 一个法师 再来一个牧师 或者顿战士 高宫 高血 高防 高机动 高爆发 高回复 能够成为真正的六边形战士 而且每个职业 灵医都不会选择普通的职业 三种特殊职业 这谁顶得住 但当他的目光落在 无名药丸上时 他的心再次颤抖 这种药丸 能够让人获得别人的天赋 是真正的逆天之物 圣明诸果 这玩意 灵医上一世还见过 但无名药丸 十年来 灵医别说见过了 简直闻所未闻 灵医知道 有让天赋提档的药丸 见过提升天赋效果的果实 但能够获得别人的天赋 天辣啰 你在开玩笑吗 天赋这玩意 人们刚进入这个游戏时 就已经定好了 每个人的天赋 是每个人的根本 甚至决定了 每个人的发展路线 但是现在你跟我说 还能获取他人的天赋 莫不是再开玩笑 要知道 一个天赋可能不是太强 但两个天赋 不是依旧能解释清楚的 而且 灵医本就拥有两个天赋 再获得一个天赋 那真的就是可以横着走路了 灵医的脑海中 瞬间出现了七八个 自己想要的天赋 每一个都足以让她的实力大增 比如即天赋 常常九十九 可以让战力上 首位数上显示的数字 变为九 若是灵医获得这个天赋 她的每一次升级 都会比原先的自己 都强大九倍 又比如即天赋 升华 每当击杀生物时 是自己与其 战力数量级而定 可以将掉落的物品 进行升华 每一个数量即可 升华 十阶 只多二百六十阶 若是灵医获得这个天赋 她击杀怪物 获得级别宝物时 宝物的品级 至多可以升华到级 遇到无名要玩 这样的好宝贝 还在等什么呢 而且 人家简介也都说了 不可遇 且不可求 简介总归是不会骗人的吧 等等 简介 灵医似乎想起了什么 身像 无名要玩对的手 微微一致 悬停在了空中 她扭头看向中间的那枚 黄金钥匙 黄金钥匙 类别 钥匙 品级 级 效果 用来开锁 唯一物品 无法破坏 描述 持有者可通过她解锁特定的锁 获得难以预料的机缘 灵医的眉头微微皱起 收回了自己的手 转而看向那扇黄金大门 她缓步走向那扇黄金门 在距离七半米的地方 停下了脚步 呼 灵医深吸了一口气 伸出右手的食指 她似乎抱着某种期待 颤颤巍巍地探向眼前的黄金大门 戳 黄金般的大门 像纸壶的一般 被灵医的手指轻松戳破 与此同时 大门的属性也显现了出来 逼真的黄金门 类别 收藏品 品级 级 效果 用来欣赏的一幅画 可以使人心情愉悦 只有触碰到 才能看到其属性 描述 简简单单的一幅画 因过于立体 而显得特别逼真 但其本身却极为脆弱 哈 哈哈 哈哈 果然 果然是三连环的隐藏任务 至少是隐藏的三星级唯一物品 灵医左手捂着脸 顿时有些没绷住 略有些癫狂地笑了起来 若是最后一个宝库 不是终点 那就最好了 灵医的笑声越发癫狂 笑着笑着 竟笑出了眼泪 很有可能 拿到三星级顶级唯一性的东西 那种东西 居然会在新手村出现 要知道 一件三星顶级物品 足足是17576档的东西 与此同时 系统的广播出声提示到 时间还剩五秒钟 请玩家尽快选择宝物 时间倒则是为玩家放弃 五 快了 我已经看到了 四 未来 未来在向我招手 三 无敌天赋 无敌战略 无敌开局 二 这一世 我甚至会将宇宙万足 一 灵医里开嘴巴 露出了一抹略显猙獰的笑容 他的右手 一把将那黄金钥匙握在了手中 踩在脚下 第三十五章 弱者鱼狗 不得入内 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灵医再次站在了洞窟里的大门口 他双眼微眯 手中紧握着那把黄金钥匙 他的心跳在胸腔中回响 似乎为自己最后一刻的抉择 而感到胆颤心惊 若是一个普通人 在经历前两次宝库事件之后 肯定会觉得 这是一个连环骗局 如果灵医只是简单的重生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无名药丸 因为即便是重生者 能够对未来的大事 有一定的判断 对各种宝物 有一定的敏感度 但还不足以让他逆天改灭 选择 无名药丸 可以让他利用对未来的了解 合理化地选择想要复制的天赋 将自己的战力提升到极致 但现在 他不仅仅是重生者 还有一个能够让他战力 不断翻十倍的四星级天赋 即使这次的选择并非最佳 即使只是游戏引导员 小林开的一个玩笑 但灵医有充足的容错率 也不会影响他 走向巅峰的道路 三把级钥匙 就赌一个登峰造极 呼 灵医尝呼了一口气 他没有选择去击杀怪物 提升自己的经验 而是缓缓转身 踏入了那闪烁着幽兰光芒的传送阵中 他的身影在光芒中逐渐模糊 直至完全消失 就在这一刻 4396号新手村的上空 再次响起了三道全村通告 新手村东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东极点 新手村东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东极点 定 新手村东极点传送阵 已被玩家归零开通 玩家们可通过支付一年寿命 乘坐传送阵 直接抵达东极点 三声通告 如同沉中木骨 唤醒了还在梦乡中的玩家 也震撼了那些 正在努力提升实力的玩家 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抬头望向天空 眼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惊 归零 我是不是兴趣向有点问题 最近怎么老是梦到他 一个刚刚从睡袋中爬起的玩家 揉着轻松的睡眼 不确定地问道 三个传送阵 被他一人开通 这人不过是发现了什么吗 一个新手此刻手持双笔 眉头紧重 这家伙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个手持常见的战士 看着眼前倒下的 狂暴大白兔 眼中闪烁着一抹金光 与此同时 北极点有着那么一群人 他们正与山岭巨人 奋力缠斗着 为首的一个法师 听着耳畔 传来的系统通告 双目布满血丝 猙獰的吼道 归零 你个小杂种 胆敢与王族抗衡 我路人假释与你不共戴天 新手村的一角 一个面容清纯 但显得有些蓬头垢面的少女 拿着馒头啃的手 呼得一致 此人 正是犹夺夺 他仰起头 往夜空中望去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并没有说些什么 只是有两滴泪珠 自他眼角滑落 天空中挂着一轮明亮的圆月 光辉洒落大地 穿透稀疏的云层 层银色的青纱 星星稀疏地点缀在夜空中 他们的光芒与月光交织 营造出一种幽静而祥和的氛围 无人性漫无目的地在森林中徘徊 失魂落魄地 踏过一地的枯枝半叶 月光偶尔穿透树梢 撒在他苍白的脸上 映照出他眼中的闪烁不定 捅波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无人性的脚步顿了一瞬 他没有说话 没有怒吼 也没有哭泣 仿佛那声音 从未触及他的灵魂 但在这夜色的掩护下 他的眼神中 却透露出了深深的恐惧与后怕 夜色如墨 将他的身影吞噬 只留下一串沉重的脚步声 在寂静的灵间回荡 而再次引起4396号新手村 轩然大波的灵衣 则是静止前往了旅馆 此刻的他已经酒足饭饱了 他躺在旅馆的床上 双手背在脑袋后面 双眼微眯 直勾勾地看向天花板 十年的游戏生涯 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他喜欢在睡前复盘 今日一天的行动 并计划着明日的行动 在战力弱小时 连如何生存 都需要精打细算 谢 呼的 灵衣咧开嘴巴 毫无预兆地笑了起来 今天光顾着 和那无人性玩耍 都没怎么注意练及了 不过问题不大 毕竟那里 是不缺经验的地方 弱者的粉种 吸几点 就算以我的现在的速度 到达那里 都还需要两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 升级倒是足够了 新手村之外的世界 我越发期待了 灵衣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便快速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 洒在了新手村上时 灵衣已经踏上了 前往西方的旅程 她穿过了新手村的长盘森林 来到一片开阔地带时 却发现了异常的一幕 数百名玩家聚集在一条通道前 他们的表情各异 有的愤怒 有的困惑 还有的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他们的叫嚷声此起彼伏 但无意人能够前进半步 卧槽 这里怎么进不去了 昨晚上就进不去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 我还想去 最后一个西几点碰碰运气呢 好像有一道隐形的光幕 在阻挡我们前进 这光幕感觉挺薄 但就是出不去啊 还有这个牌子什么鬼 也太侮辱人了吧 玩家们的抱怨声 疑惑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混乱 灵衣眉头微醋 他记得上一世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挤过人群来到了最前方 试图一探究竟 一个路标牌 正名晃晃地插在通往西方的路上 牌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八个大字 弱者与狗 不得入内 第36章 全足通告 灵衣站在通往西方的道路上 目光如炬 凝视着前方 通道前 确实有一道淡淡的光幕 它透明而难以察觉 却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光幕上似乎有着细微的符纹流动 这些符纹散发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将所有玩家阻隔在外 但与众人不同的是 灵衣可以看到光幕的具体属性 梦魇之墙 类型 结件 品级 级 效果 隔绝强与弱 正与邪的结界 本体战力千万以下的所有生物将禁止进入 进入条件 玩家战力大于999999 描述 只允许强者进入的地方 你有勇气踏足吗 灵衣双眼微眯 看着眼前那道看似无形的光幕 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怒火 在这个时期 4396号新手村战力达到千万的 估计也就零一人 这个进入条件 还不如直接报灵衣的身份证号 来得痛快 虽然灵衣对上一世 4396号新手村的记忆 不是特别清晰了 但绝对没有这个叫梦魇之墙的东西 毫无疑问 她被针对了 有什么无形的存在 暗暗地推动着 她来到这里 就在灵异私存之时 周围的玩家们依旧在叫嚷着 试图找到突破这道光幕的方法 但只要有人朝着通道口走去 就好似撞到了空气墙般 再也无法前进分喉 那歪歪斜斜的标识牌 将众人的尊严无情地击碎 有人用武器 既能对其发动攻击 但仍旧没有一丝效果 好像这道墙 就是一道天嵌 阻挡着人们的脚步 别费劲了 该市的都是了 出不去的 这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只有强者 才能通过这里吗 太欺负人了 我们连新手村都没出 怎么就成弱者了 所以说 我们只有出去 才能变强 但不强就是出不去 这让我想起我当年面试的时候 十几家公司 都嫌弃我没有经验 全都不让我入职 我特没哪来的经验 不会是游戏出了吧 绝对不是 你看那八个大字 就是赤裸裸的嘲讽 这不会是那个 龟灵搞出来的吧 卧槽 有道理啊 好家伙 亏我还有点宠卖他呢 现在 终于看清他了 实锤了 龟灵 害怕我们抢他的机缘 特意封落 狗日的 这咋种不当人子 亏我还辛辛苦苦 帮他完成一次经验任务 这就翻脸不认人了 楼上的 你小子 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众人似乎找到了发泄的点 瞬间转移矛头 从对游戏的吐槽 转变为对灵依的愤闷 虽然他们并没有掌握完全的证据 但他们的极度新的火焰 似乎将仅存的理智烧焦 灵依目光缓缓平静下来 他挤过人群 来到了最前方 他再次淡淡 瞥了眼睫界内 那标着 弱者与狗 不得入内 的路标牌 嗯 写得很对 这群什么都不懂 只是活在自己世界的弱者 似乎和狗 没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是 好狗还能看家护院 多少有点用 而丧失理智的疯狗 除了惹人厌烦之外 并没有其他用场了 但灵依是没有心情 与他们解释的 毕竟人狗殊途 荡 咖 刷 在走出人群之后 灵依将所有能穿的装备 瞬间装备上 山岭之铠 完美地贴合在灵依的身上 反射出耀眼的光泽 仿佛是战神的盔甲 肩不可摧 暗影斗篷随风飘扬 黑色的布料在风中速速作响 斗篷的边缘 随着微风轻轻摆动 散发出一种难以捉摸的气息 在灵依身后 一对无色的翅膀 优雅地起伏摆动 他们仿佛是由最纯净的光合影 编织而成 透明而梦幻 幽魂之牙 这对吉尔士 在灵依的耳垂边 飘起了两缕诡异的幽光 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神秘 灵依又手中的巨剑 宽大而沉重 剑锋抵着地面 闪烁着冷冽的寒意 面对着结界后未知的存在 对他的加成不是特别高 但零一十年的游戏经历 让他不会掉以轻心 是一个危险的事件 众人的天赋 都可能存在克星 低战力打败高战力的例子 数不胜数 除非有一百的把握 不然 对每一个人 对每一次战斗 都不能抱有轻视之心 狮子薄兔 易用全力 死 看到零一那帅气的全副武装 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你 你是 人群中有一战士瞪圆了双眼 呆愣愣地看向零一 此案 巨剑被拖在地面上 冒着火花 零一没管众人的震惊 缓步朝着那空气墙走去 闲庭信不斑的 他穿过了那阻挡众人的空气墙 但就在此刻 众人眼中的零一 似乎进入了一空间 瞬间消失在了眼前 恭喜你开启新手村 唯一副本 梦念绝地 将发起全族通告 是否隐藏姓名 系统提示音 在零一的耳畔响起 声音中带着一丝机械的冷漠 零一看着眼前陌生的景象 双眼微眯 他紧了紧手中的剑 咧开嘴巴回复道 不隐藏 突然 一道 叮 声 在天际响了足足五秒 三道通告 在第8836兆 23亿433批次的人族玩家中响彻 这三声通告 如同一道道惊雷 震撼着每一个玩家的心灵 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抬头望向天空 眼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惊 全族通告 4396新手村玩家 龟零 开启新手村 唯一副本 梦魇决地 奖励 龟零 一键随机 两新装备 奖励 4396新手村 其余玩家 一键随机 一新装备 全族通告 4396新手村玩家 龟零 开启新手村 唯一副本 梦魇决地 奖励 龟零 一键随机 两新装备 奖励 4396新手村 其余玩家 一键随机 一新装备 全族通告 4396号新手村玩家 归零 开启新手村 唯一副本 梦魇绝地 奖励 归零 一剑随机两新装备 奖励 4396号新手村 其余玩家 一剑随机一新装备 第37章 梦魇绝地 全族通告的鱼鹰在众多人族玩家的耳畔回荡 他们脸上写满了震惊与羡慕 这人真牛逼 一人得道 全村升天 确实幸运啊 居然全村人都可以白嫖一剑装备 副本 那个 无尽已学不算副本吗 我都打通关了 都不给我额外奖励 只可惜 新手村之间不能相互进入 不然我肯定把那龟灵抓来 问他开启副本的秘密 那个新手村的人 应该是把龟灵供起来了吧 有人细血地说道 肯定的 必然的 一针见血的 旁边的玩家附和着 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 号新手村 一个站在东极点洞窟门口的黄毛 将右手匕首上的血液挥干 插笔入鞘 他目光平静 转身走入了旁边的传送阵 在黄毛消失的最后一刻 他嘴角微微勾起 这个世界 仿佛不像原先那么无聊了 号奉皇城野外 一个手持巨盾 身高两米的精壮男人 突然出现 哄 威武的巨盾 轰然砸在地上 溅起一片尘土 他双眼微眯 摇摇地看向天空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 灵异的三道全族通告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微微愣了一瞬 继续摇摇地望着天空 并没有其他动作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毫无征兆 他瞬间变得目自欲裂 朝天怒吼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第二个通过 地狱级转职势列的强者 没有全族通告 而一个名不知经传的小人物 开了个狗屁副本 就来个全族通告 不会是把我的通告给顶掉了吧 草泥玛的 归零是吧 你给老子等着 号碧落成 野外 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 撒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 将他那幽蓝色的旗袍 映衬得更加神秘而优雅 他的肌肤 如同最纯净的白雪 透出一种几乎透明的光泽 眉眼如画 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 每一次眨眼 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风情 那笑容中 带着一丝俏皮和自信 仿佛能够融化 世间所有的寒冷 他微微抬头 仰望天际 嘴角挂着一抹甜美的微笑 发出两道道如 山间清泉般悦耳的声音 归零是吗 我等你 希望你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他轻声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挑衅和挑战 法杖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被他瞬间收入背包 而后转身朝着碧落成的方向走去 步伐轻盈而优雅 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了云端 旗袍随风轻轻摆动 勾勒出他那曼妙的身姿 地上 是被火焰和冰锥侵蚀过的大地 一直蔓延了数百米 这处残骸中 七零八落地 躺着不少怪物的尸体 火焰的余境 还在地面上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冰锥的碎片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出耀眼的光辉 好新手村的玩家 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 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机 他们皆是神情一阵 而后爆发出今天的欢呼 归零万岁 归零大佬牛逼 不愧是我们村康爸子 我们4396号新手村 都上了全组广播 太神奇了 一件装备 加了两万战力 牛逼 卧槽 我这流星战锤 属性太刁了 感谢归零爸爸 我这玉须足血 可以加二的移动速度 也太逆天了吧 装备比我原先战力还高 终于能去杀怪了 逆天改命了属于事 新手村一万个人 99的人 都洋溢在获得强力装备的喜悦之中 而在4396号新手村 那道无形大门面前 数百人同样有些欢欣鼓舞 第一次拿到新手装备以外的装备 卧槽与牛逼 归零666 刚才全副武装的那个人 去哪了 我就说 归零这孩子有出息吧 所以说这个空气墙 不是归零搞出来的 那肯定不是啊 人家都免费给咱们发装备了 你还想咋爹 确实 错怪归零大佬了 人家这境界 就是不一般 突然 那个邓元双眼的战士 他的双目中浮现了浓浓的恐惧 大声呼道 全体目光朝我看齐 但众人已经被喜悦包裹 没人注意到他说话 偶尔有几人看向他 也是迅速转移了目光 那个战士咬了咬牙 扯着嗓子吼道 我是大傻别 静 空气仿佛沉寂了一瞬 全体纷纷转头看向他 他双眼微红 喘着粗气大声道 因为关注过归零大佬 所以我对他的相貌和装备还是有一些眼熟的 而刚才全副武装 消失的人 正是归零 众人闻言 全都慌了 因为他们好多人说了归零的一些坏话 而且是当人家便说的 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这道空气墙的对面 便是那梦魇决定 一个战士身体微微发抖 他刚才骂灵仪骂的最大声 现在慌得一批 以灵仪现在的实力和号召力 把他寿命杀成一年不成问题 扑通 因为恐惧 他当场跪了下来 替四横流道 归零大佬 我错了 是我嘴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不要杀我呀 刚才说灵仪坏话的人见状 也是纷纷跪了下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朝着那无人的空气墙 高声啜泣着 而此刻的灵仪可看不见外界的众人 他查看了下 自己的属性 多了一万声望的同时 又多了一件两星级装备 梦言短裤 泪别 裤子 品级 级 效果 战力 移动速度 夜间移动时减少50的声音 提升15的暗属性抗性 描述 由神秘材料制成的短裤 不仅提供了极高的防御力 还能在黑暗中 给予穿戴者额外的保护 灵仪看着这件装备 眼中闪过一丝满意 战力什么的都无所谓 速度加成和抗性百分比加成 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上一世 我可没听说过新手村 还有什么副本 居然还有一万声望 这个奖励 属实有些多了 这在外面的声望商城 至少能买个两星技能了 不过 灵依微微抬头 看了看眼前的景象 轰隆 一声巨雷 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炸响 仿佛是天神的怒吼 震撼着大地上的所有生物 乌云翻滚 遮蔽了阳光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压抑的死亡气息 似乎预示着 即将到来的风暴 与此同时 远处亮起了多双星红的眼睛 透露出恐怖的残忍与暴虐 灵依双眸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嘴角咧开 露出一抹疯狂的笑容 最让我感到兴奋的 还是你们这些大家伙呀 第38章 站立破百万的小怪 灵依站在梦念绝地的入口 眼前的景象 让她的心跳不由加速 这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空间 昏暗的光线下 无数怪物的身影 在远处若隐若现 它们身高都均在三米左右 模样各异 散发着令人心计的黑暗气息 虽说这个游戏里 不是以怪物的体型定强弱的 但眼前的这些怪物 身上散发着诡异的气势 似乎每一个都不容小觑 灵异的目光 在怪物群中扫过 破灭之铜 瞬间发动 怪物们的属性 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 梦魇巨珠 类别 梦魇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一百万 战力 一百万 技能 暗影吐司 喷射具有强烈粘性的蛛丝 缠绕并减缓敌人的 五十移动速度 毒液喷射 喷射剧毒的液体 对敌人造成每秒十万的真实伤害 持续五秒 描述 梦魇系的蜘蛛生物 因为太过弱小 而被种族遗弃 梦魇巨狼 类别 梦魇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二百万 战力 一五零 零零零零 技能 暗影突袭 利用黑暗环境 发射一千道空气弯刃 每道攻击对敌人造成五战力的高额伤害 暗夜嚎叫 发出震慑人心的嚎叫 降低敌人的战斗意志 降低其二十的防御力 描述 梦魇系的魔狼生物 因为太过弱小 而被种族遗弃 梦魇巨蛇 类别 梦魇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五百万 战力 一八零 零零零零 技能 巨蛇缠绕 利用其巨大的身躯和强大的力量 将敌人缠绕 对敌人造成持续十生命值的压迫伤害 最高持续十秒 蛇毒喷射 喷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毒液 并有一百概率 使敌人进入中毒状态 对敌人造成高额的每秒十万真实伤害 持续十秒 暗影前行 利用其与黑暗环境的完美融合 进行隐身 描述 梦魇系的魔蛇生物 因为太过弱小 而被种族遗弃 灵魇眼中的轻挑散去 某种闪过一丝凝重 这些怪物的战力最低 都在百万以上 这在新手村的副本中实属异常 类别为梦魇的怪物 他上辈子听都没听说过 而且 品级为 等级五 战力就破百万的生物 都能成为坐镇一方的大了 描述中 居然用弱小来形容 竟然还被种族遗弃 有没有搞错啊 灵魇双眼微眯 微微低头 紧了紧手中的巨见 毫无疑问 没有搞错 描述的语气十分平淡 并没有阴阳怪气的成分 这些怪物 在其名为梦魇的种族里 应该属于最底层的那种 虽说这些怪物 灵魇也能一击必杀 但这才刚开始啊 鬼知道 这个副本里 还存在着多强的怪物 若是遇到战力几千万的怪物 灵魇可能就要当场隐恨 破 灵魇摇了摇头 自嘲般地笑道 这至始至终 只是个游戏而已 天狐开局 就算现在死了 也只会掉落一个稻草人而已 不至于畏首畏尾 他缓缓抬起头 眸中闪烁着射人的战役 嘴角露出一抹凝笑 现在 战斗开始 战斗一触即发 灵魇手持巨剑 朝着离自己最近的 梦魇魔珠冲过去 梦魇魔珠八只星红的副眼 瞬间看向灵魇 暗影吐司和毒液喷射 被同时发动 幽黑色的蛛丝 和墨黑色的毒液交错纵横 声势浩大的 从四面八方朝灵魇席卷而来 暴之迅捷 灵魇眼神威灵 发动一速技能 在梦魇魔珠的密密麻麻的技能中 寻找着辗转藤魔之地 月 二段月 灵魇自地面 跳跃到大蜘蛛的前肢上 在由其前肢 跳跃至蜘蛛头顶 斩 剧剑划过 梦魇巨珠的天灵盖 一颗暴虐的脑袋 瞬间化为两半 狂暴冲锋 灵魇踩在大蜘蛛的头上 再次奋力一蹬 利用反作用力腾空 而后使用黄暴冲锋改变方位 朝着附近的梦魇巨狼 冲杀过去 咻 咻 咻 数千道黑色空气弯刃 朝着灵魇的面门 狠狠地发射过来 灵魇眼神威宁 在空中 她已经没有位移技能 可以再次改变自己的位置了 不动如山 她将手中的山领巨剑 束在身前 挡住要害 并瞬间用出了不动如山 提升自己的防御力 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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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弯刃与剑身相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与此同时 灵魇改变剑身的角度 利用梦魇巨狼的攻击 来控制自己在空中的行进方向 最终 她分毫不差地 落在了梦魇巨狼硕大的脑袋上 狂狼之怒 一股射人的气势 自灵魇身上发出 巨狼的星红双目 瞬间变得昏暗下来 再次被灵魇一招秒杀 灵魇顾忌重施 再次蹬着巨狼的脑袋 朝着旁边的梦魇巨蛇扑杀过去 杀 梦魇巨蛇同样发现了灵魇的存在 她倾吐着粗壮的蛇性 身躯瞬间直直的力气 她高出了梦魇巨狼半个身位 不让灵魇有到达她脑袋的机会 再然后 她张开血盆大口 发动技能蛇毒喷射 漫天的蛇毒 朝着灵魇猛然冲击 与此同时 梦魇巨蛇 控制如水桶粗细的尾巴 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 朝着灵魇攻击过去 若只有这遮天蔽日的蛇毒 灵魇还可以用巨剑作为盾牌 抵挡大部分伤害 但面对这天上地下的同时攻击 她不得不面对抉择 巨剑是用来防御毒液 还是抵挡蛇尾 啊 居然这么聪明 灵魇面对这两难的境地 只是咧开嘴巴 猙獰地笑了笑 语气之中满是对巨蛇的赞赏 哒哒哒哒哒 漫天的蛇毒 如狂风骤雨般击射而下 瞬间将灵魇击落在地 但巨蛇并没有停下攻击 继续发射着蛇毒 似乎是因为谨慎 又似乎她知道敌人不可小觑 蛇毒将地面砸出大坑 一时间激起尘土飞扬 但是此刻 梦魇巨蛇的星红双眸 已然变得灰暗 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然死亡 哄哄哄 三只梦魇戏怪物 接连倒地的声音传来 因为战斗的整个过程 时间不足十秒 烟尘散去之后 灵魇的嘴角微微勾起 用嘶哑的嗓音缓缓出声 遗海战术 她轻轻一跃 离开地上满是毒液的巨大凹坑 凹坑里 有着一米深度的蛇毒液体 毒液里 密密麻麻的小蚂蚁已然死亡 第三十九章 战力破千万的梦魇巨龙 三道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在灵魇耳畔响起 恭喜击杀梦魇巨猪 获得寿命三十二天 惊艳八千 恭喜击杀梦魇巨狼 获得寿命三十六天 惊艳八千 恭喜击杀梦魇巨蛇 获得寿命四十天 惊艳一万一千 灵魇站在大坑旁 缓缓转过身子 目光冷冽地扫过三只巨兽倒下的身躯 她的脸上没有丝毫喜悦 而是缓缓叹了口气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灵魇身上有着一道道被利刃割开的伤口 血液缓缓流出 蜘蛛和蛇的毒液 在她的身上缓缓地流淌着 模样略微有些惨淡 这些怪物 每一个都是她一击就能击败的生物 但是它们不仅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还拥有很高的智慧 大蜘蛛一察觉到异样 就毫不留情地发射毒液进行攻击 巨狼则是利用灵魇悬空的空挡 发起了致命的偷袭 而巨蛇更是吸取了巨狼死亡的教训 抬高自己的身子的同时 开始两面夹击 最后一波两面夹击 灵魇真是陷入了一瞬的危机感 因为它肯定是要预防蛇尾的攻击的 毕竟若是被巨蛇缠绕住 将会以每秒时的血量进行掉血 那将是最致命的 好在它及时用出了遗海战术 让蚂蚁堆成墙壁 进行防御的同时 清空了梦魇巨蛇的血量 这才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 虽说这场战斗最终还是胜利了 但似乎并没有灵魇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些怪物不可小缺 但是好在 这一战 灵魇也没有用尽全力 刷 灵魇将山岭巨剑瞬间收起 避免手持巨剑降低自己的移速 山岭巨剑有着降低自己一半移速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 已然成了负收益 现在它需要的 仅仅只是高机动性罢了 凭借着灵魇高达1200万的战力 就算不用武器 一击也能打出百万乃至千万的高爆发 轰隆 空中一道闪电划过 将梦魇绝地渲染成一瞬的白昼 瞬即世界便再次瞬间暗淡下来 灵魇眯眯着双眼 摇摇地望着黑暗镜头里 一道高耸的身影暗自感到心惊肉跳 由于距离太远 灵魇没能探查到它的属性 但仍旧能够隐约感受到 怪物身体上的强大气息 只希望你的防御 不超过我的战力上限 亦或者 我能在见你的路上完成升级 在飞战斗状态下 血量和蓝量的恢复速度是每秒一 在回满状态后 灵魇朝着前方继续前进 它踏入了梦魇绝地的更深处 这里的空气似乎更加粘稠 光线也更加昏暗 它首先遭遇了几只梦魇幽魂 这些怪物半透明的身体 在黑暗中飘忽不定 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 梦魇幽魇 类别 梦魇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二百万 战力 180000 技能 引盾 被动 融入阴影之中 物理攻击无效 幽冥哀嚎 发出刺耳的尖叫 对周围食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二式战力的精神伤害 并有五几率 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 持续三秒 灵魂吸取 对周围食范围内的敌人 进行灵魂吸取 造成持续120战力的魔法伤害 持续五秒 描述 梦魇系的幽魂生物 因为太过弱小 而被种族遗弃 面对这免疫物理攻击的怪物 灵仪再次发动 遗海战术 让密密麻麻的蚂蚁 包裹着自己 梦魇幽魂 这技能 都是范围型攻击 在对自己发动攻击的同时 必然会误伤到小蚂蚁 刷 刷 刷 三只怪物 发动攻击的同时 身躯似被风吹散一般 消失在原地 恭喜击杀 梦魇幽魂 获得寿命四十天 经验八千 灵魂回满状态后 继续前进 紧接着她遇到了一群 梦魇实施鬼 他们那腐烂的身体 散发着恶臭 长着锋利的爪牙 灵魂利用暴之训捷 和狂暴冲锋 与之周旋 她的身形 在怪物群中穿梭 动作迅猛而准确 每一次出手 都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将这一群 梦魇实施鬼 蚕食斩杀 不久 灵魇遭遇了一只 梦魇巫妖 她手持鼓掌 召唤着亡灵和诅咒 灵魇在躲避 巫妖的攻击时 利用狂狼之怒 清除了周围的亡灵随从 而后迅速接近乌妖 一击必杀 在一片被诅咒的森林中 灵魇遇到了梦魇树精 它们的根系 深深扎根于土地 枝条如同触手一般四处挥舞 通过破灭之铜 灵魇发现攻击其树干效果不大 而是需要找到 并破坏 镶嵌在树根底部的核心 又是一番牵扯和拉锯战 灵魇付出六十血量的代价 成功破坏了所有 梦魇树精的核心 使它们枯萎倒下 灵魇回满血之后 继续前进 它又在一片荒芜的废墟中 遇到了梦魇守卫 这些守卫 穿着古老的铠甲 手持巨剑 它们的动作虽然缓慢 但每一击都力大无穷 灵魇利用速度优势 不断躲避它们的攻击 同时找到机会 进行反击 在一连串的快速打击后 梦魇守卫的铠甲被击破 灵魇勉强获胜 随着灵魇的不断前进 遇到的怪物越发怪异 技能也是更加稀奇古怪 不幸中的万幸是 但若没有破灭之童 这个极技能 来探查怪物的信息 灵魇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与此同时 灵魇的经验值 也在不断地水涨船高 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八百万 灵魇展杀无数梦魇系怪物 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到刚开始看到的那只 庞然大物身旁 它仰着头 摇摇地看向近在咫尺的怪物 梦魇巨龙 类别 梦魇 品级 级 等级 十级 生命值 1350 0000 战力 1150 0000 技能 哥利亚巨人 被动 体型增大35 战力提升15 龙灵护体 主动 梦魇巨龙的灵片变得更加坚硬 短时间内 大幅增加一百物理和一百魔法防御力 暗影龙西 梦魇巨龙 喷射出一团 含有强烈暗影能量的龙西 对前方二十区 域内的敌人 造成高额 一百五十战力的魔法伤害 并附加短暂的暗影 衰弱效果 降低目标的防御力 龙翼风暴 利用其巨大的翅膀 产生强烈风暴 对周围所有敌人 造成实战力的物理伤害 并使对方战力而定 概率性造成击飞效果 深渊凝视 梦魇巨龙的凝视 能够穿透敌人的灵魂 造成精神攻击 并使对方精神力而定 可对单一目标 造成至多一千战力的巨大伤害 但若对方精神远高于自身 会遭到反噬 描述 梦魇系的龙族生物 因为太过弱小 而被种族遗弃 第四十章 胜利概率 0.078125 灵魇站在梦魇巨龙的阴影之下 仰望着这头庞然大雾 她的身躯仿佛一座移动的山脉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这不仅仅是因为 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体型 更因为 她那几近无解的技能组合 灵魇的心中 不禁生出一丝骇然 这是她重生以来 第一次面对两星级的怪物 但描述中 居然还用着 弱小 二字 两星级的怪物都不要 那你们梦魇系的 强大怪物到底有多强啊 你们知不知道 眼前你们不要的小笨蛋 现在给我带来多大的压迫感啊 梦魇巨龙的每一个技能 都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陷阱 让她无处可逃 龙灵护体的防御效果加成 更是让她的防御力 达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步 生命值和战力 因为哥利亚巨人效果 而大幅提升 这也意味着 灵魇并不能一招秒杀对面 龙翼风暴的 击飞效果 让灵魇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她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高战力 能够抵抗住这股力量 但若是 对方施法速度快 她的疑速 也未必能够 躲避开那覆盖范围 极广的暗影龙溪 最让灵魇感到恐惧的 还是深渊凝视 这一技能的描述 让她感到了一种 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抖 精神攻击技能 至多一千战力加成的伤害 灵魇现在 有个屁的精神防御力啊 而且 她目前没有任何躲避的方法 闭上眼睛 别搞笑了 人家是穿透到灵魂的攻击 这招中了 必死无疑 灵魇的心中 不禁生出了一丝无力感 她知道 自己必须尽快找到破解之法 为什么小怪不多一点啊 再多两场小怪 自己就能升级 战力能够再次翻十倍 什么狗屁 梦魇巨龙 活一手可灭 但现在 她还是她 那个只拥有 一千二百万战力 弱小的那个她 若是 梦魇巨龙 搞个三五千万的战力 凭借灵魇目前的能力 根本无法击杀 那她会非常的释然 直接放弃掉这条命 但现在 真就搞人心态 战力搞得跟我相差不是很多 让我击败你的欲望 无限扩大啊 灵魇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双眸在不断地闪烁 她的大脑在疯狂转动 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破解之法 她开始在心中 模拟战斗的过程 每一个技能的释放 每一次攻击的时机 都在反复推敲 她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失败 几乎必死 你路线的余衔 再除以 有了 灵魇双眼微眯 似乎发现了一条唯一的圣机 那就是 遗海战术 遗海战术 配合着宝石 以群之星 可对 梦魇巨龙 造成1150万的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 是无视护甲和魔抗 真真实实造成的伤害 梦魇巨龙 还会余下200万点的生命值 灵魇战力 还是稍高于巨龙 只要战力 能破其防御 就有机会 将其击杀 梦魇短裤 幽魂时 山岭之星 一共可提供给 灵魇30的暗属性抗性 山岭之铠 可以减少15的物理伤害 加上它 不动如山 对50减伤 可以避免第一波被秒 暗影斗篷 可以让灵魇进行10秒的隐身 让其行动 更有保障 幽魂之牙 攻击时 有5的几率 使其陷入恐惧状态 虽说灵魇 还做不到无限控 只要能攻击到第一下 若是触发5的控制效果 至少有一半概率 将其活活控死 但前提是 灵魇不会被 龙翼风暴 吹飞 与此同时 对面的暗影龙溪 在持续喷射的状态下 没有持续伤害 并且灵魇发动 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对方不使用 深渊凝视的技能 假设灵魇 破对面防御的概率为50 对面击杀 所有蚂蚁的概率是50 灵魇不被 龙翼风暴 吹飞的概率是50 暗影龙溪 没有持续伤害的概率是50 对面不使用 深渊凝视技能的概率为50 保守孤戒 此次战斗中 灵魇获胜的概率为 哪怕拼尽全力 灵魇的胜率都不足0 这若是个可以无限重复的单击游戏 灵魇至少要打一千次才能通关 与之相比 之狼 暗黑之魂 马里奥制造 等游戏都弱爆了 毕竟 他现在只有一次机会 这个特殊副本失败之后 灵魇都不知道 还有没有重来的机会 灵魇仿佛回到了 刚接触游戏的那一刻 他的心中充满了紧张 心脏在胸腔中 猛烈地跳动着 仿佛在位 他即将到来的战斗加油鼓劲 面对着眼前的 梦魇巨龙 灵魇的眼中 闪过一丝决绝 他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准备迎接这场生死较量 灵魇开启 暗影斗篷的隐身效果 发动 暴之迅捷 朝着巨龙猛地冲过去 就在这时 梦魇巨龙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他的身体 开始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似乎是发现了一股 产生了一股强大的风暴 但是好在 这股气息并没有将灵魇吹飞 胜率翻倍 目前胜率灵 龙翼风暴之后 灵魇留了些释放技能的蓝量 而后发动遗海战术 无数的蚂蚁 从他的四周涌出 他们迅速地向梦魇巨龙爬去 形成了一片黑色的海洋 这些蚂蚁 虽然个体弱小 但他们的数量 足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蚂蚁 将是他削弱 梦魇巨龙的关键 叮 梦魇巨龙似乎眼神不错 发现了身前的黑色蚂蚁巢 两秒施法僵直之后 一股猛烈的暗影龙溪 携带着滔天的气势 直奔灵异所在的区域而来 哄 滔天的热浪瞬间 将蚂蚁群吞噬殆尽 胜率再次翻倍 目前胜率灵 并且 灵异利用不动如山 扛住了这波暗影龙溪 没有后续伤害 胜率又一次翻倍 目前胜率灵 十秒时间转瞬即逝 灵异现身的同时 来到了梦魇巨龙的脚前 他抽出背包中 两米长的山岭巨剑 朝着巨龙的脚踝 奋力地劈砍过去 灵异的双眸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咧开嘴巴大笑道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第41章 战力破异 当 山岭巨剑砸在 梦魇巨龙的脚踝之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两者相撞之下 山岭巨剑 被瞬间弹飞 朝着灵异的身后 飞了过去 倒插在了 远处的地面上 刷 天空中一道 闪电划过 将仍在颤抖的剑身 照得透体发亮 奇迹 没有发生 梦魇巨龙的灵片 紧密排列着 从巨龙的脚踝处开始 逐渐向上延伸 每一片都犹如 金星雕琢的盾牌 龙铃反射着闪电的光辉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是那坚不可摧的金刚石 轰隆 空中响起一道惊雷 嘻嘻拉拉地下起了雨 灵一看着巨龙脚踝处的龙铃 和眼前的一点强制伤害 扎了扎嘴 喉咙微动 他的嘴巴有些干涩 强忍着吞咽了一下口水 咕咚 灵一的攻击 没 破 防 连巨龙的防御都没破 更别提及败了 此次战斗 胜率为零 刷 又是一道闪电自空中划过 将梦魇巨龙的身形 再一次照亮 他的脚踝粗壮有力 支撑着他那数百米高的身躯 肌肉线条在鳞片下若隐若现 巨龙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缓缓低下巨大的头颅 他缓缓张开嘴巴 露出锋利的牙齿 星红的双眸 却隐约着透露出一丝细血 与此同时 灵一觉得 自己被一对恐怖的眸子锁定 梦魇西的生物 似乎不明白 杀鸡烟用牛刀这个道理 面对没破自己防的对手 依然使用了 对付单个敌人的强力大招 毫无疑问 梦魇巨龙发动了深渊凝视 一股极致的痛楚 自他灵魂中涌出 灵一的身躯 开始不自觉地震战 面对着 毫无办法的精神攻击 灵一承受着莫大的痛楚 血量急速骤降 突然 在灵一血量降为一的时候 针对灵一的精神攻击 瞬间压火 哄 梦魇巨龙 好似被某种恐怖的存在 瞬间带走了生命 他的笑意还在脸上凝固 但双眸已然暗淡了下来 哄 巨龙像个不会站立的婴儿 毫无预兆地瘫倒在地 恭喜击杀梦魇巨龙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一百万 呼 呼 呼 灵一双手伏袭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雨水和汗水混杂 自他身上滑落下来 他微微缓了缓身 心有余悸地看着眼前 庞然大物的尸体 虽说没有精神防御的手段 但这疼得着实 有些过分了 刚才那是什么 剧情杀 不对吧 但不管怎么说 是我赢了 灵一的嘴角微微勾起 为这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感到庆幸 雨越下越大 从稀稀立立的小雨 逐渐转换为 瓢泼的大雨 自灵一上方的天空中砸下 肆虐且无情 不对 一股剧烈的危机感 再次涌上灵一心头 若这梦魇巨龙是最终 那自己在击败他的那一刻 就应该宣布 自己的副本胜利 并且发放奖励才对 要知道 灵一前面击杀的所有怪物 都是没有爆装备的 因为绝大多数副本 都是在结算时 根据玩家的表现 来进行评级 以及奖励的发放 就算自己最后赢得有些不明不白 最多评级低一点 总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啪啪啪 啪啪啪 奇怪的声音 自四周传来 灵一慌张地四处探查 想找出声音的来源 刷 一阵闪电自空中闪烁着 将昏暗的梦魇 绝地照得如同白昼 梦魇巨龙倒下后的 巨大脚趾上 坐着一个黑袍人 正自顾自地鼓着掌 灵一眼中闪烁着凝重 发动 破灭之铜 朝着黑袍人的方位看去 但就在灵一眨眼的那一瞬间 黑袍人的身影 已从原来的位置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灵一身后缓缓传来一句 略显调侃的声音 你在找我吗 哄 哄 哄 刚才的闪电已然消失 恐怖的炸雷声从四周响起 仿佛要击穿这片天地 灵一后几发凉 木然地转身 而后略显亮呛地倒退了两步 一个持刀的黑袍人 正站在他身前一米的距离 直勾勾地看着他 灵一看不清黑袍人的面容 只觉得眼前是一尊恐怖的存在 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你刚才的说法 有点问题 你赢了 抱歉 并没有 或者说暂时没有 黑袍人的话响彻天际 每个字都如沉中木骨 让灵一有些震聋发聩 灵一微微缓身 整理了下自己的情绪 沉声问道 所以说 你才是最终 是这群梦演戏的头 哗 黑袍人文言摇摇头 微微憋笑 他的嗓音略微有些嘶哑 轻蔑地出声 梦演戏 那是什么垃圾 我只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偶尔出来散散心的普通人而已 哦对了 我是人类 灵一目光微微闪动 瞬间发动 破灭之铜 朝着黑袍人看去 类别 品级 等级 生命值 战力 天赋 技能 描述 正如我刚才说的 我就只是个普通人 仅此而已 灵一瞳孔微缩 愣愣地看向黑袍人 半场说不出话来 黑袍人摊开双手 略有些无奈地道 嘿嘿 你这一刻不停地打量我 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太礼貌啊 灵一眼神中 再次闪现过一丝风锐 沉声问道 你想做什么 黑袍人双手赋于身后 略显轻松地道 老夫想试试年轻人的实力 你若是能伤到 我的半根毫毛 我便会赐予你一桩大纪元 哦对了 在此之前 让你的实力加强一点 也无所谓 严必 黑袍人将手揣进自己的衣兜 从衣袍里抓出来一把蜈蚣 他抬眼看了看灵一 而后低下头 在手里那把蜈蚣里 开始翻着起来 秀 黑袍人找到了一只 个头最小的蜈蚣 随手丢在灵一的身前 而后将其余的蜈蚣 再次揣在了自己的衣兜里 一只拇指盖大小的小蜈蚣 在地上好奇地攀爬着 模样十分可爱 惊艳蜈蚣 类别 昆虫 惊艳怪 幼年 品级 级 等级 432 生命值 1000 战力 1000 技能 惊艳包 被动 惊艳蜈蚣被击杀后 若击杀者不足100级 击杀者则会获得当前等级式的经验值 攀爬 可以在一位空间中攀爬 速度缓慢 卖萌 模样可爱 让人心情愉悦 描述 冰临灭绝的物种 每一只都异常珍惜 不会真有人为了升级来击杀他们吧 啪 灵一一脚踏上去 可爱的 经验蜈蚣化为一团经验值 瞬间被吸收 灵一的等级从7级升至8级 而其战力 已然破译 灵一舔了舔嘴角 显得略微有些意犹未尽 多谢款待 第42章 握手 抱歉 我只要赢 灵一感受着体内蓬勃的爆炸力量 再次看向眼前的黑袍人 除了描述像 其余依旧全部都是问号 他感觉得出来 眼前黑袍人并没有多少恶意 应该是个发大礼包的 倒霉了这么久 总算幸运了一次 但灵一对他所说的大机缘 有些嗤之以鼻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命运给予的馈赠 早就在冥冥之中标好了价格 大机缘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我信你个鬼 能够拿到这时的经验值 已经够赚了 眼前这人满身问号 就是一迷一人 根据破灭之同的效果 眼前这人战力至少 大于自己一千倍 刚才的梦魇巨龙 自己还有灵的胜率 而面对这个黑袍人 自己的胜率 从一开始就是灵 再怎么研究 都打不过 与其在这里被他戏耍 还不如自杀得了 灵一举起自己的右手 就要往自己的脑门拍去 小友且慢 看着灵一的动作 黑袍人顿时慌了 慌张地叫出声 灵一的动作停滞了一瞬 迷茫地朝着黑袍人看去 前辈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 麻烦快点说 我着急去死 黑袍人倾咳两声 略有些尴尬地道 小友 大可不必如此 我的要求 并不是击败我 而是不管用什么方法 对我造成伤害就行 这也是获取大纪元的一个最低要求 灵一摊开双手 显得有些无奈 前辈说笑了 我这低微的战力 哪能对你造成什么伤害呢 今日前辈送我一条珍稀的金燕虫 也算是结了个善缘 小子已然别无所求了 黑袍人文言 再次寻寻善诱道 嗨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会用出全部实力来啊 这样 我把移速和战力 调成跟你一样 并且不会发动攻击 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灵一文言 微微一愣 再次发动破灭之铜 看向黑袍人的属性 类别 品级 等级 生命值 战力 一亿 天赋 技能 描述 传闻中是某个绝密宝库的守护者 并且说话一言九鼎 绝不食言 黑袍人站在雨中 他的姿态懒散 身上的压迫感也缓缓散去 他身上的黑袍 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雨水顺着刨脚低落 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小水坑 尽管他看起来毫无防备 但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从容 却让人不敢轻视 四周的空气 似乎也随着他的放松 而变得轻松起来 原本紧张的气氛逐渐消散 雨水开始变得柔和 不再是瓢泼大雨 而是变成了绵绵细雨 仿佛连天空也因这人的放松 而感到释然 在黑袍人身后半米处 山岭巨剑静静地插在泥土中 剑身在雨中显得格外孤独 剑尖深深扎进地面 剑柄则微微倾斜 雨水顺着剑身滑落 剑风在雨中反射出淡淡的光芒 周围的景物在雨水的洗礼下 变得更加清晰 树叶被雨水冲刷得更加翠绿 远处的山巒 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整个场景就像一幅刚刚完成的水墨画 宁静而又充满了生机 林毅挠了脑脑袋 憨厚地笑了笑 但他的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眼前这个黑袍人 看似全身都是破绽 但实际上毫无破绽 但林毅的战斗意识告诉他自己 此人只能交好 断不可与之为敌 自己一旦发起攻击 那这短暂维持的暧昧好感 可能在瞬间烟消云散 与其要那虚无缥缈的大机缘 还不如努力交好眼前的黑袍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大机缘 前辈此言诧异 哪怕前辈的疑速和战力跟小子一样 您的战斗意识也远非我所能及 我也就不再斑门弄斧了 不然也只是徒增笑柄罢了 林毅向黑袍人走进两步 微微顿了顿 而后伸出自己的右手 爽朗地笑道 相比于打打杀杀 我更想要与前辈结交一番 虽说前辈就算有困扰 也不是我这个等级的人物能够插手的 但若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你一声呼喊 小子必定鼎力相助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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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能跟这等大人物握上手 那也算是攀了高枝 人家指头缝里稍微留出来点东西 就够自己吃得盆满钵满了 以后不说机缘漫天 也比自己一个人苦苦在外打拼的强 人生有许多转折点 有贵人愿意拉你一把 可能让你少走四十年弯路 黑袍人见到身前灵异伸出的右手 略微感到有些疑惑 小友 这是何意啊 灵异微一愣 而后何须一笑道 在我们家乡 握手是一种礼节 表示比较尊重眼前的人 对方同样需要伸出手 两手向握 表示志同道合 黑袍人文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同样何须地笑道 有趣的礼节 言罢 黑袍人同样伸出自己的右手 缓缓握向灵异的右手 乌云 雨滴 龙狮 巨剑 世界仿佛静静了一瞬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 啪 灵异右手用力 将黑袍人伸来的手 猛地打歪到一边 发出清脆的响声 并造成了一点的强制伤害 他成功攻击到黑袍人之后 嘴角糊地裂开 双眸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黑袍人 不好意思 我 赢了 第43章 灵异再胜一局 没错 和大家猜的一样 灵异之前的语言 包括心理活动 都是装出来的 他第一次用破灭之铜 看向黑袍人的时候 通过属性的描述 就知道 眼前这人不简单 甚至 黑袍人能够洞察自己的想法 在上一世 灵异遇到过类似的能力 若是不加以防范 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秘密 暴露给眼前的人 后来灵异 经过了长时间 集中思维的刻意训练 在面对此类敌人时 能够根据当前的场景 来让自己做出 对应的思考判断 而不是胡思乱想 这种技巧叫做 游心 但是后来灵异发现 若是一点都不胡思乱想 更加可疑 于是乎 进阶版的 游心出现了 灵异的脑海里 需要进行针对当前场景 合理化地进行一些胡思乱想 来支撑起他的语言和行动 这样 敌人才会搞不清他 真正的想法 不相信大机缘的存在 骂黑袍人 遭老头子 打算自尽 想要握手 想与贵人结交 这些 都只不过是灵异脑海中 营造出来的假象而已 灵异的目标 就是那所谓的大机缘 黑袍人随手都能掏出 一堆珍惜无比的惊艳虫 那他口中的大机缘 必然不简单 当然了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对面极有可能恼羞成怒 一巴掌拍死灵异 但那又如何 损失一个免死稻草人罢了 路走窄了 抱歉 不差你这条路 黑袍人看着自己被打歪的手 愣住了 他微微抬眼 疑惑地 看向满是笑意的灵异 嘶哑的嗓音中 夹带着冰冷 好小子 好胆 你 不怕死吗 灵异撩开嘴巴 微眯着双眼 嘴角挂着一抹微妙的笑意 前辈 此言何意啊 小子使出了浑身解数 才完成了您布置的艰巨任务 您却这样说 属实是让我有些寒心了 黑袍人双目死死地盯着灵异 散发出恐怖的气势 再次出声道 我劝你好自为之 这样偷袭老人家 难道不是圣之不无 轰隆 空中响起一道惊雷 雨水再次疯狂地肆虐起来 与此同时 起风了 四周的花花草草 皆是被吹弯了腰 似乎在下一瞬 就要被连根拔起 狂风席卷着暴雨 朝着灵异的身子砸来 感受着四周的压迫感 以及习向自己的恐怖杀意 勉强稳住了身形 他脸上的笑意散去 脸上浮现一抹弹幕 胜之不武 啊 我们又不是再过家家 当你制定规则后 我们就已经在战斗了 战斗可能有很多弯弯绕绕 但最终只会衍生出两种身份 败者亦或者胜者 大机缘 啊 时的经验 也勉强算得上大机缘了 我也不想飞那么多口舌 一巴掌宰了我吧 正好让我看看 你的力气有多大 灵依说完 在黑袍人恐怖的气势中 缓缓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似乎是想要让对面 以其人之道 还之彼身 来报刚才的一件之仇 黑袍人看着 在自己恐怖气势压迫下 灵依微颤抖的右手 呼得一笑 聪明的小子 刷 哇 黑袍人周身的恐怖气息 瞬间消灭 花花草草在最后一瞬 成功挺住 避免被连根拔起的残忍结局 与世渐弱 细雨温柔地抚慰着大地 黑袍人伸出右手 与灵依的右手相握 上下摇动了下 他们似乎已然忘却了 刚才的不愉快 在这一瞬 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两个人 灵依咧开嘴巴 毫不避讳地出声笑道 我又赢了 没错 正和大家猜的一样 灵依和黑袍人之间 再次进行了数番博弈 在灵依对黑袍人造成伤害后 黑袍人觉得 之前灵依口口声声说的尊重 都是放屁 表示非常愤怒 灵依却说 是为了完成对方布置的任务 不得已而为之 殊途同归 权力以赴 不也正是对黑袍人实力的尊重吗 黑袍人再次出声表示 灵依用的是歪门邪道 并非君子所为 灵依却表示 战斗只要开始了 那就 不分正邪 只分胜败 与此同时 灵依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表面上一心求死 但实际上 却是给黑袍人一个台阶下 若黑袍人101所言 一巴掌将其抹杀 那就是以大欺小 是真正的胜之不武 并且战斗已经结束了 黑袍人在动手 便是承认自己并非君子 会与之前他说的话 完全相伴 对这等强者来说 面子比一场小小的胜负 更加重要 就算他能够轻松杀了灵依 也会比吃屎更加难受 所以黑袍人 只能接受灵依的再次示好 握手言和 在这场心里的博弈战中 灵异完胜 同样的 黑袍人这次没再反驳 点了点头 是啊 你赢了 大机缘 是你的了 不过 我还有几个问题 想问下你 灵异点点头 略显轻松地出声道 前辈 您说 黑袍人点点头 在灵异身前夺不起来 缓缓出声 第一 你觉得改变过去 是可行的吗 第二 你觉得改变未来 是可行的吗 第三 若是有奇迹发生 你还会坚持 原来的看法吗 面对黑袍人的三个问题 灵异瞳孔微缩 她撤回看向黑袍人的目光 强忍住自己 胡思乱想的念头 微微拱手道 第一个问题 改变过去 当然不可行 过去时间线上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变成了既定事实 既定事实 不可改变 也就是说 改变过去 不可行 灵异顿了顿 再次出声说道 第二个问题 改变未来 当然可行 在未来时间线上 还没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因各种因素 改变其原先的发生轨迹 没有发生的事 当然可以改变 也就是说 改变未来 可行 灵异眉头微微皱起 思考了一瞬 再次出声说道 若是有奇迹发生 我依旧会坚持 原来的看法 毕竟 奇迹只能说是 各种机缘巧合 堆积而成的一个点 这个点 不能改变过去的时间线 亦不能 一直稳住 未来事态的发展轨迹 灵异想起了刚才 自己击杀 梦魇巨龙 前的胜率计算 呼得一笑 奇迹 说好听点叫奇迹 说难听点 仅仅只是巧合罢了 第44章 奇迹发生了 听着灵异的话语 黑袍人沉默了片刻 最终只是微微汗手 没有多说什么 他转过身 做事要走 雨水顺着 他的黑袍滑落 仿佛连天空 也在为即将离去的神秘存在 默默送行 然后呢 我回答了三个问题 你不该送我三样宝物吗 三星级的装备 三星级的特殊职业 亦或者是 三星级的强力技能 级的金燕虫 来上几十条 也不是不行 而且 你作为一个合格的 应该懂得自己 开口了吧 但现在 你转身是个意思 雨 稀稀利利地打在灵异的脸上 冷冷的雨滴 与他额头上的汗水交织 模糊了他的视线 灵异健壮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慌张 急忙出声道 前辈 您这是要走了吗 黑袍人再次点了点头 声音平静 我只是来看一看这些的年轻人 现在看来 确实不错 灵异的眼中 闪过一丝惊芒 再次追问道 前辈 我叫龟灵 您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什么 黑袍人脸上 闪过一瞬的迷茫 而后恍然大悟道 哦 差点忘了 灵异笑着点了点头 您可算记起来了 把药给我的大纪元给忘了 可真不行 黑袍人站在雨中 沉默了一会儿 而后呼地笑道 差点忘了自我介绍 不过 他顿了顿 手指朝天空指了指 继续说道 我的名字可不能说 会被某种存在检测到 正如你看到的描述上所说 我只不过 是一个绝密宝库的守护者 至于说 我的主人 他的声音顿了顿 似乎在回忆 我主人叫啥来着 时间长了有些忘了 叫龟灵的年轻人 再见了哈 黑袍人 朝灵异挥了挥手 坐视欲走 灵异猛了 能不能别给自己加息了呀 谁他妈在问你主人 他妈的 劳资斗智斗勇获得的大纪元 你就要这样一声不吭地带走了 灵异站在原地 再次慌张地伸出手 终于将重点问出口 机缘 大机缘在哪 黑袍人缓缓咧开嘴巴 微不可查地看了灵异一眼 声线中带着些许微妙 大机缘 大机缘不是已经在你身上了吗 灵异闻言 瞳孔猛的一阵 他看着黑袍人若隐若现的身子 一股强烈的直觉 驱使他猛的一惊 朝着黑袍人扑抓过去 等一下 但一切已经太迟 黑袍人的身影 如同幻影般 消散在雨幕之中 灵异抓了个空 也并不是完全抓空 他的手 抓到了原先倒叉在地的山岭巨剑 就在这一瞬之间 画面瞬间倒放般地后退 雨水不再滴落 而是逆着轨迹 如同倒带的画面 被天空重新吸纳 一切声响 都似乎被暂时抹去 只留下灵异的呼吸声 在这片静谧中显得格外清晰 周围的花花草草 刚才还因战斗的冲击而摇摆不定 此刻却随着时间的倒流 缓缓恢复了他们原本的平静姿态 黑袍人的身影 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显现 他的动作迅捷而神秘 一跃而上 落在梦魇巨龙的脚趾上 仿佛在审视着即将发生的奇迹 然而 他的存在 似乎与这个世界的时间线并不同步 他又在巨龙脚趾上瞬间消失 只留下一丝难以捉摸的气息 梦魇巨龙 那原本倒下的庞大身躯 随着时间的倒流 再次站立起来 他的眼中 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火焰 身躯重新变得肩不可摧 仿佛从未遭受过任何打击 灵依 站在巨龙的脚踝处 保持着灰剑的姿态 他的脸上 还带着一股决绝与癫狂 山岭巨剑 那柄 在激烈战斗中 被弹飞的武器 随着时间的逆流 再次倒飞 灵依的再次挥舞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灵依的心跳 在胸腔中回响 与周围环境的逆流 形成鲜明对比 画面瞬间改变 灵依的思绪还在流转 却不知他已然回到了 拿起巨剑披像 梦魇巨龙的那一刻 与此同时 灵依的双眸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裂开嘴巴 不由自主地大笑道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刷 灵依的剑划过空间 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和力量 剑锋所及之处 空气似乎都被撕裂 发出尖锐的笑声 剑锋落下 巨龙那庞大的身躯 在瞬间被分割 如同一座山巒被劈开 震撼人心 灵依几乎可以听到 剑锋切入巨龙身躯时 那清脆的裂泊之声 梦魇巨龙的身躯 在这一刻失去了生命力 如同断线的风筝 轰然倒地 一剑 八千万的伤害 这个数字在灵依的心中回响 看着他的灵魂 这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场面 刚回过神来的他 显得有些猛 一剑 便将梦魇巨龙的身躯 自脚怀处 劈成两劫 一瞬间 尘土飞扬 尘土被巨龙倒下的冲击力掀起 形成了一片灰蒙蒙的雾隘 遮蔽了视线 灵异手持巨剑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他站在原地 感受着手中的 剑柄传来的震动 感受着自己胸膛中 狂跳的心脏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怀疑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 在他的面前 只有一小节 依旧处立在身前的巨龙脚踝 正刷刷地往下流着血 梦魇绝地的黑暗散去 世界仿佛重新焕发生机 随着梦魇巨龙的倒下 四周的景象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阴森的森林变得明亮起来 天空放晴 阳光洒落 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鸟语花香 春暖花开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那么真实 灵依看着眼前处立的巨龙脚踝 又看了看手上沾满龙血的巨简 声线颤抖地喃喃自语道 奇迹发生了 第四十五章 ZZZ集任务 抉择 恭喜击杀梦魇巨龙 获得寿命三分钟 惊艳灵 恭喜玩家归零通关级副本梦魇绝地 用十九小时评级结算中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神秘宝箱 十秒钟之后 副本会将玩家强制踢出 请窒息 十九 灵异听着系统的倒计时 又看了看眼前地上的宝箱 微微晃了恍神 上辈子宝库的看守者 居然在这一时找到我 真是恐怖啊 估计这次是爱评判我 有没有能力 拥有这个四星级天赋 这么强的人 居然是别人的手下 只能说人外有人啊 不管怎么说 应该是通过考验了 不过 这逆转时空的能力 着实是让我有些震撼了 灵异说完 再次自嘲般地笑了笑 我都能重生到十年前的现在 还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开箱 让我来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大宝贝 开启 随着灵异话音落下 他眼前 神秘宝箱一阵晃动 咻 一道紫光突破天际 一把紫色的钥匙 浮在了灵异身前 恭喜获得紫禁钥匙 紫禁钥匙 类别 钥匙 品集 集 效果 用来开锁 唯一物品 无法破坏 描述 持有者 可通过他解锁特定的锁 获得难以预料的机缘 又是这种钥匙 加上这把 灵异 总共有四把钥匙了 这次奖励 充斥着违和质感 两星级的宝箱 一般最多 只能开出宝箱品级的物品 开出超越宝箱 一两个品级别的物品 都可以烧香拜扶了 而现在 集的神秘宝箱 竟然开出了级别的钥匙 好像是有什么不知名的存在 特意将这把钥匙 推到了自己面前 哇 灵异一把将 紫禁钥匙握在手中 嘴角缓缓咧开 仰天邪笑道 至少 至少 隐藏三星顶级唯一性物品 从未有过 如此美妙的开局 与此同时 副本的十秒倒计时 已然到来 灵异的身子 化为点点星光 缓缓消散 刷 在下一个瞬间 灵异出 陷在了一个洞窟前 这样类似的洞窟 他这一世 近过三个 正是东 南 北的三个 几点所在的位置 而眼前这个洞窟 正是新手村 最后一个几点 西几点 洞窟前 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怪物 只有风声微微作响 灵异微眯着双眼 左右看了看 而后看向眼前 空旷的洞口 喃喃自语道 嗯 目的地就是西几点吗 在上一世 这里的宝库 没有任何东西 现在 倒是值得一探 他耸了耸肩膀 踏入其中 踏 踏 洞窟尽头 灵异站在了一扇大门前 门上留意的金光 如同夜空中的星辰 闪烁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门头正上方 八个字母 以一种未知的金属铸铸铸 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在大门的右侧 安静地 躺着一座神秘的传送阵 和前三次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呼 灵异深呼了一口气 再次说出 那道暗语 亲爱的游戏 引导员小林大人 请让我看看 你的大宝贝 秀 下一个瞬间 灵异被一股神秘力量 吸入门中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股神秘力量之中 充斥着浓稠的温润 抚慰着灵异的身子 他此前战斗 所受的伤害与疲惫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 灵异站在 感受着自己蓬勃的精神 略感疑惑之时 一道声音在他耳畔响起 叮 欢迎来到 新手村的宝库 吸 没错 这里没有提到 之前的五分钟时间限制 但灵异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 任何宝物存在的痕迹 仅仅只有一条 往前方延伸的小道 墙壁左右 每隔一段距离 便镶嵌着一颗夜明珠 烘托出一股神秘的气息 这倒是有点探险的味道了 灵异抱着一丝好奇 缓步向前 他 他 脚步声 在空旷的宝库中回响 灵异在两排夜明珠的映照下 分解出 无数隐约的人影 他的心 随着自己的脚步声 在胸腔里 激烈地跳动着 四把级的钥匙 若是能够在这里 得到合理的使用 灵异 甚至都不敢想象 机缘的级别 但他心中 有着一种莫名的预感 真正的挑战 要来列 动 动 动 踏 灵异压 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走到了冬极点宝库的末端 他站在一面墙壁面前 眉头紧皱 所以说这个宝库 什么也没有 我白激动了 那几把钥匙 也是系统骗局之一 虽说有些不甘心 虽说错过了宝库 其他一些好东西 我现在的心情 灵异看着眼前的墙壁 顿了顿 破口大骂道 差到了极点 傻逼游戏 狗都不管 把我当狗一样 耍事吧 来几把最高级钥匙 来勾引我上钩 最后再给我当头一棒 真像傻逼游戏的画风啊 跟咸鱼之王都差远了 还有你 游戏引导员 小灵 若是能够见到你 我必然捶抱你的狗头 突然 就在灵异 愤然叫骂的时候 空旷的墙壁 发出了声音 定 口令正确 瞳孔 血液 神魂 天赋扫描中 身份核实中 定 身份核实成功 程序启动中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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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加载中 补丁更新中 奖励准备中 刷 突然 一阵轻柔的风拂过 伴随着风声 似乎还有细微的铃铛声响 一道光影 在灵异的面前 缓缓凝聚成形 那是一个 模样可爱的精灵 拥有着尖尖的耳朵 仿佛是自然界 最精致的艺术品 它背后那一双 透明般的翅膀 轻轻扇动着 仿佛是空气中 最轻盈的羽毛 每一次拍动 都带着梦幻般的色彩 双眼中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星辰大海 让人一看便沉醉其中 它的模样可爱至极 每一个微笑 都似乎能融化最坚硬的心 面对着灵依 小精灵笑意盈盈 它的声音清脆悦耳 如同山间清泉般流淌 尊敬的冒险者您好 我叫小灵 这是我沉睡前留下的一段影像 我有个任务 想要交付与您 不知您是否接受呢 灵依双眸直勾勾地 看向眼前的小精灵 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突然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他耳畔响起 恭喜您触发及任务 抉择 完成任务 将无任何奖励 请问是否接受 第46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口令 我刚刚仅仅只是在骂吉尔雅 特娘的 这游戏真会搞人心态 灵依听着耳畔的声音 心中翻起惊涛骇浪的同时 猛猛地点了点头 接接受 级别的任务 算是最高级别的任务了 灵依上一世 连吉的任务都没接过 更别说三星吉任务了 完成这个任务 没有任何奖励 狗都不信好吧 眼前的这个小精灵的声音 和游戏引导员小灵的声音 非常相似 但灵依却来不及管这么多了 哪里还敢去捶人家的头啊 简直想把他当祖宗供起来 那附在空中的小灵 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灵依 在灵依点头之后 他继续出声道 西西 冒险者您好 这个任务 其实只是虚晃一枪 我还有两个任务 需要您进行选择 刷 刷 小灵手上齐齐地向上拖着 左手拖着一个纯白色的光球 右手拖着一个纯黑色的暗球 他则是再次笑嘻嘻地出声道 任务一 唾手可得的强者之路 若是选择了光球 将会直接获得 五件成长型三星装备 任务二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若选择了暗球 在完成任务后 将会得到一件残缺的四星装备 触摸哪个光球 就会触发相对应的任务 冒险者 请做出选择吧 灵一站在宝库的尽头 面对着小灵的提议 他心中的天平 在光与暗之间摇摆不定 双眸中映出了光球的璀璨 和暗球的深邃 每一个选择 都似乎预示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呼 灵一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 这个选择将会影响 他的整个游戏生涯 他回忆起上一世的种种经历 那些奋斗 那些失败 那些不甘 他曾梦想着站在巅峰 俯瞰众生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灵一钻研的各种操作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显得是多么的可笑 别人升一级 或是获得一件不错的装备 战力都能碾压他十条件 而今 重生带来的不仅是机会 还有选择的权利 但面对这两个选择 似乎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都知道怎么选 剑成掌型三星装备 先说灵一的 星辰三角链 一件二星顶级装备 给灵一的战力增幅就高达20 而三星装备 可能直接就让灵一战力翻倍 成掌型装备 则更为珍贵 随着使用者战力的提升 还能变得更强 别说五件了 就算是一件成掌型三星装备 性价比都比第二个任务高 剑装备 可能直接让灵一的战力翻个十倍 而任务二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说四星装备灵一闻所未闻 但他还是冷静下来开始分析 听这任务名 就知道 这任务很难完成 万一失败 就什么都没了 就算完成任务了 成掌型三星装备 就一定比残缺的四星装备弱吗 先不说弱不弱的问题 残缺的 能用吗 灵一有着四星级天赋 每升一级 战力翻十倍 他只要不停地升级 那便未来可期 以后未必不能搞到四星级装备 而他最担心的 就是在前期夭折 没有后续发展的机会 所以说 无论怎么算 光球的性价比都要更高 他 他 灵一轻一脚步 走到了那悬浮着的小灵面前 冒险者 请做出选择吧 小灵脸上 依旧是银银的笑意 他的声音清脆 而空灵 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旋律 引导着灵一做出决定 灵一 微笑着点头 他伸出自己的右手 朝着小灵 左手上的光球 缓缓伸去 我要选择的是 就在灵一的手 即将触碰到光球的那一瞬间 他的嘴角缓缓裂开 吸 骗你的 刷 他的右手在光球上方停滞了一瞬 而后朝着暗球迅猛地横抓过去 灵一的手指触碰到暗球的瞬间 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 暗球化为一缕飞烟 而后消散不见 与此同时 他的耳畔传来一道声音 恭喜您接受任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任务进度条可随时调出 目前进度零 级别的任务 灵一瞳孔微缩 暗暗心惊 越来越夸张了好吧 至于说灵一为何当场变卦 那是因为 就算五件成长型三星装备 能给他带来十倍战力的提升 对他来说 跟生意级没什么区别 我是臭药饭的 缺你这一级的经验 而给灵一带来抉择勇气的 还是他的四星级天赋 灵的魅力 灵 太有魅力了 四星级天赋如此牛逼 想必装备也差不到哪去 就算有些残缺 也无所谓的好吧 不能用 也无所谓 灵一要的不仅仅是四星级 更是想要那种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过程 才怪 抉择 是一个极别的任务 灵一一点都不敢小看 他太了解这个游戏了 按照这个游戏的尿性 第一时间能够做出的抉择 那你可就得再好好考虑下了 但游戏 总归还会给出一些提示信息 就比如 完成 抉择 任务 无任何奖励 在进入到这个任务之后 灵一面前只有两种抉择 唾手可得的强者之路 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若是选择前者 那就等于直接获得了奖励 这与抉择的任务说明相悖 选择后者 则是需要再次完成一次任务 才能获得奖励 说明后者是唯一且正确的答案 灵一嘴角挂着微妙的笑意 遥遥地看向浮在空中的小灵 以你的能力 应该能够预测到现在的结果吧 我也不想问那么多 就告诉我 选择光球的下场吧 小灵程序化的笑容散去 小巧的右手比了一个 八 自对准灵一 脸上露出了一抹人性化的脚狭 人家都说了 那个任务 只是虚晃一枪 若是你选择了光球 那就 小灵小手微动 调皮般地隔空放了一枪 你会死得很惨哦 神魂俱灭的那种 第47章 你真的很弱爱 灵一的身子 呼得一颤 有一种异样的直觉 告诉他 小灵所说的神魂俱灭 并不只是损坏一个稻草人 他稍稍振奋了下精神 再次开口问道 我该怎样完成任务 或者说 我该怎样离开这里 小灵人性化地笑了笑 两只小小的手臂微弯 只向自己的脑袋 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 当然是 捶抱我的头了 灵一微眯着双眼 谨慎地看向那空中悬浮的小精灵 似乎在对他语言的真实性 进行判断 见他的神态动作 没有丝毫变化 灵一微微有些暗怒 刷 他二话不说 握起右拳 朝着小灵的一拳捶下去 但小灵的身躯 仿佛是虚化般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依旧摆着原先的姿势 笑意盈盈地看向灵一 都说这是一段影像了 所以 你打不到我的 略略略 灵一双眸之中是淡淡的平静 一言不发 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小灵 切 真无聊 小灵堵起了嘴巴 显得有些气鼓鼓 还想慢着 时间快到了 通道在我身后 灵你可一定要加油啊 小灵的脸色转变了几次 而后握紧右拳 给面前的灵一加油打气 下一刻 他的身形缓缓消散 而灵一面前的那面墙壁 也已然消失 变成了一扇大门 一扇青铜大门 一如灵一在新手村南极点宝库 遇到的那扇门 咻 灵一背包中的青铜钥匙 如一道光斑 瞬间飞出 朝着青铜大门猛冲而去 咔 钥匙插入大门的锁心 青铜大门应声而开 知呀 灵一看着大开的青铜门 不再犹豫 快步走了进去 在其进门之后 青铜大门和那青铜钥匙 瞬间一同消散在空气中 仿佛刚才的那道门 只不过是一个传送阵把了 他 他 灵一身后是后石的墙壁 四周是一个封闭的洞窟 他在原地微微站定 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 欢迎来到集副本 地狱集转直试炼 击杀所有怪物 即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灵一忽略了几道系统提示音 他的目光迅速适应了昏暗的环境 眼前的场景让他的心跳不由加速 一只身长超过五米 全身雪白的猛虎 他尾巴左右打着摆 正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他的眼睛半壁 似乎并未注意到灵一的到来 然而 那头顶上的王子却散发着一股不可一世的霸气 让人不敢小觑 修罗白虎 类别 猛兽 品级 级 等级 十级 生命值 八千万 战力 八百万 技能 王者咆哮 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 对周围所有敌人造成十战力的巨额声波伤害 同时降低其时攻击力和移动速度 效果持续五秒 白虎冲撞 以迅雷部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向敌人 造成150战力的高额物理伤害 并有20几率使敌人陷入眩晕状态 效果持续两秒 神威领域 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域 领域内的敌人将受到每秒五万的真实伤害 修罗之怒 当生命值降低至十时进入狂暴状态 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大幅提升一百 同时免疫所有控制效果 效果持续至战斗结束 描述 修罗白虎是地狱级试炼之地的终极守护者 他的存在象征着力量与毁灭 在生命值降至临界点时 他将释放出真正的力量 展现出修罗般的恐怖 这里 这是竟然是 新手村的转值试炼之地 灵异惊讶出生 脸上满满的都是震撼 他居然在八级 就来到了转值试炼的地方 作为新手村最高级别的转值试炼之地 上一世 他也来一次 还没接触到修罗白虎的利爪 就被他的王者咆哮击杀 完全是压倒性的力量 让常人无法反抗的力量 这也真正让灵异认清了现实 凭他当时五十万的战力 以及无法提升的等级 通过地狱级转值试炼的概率为 灵异左手托着右手 右手托着腮 眉头紧皱地思索到 所以说我八级就来到了转值试炼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 修罗白虎似乎感受到了生人的气息 他的眼睛猛地睁开 两道寒光直射灵异 这是 还是机智 修罗白虎缓缓站起身来 身体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为之凝固 唉 我还以为那青铜大门后面是什么来着 害我白激动 灵异叹了口气 左右摇了摇脑袋 表示非常受伤 好 修罗白虎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 他的声音如同雷霆在洞窟中回荡 洞窟内的岩石在咆哮声中纷纷落下 大地在颤抖 似乎连时间都在这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变得缓慢 难道是系统的修复机智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要是 要带我去机缘之地 但是我没转值 所以让我先转值 灵异右手挠了脑脑袋 思考着自己的大机缘 修罗白虎的眼中闪烁着凶猛的光芒 他的四肢紧绷 肌肉在颤抖中叙事待发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也不对啊 我应该先做那个四星级任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才对 刷 修罗白虎四肢猛登地面 朝着灵异逊猛地冲撞了过去 伸 灵异伸出右手 抵在了修罗白虎头前 让其迅疾的攻击猛的一致 可是 让我来这里 做什么呢 他右手抓住白虎头上的 王 字 左手还在摸着自己的下巴 依旧在喃喃自语道 这个转直试炼 总不可能是那个任务吧 灵异微微侧目 看向眼前脸色惊恐万分的 修罗白虎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的眉毛微微挑起 右手猛地向下一砸 哄 一道恐怖的声响 在狭小的洞窟内回响 煞时间烟尘四起 洞窟中显得有些地动山摇 灵异透过弥漫的烟尘 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大坑 淡淡出声道 毕竟 你真的很弱 第四十八章 修罗职业 狗都不要 恭喜击杀修罗白虎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一百 恭喜玩家 归零通关级副本 地狱级转直试炼 用十一分钟 评级结算中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级 获得奖励 修罗刀 修罗职业转直卷轴 十秒钟之后 副本会将玩家强制踢出 请窒息 由于本该十级 才能进入的试炼副本 讲道理不会有任何经验 但系统居然还给了一百经验 他真的 我哭死 灵一看 像手中的长刀 咧嘴一笑 修罗刀 类别 长刀 品级 效果 战力 攻击速度次 攻击时 可触发修罗一刀 修罗一刀 被动 玩家在使用普通攻击 击杀怪物时 若是一击击杀 可叠加一个有效层数 最高叠加9999层 30秒内 没有一击击杀怪物 或使用一刀修罗后 则曾竖清零 一刀修罗 主动 高举修罗刀 释放一道强大的刀器 对10到50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造成真实伤害 范围取决于修罗一刀的层数 伤害总战力修罗一刀的层数 灵一轻轻抚摸着刀身 感受着刀刃上传来的丝丝寒意 这把刀 不仅攻击力惊人 居然附带了两个顶级技能 关键 都还很契合他 修罗一刀 需要本身高战力才能叠加 而灵一的战力 则是一亿两千万 试问在新手村里 哪个怪物的血量 能够超过一亿 而一刀修罗 则更是逆天 消耗修罗一刀的层数之后 居然能无视护甲和磨炕 直接造成真实伤害 而自己现在 能够造成的伤害破千亿 这把刀 绝对是他目前最需要的装备之一 修罗刀啊 真是怀念 灵一轻笑着摇了摇头 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东西 但紧接着 他的目光转向了手中的 修罗职业转制卷轴 这个卷轴散发着神秘的光芒 似乎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力量 修罗职业转制卷轴 类别 转制卷轴 品级 效果 使用后可转制为修罗 获得修罗之力 描述 修罗之力觉醒 将取消蓝条 大幅提升自身的100的攻击力 和50的防御力 每次攻击 有20几率触发修罗之怒 对目标造成额外的100战力伤害 并恢复自身武的生命值 使用修罗系武器时 武器效果翻倍 每升10级 便会获得一个修罗系专属技能 修罗式杀伐的象征 会排除一击 使用此转制卷轴后 不可以任何方式 获得其余任何职业 啊 果然还是这个 01将转制卷轴放进背包里 丝毫没有转制的想法 这玩意的效果 上一世可是坑了不少高手 修罗职业给予的属性不可谓不强 但这只是相对而言 能够通关地狱级转制试炼的人 一个新手村 平均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这两三个人 就代表了人类的尖端人才 而这其中的大多数人 都选择学习了 成为了修罗职业 但却忽略了他的副作用 不可以任何方式 获得其余任何职业 游戏中后期 人们会遇到更强的职业 但是 那批曾经的尖端高手 再也无法抹出身上的 修罗印记 无法转职其他职业 当然了 修罗职业也是可以进阶的 但是 修罗职业进阶的要求 需要击杀其他修罗职业者 来吸收他人身上的修罗之力 根据每个人的选择 可以转职为 战修罗 魔修罗 封号修罗等等 被吸取修罗之力的人 则会成为无职业 且无法获得职业的废人 转职后的 修罗虽说也不弱 但现在已经无法满足灵异的野心了 的广袤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若是只局限于新手村副本 给予的所谓的最强大职业 那不好意思 你中招了 未不先知的灵一 当然不会中招 这个转职卷轴 是这个游戏 给所有人组高手上的第一课 则则则 真不知前世的那些高手 又会有多少人中招 灵一似乎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 摇头轻笑了下 但随即 他眉头轻皱 这应该都十秒了 我怎么还没退出副本 似乎是响应他的问题 灵一耳畔再次传来两道冰冷的提示音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阶段任务失败 目前进度灵 十秒后将退出副本 请玩家知悉 灵一瞳孔微缩 听着耳畔的声音 微微一愣 是失败 不是我不是在打转职试炼吗 这也算那个四星级任务的一部分 关键任务竟然还失败了 怎么失败的 我这击杀的还不够快 评价还不够高 总不能是因为我自言自语才失败的吧 这关的要求 莫非不是击杀 灵一左右晃了晃脑袋 思绪显得有些混乱 她感觉到 身子的掌控力慢慢变得薄弱 这是要被踢出副本的前兆 灵一微微眯起双眸 脸色夹带着一丝阴沉 但她始终想不出失败的原因 她可以接受输 但不能输得不明不白 就在灵一被即将踢出副本的那一刻 突然 一道白银大门 突兀地出现在了她面前 咻 灵一背包中的白银钥匙 如一道光斑瞬间飞出 朝着白银大门猛冲而去 咔 要是插入大门的锁心 白银大门应声而开 刷 即将被踢出副本的灵一 瞬间被吸入那白银大门之中 同样的 要是和大门一同消散在原地 地狱级转直试炼的场地里 只有一个诡异的大坑 好似在诉说着 刚才发生的战斗并不是幻觉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一再次来到一个洞窟 与此同时 她的耳畔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欢迎来到极副本 炼狱级转直试炼 鉴于你是本宇宙 第一个来到此副本的人族玩家 奖励声望一千 击杀所有怪物 即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第49章 数万指ZZ级别的 蟹牙细生物 灵一站在昏暗的洞窟中 四周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 令人窒息的血腥味 她的精神略微有些恍惚 眉头紧皱难难自语道 炼狱级转直试炼 这玩意上辈子 听都没听说过呀 而且我不是失败了 怎么还能进入隐藏副本 或许或许那些 要是是真正意义上的 还可以直接跳关的 话说集后面不是集吗 怎么直接提升到集了 直接提升了675档 她的目光在洞窟内扫过 只见四周的岩壁上 布满了尖锐的石损 每一根都如同猙獰的獠牙 随时准备撕裂 入侵者的皮肤 洞窟的顶部 悬挂着无数倒挂的石中乳 他们在微弱的光线下 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仿佛是一头头潜伏的怪物 等待着石击给敌人致命一击 地面上铺满了滑腻的苔藓 和散落的骸骨 每一步踩下去 都会发出 令人毛骨悚然的碎裂声 偶尔有些小水坑 里面似乎有鱼类生物 在一蹦一跳着 四周的环境略显压抑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呼 灵异深吸了一口气 她能感觉到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危险 她的目光落在了四周的怪物身上 这些怪物无一例外 都拥有着血红色的双眼 和锋利的獠牙 它们的名字中都带有 血牙 二字 显然属于同一种族 血牙魔符 类别 飞行怪物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四千万 战力 1800 0000 技能 音波震荡 发出高频声波 对敌人造成零生命值的真实伤害 又使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 血色翅膀 飞行速度极快 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快速打击 伤害为100万打击次数 血牙鲤鱼王 类别 水生怪物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五千万 战力 2500 0000 技能 水剑月 被动 撒娇卖萌 迷惑对手 水流冲击 利用水流的力量 对20范围内的敌人造成50万的冲击伤害 血牙撕咬 用其锋利的牙齿撕咬敌人造成巨大1000的物理伤害 并附带每秒灵生命值的流泻效果 持续5秒 血牙游击拉 类别 爬行怪物 品级 级 等级 五级 生命值 5800 0000 战力 4200 0000 技能 毒液喷土 喷射含有剧毒的液体 对敌人造成灵血量的持续伤害 持续5秒 地动山摇 利用强壮的身躯 撞击地面 产生地震波 对周围敌人造成100物理伤害 并有10概率 使其陷入眩晕状态 灵仪看着周边怪物的恐怖属性 微微扎折 它只是目光 微微一扫 看到的怪物类型 便容纳了海陆空三种类型 个个都显得十分难缠 粗略估计及副本的洞窟 是100的地图 大概有1万平方米的范围 而具有这种恐怖属性怪物的密集度 则是每平米不止一只 不愧是级别的怪物 才5级就拥有这么离谱的属性 对于新手村的玩家来说 这难度可绝对不止提升675档 若还是千万战列 对上其中的任意一只 都没有丝毫机会 但是现在 灵异嘴角微微咧开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它手腕微微一动 修罗刀瞬间出现在手中 刀身散发出幽冷的光芒 仿佛在渴望着鲜血的滋养 每一只 我都能一击必杀 灵异没有任何犹豫 它的身影如同一道闪电 冲向了怪物群中 修罗刀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准确无误地 落在血牙魔符的要害之上 刷 一刀 破两亿的伤害 秒杀 恭喜击杀血牙魔符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三千 虽说怪物的品级较高 但由于副本和等级的压制 经验值给的也太少了 不过过关问题应该不大 血牙魔符的翅膀 在修罗刀的攻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它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从空中坠落 血牙鲤鱼王试图利用水流冲击反击 但在灵异的速度面前 它的攻击显得有些笨拙与缓慢 灵异轻松一跃 而后一刀砍在了它的头上 巨大的身躯瞬间被劈成两半 又是秒杀 恭喜击沙 血牙鲤鲤鱼王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3800 血牙尤基拉的毒液喷涂对灵异来说 更是不足为患 它的身影在毒液中穿梭 仿佛在跳着一曲死亡之舞 月 斩 5800万的血量 不好意思 又双若拙是秒杀 恭喜击沙 血牙尤基拉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4300 当毒液散去 只留下血牙尤基拉的尸体 以及灵异奔袭向下一只怪物的身影 它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雷霆万军之势 一亿两千万的战力 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但每击沙完一只怪物之后 它都要注意躲避其他怪物的攻击 因为这些血牙系怪物的攻击 大多都是按照百分比掉血的 好在击沙怪物之后 相对应的流血效果也会消失 但凌一在这数万只血牙系怪物的包围圈中 能够受伤的次数不足一千次 就算拥有破亿的战力 这要其他任意一个高手 来的估计都得了 但凌一是谁 净迎威操数十年的高手 拉仇恨 卡平 极限走位与拉扯 各种花里胡哨的操作 滑且很实 怪物们在它的攻击下纷纷倒下 它们的千万生命值 在灵异的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小时之后 终于 修罗一刀叠到了9999层 一小时60分 一分钟60秒 总用时3600秒 除了走位所花费的时间 面对这群强悍的怪物 灵异基本上就是一秒三刀 它高举修罗刀 刀光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一刀修罗 蓄势待发 第五十章 百分比扣血的血压 植液 修罗刀上的光芒 缓缓暗淡了下来 灵异的手臂也随之落下 它右手持刀 眉头微皱 不对 还不能用这一招 它并没有使用一刀修罗 而是继续使用普通攻击 朝怪物扑杀过去 刀光闪动 各种技能在空中乱飞 灵异的走位更加谨慎 避免因血量清零而造成挑战失败 虽说灵异的血量不足两成 已燃到了死亡的边缘线 但场地里的血压系怪物 只有不足2000只了 而且分布的比较散乱 小心点还是可以避免死亡的 为什么不发动那招 清场技能 当灵异即将发动修罗刀的技能时 它突然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若是还有后续的关卡 那怪物一定会比现在更强 凭借目前的战力 根本撼动不了 那未知的第三关 自己只有续着修罗一刀的被动 将这招恐怖的大范围攻击型技能 留在下一关 才有过关的可能性 若还像之前那样 通关副本道被吸入到下一个门 中间的时间间隔有20秒 而修罗一刀的层数 延续的时间 有足足30秒 自己有10秒钟的时间 来发动修罗刀的技能 就算下一关 不是击杀怪物的类型 灵异也就微微浪费了点时间而已 算不上有什么损失 毕竟在这个游戏里 最值钱的是时间 最不值钱的也是时间 但灵异若是赌赢了 那续满修罗一刀层数的一击 将会发挥不可想象的效果 终于又过了半个小时 岩壁上布满了尖锐的石损 已然全部断裂 洞窟的顶部 悬挂着的石中乳也全被击碎 地面上坑坑洼洼 像是被来回离地了三千次一半 地上歪七扭八的 躺着一堆已然死亡的怪物 偶尔有几道阳光 透过破碎的穹顶照射下来 将原先的恐怖氛围全部冲散 在击杀完所有怪物之后 灵异的血条也定格在了三 那个男人 他没死 差点将地图直接打碎了的那个男人 孤傲地站在了最后 恭喜击杀血牙猎魔人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4200 恭喜玩家归零击杀所有怪物 通关级副本 炼狱级转值试炼 用11小时3分钟 评级结算中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级 获得奖励 血牙之坠 血牙职业转值卷轴 十秒钟之后 副本会将玩家强制踢出 请知悉 血牙之坠 类别 耳坠 品级 级 效果 战利益 暴击率 暴击伤害 技能 血牙护盾 被动技能 当佩戴者受到攻击时 有5的几率 触发血牙护盾 吸收本次攻击40的伤害 血牙恢复 被动技能 每10秒恢复 佩戴者1的生命值和魔法值 帮助佩戴者 在战斗中 持续回复状态 血牙之怒 主动技能 激活血牙之坠中的血牙之力 下一次 攻击将造成额外的200魔法伤害 并有10概率 使目标 进入出血状态 5秒内 持续受到总生命之五的伤害 冷却时间60分钟 血牙之父 血牙 系列职业者可装备 描述 血牙之坠 有罕见的血牙矿石 经过精心锻造而成 血牙形状的吊坠上刻 有古老的符文 它的表面 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 不愧是两星顶级装备 离谱 离尼马大谱 而且 这血牙之坠明显 不是攻击类型的装备 能够增加20的暴击率 以及稳定 多出的20的暴击伤害 已经足够强了 要知道 能够增加百分比属性的装备 在这个游戏里 都是香波波 甚至 直接能加1500亿的战力 就算灵异战力提升到百兆千兆 这装备 也不会过时 更何况 还附带了三样技能 兼具防御 回复 斩杀效果 唯一可惜的是 是 血牙系列的专属武器 灵异吻了吻心神 血牙之业转值卷轴 类别 转值卷轴 品级 及 效果 使用后 可转值为血牙 获得血牙之力 描述 血牙之力 将永久提升 自身的300攻击力 同时获得 全新的血牙系技能术 解锁独有的战斗技巧 血牙之速 攻击速度提升25 在战斗中 如同狂风暴雨般 给予敌人连续打击 使敌人难以喘息 血牙之毒 每次攻击 有益的几率 使目标中毒 每秒造成相当于目标 生命之一的毒性伤害 持续5秒 并在中毒期间 降低目标的 使得移动速度 和攻击速度 血牙之眼 获得侦察能力 能够看穿等级 不高于自身 战力1000倍怪物的弱点 战斗中 能够更好地制定战术 血牙之魂 每击杀一个敌人 恢复相当于 自身最大 生命之灵的生命 若击杀的是玩家 则额外恢复 相当于最大魔法之一的魔法之 血牙之链 使用此转值卷轴后 将与血牙之力形成 不可分割的联系 无法转值为其他任何职业 但随着等级的提升 将逐渐解锁 血牙之力的深层潜力 专属技能解锁 血牙突袭 10级 20米范围内 瞬间移动到目标身边 对目标 造成5最大生命之伤害 并在接下来的5秒内 提升自身攻击力100 血牙领域 50级 在一定范围内 释放血牙领域 领域内的敌人 将受到持续的毒性伤害 并且降低其50战力 血牙爆发 100级 一分钟内 即大提升自身战斗力 每次攻击 都将对敌人 造成5最大生命之伤害 但使用后 将有10天的虚弱期 在此期间 全属性下降500 描述 血牙之夜转值卷轴 蕴含着血牙族的古老力量 它的外表 布满了暗红色的神秘纹路 仿佛有血液 在其中流动 卷轴中 封印着血牙族的战斗精华 一旦使用 将赋予使用者 无与伦比的力量 和全新的战斗方式 咕咚 灵异微不可查地 吞咽了一下口水 虽说也有着 不能转职其他职业的限制 但血牙职业 也太逆天了吧 普通攻击 都有百分比扣血的能力 伴随着高攻高攻速 高疑速高回复 简直就是 每一个刺客玩家的梦想 灵异虽说见多识广 但毫无疑问 血牙职业 是对他的一次灵魂般的拷问 就像把十个美娇娘 塞到一个刚满十八岁的雏鸟床上 让人情不自禁 不可自拔 第五十一章 一刀 修罗 不过 灵异最终 还是将这个转职卷轴 塞进了背包里 新手村的其他人 看到这份职业的 第一想法 可能都是立马使用 以防夜长梦多 但是 将颠覆你的游戏观 百分比流血 不好意思 百分比流血效果 在这个游戏里并不致命 没错 就和大家猜的一样 很多怪物 甚至玩家 不止一管血 留我一管血的一 没关系啊 我有一万管血 千万不要以其他的网络游戏 作为参考 对这个游戏进行评判 当你学习 血牙 职业后 觉得天下无敌之后 了解到这个事实的真相 就为你猛不猛吧 无知者 在劫难逃 虽说就算这样 血牙 职业还是很强 但若是不能学习其他职业 那就有些鸡肋了 灵一的目标 是三星职业 在他收起血牙职业转值卷轴后 耳畔突然传来两道声音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阶段任务失败 目前进度灵 十秒后 将退出副本 请玩家窒息 灵一甩了甩脑袋 微微定了定心神 决定不再去想转值 血牙的事 他右手握紧修罗刀 裂开嘴巴笑道 来吧 让我见识一下 那未知的第三管 灵一话音刚落 突然 一道黄金大门 突兀地出现在了他面前 秀 和之前一样 灵一背包中的黄金钥匙 如一道光斑瞬间飞出 朝着黄金大门猛冲而去 咔 要是插入大门的锁心 黄金大门应声而开 刷 灵一瞬间被吸入那黄金大门之中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他再次来到一个新地图 与此同时 他的耳畔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欢迎来到极副本 深渊及转值试炼 鉴于您是本宇宙第一个 来到此副本的玩家 奖励声望一万 击杀所有怪物 岂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灵一微微回神 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地 映入眼帘 这里仿佛是一片被遗忘的世外桃源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 淡雅而清新 让人心旷神移 蓝天白云下 阳光透过树梢 洒在柔软的草地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灵一在这片绿地的中心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和谐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与蜜蜂一起忙碌地采集着花蜜 鸟鸣声清脆悦耳 他们在树梢间欢快地跳跃 唱着属于大自然的和谐乐章 灵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中的花香似乎能洗涤心灵 让人忘却一切烦恼 他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被八具形态各异 身高高达二十米的巨大石雕所包围 这些雕像距离他约莫十米 都栩栩如生 仿佛是古代工匠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每一尊雕像的身上都可有精细的纹路 这些纹路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显得神秘而古老 雕像们围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似乎是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绿地 它们的姿态各异 有的雕像双手合十 面带微笑 显得庄严肃目 有的则神情警惕 宛如忠诚的守卫 还有的雕像身体前倾 似乎在凝视着什么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灵一仔细观察这些雕像 竟看到了它们的属性 梦幻影龙 类别 梦幻 品级 级 等级 一级 生命值 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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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亿 战力 2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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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亿 技能 隐匿之物 能够释放出大范围的迷雾 使自己在其中隐匿身形 持续5秒 冷却6秒 龙西 喷射出含有强烈魔法能量的龙西 对前方100米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100亿的魔法伤害 描述 梦幻系生物的幼崽 就如在墙堡中的婴孩 需要悉心照料 梦幻炫机 类别 梦幻怪物 品级 级 等级 一级 生命值 6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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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1 战力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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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1 技能 幻魅之舞 通过舞蹈释放出强烈的精神波动 可将周围所有敌人拉入幻境 并有50的几率 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 持续60秒 炫光冲击 蓄力后可释放出一道强烈的光线 对直线上的所有敌人 造成80亿的物理伤害 描述 梦幻系生物的幼崽 就如在墙堡中的婴孩 需要悉心照料 梦幻重拳 类别 梦幻 品级 级 等级 一级 生命值 5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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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0亿 战力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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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亿 技能 技能 重拳冲击 主动技能 梦幻重拳 挥舞齐聚拳 对单个目标 造成150的物理伤害 并有一定几率 使目标陷入短暂的眩晕状态 持续时间两秒 梦幻连击 主动技能 连续快速出拳 对目标造成150次 累计300的物理伤害 每次攻击的速度逐渐提高 描述 梦幻系生物的幼崽 就如在墙堡中的婴孩 需要悉心照料 梦幻独狼 梦幻之女 梦幻巫妖 梦幻豪力 梦幻超梦 灵一环顾四周 发现包围自己的八座雕像 均是品级为级的生物 可怕的是 它们竟然都才只有一截 虽说各个身高高达20米 但描述中用上幼崽 婴孩之类的字眼 仿佛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对灵一来说 它们是战力 血量 均破百亿的怪物 作为闯关者 对付一只都够呛 更别提八只了 若是普通人来到这里 面对的将是活生生的绝望 但是话又说回来 普通人也到不了这里 幸好 幸好啊 幸好灵一防了一手 不然她将会和普通人一样绝望 灵一咧开嘴巴 看着这逐渐靠近的八具雕像 滋起两排牙 露出一抹和煦的笑容 讲道理 这关我该输的 可是呢 好巧不巧的 我拥有着 那唯一的圣机 灵一高举右手 修罗刀上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直冲天际 咔 天空上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仿佛整个宇宙的秩序 在这一刻被打破 温馨的绿地 鸟与花香的宁静 瞬间被撕裂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混乱与破坏 灵一站在这破碎世界的中心 四周的景色 如同镜子般碎裂 露出了隐藏在背后的阴暗山洞 八只体型巨大的怪物 从四面八方冲向灵一 眼睛中均闪烁着贪婪和凶残的光芒 它们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锋利的獠牙 准备将灵一丝成碎片 然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灵一高举修罗刀 刀身散发出璀璨的冷芒 仿佛在渴望着鲜血的滋养 它的双眸中 爆发出一丝金光 神情中夹带着一抹 癫狂到极致的兴奋 大声吼道 一刀 修罗 第五十二章 莫非还有下一关 轰隆隆 整个洞窟开始颤抖 似乎感受到了某些大恐怖的力量 修罗刀爆发出如星光般璀璨的光芒 恐怖的刀器 以灵异为中心 迅速往四周迸发 刀器如同一道道血色的闪电 划破长空 直击八只怪物 破迁移的伤害 瞬间打出 一刀修罗 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将它们的身体撕裂 化为虚无 八只梦幻 细生物摧枯拉朽的泯面 甚至没有残留下一丁点存在的痕迹 不仅如此 四处甚至没有断壁残垣 而是变成了无尽的虚无深渊 深渊最中心 有一根高高耸立的石柱 还依旧存在 站在上面的人 正是灵一 灵一看着右手上的修罗刀 喃喃出声道 新手村的怪 战力 血量 均破百亿 足以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能够完成 与此同时 系统传来提示音 恭喜击杀梦幻影龙 获得寿命一千年 经验九万六千 恭喜击杀梦幻炫姬 获得寿命一千年 经验十一万两千 恭喜击杀梦幻重拳 获得寿命一千年 经验九万八千 八道系统提示音接连传来 犹如一道道悦耳的歌声 传入零一耳畔 紧接着 恭喜玩家 归零击杀所有怪物 通关级副本 深渊级转值试炼 用时十秒钟 评级结算中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神秘的神经 十秒钟之后 副本会将玩家强制提出 请窒息 灵一神情微微三愣 为什么三愣 因为让他疑惑的点有三个 第一 副本完成度 居然还有四星级 灵一在上一世 闻所未闻 但他没听过 并不代表没有 原因可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 灵一上 一世强者的实力 不足以拥有四星级的 副本完成度 第二 这难如天剑的关卡 居然没有暴转值卷轴 看这里怪物的强度就知道 就算不是三星顶级卷轴 也绝对是刁宝天的三星职业 可是 居然没给 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 难道还真得转值 血压 这让灵一有些不甘心 第三 居然获得了一个神秘的神经 这玩意这么稀有 抵得上这场辛勤战斗的成果 灵一右手拿着修罗刀 左手拖着那枚神经 神经并不像其他宝石那样光彩夺目 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锈迹 仿佛经历了无数岁月的侵蚀 隐约能看出一个 的形状 神秘的神经 类别 神经 品级 级 效果 无 描述 似乎需要特殊的容器 才能将其蕴藏的神秘力量解封 除了形状 介绍和灵一现有的神经 一般无二 灵一将修罗刀和神经收起 微微叹了口气 就当他以为 即将会被传送回村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传来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阶段任务失败 目前进度灵 十秒后将退出副本 请玩家窒息 灵一身子微微将值一瞬 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吓到了 他环顾四周 看了看这无尽的深渊 打了个冷战 喃喃开口道 莫非莫非 莫非还要下一关 向似回应灵一的思绪 他的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道紫金色的大门 与此同时 背包中的紫金钥匙 瞬间飞出 朝着那紫金色大门猛地飞去 咔 钥匙转动 紫金色大门应声打开 灵一来不及思考 瞬间被吸入门中 刷 与之前三次不同的是 灵一并没有瞬间到达目的地 紫金色大门将他传送的地方似乎很远 他身处在一个白色的泳道之中 在这里 时间和空间仿佛已然静止 灵一全身动弹不得 只觉得自己被一股神秘力量 带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瞬间后继发凉 仿佛有一股寒流穿透了他的身体 直击灵魂深处 冷汗不由自主地从他身上各处滑落 沿着额头 后背 手心 悄无声息地滴落在泳道中 发出几乎细不可闻的声响 灵一的心跳 在胸腔中猛烈地跳动着 呼吸同样变得急促 他的瞳孔骤然紧缩 充斥着浓浓的震惊 居然真的还有下一关 在上一关 我就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底牌 现在别说再出现一个强大百倍千倍的怪物了 再随便来一只梦幻戏的一级小怪 我都得当场隐恨 别跟我说下一关是四星顶级的生物 真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泥马也太扯淡了吧 时间仿佛过去了一瞬 也似乎穿越了永恒 他 他 灵一站在了一片黑暗中 与此同时 灵一耳畔传来了一道系统提示音 欢迎来到中年小剑 提示音响彻之后 除了灵一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再无任何声音 四周没有一丝光明 仿佛被时间遗忘 被世界隔绝 这片黑暗厚重得几乎可以触摸 它压迫着灵一的视线 让它几乎无法看清任何东西 它的四周仅仅只是纯粹的 深邃的 仿佛没有边界的黑暗 灵一的心跳 在这片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每一次跳动 都像是在与这片黑暗进行着对抗 它的皮肤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冷意 这种冷意并非来自温度的降低 而是源自黑暗本身的力量 它透过衣物 透过皮肤 直击骨髓 让人不寒而栗 呼 灵一深吸了一口气 略显愤怒的大吼一声 人死鸟朝天 啪个卵 啪 灵一猛地朝前踏出一步 第五十三章 中烟之门 开 刷 随着灵一一步踏出 黑暗的道路两边似乎燃起了两团火焰 火焰璀璨而又耀眼 微微照亮了这诡异的黑暗 灵一一惊 慌张左右看了看 火焰不是单纯的红黄色 而是混杂了各种颜色 十分绚丽 踏 灵一收回目光 再次踏出一步 她的身侧再次出现两道火焰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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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说说说 说说说 灵一不管不顾 继续往前走着 但每当她走出一步 身侧总会亮起两团火焰 彩色火焰肆意地跳动着 像是欢呼 又似雀跃 他们像似翘手以盼 以诡异的方式 迎接着这条道路上的王者 黑暗中 火焰成了唯一的指引 他们伴随着灵一的脚步 不断地在两旁亮起 如同一条光的通道 灵一的脚步声 与火焰的跳动 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鸣 每一次脚步落下 都有新的火焰升腾起 不知怎么地 灵一心中恐惧与慌张被冲淡 她的眉头舒展开来 快步地朝着前方走着 再然后 她竟不自觉地跑了起来 仿佛中焰小镜的终点 有什么在等着她一样 随着灵一的前进 她的正前方 缓缓浮现了四个光点 暴之迅捷 灵一开始技能加速 向风般及时掠过 她身侧的火焰 以同样的频率亮起 十秒的时间 一闪而逝 灵一的身子猛地顿住 像是遭遇了空气强 无法再前进半步 但她身侧的火焰 像是没杀住车一般 点燃了她前方的场景 世界在这悠悠的火焰下 变得明亮起来 四把钥匙 在空中围成一个圈 缓缓转动着 这些钥匙形态各异 却都散发着 令人心计的力量 正是灵异之前所拥有的 青铜钥匙 白银钥匙 黄金钥匙 紫金钥匙 距离钥匙 两米左右的地方 一道圆形大门 凭空出现 如同从虚空中 撕裂的裂缝 缓缓展开 这扇门巨大 而神秘 门的边缘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连接着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门的表面光滑如镜 反射着周围的光芒 使得整个门 看起来既真实又虚幻 钥匙们在空中旋转 仿佛在进行 某种神秘的仪式 每转动一圈 都似乎在为这扇门 注入更多的力量 刷 突然 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零一四周响起 瞳孔 血液 神魂 天赋扫描中 身份核实中 定 身份核实成功 程序启动中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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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加载中 补丁更新中 奖励准备中 一阵轻柔的风拂过 伴随着风声 似乎还有细微的铃铛声响 一道光影 在零一的面前 缓缓凝聚成形 这道光影 正是曾经出现在零一面前的小灵 当当当当 冒险者您好 我叫小灵 咱们又见面了 小灵在飞在四把钥匙的上空 扇动着透明色的翅膀 发出银银般的嗓音 朝着零一嬉笑道 灵异脸色显得有些阴沉 质问出声 你这任务怎么回事 我三次成功通关副本 为什么任务完成度 还是零 眨巴 眨巴 小灵眨巴了两下璀璨的大眼睛 然后鼓起嘴巴气鼓鼓地说道 任务完成度是零 不是由于你的弱小造成的吗 干嘛要来凶我 再说了 任务内容又不是我定的 灵异深吸了一口气 并没有开口反驳 她双眸中金光一闪 再次冷然出声道 那还有件事 怎么解释 你 为什么知道 我姓灵 在新手村的宝库 东 小灵说漏了一个灵字 很不巧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字 但依旧被灵异敏锐地捕捉到了 眨巴 眨巴 小灵似乎早已知道 灵异有此疑问 再次眨巴了两下 那无辜的大眼睛 为什么知道 你姓灵 我不知道啊 不过 小灵在空中转了一圈 露出她那可爱的小酒窝 微微笑道 现在知道了 灵异眼神中闪烁着锋锐的金光 很显然 这也是小灵所谓沉睡前的影像 她能够预测到现在自己的话 在之前喊出自己的信 似乎也能解释得通 但实际上 若不是她喊出自己的信 自己也不会有此疑问 这根本无法形成一个蛇摇尾的闭环 但灵异不想纠结这些了 而是只向小灵身下的钥匙问道 那这青铜 白银 黄金 紫金的钥匙 也是你安排的吗 小灵歪了歪脑袋 疑惑地看向灵异 而后她看向自己的脚下 恍然大悟道 你说的是 见识之药 气韵之药 决心之药 奇迹之药 那些可不是我能安排的 只有拥有见识 气韵 决心 奇迹的人才能获得他们 他们呀 是你自己获得的 不过嘛 他们确实是打开 中烟之门的四把钥匙 灵异文言 微微一愣 逐渐回忆起了 获得四把钥匙的记忆 若不是自己有着上一世的见识 就不会选择青铜钥匙 并且 幸好 幸好啊 若是自己有时间去测试 青铜大门的真实性 下一个宝库 大概率不会选择白银钥匙 所以自己当时根本没想到 白银大门是假的 果然选择白银钥匙 当时还原是倒霉 没想到却是气韵 在第三个宝库时 当时确实来回考量了许久 忍痛选择黄金钥匙 而最后的紫金钥匙 霉得黑 只能说是奇迹 好家伙 果然 这是属于我自己创造的大纪元 就让我看看 门后面到底是什么吧 别这么多废话了 快把门后的奖励给我吧 林一双眼泛着兴奋的光彩 直勾勾地朝着小林身后的大门 看去 眨巴 眨巴 小林再次眨巴了两下大眼睛 摊开双手 呆愣愣地反问道 你并没有完成任务 所以 并没有奖励啊 林一微微一正 转移视线 怒视着看向空中的小林 小林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笑道 那就给你一个安慰奖吧 下次你过来的时候 可以 直接 传送到门前 小林的身形 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声音也显得有些颤抖 力量快要消 声音戛然而止 小林的身影也消散在空中 突然 似乎并不像小林所言 四把钥匙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光轨 它们的旋转速度逐渐提升 快地让人眼花缭乱 每一次旋转 都伴随着一种玄傲的节奏 仿佛在演奏着一曲古老的交响乐 钥匙与钥匙之间 似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 它们的动作协调一致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这一瞬之间 四把钥匙 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指引 它们朝着那扇被称为中烟之门的古老大门飞去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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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上的灰尘在这一刻被抖落 它们如同细小的雪花 在空气中飘散 形成了一片灰蒙蒙的雾蔼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圆形大门缓缓打开 仿佛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 好像在欢迎着久违的访客 门 开了 第五十四章 不可能在新手村完成的任务 圆形大门缓缓打开 上面的尘土速速掉落 光 隐隐从里面照射出来 门飞的开启 似乎触动了某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 灵依站在门前 眼中闪烁着期待与好奇 它凭住呼吸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未知 突然 只听到一声 阿T 这声音虽然轻微 却如同晴天霹雳 震得整个空间都未知遗产 灵依的脸上刚刚露出一丝惊恶 一股强大的锋利便猛然冲击过来 这股锋利之强超乎了灵依的想象 她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无数只手紧紧抓住 然后猛地撕扯 灵依试图稳住身形 但她皮肤上的每一寸肌肉 都在这股力量的撕扯下瞬间化为碎片 刷 灵依的身影消失不见 原地只留下了一个破损的稻草人 一只巴掌大小的狗 从中烟之门里探出小脑袋 迷茫地朝着外面看去 她的毛发柔软而有光泽 颜色大部分纯白如雪 十分精致 但唯有她头上的部分毛发 是深棕色 赫然写有一个汪 字 显得滑稽又可爱 突然 她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一个稻草人身上 狗似乎被这个稻草人吸引了 她颠着小布子 摇摇晃晃地跑了过去 哒哒哒哒 小狗靠近稻草人后 停下了脚步 用鼻子嗅了嗅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人性化的惊恐 仿佛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一般 她夹着尾巴 转身朝着中烟之门中飞快跑去 深夜两点 天空中的月亮高悬 星星稀疏地点缀在夜幕上 发出微弱而冷清的光辉 新手村的复活点 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 四周的建筑 在月光下 拉出长长的阴影 灵依的脸色 阴沉地站在复活点 目光紧紧地锁定在面前的死亡日志上 宁备 击杀 最后一击伤害为 9998亿 胜败乃兵家常事 大侠请重新来过 看着这两段话 灵依的表情中 夹带着一丝古怪和释然 那冷冽的月光映照在他的脸上 将他的表情刻画得更加深邃 有没有搞错啊 老子现在还在新手村 新手村啊 新手村 你就搞出 战力破万亿的怪物出来 啊 策划 你真是用矫田的数值 自己就算升到十级 也才一百亿的战力 为什么要用 才 这个字 一百亿 已经够你马 离谱了好吧 但是 需要战力再翻个一百倍 才有与其争锋相对的机会 我从哪里去搞这一百倍啊 要在新手村时期 击败这样的怪物 怪不得叫做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可能 真就不可能 嗯 灵依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微微抬头 瞥向那遥远的星空 话说那个地方 应该也不在新手村 中烟之静 中烟之门 任务进度灵 算了 先不管了 出村再说 只要离开新手村 灵依的等级 就能突破十级的限制 十二级 便能拥有万亿 也就是一兆的占领 十三级 就是十兆的占领 十四级 就是一百兆的占领 十二级 便有着 与那神秘生物 争锋的力量 十三级 便能将其催枯拉小的击败 十四级 便能将其四亿玩弄 轻松拿捏 除非 它防御的数值 是攻击的上百倍 那也好办 灵依再生一级就行了 十五级 破千兆的占领 灵依的所有敌人 都将在它的恐怖战力下颤抖 面板 灵依达开手性面板 再次瞄了眼自己的数值 人物 归零 种族 人族 等级 八级 职业 战士 寿命 两万一千三百五十四年 天赋 破灭之铜 零的魅力 声望 两万一千三百 战力 一二零四三三五零零 生命值 一亿 魔法值 一亿 攻击速度 八次 移动速度 五十 宠物 无 技能 遗海战术 狂狼之怒 暴之迅捷 狂暴冲锋 道具 神秘的神经 神秘的神经 血压之坠 星辰三角链 修罗刀 视力 无 攻击速度 数值八 一秒出手八次 手速能把空气炉出血 移动速度里 数值五十 修复了之前 走不动到的 现在的灵异已经剑步如飞了 战力里 元数值一亿 星辰三角链 增加了两千万 寿命方面 已经有了两万多年的命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经验条方面 灵异目前 已燃八级五十八 那些 级别的怪物 可能由于等级 被压制 虽说经验 给的不是太多 但命倒是加的不少 但好在 他的经验条 已经超过了五十 接下来 只要把新手村的 十五个经验任务做完 灵异 就可以像做火箭般 升到十级 他已经完成转值试炼 只要升到十级 应该就可以 直接传送到 四三九六号 新手村之外的城镇了 新手村里的 同样已经休息了 所以在半夜 并不能提交经验任务 灵异收回仰望星空的目光 从复活点转身 朝着旅馆的方向 缓步走去 夜风轻浮 带着一丝良意 却也轻心宜人 让他的心境 逐渐平复 新手村的夜 宁静而平和 大多数玩家 在经历了一天的冒险后 选择在户外打地铺 沉浸在梦想之中 他们或侧卧 或平躺 形态各异 脸上的表情放松 偶尔还能听到 一两声呼噜 显得格外安详 月光洒在这些地上 给众人披上了 一层银色的青纱 灵异走过的地方 影子随之拉长 又渐渐缩短 他脸上露出 一抹温和的笑容 压低声音 仿佛是自言自语般 呢喃道 明天 便能拥有百亿战烈 第55章 不是奶妈 亦不是奶爸 他 灵异站在了村子里的 宠物店之中 店内充满了各种 奇异动物的叫声和气味 店铺不大 但每一处都井井有条 笼子里的小兽们 或活泼或慵懒 展现出不同的生动姿态 店内的装饰 以木质为主 透露出一种温馨 而自然的氛围 尊敬的冒险者您好 我是这家宠物店的老板 你可以叫我罗伯特 一个身材圆润 面带微笑的中年男子 迎了上来 他的身上 穿着一件 沾满动物毛发的皮围裙 灵异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出声说话 但他向四处发了 某些引导新手的剧情 罗伯特开始带着灵异 在他的宠物店里转圈 而后开始自顾自地说着话 鹦鹉鸟 它会模仿人的声音 可以帮助主人传递情报 荧光鼠 可能会在夜晚 发现一些珍惜的小宝贝 铁甲勇 唯一的技能就是变硬 这种宠物 深受女性冒险者的喜爱 这些小家伙们 不仅仅是可爱的伙伴 他们在冒险中 也能给主人 带来不小的帮助 罗伯特说着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期待 不过 要维持这些宠物的健康和活力 我需要一些特殊的饲料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在附近的河流中 有一种叫做比目鱼的生物 它们的眼睛 对于制作宠物饲料 有着神奇的效果 我需要采集 一百双比目鱼的眼睛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目鱼非常激紧 不易捕捉 罗伯特靠近灵医 压低了声音 我愿意为此付出一些报酬 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我不仅会给您封后的寿命 还可以得到我的友谊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音在灵医耳畔响起 是否接受任务 采集比目鱼的眼睛 灵医微微汗手 点了点头 接受 罗伯特健壮 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继续说道 您的勇气和力量 定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 言罢 罗伯特立刻递给他 一个特质的容器 用于存放比目鱼的眼睛 灵医再次点点头 咧嘴一笑道 是啊 很顺利 交任务 灵医没有接过容器 而是将一百双 比目鱼的眼睛 放在了罗伯特递出的容器里 恭喜完成 采集比目鱼的眼睛 获得十经验 一天寿命 罗伯特好感度 罗伯特微微一惊 而后朝灵医竖起大拇指 冒险者 真不愧是你 接下来 我会告诉你 与宠物相处的建议 首先 宠物一般会用脸颊 碰主人的脸颊 或者用舌头舔主人 以示亲密 这时候 你要轻抚他的身子 以作回应 主人揉宠物的头 表示相信与信赖 可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 更加稳固哦 但是 最好不要让宠物死亡 宠物就算可以复活 但死亡后 也会降低 主宠之间的信赖感 冒险者 你要不要继续帮我采集 比目鱼的眼睛 那样我会教你更多东西 灵医摇了摇头 顺势走出了这个宠物 不必了 新手村的经验任务 类似于新手教程 可以让新人快速了解 一些必要的知识 快速进入游戏的节奏 但只有第一次 施加百分比经验的 后续只会获得 低微的寿命奖励 与知识奖励 当然 若是将整套流程做完 罗伯特会对你非常欣赏 可以在宠物店里 免费带走一只宠物 但是 灵医要那些废物宠物 做什么呢 学人说话的鹦鹉鸟 夜晚发光的荧光鼠 只会变硬的铁甲勇 别搞笑了 灵医不喜欢这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战力破译的 战斗成长形宠物 他或许还有点兴趣 宠物跟不上主人的节奏 要他何用 可爱 哼 不好意思 再里 再可爱的生物 再下一秒 都有可能会变成一坨烂泥 灵医不是奶爸 也不需要累赘 以他战力提升的节奏 至少这个新手村里 没有能配得上他的宠物 画面微微一转 此刻的宠物店门口 人群熙熙攘攘 一轮声雌起彼伏 如同风潮中 嗡嗡作响的蜜蜂 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兴奋与惊喜 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没错 我亲眼看到归零 走进了这家宠物店 真的假的 昨天我跪了一天 都没看到归零大佬 话说那个副本 有多逆天啊 居然能引起全组通告 不过后续 确实没有再通告了 归零他不会失败了吧 切 失败也比你强 他 他 灵医眉头微皱 他的脚步声 在喧嚣中 显得格外清晰 每一步 都像是踏在众人心上 引起了一阵寂静 各位 这是何意啊 灵医站在宠物店门口 他的声音 平静而淡漠 他的目光 在众人身上扫过 像是在审视一群 过躁的麻雀 新手村的众人 尖叫起来 他们的反应 极为夸张 仿佛见到了神奇降临 哇 真的是归零本灵 一个玩家 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 归零大佬 我要给你生猴子 一个女玩家 花痴的尖叫 脸颊上 泛起了红韵 好帅啊 我立马加紧 快涌出来了 另一个女玩家 大声呼喊 双腿城内巴撞 目光似水地看向灵医 突然 人群中 走出一个带刀的战士 他的步伐坚定 眼神中 闪烁着一丝诡诀 而后迅速转化为 一股狂热 归零大佬 您好 我叫展不平 您让我们村的人 人手多了一件装备 让兄弟吉美们 多了保命的资本 非常感谢 另外 他朝着灵医抱拳 声音中 带着一丝请求 我们都想追随淤涅 灵医微微汗手 通过破灭之铜 瞬间洞悉了 展不平的天赋 流露出一丝惊讶 而后声音冷冽地道 追随 你们以为 这是过家家吗 还是觉得 只要喊几句口号 就能跟着我 众人被灵医的话语 说得一愣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追随我 可以啊 不过 你们得提前想想 能帮到我什么 不然所谓的追随 就是寻求庇护 我不是奶爸 可没空照过小婴儿 灵医的目光 如历剑般扫过众人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不屑 都给我起开 你们现在 挡住我的路了 第五十六章 战力破十亿 灵医沿着村中小路 向前走去 她的目光 冷冽如刀 脸上写着 声人物镜 四个大字 周围围观的人群 脸色胀红 但愣是 没有人憋出 一个屁来 他们感受到灵医声 上散发出的 无形压力 纷纷不自觉地 让开道路 众人目送着 她的背影 逐渐远去 脸上的表情 复杂多变 有的愤愤不平 有的满脸羡慕 还有的 则是深深的敬畏 直到灵医的身影 完全消失在街角 他们才仿佛 从束缚中解脱 开始大声地 一轮起来 切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运气好点 开来的慌吗 就是 她实力再强 也高不过 我们团结起来的力量 寻求庇护 真是笑话 我要她来庇护 我还不如靠自己 战里就能加一万 我要努力练节 马上就能赶上她 然而 在人群中 也有着不同的声音 就算吧 有本事 你们也搞个 全租公告试试 归邻大佬的实力 可不是你们这些 只会说风凉话的人 能比的 就是 归邻大佬话操理不操 而且 你们没看到 她刚才的眼神吗 太帅了 不行 我又要了 赶紧买只铁甲永去 众人嘻嘻嚷嚷地说着话 甚至有人因为意见 不合开始大胆出手 新手村的宠物店门口 现在却是像菜市场 一般喧闹 而刚才 为众人发声的斩步瓶 则是瞳孔微缩 盯着灵异离开的道路 久久无言 此刻的灵异 则是循着自己的记忆 朝着下一个任务点 缓步走去 她刚才若是点点头 刚才宠物店门口的很多人 可能都会追随于她 但她要这群 乌合之众有什么用呢 灵异 可不是瘦破烂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让她再多看一眼的 她突然想起了刚才的斩步瓶 嘴角微微一勾 那个人的天赋 倒是有点意思 震惊加点 每日一次 每当引起别人震惊时 可收集他人 战力万分之一 数量的震惊点 此效果 对每人终生 只能生效一次 消耗一点震惊点 可提升一点战力 每升一级 战力 两星级的天赋 还不错 而且也算是个 无限成长的天赋 在自己看向她时 明显可以看到 她的震惊点 猛涨了一万 现在那个斩步瓶 已经知道自己 拥有破异的战力了 甚至有可能到处宣传 但是 无所谓 她又如何能想到 自己一亿的战力 马上就要再翻一百倍了 不过这件事 倒是给灵异提了个醒 世界上的天赋 多种多样 有不少天赋 能够探测到自己的战力 甚至洞悉自己的天赋 知晓战力 倒是没太所谓 可以让他们 感到畏惧和绝望 但若将自己四星级天赋 暴露出来 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所有人将会变得无比眼红 无比觊觎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不外如是 自己可能会面临着各种暗杀 伏击 他们也会寻找各种复制 抢夺 转移天赋的道具 但自己的天赋是极 低等级的宝物 应该无法生效 虽说绝大部分人 是在做无用功 虽说绝大部分人 会被自己一指头弹灭 虽说没什么伤害 但是隔音人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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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不小心 阴沟里翻船了 那就真的是有些得不偿失了 不过 灵异走在路上 右手摸了摸下巴 皱眉思索到 4396号新手村 应该没有啥好的隐蔽类装备 还是完成经验任务 尽快出村吧 严霸 他先是去铁匠铺交了 采集废墟野狗的狗牙的任务 接着去家居店交了 采集野生红檀木笔的任务 而后去美食店交了 采集新鲜鲜鱼王的任务 至此 灵异的经验条为八级九十八 还差一个任务 他的便能站立破十亿 他 灵异站在了一家裁缝店的门口 古朴的木制招牌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发出 支呀支呀的响声 店内散发出淡淡的薰衣草香味 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松了心情 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五颜六色的布料上 映出一片斑斓 裁缝店阿姨 是个和蔼的中年妇女 当她看到灵异时 那笑容更是如绽放的花朵 冒险者您好 我叫蔡美美 您是来买时装的吗 要知道 虽说时装并不会像装备一样 提供特别高额的属性 但对于彰显个性化来说 是非常有必要的 阿姨继续说道 她的手指轻轻划过一件件挂在架子上的时装 眼中流露出自豪 你在穿戴装备的同时 也可以穿戴同位置的时装 时装可以掩盖你的装备形态 并且不会降低装备的属性 还可以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帅气 阿姨顿了顿 看向灵异的眼神中带着期待 接着说道 我这里有一个任务 需要一位勇敢的冒险者帮忙 荒野的深处 生活着一种名为 韧性蜘蛛的怪物 它们的蛛丝 以其卓越的韧性而闻名 我需要一百卷这样的蛛丝 用来制造一批具有特殊韧性的衣服 如果你愿意接受 我将不胜感激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音在灵异耳盼响起 是否接受任务 采集韧性蜘蛛的蛛丝 灵异微微汗手 点了点头 接受 并且 交任务 刷 一百卷蛛丝明明白白地放在了裁缝店阿姨的面前 恭喜完成 采集韧性蜘蛛的蛛丝 获得十经验 一天寿命 蔡美美好感度 灵依升到九级 战力破十亿 蔡美美微微一惊 而后朝灵依竖起大拇指 冒险者 真不愧是你 接下来 我会告诉你 挑选时装的建议 灵依感受着体内蓬勃的力量 迅速转身 离去的同时 咧嘴一笑道 不必了 划中蛛丝的小玩意 我并不需要 不加属性的衣服 跟裸体没什么区别 第57章 战力破百亿 准备出村 灵依离开裁缝店 又朝着新手村的药剂店走去 除了要听一些必要的废话之外 灵依的心情还算愉快 差不多每隔十多分钟 便能获取十的经验 原来快速获取经验 是这么美妙的事 在新手村兜兜转转之后 他再次完成了以下的经验任务 采集天兰蘑菇 在森林深处生长的稀有蘑菇 具有独特的荧光 是制作某些药剂的必备材料 收集冰霜结晶 在雪山之巅 由寒冰自然凝结而成的晶体 蕴含着强大的冰霜之力 猎取烈焰羽毛 火及栖息之地 其羽毛蕴含着炽热的火焰能量 是锻造火属性装备的珍稀材料 收集月影花瓣 在月光下才会绽放的神秘花朵 其花瓣能够制作出提升隐匿能力的药剂 猎取犀牛兽脚 在雷暴区域出没的犀牛 其兽脚是制作雷电属性武器的关键材料 采集浅海珍珠 浅滩之中 由人鱼族守护的珍珠 具有贫富心神 增强精神力的神奇功效 采集岩浆火种 火山深处的岩浆中 孕育出的火种 拥有极高的温度 是锻造爆破类道具的首选 收集大白兔耳朵 凶残大白兔的耳朵 可以用来制作装饰品 深受女性冒险者的喜爱 采集软骨毒刺 生活在长盘森林的绿毛虫 其毒刺能够制作为便衣携带的暗器 没错 林一的经验值来到了九级九十 她微微抑制了下自己激动的小心脏 朝着村子中心快步走去 这些奖励时的经验任务 本来是给新人熟悉游戏环境 快速融入的一条捷径 但现在 却被林一当成了快速升级 突破桎梏的捷径 这当然不是 而是机制 当然了 一般人是不太懂这个机制的 因为你若是第一次靠近这些店 店老板总会上来搭讪 给你发布任务 此刻若是你拒绝了 系统 可能就会以为你对此比较熟悉 并不需要这种新手教程 下一次靠近时 店老板只会把你当做普通客户来接待 就像前期林一明明可以进杂货铺买把长刀 但为了触发杂货铺二楼的特殊剧情 并没有选择去长大几百战力 而且林一在前期基本没有靠近这些任务门店 不然那150的经验就白瞎了 前期的经验和后期的经验 根本没有可比性 就像林一现在还差久的经验 对她来说 就是整整九亿的经验值 在新手村 从哪头这九亿经验值啊 完成这些任务 其实只要耐着性子 花两天就能完成 但是 林一为这150的经验值 付出了30年寿命的赏金 相当于15年买一天 看似亏到报 不 林一 她一天能赚不止15年 就像现在 她整整拥有这21324年的寿命 开服5天 平摊下来 一天净收入4000多年 人 是要会算账的 有命能使鬼推磨 把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给劳动者 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她 她 林一的脚步 在4396号新手村的石板路上回响 最终来到了王德发 王村长的家门前 王村长的家 不同于其他村民的居所 他更显古朴与庄严 高高的院墙围绕着一片宽阔的院子 院门两侧挂着两盏风灯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知呀 林一推开院门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泛着蓝光的传送阵 他们静静地躺在院子的中央 仿佛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门户 传送阵的周围 用石砖扑就的地面上刻着复杂的符文 这些符文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与传送阵的蓝光交相辉映 显得神秘莫测 在两个传送阵的前方 分别插着一个标识牌 左侧的牌子上用歪斜的字体写着 出村 而右侧的牌子上则刻着 试炼 王村长本人是一个销瘦勾楼的老头子 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袍 手中攥着一根雕刻精细的拐杖 正站在院子的一角 略带笑意地注视着林一的进入 在王村长的脚边 趴着一只非常销瘦的小土狗 他的毛发杂乱无章 双眼无神 显得有些疲惫 只是静静地趴在那里 偶尔用舌头舔噬着干燥的嘴唇 尊敬的冒险者您好 老朽再次恭候多时了 王德发拄着拐杖 朝着林一缓步走来 他微微打量了下面前的林一 而后说道 冒险者您有所不知 咱们这个村 这里属于世界的边缘 这里的生物都非常弱小 所以 您需要达到十级 再完成转职试炼 才能离开村子 这也是为了保护您的生命安全 还望您能够理解 王德发朝着林一解释了一番 而后打算转身离去 就在此刻 那只销售的小土狗 跑到王德发脚边 用牙齿轻轻撕咬村长的裤脚 王德发微微侧目 看了眼角旁小土狗 他的神情微微一愣 不好意思地看向林一 冒险者 见笑了 这边有个忙 可能需要您帮一下 我家汪汪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 您方便采集一百根骨头吗 当然了 我愿意支付您丰厚的酬劳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音在林一耳畔响起 是否接受任务 采集骨头 林一的视线 穿过王德发瘦小的身躯 朝院子里看去 在院子的其他地方 却有着堆积如山的骨头 这些骨头各式各样 有的还带着未被啃干净的肉屑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林一撇了撇眉毛 并没有多说些什么 只是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愿意 并且交任务 哗啦啦啦啦 一堆骨头 被林一散乱地丢在地上 恭喜完成 采集骨头 获得十经验 一天寿命 王德发好感度 林一从九级升到十级 他的战力 来到了恐怖的一百亿 小徒狗欢呼雀跃起来 抱着一根骨头 就开始啃 王德发的神情 微微一愣 而后微微一笑道 尊敬的冒险者 感谢 林一感受着体内 蓬勃的战力 打断王德发的话 咧开嘴笑道 我要出村 简称跳过 在以往的游戏中 以空格剑或者剑的方式 展现出来 主要效果 就是跳过剧情对话 本来林一 还可以耐着性子 听他唠叨两句 但等级十级 战力百亿的他 已经有些手痒了 想要去新手村外 大杀四方了 外面的世界 还有着多处机缘 等待着他的发掘 没空跟你搁这耽搁了 王德发 微微一愣 这处世界的历史 林一再次出声打断 王德发双目 微微一宁 再次出声 这处世界的真相 林一神情不变 再次出声打断 王德发顿了顿 不死心般地再次出声 您要出村的话 林一再次出声打断 王德发神情 有一丝木然 大脑有一瞬的当机 他扎了扎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始终没有说出口 又或许 他要说的东西 已经被林一无情地跳过了 林一绕过 王德发瘦小的身躯 朝着那标友 出村的传送阵走去 嘴角微微勾起 我不打扰 我走了 王德发猛地转身 他左手拄着拐杖 右手猛地朝前伸去 大声说道 你不能走 第58章 选择地狱级转直试炼 林一听见王德发说的话 并没有加以理会 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在林一即将接近 出村的传送阵时 他猛地顿住 因为 面前似乎有一道空气墙 让他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林一双眸微眯 闪过一丝危险的眼神 他缓缓转头看向村长 略显平静地道 王德发 我需要一个解释 新手村的村长 对传送阵有掌控权 但一般不会为难玩家 若是因为自己跳过对话 而为难自己 自己说不得 就得让4396号新手村 换一个村长了 这是个自由度很高的游戏 玩家可以击杀土著 但由于村内的 都是有着派发系统任务的使命 有着系统保护 但也不代表死不了 虽说条件有些苛刻 但现在的林一 弄死一个村长 也只能说易如反掌 感受着林一的注视 村长顿时感到后继发凉 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拄着拐杖 走到林一面前解释道 冒险者您有所不知 实际之后 也不能第一时间 使用那个出村传送阵 必须要通过转值的试炼关卡 才有出村的资格 我刚才就想解释来着 被你怪我 刚才不知道怎么叠 我大脑有些混沌 话没说出来 林一平静地看向王德发 内心中却涌起了惊涛骇浪 我不是已经通过试炼了吗 别说地狱级转值试炼了 甚至更高级的炼狱 深渊级都通过了 居然还要再次进行试炼 莫非 林一瞳孔微缩 恍然大悟 他是通过级别的钥匙 才进入的副本 但系统根本没有检测到他的进入 所以说 林一钻了系统的漏洞 也就是说 游戏出了 当然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自己竟然能够再次进入到试炼中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任务也没有失败提醒 那说明自己还有机会 完成这个四星级任务 林一强忍住内心的欣喜 强装镇定 轻轻拍了拍面前王德发的肩膀 嗨 多大点事啊 你瞅瞅 这是整的 作为一个勇敢的冒险者 完成试炼任务 义不容辞 村长大大 还请派发试炼任务吧 王德发有点猛 看着眼前态度大变的林一 大脑再次当机 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 林一微微皱眉 在他面前比划道 村长大大 我承认 之前跟您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但是请您放心 这次我绝不打断你说话 咕咚 王德发吞咽了下口水 半嗓才出声问道 真的 真惊的真啊 林一当即点点头 和须地笑了笑 略显郑重地说道 其实我对这个世界的历史 还有真相 都非常感兴趣 只不过现在 我必须要先去完成试炼任务 等试炼结束 咱俩再好好落上一落 王德发似乎感受到 林一的真挚与热情 精神略微缓了过来 顿了顿开口道 转值试炼 是所有冒险者 都要经历的一道砍 可以让你们更好地认清 未来的发展方向 试炼等级分为 简单 普通 困难 极难 噩梦 地狱 六个等级 哪怕是 简单等级的转值试炼 都不简单 部分冒险者 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完成 而地狱级别的转值试炼 门槛很高 顶尖的冒险者 才有一丝完成的可能性 但不管是哪种级别的试炼 都会根据你们的完成度 来给予一定的评级 评级越高 奖励越好 王德发压低声音 略显神秘地开口道 转值试炼的奖励 可能会出现两星的装备 或是转值卷轴哦 要知道 职业相当于冒险者的第二天赋 一星级天赋的冒险者 获得两星职业后 未来不见得 比两星级天赋的冒险者差 灵依摸着下巴 假装沉思般地点了点头 而后眉毛一挑道 那三星级呢 能不能获得三星级的装备 或是转值卷轴呢 王德发微微一猛 呆愣愣地看向灵依 而后他伸出右手 在灵依面前抖了抖 仿佛气笑般说道 你你你 你看你 我跟你讲格林童话 你跟我搁着谈聊斋呢 三星级 开什么玩笑 哪怕是外面的苍蓝介语 三星级的装备 职业都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不可能的 三星级的东西 不可能出现在转值试炼里 灵依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再次出声问道 那有没有比地狱级别的转值试炼 更高级的试炼 王德发大手一挥 再次气笑般说道 刚谈完聊斋 又开始说白蛇转了是吧 不可能的 我自掌管试炼通道以来 从没听说过 比地狱级别更高级别的试炼 灵依眉头微皱 脱腮略微沉思了下 或许真如王德发所言 试炼里没有三星级的装备 职业 毕竟那种东西确实太逆天了 在新手村就拿到的可能性 无限接近于零 甚至自己通关深渊级转值试炼 击杀了八只三星顶级幼年的梦幻怪 除了那枚神秘的神经 都没有遇到其他三星级物品 不过 这眼前的王德发 应该是不知道地狱试炼上面 还有更高级的试炼 就算知道 也不会这么轻易地告诉自己 应该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不过 灵异现在确实面临着难题 没有了那几把钥匙 如何从地狱前往炼狱 又如何从炼狱去到深渊 又如何从深渊去往中烟之门 又如何能够击败中烟之门里的大恐怖 又如何才能完成 那个四星级任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莫非 灵异瞳孔微缩 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他的心脏在胸腔中剧烈地跳动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游荡着 久久挥之不去 灵异长吐了一口浊气 缓缓出声 我选择地狱级转职试炼 第59章 需要0.0000秒 才能过关的任务 王德发微微一愣 脸色古怪地说道 虽说通关地狱级转职试炼 得到的奖励最好 但难度也是非常之高 目前我们村还没有人通过 冒险者 你需要再考虑一下吗 灵异长呼一口气 微微压抑了下心中的悸动 看向眼前的王德发说道 不必了 正因为没有人通过 我才需要给大家打个样 王村长 你就放心吧 灵异转过身 迈着忐忑的步伐 朝着那镖游 试炼 二字的传送阵走去 向上挥了挥手道 备好韭菜 等我凯旋归来 我俩在一起 把酒言欢 他 灵异站在了试炼传送阵之上 耳畔传来了一道 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您选择的试炼等级为地狱 是否确认 确认 灵异双眸紧闭 显得有些紧张 话音刚落 羞 传送阵的光芒一闪 灵异消失不见 他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灵异双脚刚落地 他的耳畔 就传来了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欢迎来到集副本 地狱集转直试炼 击杀所有怪物 即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灵异长呼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洞窟内的氛围 异常寂静 昏暗的光线 勉强照亮了四周 显得幽深而神秘 在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 一个诡异的巨大坑洞 突兀地出现在洞窟的中心 显得格格不入 这个坑洞深邃而黑暗 坑洞的边缘参差不齐 锋利的岩石 如同利尺一般 显露出他形成时的狂暴力量 这个大坑 正是灵异先前攻击 修罗白虎产生的 与此同时 灵异的耳畔 传来了系统提示音 恭喜击杀修罗白虎 获得寿命零秒 经验零 恭喜玩家 归零通关级副本 地狱级转值试炼 用10零秒钟 评级结算中 系统的声音 一阵卡顿 而后 原本冰冷的系统 提示音变成了 娇嫩的罗莉嗓音 特殊条件达成 游戏日志 已有隐藏系统接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一阶段任务完成 目前进度25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进入炼狱级转值试炼 特殊传送启动中 10 9 如我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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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双眸不断闪动 再也压抑不住 那撬动的嘴角 果然 上次任务失败 果然是我杀得不够快 这个任务 居然是花费零秒内的时间 才能过关的任务 针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说 有些不明不白的卡了 但是至少 四星级任务 进度调动了 与此同时 萝莉嗓音系统的读秒结束 咻 灵异的身影瞬间消失 而就在灵异消失的一瞬间 那地上的大坑 正在被某种泥土 缓缓修复 一只慵懒的老虎 若隐若现般地 出现在了原地 它尾巴左右打着摆 正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眼睛半壁 似乎对周边的一切都默不关心 随着又一阵天旋地转 灵异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洞窟 洞窟岩壁上 布满了尖锐的石笋 已然全部断裂 洞窟的顶部悬挂着的石中乳 也全被击碎 地面上坑坑洼洼 像是被来回离地了三千次一般 地上歪七扭八地 躺着一堆已然死亡的怪物 偶尔有几道阳光 透过破碎的穹顶 照射下来 没错 这里是炼狱级转值试炼 且是灵异将所有血压 系怪物全部击杀后的地图场景 萝莉般的嗓音再次响起 欢迎来到集副本 炼狱级转值试炼 击杀所有怪物 岂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声音没有停歇 再次在灵异耳畔响起 东西玩家归零 通关集副本 炼狱级转值试炼 用十零秒钟 评级结算中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阶段任务完成 目前进度五十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进入深渊级转值试炼 特殊传送启动中 十 九 灵异听着这个所谓的 隐藏系统的声音 脸色涌现了一丝古怪 这个声音 怎么那么像小灵 话说游戏 引导员小灵 和那个小灵 不是同一个吗 虽说这也没什么可吐槽的 算了 话说这个任务 但就在这时 罗莉嗓音系统的 独秒再次结束 咻 灵异的身影 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时 站在了一根 高高耸立的石柱上 四处没有断臂残垣 放眼望去 四周是无尽的虚无深渊 真深渊试炼 小灵的甜美嗓音 依旧在灵异耳盼响起 欢迎来到集副本 深渊级转值试炼 击杀所有怪物 即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恭喜玩家 归零 通关集副本 深渊级转值试炼 用十零秒钟 评级结算中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阶段任务完成 目前进度75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去往中烟之门 特殊传送启动中 十 九 灵异的双眸 微微闪烁 眉头猥琐 再次续上了 刚才的自言自语 话说这个任务 处处充满着古怪 首先需要拿到 东南北三个宝库的 三把钥匙 然后引发西击点的副本 但是 进入几个宝库的暗语 基本没有人知道才对 拿到第四把钥匙后 还需要特定的暗语 才能触发相关剧情 然后打通三个难度 疯狂递增的转值试炼 然后 再从新手村的正规渠道 再次进入试炼 这任务 好像专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不 哪怕是我 错了任何一点点小步骤 可能都完成不了 不对 任务还没完成 灵异猛然一惊 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眉头紧皱到 这个四星级任务 还有个战力破照的 最终 与此同时 秀 她的身影 从深渊试炼的副本中消失 第六十章 ZZZZ及宠物 混沌骨犬 他 脚步落地的声音 清脆可闻 这次的传送 似乎换了个途径 灵异并没有在 白色涌道中停留 而是直接来到了一个 古老的原型大门前 中烟之门 灵异往脚下 微微一瞅 破损的稻草人 类别 稻草 品级 效果 无 描述 普通的稻草 可以当作易燃物 这里 正是她上次死亡的地方 这只最终 破翼战力的灵 一连她的模样 都没看清 直接因一个喷铁阵亡 虽说灵异的战力 已经破百亿 但根据上次的死亡日志来看 保守来算这只的战力 都有一兆 她面对这只最终 至少弱了整整百倍 灵异双手紧握 脸色略有些阴晴不定 难难自语道 要使用血牙直液转值卷轴吗 秀 一个卷轴模样的物品 被灵异从背包中拿出 她右手握着这个卷轴 显得有些犹豫 使用这个卷轴 我的普攻 多有血量百分比的伤害 并且还能装备血牙直坠 能大幅度提升我的战力 若是能够躲避的攻击 说不定还有机会 跟她掰掰手腕 但对面 既然有破罩的战力 被她摸到一下 血条可能 直接就会清空 现在的我 真的有机会跟她斗吗 就在灵异思索期间 中烟之门的门口 头顶是棕色毛发写的 汪 字 其余全身雪白 看起来极为可爱 她伸着舌头 左右甩着尾巴 颠着小步子 朝着灵异的位置 跑来 狗 这里为什么会有狗 灵异发动破灭之铜 看向这只 跑向自己的小土狗 混沌骨犬 类别 混沌兽 品级 级 等级 无 寿命 一万年 生命值 十兆 战力 一兆 技能 混沌吞噬 混沌骨犬 能够吞噬其他怪物的尸体 根据吞噬怪物的属性 获得相应战力 生命值 寿命的提升 混沌变身 混沌骨犬 可随时变身 为吞噬怪物的模样 且可使用 被吞噬怪物的所有技能 自身属性 可保留 变身可随时解除 虚空穿梭 混沌骨犬 能够瞬间穿梭至高位虚空 躲避当前时空的一切攻击 持续时间10秒 冷却24小时 混沌领域 在100范围内 释放混沌之力 形成领域 领域内的敌人 将受到持续的混沌侵蚀 属性下降20 混沌骨犬的属性 可提升20 持续时间30分钟 冷却24小时 古神之怒 当 混沌骨犬 暴怒时 可激发古神之怒 对周围 一切敌人造成 最低100万战力的毁灭性打击 范围最低时 随战力的增长而增加 使用此技能后 进入10天虚弱期 混沌进化 混沌骨犬 可不断进化 获得新技能 或属性的提升 进化方法未知 描述 混沌骨犬 是传说中的神兽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和潜力 它的出现 往往预示着 天地间的巨变 其力量 源自混沌初开之时 拥有着吞噬万物 转化战力的神秘能力 灵异瞳孔微缩 当即就要 展开手上的转直卷轴 扑 虽说那混沌骨犬 是跌着小步子跑来的 但似乎转眼间 就来到了灵异的面前 并且 扑向灵异 啪 咕噜噜噜 血牙直叶转直卷轴 还没来得及使用 就掉落在地 灵异被这只 突如其来的重量级 拥抱扑倒在地 它感到一阵晕眩 随后是一股温热的气息 混沌骨犬用它 那粗糙而湿润的舌头 一遍又一遍地 舔尸着灵异的脸颊 我没死 这狗子什么情况 灵异躺在冰冷的地面上 感受着脸上的湿润和阳感 不自觉地喃喃道 它不是最终吗 这是它特有的攻击方式 在灵异的刻板印象中 应该是强大而威严的 它们会用毁天灭地的力量 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而 眼前的这只狗 不仅没有展现出任何攻击的迹象 反而像一只撒娇的宠物犬一样 扑向了它 要不是看到了它恐怖的属性面板 灵异说不定会把它当成普通的狗子 才怪 普通的狗子 没有扑倒它的力量 灵异缓缓平静下来 微微侧目 这只狗的眼神中 没有敌意 没有狡诈 只有一种清澈和纯真 灵异一开始怀疑 这是否是的一种特殊能力 用以迷惑对手 但这狗子的行为太自然了 没有一丝做作 并且 它若是要杀自己 似乎并不需要多费什么力气 灵异手撑着地 猛猛地盘起腿 坐起身来 巴掌大小的 混沌骨犬 坐在灵异两腿之间 伸出舌头哈着气 一对葡萄般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它 灵异右手挠了挠头 脸色古怪地问道 所以说 上次是你 一个喷嚏 把我尬了 狗子人心话地点了点头 回应道 哇 灵异摊开双手 耸了耸肩无奈道 无所谓了 我也打不过你 时间也过了零秒 这次任务 指定是失败了 我现在就想搞清楚 你到底想干嘛 狗子给了灵 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同时开口道 忘 勿忘 灵异眉头微醋 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懂 突然 一道萝莉嗓音的系统提示音 在灵异耳盼响起 混沌骨犬 要认你为主 请问是否接受 什么 灵异瞳孔剧症 显然是被这道提示 阴整梦了 这种无限成长的四星级 顶级神兽 居然要认自己为主 而且 没有任何条件 白颂 这么骂 啊 狗子双耳微动 小尾巴左右 甩动着 再次给了灵异一个 你懂得的眼神 咕咚 灵异喉咙微动 不自觉地吞咽了下口水 用不确定的语气回复道 接接受 第61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进度99% 小灵娇柔的萝莉嗓音 再次在灵异耳盼响起 恭喜获得新宠物 混沌骨犬 是否给混沌 骨犬取昵称 灵异微微一愣 看了看面前的狗子头上的 汪 字 用不确定的语气回复道 那就狗子 交揉的系统提示音 再次传来 新宠物昵称为 那就狗子 是否确定 灵异摇了摇头 否 狗子 确定 新宠物昵称确定成功 可随时将宠物收入宠物空间 可在面板处 随时查看宠物信息 宠物死亡后 复活时间为24小时 成功收服面前的混沌骨犬后 灵异扎了扎嘴 才微微缓过神来 这样一只无限成长的四星级生物 就这么简单 被自己收服了 要知道稀有的宠物 都是非常难得的 在上一世 三星级的怪物 灵异听过也见过 但三星级的宠物 着实没见人拥有过 而灵异 现在拥有的是 四星顶级的宠物 混沌骨犬 这是何等的疯狂 灵异稍微压抑了下 自己悸动的心情 打开面板 看向狗子的属性 宠物混沌骨犬 昵称狗子 忠诚度100 类别混沌兽 品级 级 等级 5 寿命 1万年 生命值 10兆 战力 1兆 技能 混沌吞噬 混沌变身 虚空穿梭 混沌领域 古神之怒 混沌进化 新增技能 眼神会议 给主人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传达自己的心声 浅显伪装 发出喵喵叫的声音 来伪装自己狗子的身份 混沌进化发动效果了 直接获取两个新技能 不过这新技能的效果 好吧 先不说后面那两个新增的奇怪技能 小汪的其余属性和灵异之前探查的一般无二 其他的网游里 在打败再将其收复为宠物之后 宠物的属性 基本都会从零开始 或者大幅度下降 而 不一样 和其他网游完全不一样 完全没有喜白若三分的说法 技能和属性百分百复刻 甚至还多送了两个技能 策划似乎一点不担心游戏的平衡性 牛逼 灵依似乎想起了宠物店罗伯特的忠告 他看着眼前乖巧的狗子 右手缓缓地朝着他的头顶 叹去 摸 揉 揉 感受着狗子柔顺平滑的毛发 一股浓稠的笑意 自灵依脸上洋溢而出 这一刻 他就像一个普通人 在录一只普通的狗子 有一种纯真的 游心的喜悦 狗子似乎也很舒服 他双眼微微眯着 微微仰起小脑瓜 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 喵 一道略显违和的声音 自狗子嘴中发出 顿 灵依的大手 微微一致 他脸色古怪地看向面前的狗子 略作沉吟开口道 我真不知道 前嫌伪装 这个技能有什么用 要不把这个技能忘了 狗子双眼微眯 侧目看向灵依 而后 他的眉毛 人性化地上下动了动 似乎使用了技能 眼神会议 灵依眉头微皱 而后缓缓起身 疑惑地注视着 躺在地上的狗子 这是刻在你骨子里的技能 无法忘记 这么扯淡的吗 哎 为什么我知道 你想说啥 狗子又前肢撑着脸 左爪人性化地朝着 中烟之门 指了指 眉毛再次上下挑动 灵依吸起地上的 血压直叶转直卷轴 收进背包里 目光顺着狗子指的方向看去 毛子肿夹杂着些许疑惑 嗯 让我进去 这中烟之门里 到底有什么 灵依轻移脚步 站在了中烟之门的门口 与此同时 狗子小腿蹬地 踏在灵依的右肩上 门外似乎看不清门内的景物 只觉得隐隐有光芒照射出来 莫非门内 还有更强的怪物 无所谓了 灵依微微朝右肩侧目 笑着开口道 反正这趟已经够转了 死就死吧 他 灵依抱着必死的决心 一步踏入中烟之门 娇柔的系统提示音 突然在灵依耳盼响起 欢迎来到极副本 中烟之殿 击杀所有怪物 岂可完成试炼 祝你好运 恭喜玩家 归零通关级副本 中烟之地 用时零秒钟 评级结算中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四阶段任务完成 目前进度99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集 获得奖励 激发之药 十分钟使用权 请在十秒钟之内 双手握紧 激发之药 十 九 零一站在中烟之地 看着漂浮在眼前的巨大钥匙 愣住了 这是什么 眼前的这把钥匙 表面覆盖着层层岁月的痕迹 仿佛见证了无数个世纪的变迁 把手是一个完美的半圆圈 其大小足以容纳两只成人的手掌 钥匙上有一些诡秘的纹理 忽闪忽灭 表面似乎流转着一种古朴的气息 晦涩而神秘 激发之药 类别 钥匙 品集 集 效果 开启 激发之霞 描述 唯一性物品 不可复制 不可破坏 不可拥有 零一的目光从钥匙上移开 它站在这片被称为中烟之地的副本世界中 四周的景象 让它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 这片土地 似乎无边无际 放眼望去 视野中满是散落的碎肉块和肉末 这些残骸散落在地面上 却诡异地没有散发出任何血腥味 仿佛它们的存在 只是为了增添这片土地的荒凉与死寂 四周的空气里 萧瑟和肃杀之意弥漫 仿佛连风都带着刺骨的寒意 这里没有生命的迹象 没有鸟鸣 没有虫叫 甚至连草木都不愿再次生长 脚下的土地 仿佛承载着无尽的悲伤和绝望 然而 就在这片死寂之中 远方却有一处通天的光柱 它如同一根巨大的光剑 直插云霄 将这片昏暗的世界照亮 光柱周围 空气似乎因为光的照射 而变得扭曲 形成了一种梦幻般的光运 这光运 随着光柱的移动 而缓缓流转 仿佛是这片土地上 唯一的动态 这里到底是 灵依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双眸充斥着一丝震惊 系统提示音 一刻不停地响起 四 三 二 一 我 灵依长呼一口气 双手握紧 激发制药的把手 开口道 我倒要看看 都这么大的圈子 到底值不值得 秀 灵依化音刚落 就被浮在空中的 激发制药 瞬间带走 以远超光速的速度 朝着那光柱 快速移动而去 第62章 26孔的天命手链 激发制药 如一道极迟的流星 略向中烟之地 的中心 好在钥匙似乎散发出了一个保护罩 包裹着灵依 使其 不被超高速的锋利 撕扯成碎片 由相对论可知 速度很快 相当于速度不快 所以 地上的一切景物被灵依尽收眼底 他双手紧握着钥匙把手 脸上的神情不断地变换着 地面上的高山 沟壑 丛林等场景不断闪烁着 但任何一片地方 均充斥着各色血液和肉资 一 真下饭 这场面 他真没见过 四星顶级副本 中烟之地 地图实在太广袤了 不过想想也知道 级副本比级副本的难度 提升的可不止一档 嗯 你非要问提升多少档 概念不足 那就量化计算 没错 难度仅仅只提升了四十三万九千四百档 毫无疑问 这里 似乎是由于某种变故 怪物瞬间全灭 咕咚 灵依吞咽了一下口水 微微侧目 看向自己又肩上的狗子 话说你之前不会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吧 小汪脸上 浮现了一抹人心花的恐惧 而后轻轻叫了一声 喵 灵依再次转头 看向目标所在的光柱 尖口不语 若是按照前三个副本的尿性 这里曾经的存在的生物 全是 级别的生物 只不过自己 似乎因为系统 将这里怪物的死亡全算 在自己头上了 好家伙 这些玩意 谁能打过呀 怪不得叫做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尼玛 谁都完成啊 秒击杀这些级别的大 拜托 有没有搞错啊 我可还没出新手村呢呀喂 时间缓缓是 突然 一阵耀眼的光芒传来 咻 他 刚一落地 灵依双脚有些软 差点亮枪摔倒 他查看了下 自己的游戏日志 要是带着他 飞了九分钟 飞行距离光年 一分钟飞翼光年的距离 尼尼圆上马 我不对 离尼圆上谱 灵依环顾四周 俯瞰大地 广袤的中央之地 尽收眼底 只不过因距离有点远 只能隐隐看到 血红的地面 不过 那道神秘光柱 倒是没再看到 真相 当然只有一个 他正身处于 那道神秘光柱的最中央 灵依双手紧握着 激发之药 钥匙前 有一个闪烁着着 各色流光的正方体 正方体的一面 有一个钥匙孔 正对着灵 一手上拿着的钥匙 激发之侠 类别 封印 品集 集 效果 隐藏封印物的一切气息 只可被 激发之药打开 描述 唯一性物品 不可复制 不可破坏 不可拥有 到了现在这一步 狗都知道怎么玩 多了这么多圈子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灵异裂开嘴巴 双眸中 闪烁着一丝疯狂 双手推动 激发之药 插入 激发之下 中 严丝合放 缓缓扭动 咔 索月焦合之处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突然 钉 一声长钉 自空中响起 与此同时 小灵的罗利系统嗓音 在灵异脑海中响起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五阶段任务完成 目前进度100 恭喜你完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获得奖励 混沌竞技链 激发之药 激发之侠 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瞬间化为两道流光飞走 只留下了一个手链 在空中漂浮着 手链在空中缓缓旋转 每一次转动 都会带起一阵阵细微的波动 这些波动虽然微弱 但却能够影响到周围的空间 使得周围的空气 都开始随之震动 这个手链 它的材质非金非银 非目非时 而是一种未知的神秘物质 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令人难以捉摸 手链由26个镂空的 英文字母组合而成 每个字母都精致无比 从道 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形 手链的表面 留意着黑白两种流光 它们交织在一起 如同阴阳两极 相互依存 相互转化 黑光深邃 如同夜空中最深沉的黑暗 白光明亮 如同破晓时分 最纯净的曙光 两种光芒在手链上流转 时而融合 时而分离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盛宴 手链的中心 是一个小巧的宝石 它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与手链上的黑白流光 相应成去 这个宝石 似乎是一个能量的源泉 为手链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力量 混沌竞技链 类别 天命手链 26孔 品级 级 特性 不可掉落 不可复制 不可掠夺 不可掩灭 以绑定宿主 归零 效果 神经感应 被动 1万公里范围以内的字母神经 会被混沌竞技链感应到 发出闪烁并指引方向 站立狂飙 被动 每拥有一枚字母神经 宿主本体 站立翻10倍 自密 被动 每一枚字母神经都能触发 疾疑自觉 赋予宿主极大提升 自密 神经缺失 效果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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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未知 自秘,神经缺失,效果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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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无缺,主动,效果未知,须及其26枚字母神经 描述 不该出现在世上的恐怖宝物 一旦现实会给某些至高存在带来恐慌 第63章 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通告 什么情况? 孔的天命手链,莫不是在逗我 三星顶级八孔的天命手链已经够狠了好吧 每一孔都是异常珍贵的 而现在孔术却像不值钱一般,给了26个 与之相比,在其他游戏里 七孔的永恒命图之客和十五孔的天谴之日都弱爆了 各专属孔 闻所未闻 而且 每个专属孔都能给予顶级四星效果 自秘 与之相比 九自秘十么的都弱爆了 不过,但若没有专属的神经 那这混沌竞技链就仅仅只是一条有点好看的装饰品 但现在,手链上的曹和 曹正闪烁跳动着忽亮灭的光 灵依伸出右手,探向那在空中不断翻转的手链 摸 一股微微冰凉的触感传来 咔 蹦 撑当当当 灵依右腕上的极天命手链 星辰三角链瞬间碎裂开来 手链的碎片和三枚宝石散乱地落在地上 混沌竞技链则是瞬间自动穿戴在他右腕上 灵依甩了甩胳膊 右腕上的混沌竞技链与其仿佛已然融为一体 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稚固 突然 混沌竞技链上的宝石微微发亮 一阵轻柔的风扶过 伴随着风声似乎还有细微的铃铛声响 一道身影在灵依的面前瞬间凝聚成形 一个模样可爱的精灵拥有着尖尖的耳朵 背后那一双透明般的翅膀轻轻扇动着 白嫩嫩的小脚上还挂着两串可爱的小铃铛 此精灵正是小铃 与此同时 银铃般的萝莉嗓音在灵依耳盼响起 哦啦啦 主人 你终于来了 人家等了你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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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灵依看着眼前的小铃略微显得有些震惊 你是之前给我发布任务的 那个小铃 小铃歪了歪脑袋 娇俏的大眼睛迷茫的眨了眨 我并没有给主人发布任务呀 或者说 主人你想玩任务 灵依双眉微皱 那你怎么叫我主人 小铃白嫩的小胳膊掐起小腰 得意地在空中转了两圈 兴奋地怪笑道 吼吼吼吼 因为你是混沌竞技恋的持有者 所以 世界上最最聪明 最最可爱的小铃 也就是我 就勉强认你为主人了 吼吼吼吼 灵依看着眼前的小铃 思绪不断地流转 眼前的小铃 和自己之前遇到的小铃 从模样 形态 声音来看 一般无二 但她却否认了之前 给自己发布任务的事 目前来看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她 非常善于伪装 要么就是 还有其他的小铃 想到这里 灵异直截了当地问道 还有其他的小铃吗 小铃微微一愣 而后嘟着小嘴巴 显得有些闷闷不乐 你说的是小铃吧 那些小铃 都是我的仿造片 是一群小偷 造出来的冒牌货 灵异瞳孔微缩 你说的是游戏 引导员小铃 小铃双手掐腰 气鼓鼓地道 引导员算个什么东西 我可是游戏管理员 不过我的权限 都快被那群小偷脱光了 哎呀 烦死了 灵异瞳孔微缩 呆愣愣地 看向眼前的小精灵 小铃 竟然是的 而自己 居然稀里糊涂地 成为了她的主人 还有这种事啊 那群小偷是谁 你现在还剩下什么权限 灵异双眸闪动 从小铃的话中 瞬间提炼出了 两个重点问题 小铃微微一愣 右手白嫩的食指 顶着脸颊 似乎在尽力回忆 那群小偷是谁来着 时间太长有点忘了 至于说我现在的权限 就在小铃回忆之时 天空中的那道 钉 声呼地暂停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天空中响彻 全宇宙全种族全批字通告 请注意 再然后 这道系统提示音 一遍遍地在空中 响彻炸开 全宇宙全种族全批字通告 请注意 全宇宙全种族全批字通告 请注意 全宇宙全种族全批字通告 请注意 与此同时 灵异尔盼也传来了系统提示音 恭喜您获得混沌晋级链 完成级隐藏任务恐怖复苏 全宇宙全批字 所有人族玩家 将会获得一枚天赋进阶神识 您获得奖励 声望点100级 天赋进阶神经 是否隐藏姓名 咕咚 灵异喉咙微动 眼珠子惊讶地 快要突出来 一100级 一级是10的48次方 100级就是10的50次方 也就是一后面 有50个灵 就这么说吧 把灵异上一世遇到的 所有声望商店 声望商人的东西 打包带走 都花不掉这100级声望的灵头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至于说 隐藏姓名 不好意思啊 灵异咧嘴一笑 眸子中闪烁着一丝疯狂 缓缓开口道 我 突然 他面前 漂浮着的小灵 表情严肃 打断了灵异的话 沉声开口道 隐藏 灵异疑惑地看向小灵 等待着他的解释 主人 如果你不隐藏姓名 会被那群小偷检测到 以你目前的实力 毫无还手之力 小灵皱着小眉头 略显严肃地解释道 哦 我又不傻 本来就要隐藏的呀 灵异无奈地摊 开了双手 主人 你现在快点 想一个长一点的名字 小灵灵动的眼珠子 转了半圈 略显狡黠地催促道 灵异眉头微皱 不确定地出声道 歪比歪比 歪比巴博 小灵点点头 笑了笑道 好名字 突然 天空中的系统声音 开始播报事件 全宇宙全种族 全批词通告 恭喜人族玩家 歪比歪比 歪比巴博获得 手指 完成及隐藏任务 Nash 所有人族玩家 将会获得一枚天赋 进阶神石 普天同庆 令 因 Nash 事件推动 全服将进行不停服更新 更新将在七个自然日内完成 望西之 第六十四章 Q字密 气 W字密 无 全宇宙全种族 全批词通告 全宇宙全种族 全批词通告 空中的通告 再次响起两次 随后整个世界 便禁忌无声 通告结束 01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蓝色的传送阵 咕咚 01吞咽了下口水 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小灵 能直接改写 全服通告的内容 啊 这游戏这么玩的 小灵掐着腰 像似妖宫般笑道 没错 这就是我还剩下的权限 那就是篡改数据 当然了 这种修改 只是表面意义上的 就像你的面板站立是一阵 我把信息改成一载 你的实际战力 还是一阵 小灵看向01 双眸逐渐瞪大 嗯 我是不是眼花了 主人你的战力 怎么才一百页 怎么会这么弱 难道当前的游戏环境 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吗 听着小灵 不经意间的嘲讽意味 01顿时绷不住了 放你娘的五香麻辣屁 我弱个鸡毛啊 你给我看清楚 我才十级 还没出新手村啊 小灵没有说话 瞳孔微缩地看向01 嘴巴里不住地喃喃道 0的魅力 还有两枚神经 步不错 01猛然回神 意念微动 神秘的神经和 神秘的神经 瞬间出现在她面前 修 修 两枚神经一出现 瞬间化为两道流光 被吸入手腕上 混沌竞技链的对应曹味上 归位 归位 01再次看向 自己那26孔的天命手链属性 目前的改动有三处 战力狂飙 被动 每拥有一枚神经 宿主本体 战力翻十倍 目前两枚 目前战力增幅一百倍 自密 被动 每一枚神经都能触发疾疑自觉 赋予宿主极大提升 自密 气 宿主获得极武器 气 气将无视品级 可以吞噬其余任意武器 包括但不限于特定职业的专属武器 气 每吞噬一种武器 宿主的攻击速度提升0 气 可以随时变换为 曾吞噬过的武器 并获得原武器的特殊技能 增幅 效果等 宿主将无视使用限制 使用气变换的任意武器 描述 大气 晚成 不外如是 自密 无 效果 宿主获得极职业无 宿主的生命值和魔法值 数值等于一百倍战力的本体战力 宿主将无视职业限制 随意学习并使用其他任意职业的技能 包括但不限于专属技能 宿主将无视职业限制 随意穿戴其他任意职业的装备 包括但不限于专属装备 宿主每击杀一种不同职业的玩家 技能威力永久提升1 宿主可学习的最高技能数量 将不受数量限制 描述 不学 无 数 审时 十多事 灵异张开嘴巴 呈石化状 半上说不出话来 阵步 疯狂阵步 这尼玛是什么 好家伙 动不动就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游戏是我家开的 两枚神经 让战力提升一百倍 目前战力一万亿 也就是一兆 而且 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提升的是本体战力 而不是总战力 再变态 总得有个限度吧 刚出新手村 战力破罩 别人还玩鸡毛啊 好好好 战力就不说了 毕竟只要再升两极 战力也能破罩 这个武器 气 莫不是在开玩笑 可以随意吞噬各种武器 获得原武器的属性 和各种技能效果 并且 还能永久提升百分比攻速 要知道 每种职业 甚至专属武器 都不止一种 零一上一试 虽然没仔细 计算武器的数量 但数量绝对不止千万 破一都很有可能 什么一秒四破 一秒五喷都落爆了 甚至一刀 999都落爆了 吞噬到极致 零一甚至能一秒 99999刀 手速能活生生地 把空气撸尾 另外 这个 职业 是认真的吗 简单来说就是 百倍生命与魔法 装备技能随便用 技能学习无上限 猎杀不同职业者 获取技能威力增幅 无敌了 并且 自己有着百分比 获取经验的方式 上一世的他 并没有关注于 各种职业的数量 但肯定不止百万 千万 一千级 一万级 都很有可能达到 但上一世的零 一并没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突破 苍蓝介语 再进入上一层的世界 外面的特殊职业 或许更多 十万级 真的真的不是吗 到了十万级 那01的面板战力 就会一后面十万个零 来的董哥 说说这个数叫啥 反正我不懂 这么强大的 混沌竞技练 获取流程再复杂百倍 都不过分 不是哥们 这游戏不是宣称没有吗 啊 那我这眼前都是傻啊 级别的天赋 级别的宠物 级别的天命手链 级别的职业 级别的武器 再配上一个游戏 我玩游戏 本来靠的是技术 你现在 让我靠仙术 你这样 还让我有个毛的游戏体验啊 我玩的不是大型网游吗 啊 怎么突然变成了私服 割草游戏了 这些东西 放在狗身上 狗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吧 突然 01看到了 自己背包里 躺着的那个刚得到的天赋 进阶神经 天赋进阶神经 类别 神经 品级 级 效果 是天赋生意心级 上线级 目前可用于天赋 破灭之童 描述 脱胎换骨 立地成神 灵意尴尴尬一笑 用大拇指 反朝着自己虚空成像的背包里指了指 这不 又来了 第65章 SS 集天赋 紫金 双眸 就在灵仪 暗自审笑的时候 天空中再次传来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 人族玩家 储流香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感谢 歪比歪比 歪比巴布 大佬 让我的疾风行者天赋 进阶为疾风 隐月灵天赋 大恩永久铭记 人族玩家开炮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感谢 歪比歪比 歪比巴布 大佬 感谢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你是我亲爸 爹 战族玩家 战斗 爽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人族 什么狗屁弱小种族 听都没听过 修罗族玩家 嗜血一线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什么狗屎运 居然完成了 推动游戏进程的任务 有胆子来 通天战场 欲与我一战 海族玩家 小飞鱼来喽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我记得我一片新育养殖场的奴隶 都是人族 如果 歪比歪比 歪比巴布 你在其中 请私聊我 我立马让你升级为高级奴隶 狮魂族玩家 借狮还魂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手指 是什么宝物 董哥请立马私聊我 大大有赏 摩歇族玩家 日常双标 发布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传音 一百兆年说 一句话的留言 也要发布 闲命多事吧 一群煞笔 血魂族玩家 无燕族玩家 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 如一道道惊雷 一刻不停地在天空中乍响 咕咚 灵异听着空中 接连不断的流言声 艰难地吞咽了下口水 暗自惊叉道 乖乖 发布一条全宇宙全种族全批次留言 需要一百兆年 真是一群副哥们 我还无中生友 多了个儿子 幸好不是用我自己的昵称 不然别说那些小偷了 不然这些异族玩家 都够我吃一壶的 不过 他们应该跟我不是一个批次的 现在应该遇不到 而且人族现在的境地 貌似比较差 灵异摇了摇头 暗自审笑道 管我屁事 闲吃萝卜蛋操心 我才只是个新人玩家啊 灵异顿了顿 嘴角微微咧开 不过 你们可以小看人族 可不要小看身为人族的我啊 现在叫的有多大声 以后死的就有多惨 小灵 把这些发留言的玩家名字 都给我记下 小灵乖巧一笑 微微露出一对小虎牙 好嘞 灵异取出背包中的 天赋进阶神经 淡淡出声道 使用 秀 神经化作一道光 瞬间射入灵异眉心 它的极天赋 破灭之铜 瞬间发生了变化 紫金双眸 品级 效果 左眼极紫色 可堪破不高于自身 占领一万倍的生物属性 右眼极金色 可堪破最多 未来三秒 即将发生的画面 天赋技能 一 紫金开 可提升二十的魔攻 每二十四小时 可使用一小时 二 金极开 可提升二十的物攻 每二十四小时 可使用一小时 三 双击旗开 可提升二十全属性 每二十四小时 可使用五分钟 双眸紫金特效 可随时打开关闭 每生一级 战力万 此项 由于特殊原因 已失效 这是两星天赋 说是三星天赋 灵异 都不足为奇 可能是由于 增加战力的项失效 由于补偿效应 让其余效果 变得更强了 不仅可以查看 更高战力怪物的属性 还能对战力 有所提升 甚至 居然能预测 三秒以后的未来 要知道 高手过招 胜负只在毫厘之间 三秒的时间 可以瞬间扭转局面 足以转威为安 化败为胜 灵异再次探查了下 自己的属性 人物 归灵 种族 人族 等级 十级 职业 无 寿命 两万一千三百五十四年 天赋 紫金两级同 灵的魅力 声望 一百级 灵头省略 战力 一万亿 一兆 灵头省略 生命值 一百兆 魔法值 一百兆 攻击速度 二十次 移动速度 一 宠物 混沌骨犬 狗子 技能 遗海战术 狂狼之怒 暴之迅捷 狂暴冲锋 道具 混沌禁忌链 血牙之坠 修罗刀 势力 五 小灵 能不能把我的面板信息 修改一下 万一别人有童树天赋 那跟被看个 金光没啥区别 灵一看着 自己豪华的面板属性 不自觉地扎了扎嘴 这个好办 啪 小灵笑着打了的响指 并用嘴巴说出了 啪 这个字 十分可爱 人物 归零 种族 人族 等级 十级 职业 无 寿命 五千年 天赋 破灭之童 声望 两万一千三百 战力 八百亿 生命值 八百亿 魔法值 八百亿 攻击速度 五次 移动速度 一百 宠物 狗子 技能 遗海战术 狂狼之怒 道具 血牙之坠 修罗刀 势力 无 如何 如何 小灵身边 出现了一个虚拟面板 朝着灵 一腰攻刺地 询问道 不错 灵异同样十分上道 朝小灵 竖起了大拇指 狗子 趴在灵异的右肩上 模仿着主人的动作 他几眉弄眼的同时 也朝前 伸出了自己的右肘 非常可爱 小灵再次在空中 兴奋地转了半圈 掐着腰笑着说道 吼吼吼吼 那是 我可是天地间 最最聪明 最最可爱的 哎哎 莫等小灵话说完 灵异捡起地上 掉落的三颗宝石 而后一步踏入眼前的 蓝色传送阵 催促般地说道 走了 得赶紧出新手村了 小灵不满地嘟了嘟小嘴 而后瞬间飞入 灵异右手腕的 混沌竞技链之中 第66章 苍蓝介域有多大 秀 踏 灵异双脚踩在地上 看着不远处的 修罗白虎 显得有点猛 这里竟然 还是新手村的 地狱级转直试炼 修罗白虎 察觉到来人 双眸闪烁着凶猛的光芒 缓缓立起身子 四肢紧绷 仿佛随时做好了 进攻态势 吼 一声洪亮的巨吼之后 修罗白虎 动作迅如闪电 朝灵异猛地扑过去 灵异仍旧站在原地 右手轻轻挥动了 一下面前的空气 并没有触碰到袭来的 修罗白虎 但 修罗白虎自觉身子 在空中停滞了一瞬 而后 在他惊恐且疑惑的眼神中 只觉得一阵进风传来 他的身形 快速倒退 甚至比进攻的速度 还快了百倍 修 哼 修罗白虎 瞬间砸在了墙壁上 尸骨无存 地狱级转直试炼的地图 被砸出了一大片空缺 隐隐有阳光射进来 空中飘荡着一些 细小的血雾 在光芒的照射下 显得熠熠生辉 修 零一瞬间 来到地图的空缺地 摸了摸面前的空气 撇嘴不屑道 切 原来 只是空气强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了 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恭喜击杀修罗白虎 获得寿命一年 经验一百 恭喜玩家 归零通关级副本 地狱级转直试炼 用时15分钟 评级结算中 结算完成 本次副本评级为级 获得奖励 修罗刀 修罗职业转直卷轴 十秒钟之后 副本会将玩家强制踢出 请窒息 灵一略显懵懂地点了点头 地狱 副本以后的游戏日志 应该是被隐藏了 十秒钟之后 光芒一闪 灵一瞬间 消失在原地 好心守村 村长院子里 王德发 坐在一个椅子上 他的面前 是一桌丰盛的韭菜 桌子对面 还有一个空椅子 对应的位置 还多了一双碗筷 他 仿佛在等着什么人 王德发 在等待十分钟之后 还没见灵一死出来 他顿时觉得这个年轻人 非常有希望通过 地狱级别的转职试炼 所以专门备了这桌韭菜 突然 那标友 试炼的传送阵一阵波动 一个人影缓缓凝聚成形 此人 正是灵一 王德发激动地站起身来 右手朝前虚空伸着 脸上充斥着满是笑意的褶皱 公 灵一撇开嘴巴 笑着迈入眼前标友 出村 标识的传送阵 与此同时 他淡淡出声道 秀 灵一刚刚凝聚成形的人影 再次消失不见 王德发向四倍施加了定身术 右手悬停在半空中 半上没有说出话来 秀 灵一仿佛灵魂出窍般 被一股神秘力量裹挟着 在无尽的星空中 快速穿梭着 他的耳畔 传来了一道道娇嫩且空灵的萝莉音 人族玩家 龟灵 您好 我是游戏 引导员小灵 您是所在宇宙第132经43 照22亿 225723名 进入苍蓝界域的人族玩家哟 您的800亿战力 在本宇宙人族玩家中 暂列第一 请再接再厉哟 虽说 苍蓝界域广袤无垠 但玩家 依旧全是人族哟 在这里 我要跟您说 下新手续知第8条 玩家若是 被玩家击杀 被击杀的玩家 将会损失一半寿命 那一半的寿命 将会再次平均分成两份 一份一散于天地之间 另外一份 将会归被杀者所有 所以 就算全是同族玩家 他们也可能 并不会对你心慈手软哟 还请坚强地活下来 更好地享受游戏吧 声音戛然而止 但所谓的 苍蓝界域似乎很远 灵异依依旧 被神秘力量包裹着身子 朝着某个地方 传送而去 灵异双眸中 快速倒映着 空中滑过的各色星球 再也压抑不住嘴角的笑容 苍蓝界域 是自己曾经苦苦 挣扎过十年的地方 没错 由于太弱 灵异甚至没有去过 苍蓝界域以外的地方 但可千万别小看 苍蓝界域这处世界 说广袤这个词 大家可能有些不理解 给大家一个量化的概念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宇宙 到底有多大 首先 等于千米 灵异原先所在的蓝星 直径为一万三千 开普勒时 被称为特级蓝星 直径三万一千 海王星 直径五万 天王星 直径五万 土星 直径十二万 蓝星上人类 曾了解到 已知质量最小的恒星为二 直径为十二万 木星 直径十五万 作为年龄 仅为五百万万年的新恒星 直径为九十万 太阳 直径为一百四十万 天狼星 直径为二百五十万 双子座星 直径一千二百八十万 大脚星 直径三千六百万 碧秀五 金牛座中的一等星 直径六千四百万 身锈七 猎户座星 直径九千万 手枪星 直径四亿 天蝎座星 直径十二亿 身锈四 猎户座星 直径十五亿 大犬座星 直径二十亿 盾牌座 红色超巨星 是蓝星上 人类已知的最大恒星 直径二十五亿 但是 但是 光行走一天的距离 为二百五十九亿 是盾牌座直径的十倍 一光年 距离约为 九万四千六百零五亿 灵异原先所在 蓝星所在的银河系 有着数千亿颗恒星 银河系的直径 为万光年 而银河系 只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 数十万星系的其中之一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直径约为五亿光年 而宇宙网 则是由数十亿个星系组成 假设宇宙 也是个球状 目前 可见宇宙直径 九百二十亿光年 半径四百六十亿光年 由球的体积 计算公式球 围球半径 可见宇宙体积 可见宇宙 可见宇宙质量 占总宇宙质量五 宇宙总体积 宇宙总体积 可见宇宙 宇宙总体积近四 可见宇宙体积的二十倍 由以上计算出 宇宙总直径 两千五百亿光年 没错 这么大的宇宙 里面的所有人族 都可以被苍蓝界域装下 而且 还丝毫不会显得拥挤 那么 大家对苍蓝界域的广袤 一定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吧 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再次传来 十秒之后 将传送完成 十 九 灵异嘴角微微勾起 他闭上双眼 静静等待着落地的那一刻 第六十七章 新人杀手 强大的黑子 他 传送完毕 灵异缓缓睁开双眸 只见对面有四个人 正齐齐地看向自己 一人身穿黑色背带裤 梳着一头油光发亮的中分头 嘴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笑 他正蹲在地上 把玩着手中的匕首 面带笑意地 看向刚传送过来的灵异 另外三人 则是站在中分头身旁 看向灵异的眼神中 带着不佳掩饰的 轻挑和戏血 哈哈 老大 又来一只肥羊 今天已经第十八只了 这行来命就是快 反正 他们也走不到主城里去 不如我们送他一程 你们看到他的眼神了吗 笑意中 夹带着一丝 僻腻天下的霸气 笑死我了 和前几只肥羊一开始的表情 一般无二 不过也理解 他们都在新手村作威作福惯了 一瞬间 有些转变不过来罢了 让他们清醒清醒 对自己 有个清楚的认知 确实算是 做了一件大善事了 没错 哈哈哈哈 灵异看着眼前 肆意大笑的三人 又看了看 蹲在地上 那显得云淡风轻的中分头 心中瞬间了然 自己是遇到传说中的新人杀手了 新人杀手 专门猎杀刚出新手村的新人 以赚取装备或寿命 新人从新手村 传送过来之后 不会降落在 主城或者皇城之中 而是随机降落在野外的地方 想要进城 要么就击杀一路上的怪物 要么就付出一半 受命死进城 灵异上一世 并没有碰到所谓的新人杀手 而是被路上一只怪物 随手拍死 在主城中 完成重生的 而现在 眼前的这几个人 把自己当成了 懵懂无知的新人 也就是他们口中 所谓的肥养 终日打宴 如今有宴想来灼我眼 笑话 殊不知 真正的猎人 都是以猎物姿态出现的 想到这里 灵异用紫金双眸 查探了下眼前几人的属性 和职业 站着的三人职业 则分别是 苍蓝法师 苍蓝战士 苍蓝顿战 嗯 非常重规重矩的职业 而蹲着的那个人 灵异双眸 微微一宁 此人 有点意思 人物 黑子 种族 人族 等级 十五级 寿命 三千四百十八年 职业 黑影刺客 品级 效果 每升一级战力万 面板上 没有一种带 黑的词条 都将提升 宿主一百万战斗力 对抗名字中带有 黑字的怪物石 伤害加成十倍 暴力提升十倍 天赋 纯黑字 品级 效果 每击杀一只名字中 带有 黑字的怪物石 战力永久 夜晚时分 移动速度提升五百 周身十米范围内 飞组队玩家 有两星级天赋时 战力提升一千 声望 六百二十 战力 四千八百六十万 生命值 一千万 魔法值 二十万 攻击速度 八次 移动速度 二十八 宠物 五 技能 黑狗咆哮 黑狗引杀阵 黑狗嘲讽 黑狗冲刺 道具 黑暗背带裤 专属 黑暗独刃 黑暗披风 蔡美美精心制作的黑布鞋 势力 黑狼拥兵团 职位 团长 灵仪看向蹲着的 黑子 用只能自己听见的声音 喃喃道 只会打两星的黑子 真是可笑 他摇头轻笑了一声 而后略显茫然地 看向眼前的四人 摊开双手无辜地说道 诸位 这是何意啊 灵仪话音刚落 对面站着的三人 立马捧腹大笑起来 啊 哈哈 新人就是新人 什么都不知道 笑死我了 他不会以为我们 要跟他玩过家家吧 黑子 右手微微抬起 示意众人净声 看着眼前 一脸茫然的灵仪笑道 新人 你能这么快升到十级 想来也是 有点实力的 鉴于你第一次踏足 苍蓝介狱 作为前辈 我这边 有些冷知识 要告诉你 距离这里 最近的主城市 延五城 大概三十公里 主城 都有专门的防护罩 所以十分安全 没有怪物 能够靠近 而在这三十公里的路程上 横跟着无数 战力爆表的生物 每一只生物 可能都有着 数百万上千万的战力 或许路上一只 不起眼的蚂蚁 都能让你死于非命 没有实力 挖地三尺 都活不下去 哦对了 你也挖不了的 相比于新手村来说 苍蓝介狱的地图 更加坚硬 我说一个 你认知范围以外的数字吧 一亿 一亿战力 才能产生摧毁地图的效果 比新手村 整整高了一百倍 啪 黑子 右手一拳砸下 将他面前的地面 砸出一个小凹坑 而后他缓缓抬起头来 邪魅地 笑着看向灵依 我的战力不高 仅仅只有五千万 不过就算这样 已经达到 能够初步摧毁地图的水准了 秀 黑子 左手微动 一把黑色的匕首 插到了灵依的脚前 交了你这么多东西 总得交点学费的 玩家死亡之后 可以再距离最近的主城重生 我把匕首的使用权 暂时转给你了 自问吧 死在路上也是白死 还不如分我点寿命 我叫 黑 不过你可别恨我 该恨你自己才对 让你死亡的原因 不是其他 而是由于 你的弱小 第六十八章 彩暴 黑子 狗头 黑子 旁边的三人 同样纷纷附和道 老大真猛 不愧是高手 居然能一拳 垂出一个小土坑 假如一亿战力的实力 叫做战地 老大已经半步战地了 老大 还是太善良了 居然教了新人 这么多东西 灵依承认 对面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但是不多 由于 纯黑子的效果三 若是对面的战力 觉察出自己有两星天赋 战力会翻十倍的同时 也会更加警惕 不过现在的黑子 依旧显得风轻云淡 说明他自认为 看透了自己 觉得自己 只是一星天赋 而且 自己刚出新手村 估计也不会想到 自己有多么高的实力 黑子 可能迄今为止 都没见过三星天赋 自然也不会 往三星上面去想 而且正如 黑子所想 灵依目前的面板数据 只有一个一星天赋 但殊不知 灵依不仅有一个两星天赋 还有一个 超出他认知的四星天赋 黑子 自以为站在了第五层 却并没发觉 他所俯视的那个人 已然站在了大气层 小小 黑子 可笑可笑 而且 就算自己 真的只是一星天赋 再不了解天赋 和职业之前 贸然动手 也不是聪明之举 黑子 他太不懂这个游戏了 歇 灵依咧嘴一笑 他弯下腰 握住了插在地上的匕首 在眼前 反复打量着 那三个小喽啰 朝着灵依围过来 嘴里不住地叫嚣道 对 就是这样 别让老大等着急了 速速自吻 放心 那匕首上 还有着毒 死了不算自杀的 不要企图负于顽抗 那样会死得更加难看 灵依又万上的字母 化为一道神秘的雾气 朝着手上的 黑暗毒刃包裹而去 就在下一个瞬间 雾气缓缓散去 灵依依旧紧握着手上的 黑暗毒刃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飞也 就在刚才 已经将黑暗毒刃吞噬掉 又瞬间换化为了 黑暗毒刃的模样 转戒匕首使用拳 请客 炼化 有剑 无海 则则则 灵依看着那依旧蹲着的 黑子摇了摇头轻笑道 五千万战力 确实不高 在新手村待久了 还以为全世界都是变态呢 殊不知 无知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 弱小才是这个世界的交响曲 用手砸出一个小土坑 就能叫做高手了 一笑大方 黑子 眉头微醋 似乎还没有察觉到 装备栏少了一件装备 朝着灵依不耐烦的吼道 你小子多闹什么呢 赶紧的 我的时间 可比你的时间 要金贵得多 灵依站在原地 看向十米开外的黑子 淡漠地出声道 你躺在地上 眼角含泪的模样 太可笑了 因为 黑子似乎听清了灵依的话 吃笑一声 摇头难难道 哼 我就笑笑不说话 刷 灵依的动作迅速而果断 她的右手紧握着匕首 自下而上 如同一道闪电 划破虚空 直指天际 匕首的韧口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寒光 就在匕首挥出的瞬间 空气中似乎凝固了一刹 紧接着 一声巨响 轰然响起 哼 如同天崩地裂 震耳欲聋 大地在这一刻 仿佛承受了 无法想象的重压 裂缝迅速蔓延 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 沿着土地的纹理 无情地撕裂着大地的肌肤 泥土在巨大的力量下 四溅开来 形成了一片片飞溅的泥雨 在空中划过一道的弧线 最终又重重地落回地面 发出沉闷的响声 冲击波 如同一道无形的闪电 以惊人的速度 向前蔓延 撕裂着一切阻挡 在前方的障碍 以至于连空气 都被挤压地发出尖锐的笑声 仿佛是天地间的幕后 刷 灵异手持匕首 身形微动 她瞬间站在了 黑子身前 但由于速度太快 灵异左眼角 飘逸着一缕淡淡的紫色 右眼角 飘逸着一缕淡淡的金色 居高临下淡漠地看向 黑子 而此刻的黑子 再无原先地风轻云淡 她躺坐在地上 身上满是散落的泥土 眼角寒泪 双目惊恐地看着眼前 如同神奇般的灵异 灵异双眸中的色散 缓缓散去 自言自语地 喃喃出声道 因为 我已经看到了 与此同时 一道道系统提示音 在灵异尔盼响起 击杀玩家 黑狼二当家 获得寿命189年 其职业为苍蓝战士 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击杀玩家 黑狼三当家 获得寿命88年 其职业为 苍蓝法师 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击杀玩家 黑狼倒数第一当家 获得寿命112年 其职业为 苍蓝盾战 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击杀巨恶王蚁 获得寿命5年 获得经验值120万 参与击杀 霸天巨兽 获得寿命80年 获得经验1200万 击杀玩家 龙浩 获得寿命760年 其职业为 玉天顿士 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击杀玩家 无辜的路人 获得寿命25年 其职业为 苍蓝战士 玩家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击杀 脱江野马 获得寿命2年 获得经验值67万 击杀 呆呆寿 获得寿命7年 获得经验值114万 黑子 微微侧目 看着面前宽10米 不知深远的大坑 双眸猛的紧缩 他急促地喘息着 冷汗瞬间从全身各处流下 他极力拖动着自己 略显僵硬的身躯 朝着身后 缓缓地孤勇着 像一条蛆虫一样 灵异眼神微动 看向眼前惊恐的黑子 微微提高了下阴量 黑子 说话 黑子 闻言 似乎被吓了一跳 他身子猛地顿住 勉强露出了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颤抖的声线夹杂着哭腔 大大佬 求求放过 是小人 有眼不识泰山 不该在万年的关公面前 耍大刀 我 我给您磕了 黑子 话躺成贵 动作十分迅速 一看就知道 至少训练过两年半 碰 碰 碰 他仿佛不知疼痛般的 一遍遍地 在坚硬的土地上磕着头 血花似箭 逐渐在空中飘起血雾 灵异微眯着双眼 稍稍低眉 啪 一脚踏下 黑子 的头如西瓜般爆裂开来 红白之雾四处挥洒 灵异淡漠地看着脚下的阿渣之雾 又微微仰起头 看向远方 缓缓出声道 跟你这 黑子 没什么好说的 我能做的 就只是踩爆你的头 仅此而已 第69章 敢问上天 是否有仙 时间稍稍回溯一下 苍蓝界域 主城 沿五城 外十多公里处 约莫七八个人 围着一头鲜血淋漓的巨大怪兽 巨兽的身躯庞大无比 四肢粗壮有力 肌肉在皮肤下隆起 如同雕塑一般完美 他的皮肤坚硬如岩石 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和战斗的疤痕 好 如雷霆般 震耳欲聋吼声 在荒野回响 充满了野性和力量 他的双眼 闪烁着不屈的光芒 但似乎 又充斥着一丝无奈 巨兽缓缓地 抬起强壮的手肘 动作虽然缓慢 却透露出 即将爆发的力量 他的肌肉紧绷 每一根筋脉 似乎都在叙事待发 准备挥出 那致命的一击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因他的动作而凝固 等待着那一拳的落下 而巨兽脚旁的众人 却显得十分兴奋 要来了 要来了 又是这招 这蓄力得有十秒 老大快上 拿最后一击 霸天巨兽 血条的能见度不足灵了 终于要赢了 不愧我们八小时的熬战 是啊 这一路走来 太不容易了 不过好在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枪 枪 一个被厚重的盔甲 包裹着的人 拿着厚重的盾牌 缓步走到那 霸天巨兽 身前五米处 矿 厚重的盾牌落地 一时间 尘土四散飞扬 盾牌落地的声响 如同战鼓的敲击 激荡着每个人的心 众人纷纷噤声 看向那直面巨兽的 帅气男人 阳光照射 在盾牌上 仿佛找到了 最佳的反射面 将光芒 反射得更加耀眼 那光芒 似乎刺破了战场的阴霾 照亮了四周 嘿 手持巨盾的男人 咧嘴轻笑 而后略显高亢地出声道 诸位 这霸天巨兽 已是瓮中之鳖 只要他这一拳砸下 就会被我的 玉天盾 反伤致死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这 苍蓝界域已经超过了 九百多万只佣兵团 能够猎杀 战力破异的怪物 我们现在 也算是能进入前 一千万名了 虽说排名也不低 但是 这排名真的高吗 不 我们的目标 永远都只是第一名 四周的几人文言 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纷纷阵臂高呼道 玉天佣兵团 开荒第一团 玉天佣兵团 开荒第一团 玉天佣兵团 开荒第一团 那迟钝男人看着眼前巨兽悬在半空中的粗大手臂 脸上露出了一抹痴笑 再次高声吼道 我 龙浩 以手上的玉天盾启示 必定带领兄弟们登顶苍蓝 否则就在这接下来的一击中 尸骨无存 好 霸天巨兽 巨吼一声 又全猛地向下挥出 他的拳头如同陨石坠落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向面前的迟钝男人砸去 空气被撕裂 发出尖锐的笑声 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 玉天佣兵团其余几名成员 仿佛毅已然看到了璀璨的未来 火热的气氛高涨到了极点 第一 第一 强刃 无敌 最强 粉碎 玉碎 大喝彩 我们是冠军 秀 然而 就在这一刻 龙昊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光芒 他似乎从霸天巨兽的身体内部爆发出来 如同一道闪电 直挺挺地冲来 那倒光的速度之快 几乎超越了时间的界限 龙昊只来得及感到一丝惊愕 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而后自己的视角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左眼看到了自己的右半身 而右眼则看到了左半身 这种错位的视觉体验 让他的思维在一瞬间陷入了混乱 仿佛他的灵魂被撕裂成了两半 各自独立却又紧密相连 在这混乱之中 龙昊的意识开始模糊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左右眼完成了一瞬的对视 瞳孔中的震惊 如同电流一般传遍全身 他的意识在这一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度 耳畔也传来了一道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您被 击杀 最后一击伤害为一 您的 玉天盾 被永久性损坏 无法修复 系统已按照您原先设定的比例 进行装备和寿命的掉落 胜败乃兵家常事 大侠请重新来过 与此同时 玉天拥兵团的成员们 感受到了一阵强劲的气浪 这股气浪如同飓风一般 将它们吹得东倒西歪 几乎无法站稳 他们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见 霸天巨兽的最后一拳悬在半空 却始终没有麾下 突然 霸天巨兽的庞大身躯 从中央开始分裂 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切割 它的身体朝两边倾倒 激起了漫天的粉尘 切口处平滑整齐 没有一丝毛刺 就像是被最锋利的剑刃 瞬间分割了一般 叉 叉 玉天盾已然变成两节 纷纷倒叉在地上 阳光透过尘埃 照射在断裂的玉天盾上 它在阳光的照射下 依然显得璀璨而又绚丽 只不过在此刻 这反光显得有些刺眼 两节盾牌切面处 同样平滑整齐 仿佛这并不是一面坚固的盾牌 仅仅只是一块脆弱的豆腐而已 地上 出现了一道不知深远的巨大裂缝 仿佛是某种恐怖的存在 从远方发起的攻击一般 玉天拥兵团 眼前这不敢置信的一幕 君士成石化状 张大嘴巴 却久久无言 秀 龙昊重生在了 言武成 他弯下身子 双手伏膝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脸色苍白的他 额头上的冷汗瞬间流下 心有余悸 什么狗屁第一名 我哪里敢想啊 我仅仅只是 想装个二眼 而且 最后一击伤害唯一 开什么玩笑 莫非 这个游戏里 真有所谓的天罚不成 龙昊微微仰头 看向天际 惊魂未定的南南自语道 敢问上天 是否有仙 第七十章 随手 捏死 灵依的耳畔 再次响起一道提示音 击杀玩家 黑子 获得寿命1246年 其职业为 黑影刺客 获得额外惊艳之灵 哇 狗子从宠物空间中 一跃而出 趴在灵依的右肩上 起疯了 微风吹拂在灵依的脸上 微微撩动着他的发丝 与此同时 他的双眸中 出现了一瞬的疑惑 咦 貌似多杀了一堆 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管了 还是先进阎武主城吧 刷 灵依身形微动 朝着三十公里外的 阎武城奔袭而去 他目前的移速 是每秒一公里 三十公里 只需要三十秒的时间 讲个笑话 战力破罩不会飞 其实是会的 在 苍蓝介域 这片土地上 战力破翼 可以对地图 造成一定的损坏 而战力破百翼后 则是可以在不学习 飞行数据的情况下 实现飞行 玩家可以用双脚 以高速灯踩空气 空气迅速膨胀 形成一股阻力 依托着玩家上天 这种技巧是非常科学的 被 苍蓝介域 得众人称为 月步 意思就是 体力足够 可以完成登月 不过若是横向飞行的话 费劲就不说了 甚至比原先的移速 还要慢一些 飞行数 则是可以在空中飞行 并实现原先的两倍移速 法师类职业 因为要保持灵活的输出位置 一般都会学习 飞行数 不过 这也是有门槛的 至少需要一亿站立 战士类职业飞行的条件 可能就要稍高一些 要么使用月步 要么靠装备 职业 天赋中的某些特殊效果 苍蓝介域 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陆 上面 有无数主城 主城的面积 差不多相当于 灵异原先蓝星上角 盆倒的大小 主城与主城之间 一般相隔数千万公里 其中横跟着 无数的险地 与强大的怪物 每一万个主城的中心 都会有一座皇城 皇城的面积 差不多相当于 灵异原先蓝星上 漂亮上的大小 皇城都是有相对应的编号 比如9093号凤凰城 43920号碧落城等 每一个皇城 散下辐射着一万主城 被称为一个皇城域 每两个皇城域之间 一般相隔数百以上千亿公里 但在苍蓝大陆里 还有着一座特殊的城 其名为通天城 通天城进入的条件比较苛刻 不仅需要皇城令 还需要完成多人在线的通天试炼 才有机会进入 这里先按下布表 毕竟这个通天城 目前还并没有开放 苍蓝介域广袤无垠 少不了传送阵的存在 当然了 需要付费 主城里 在本主城各地方的传送的费用 是一天次 这个比较便宜 主城里 传送到本皇城域 其他主城的费用 是一年次 主城里 传送到其他皇城域 主城的费用 是十年次 主城里 传送到本皇城域中 皇城的费用 是一百年次 主城 传送不到其他皇城域中的皇城 皇城里的传送阵 在皇城中各地方传送的费用 是一年次 皇城里 只要是出皇城的传送阵 费用都是一百年次 年 他怎么不去抢啊 他明明可以直接抢的 却还给多了一个传送的作用 真的超人性化 大家都爱玩 如果不是那种不插命的选手 或者出现特殊任务 玩家基本都不会选择 去往其他皇城域 毕竟一个皇城域 基本可以满足玩家的任何需求 当然了 进皇城也是有门槛的 至少需要一翼站立 刷 三十秒时间一顺过 灵异来到了延武城的东城门口 一条横跟三十公里的裂缝 也在这里止步 嗯 主城防护罩呢 灵异眉头微挑 一脸疑惑地朝着城中走去 目前 开服不到一周 每个新手村中 最多可能只有一两个人 来到这苍蓝界域 讲道理延武城中 人影应该十分稀疏才对 而此时的延武城东城门口 则是围了一大群玩家 在城内慌张地往外张望着 刚才那是什么 地震了吗 也许可能八城 大概是某只的攻击吧 居然把主城防护罩都打碎了 说至少要24小时才能修复 我滴个乖乖 不会有怪物进来弄我们吧 那这主城 岂不是也很危险 草草草草草草 垃圾游戏 我不玩了 让我回新手村 省省吧 回去的代价太高了 要支付99的寿命 先苟着吧 我不求什么长生了 等我存够一万年寿命 就回新手村养老 我来之前 好像看到了 黑狼拥兵团团长 屁滚尿流地 传送到其他主城了 应该是知道点什么 你有他好友 那你问问 哥们说笑了 那种不干人事的过街老鼠 我怎么可能加他好友呢 门口进来一个人 是个生面孔 不会是新人吧 他 他 灵依看着眼前 把城门层层围住的众人 脸上的疑惑更甚 各位 麻烦让一让 众人看着走来的灵依 先是顿住了一瞬 而后纷纷围在灵依身边 叽叽喳喳地询问道 兄弟 外面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有大现实了 卧槽 莫非你是自己 活着走进城的新人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就是 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死进来的 新人没遇到一只怪物 简直太幸运了 灵依摇了摇头 随即又点了点头 满脸不在意地说道 这个世界 现在应该很安全吧 外面没有什么 甚至连普通的怪物都没有 讲道理 我确实挺幸运的 好了好了 我还有事 大家让一让 灵依满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朝着人群分开的小道 走入城内 他是顺着自己 匕首化的裂痕 一路跑来的 期间 除了见到一些怪物的尸体 确实没有遇到 活着的怪物 他们认为是幸运 那可能 就是幸运吧 然而 人群中出现了一道粗狂的声音 饱含嘲讽的意味 不知所谓的信任 你能活着走到这里 全是因为你的高幸运 这个世界很安全 笑惜了 那你告诉我 你若是在野外碰到了一只 战利过意的怪物 你会怎么办 灵依脚步顿了一瞬 扭过头疑惑地 看向那说话的壮汗 他伸出自己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微微捏了一下空气 不确定地回复道 随手捏死 第七十一章 定格的绝美画面 众人听闻灵依的话 均是忍俊不惊 甚至捧腹大笑起来 扑 扑哈哈哈哈 笑死 跟我刚来的时候 一样狂妄自大 都是毛病 过几天就好了 毕竟咱们 都是新手村的佼佼者 一开始 都是谁也不服谁 理解理解 你当时捏蚂蚁呢 他说的是战利过意 不是战利过意 灵依听着旁边人的解释 略显茫然地点了点头 挠了挠头笑道 我还以为 是战利过意呢 原来是战利过意啊 不过嘛 灵依摊开双手 略作轻松地说道 这两者 貌似也没差多少吧 他 他 人群中 走出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后背别着一把斧头 一脸愤懑地朝着灵依说道 你这新人 真就不知天高地厚 我实际时 战利就达到了两百万 勉强通过了新手村的 噩梦 试炼 获得特殊职业 奥拉夫的同时 战利暴涨四倍 达到了恐怖的八百万 就连我 在来到这处世界的时候 都被一只 战利千万的怪物 一巴掌拍死 你这幸运的小子 又有什么资格说 这处世界安全 有胆子 就跟我出城 比划比划 壮汉说完 不再看向灵依 转身朝着城外走去 灵依转过身子 看向壮汉的背影 用右手的小母 只扣着耳朵 喃喃自语道 勉强 噩梦 暴涨 恐怖 这几个词一听 怎么就觉得 耳朵痒呢 不过 灵依跟着壮汉 同样缓步走向城外 双眸中闪烁着一丝金光 咧开嘴巴笑道 你要说特殊职业 那我可就不困了哈 壮汉走在前面 他脸上的愤懑缓缓散去 露出了一抹 略显猙獰的笑容 先后走向城外的两人 一时间议论纷纷 新人就是意气用事 马上就要被教训了 那胖子撒谎 我亲眼见过 他的战力 绝对不止八百万 不对 那胖子就是利用 新人的自尊心 故意击他去城外 胖子在众目睽睽 之下发起的挑战 既做到了 维护老人的尊严 又白白赚了一波寿命 我们也没理由说他坏话 靠背了 这么奸诈的胖子 我印象中的胖子 一般不都是 憨厚老实的吗 你马 早知道 我也这样了 损失 大损失啊 这游戏里杀人 就和弯腰捡钱一样 没有一丝负罪感 那新人太血气方刚了 直接就上当了 靠 原来这游戏 这么玩的呀 踏 踏 哈哈 哈哈 在走出延武城 大概五百米距离的时候 那壮汉的双肩 不住的耸动 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的狂喜 右手捂着脸 开始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笑死了 灵异眉头微挑 不在意地撇了撇嘴巴 所以说 你的笑点很低 请问哪里好笑了 壮汉收敛了下 自己的情绪 转过身子 看向灵异 憋笑咧嘴道 其实 我也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 来到这苍蓝界狱 有两天了 我总是观察到 有老人诱骗新人来到野外 进行斩杀 一开始 我非常不理解 也非常抵触 但是现在 我逐渐理解他们 这样的行为 真的很爽 壮汉眉头微挑 冲着灵 一滋牙笑道 你现在应该有一百年寿命吧 把你杀了 我能拿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的寿命 就站在我的面前 毫无风险 且 唾手可得 你可知道 城里的物价 有多贵 你可知道 我要走正常渠道 转这二十五年 要付出怎么的艰辛与风险 说到这里 壮汉略有所感 轻轻摇了摇头 当然了 你不知道 因为 你只是一个 懵懂无知的新人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却心比天高的新人 我就给你上一上 作为新人的第一堂课 那就是 灵异眉头微醋 不耐烦地开口道 麻烦你的客商快点 我赶时间 谢谢 壮汉也不恼 弹开双手 笑了笑道 行 那你可要仔细听了 城内和城外 完全是两个世界 因为规则所限 城内不能互相残杀 但是 一旦出了城 非组队的队友 随时有可能倒戈一击 包括什么情侣啊 兄弟啊 极美啊 只要不组队 其他任何人说的话 一句都不能相信 就比如我刚才 跟你说 我的战力 是八百万 但是 壮汉咧嘴一笑 右手抽出身后的斧头 他身子微微弯曲 双脚向后蹬顶 秀 如一头迅猛的野豹 猛的朝灵异急迟而去 与此同时 他的凝笑声 在空中响彻 但是 我真正的战力 是 一千八百万 话音刚落 壮汉已然冲到了灵异的身前 他右手中的巨符 裹挟着一千八百万的战力 猛地朝下方劈去 夹 灵异左手双指 将壮汉奋力批来的 俯刃轻松夹住 使其无法动弹半分 他的身形丝毫未动 只是由于壮汉 跑步带起的进风 暗影斗篷 微微向后 吹动了些 灵异看向脸色 惊恐的壮汉 眉头微皱 缓缓出声道 八百万 一千八百万 都说了 这不是也没差多少吗 一个两个都自诩老人 喜欢教学是吧 灵异的嘴角 在壮汉微缩瞳孔的注视下 缓缓咧开 我长得真的有这么像 认真听课的好孩子吗 他伸出右手 轻轻给了壮汉一个脑瓜崩 碰 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 壮汉的大脑 粉碎性骨折 就像抛向空中的一抹沙力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熠熠生辉 这画面 美不胜收 第七十二章 购买 飞行术 击杀玩家 我真不是罗利控 获得寿命四百二十六年 其职业为奥拉斧 获得额外经验之灵 灵异看着眼前 缓缓散去的壮汉和斧头 摇摇头轻声喃喃道 对普通人来说 你不算太弱 但是 你却挑错了对手 那个壮汉玩家 应该是为了装备 付出了更多的寿命 所以 斧头才会虚空消散 不得不说 很聪明 多数玩家在死亡后 一般都是仙宝装备 寿命可以再赚 但若趁手的装备没了 那可能又要费很多力气 才能拿到 嗯 为什么 能够吞噬黑暗毒刃 不能吞噬斧头 因为没有所有权 或使用权的武器 不能直接被吞噬 因为 黑子在将 黑暗毒刃丢向灵异时 将使用权解锁了一些 黑子 他太自大了 哇 狗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轻叫了一声 挑眉看向灵异 灵异眉头微皱 缓缓出声道 嗯 你说他都是跟别人学的 错误的不是他 而是这个世界 灵异仰起头 望向天际 似乎想起了 自己新手村的所作所为 是啊 我也能理解他 毕竟我也被这个世界的风气带歪了 那些自以为是的说教 是唯一可以给到被掠夺者的经验 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丝慰藉 但实际上 残忍 暴虐 欺骗 狡诈 没有这些 弱小的人 根本难以在这个世界生存 不过现在 他顿了顿 缓缓转身 再次朝着门内走去 灵异脸上夹带着一股 疲逆苍生的霸气 左眼角飘逸着一缕淡淡的紫色 右眼角飘逸着一缕淡淡的金色 嘴唇微动 最好多来点吃妹亡俩 让我的无敌之路 不要那么无趣 因为 我很强 让所有人难以企及的强 并且 未来还会更强 远超所有人想象的强 他 他 灵异再次站在城门口 看着惊恐战力的人群 自动分出来的一条小路 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静止离去 等他走远后 门口的众人 纷纷打了个冷战 有些喧嚣地交流起来 我递个乖乖 刚才那是什么啊 不清楚 不明了 一针不见血 我还以为 那个那个新人的身子 会被劈成两截来着 没想到那个壮汉被一指爆头 这是碰到硬查了呀 保守来看 那个新人的战力 已然过异 怪不得他说 能随手捏死战力过异的怪物 原来不是装了 战力破异的新人 这个世界怎么了 这么疯狂 莫非他的天赋是三星级 快别说了 指不定 人家有什么远程监听的能力呢 那等人物 不是我们能够妄议的 咻 灵依坐着城中的传送阵 来到了炎武城的技能卷轴一条街 刚才东城门口的那群人 至少有几百个 虽说来到苍蓝界域来得比较早 但其中的特殊职业 只有寥寥的三五个 其他人大多数 应该是去主城的转职处 转职了苍蓝系的普通职业 普通职业自带的技能可能很少 一般是不够用的 大多数人都会去买点技能卷轴 灵依现在要去买一点常用的技能 来丰富他的技能池 普通玩家一般只能拥有十个技能 特殊职业的高丸 一般可以拥有十个技能 若是技能再多 那可能就要面临着取舍 需要忘记一些不常用的技能 然而拥有职业的灵依 则完全不需要考虑技能数量的问题 关于技能问题 弱者考虑取舍 强者考虑分配 而灵依考虑的 那可就多了 他缓缓地行走着在幽静的古街 空气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墨水香气 和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阳光透过街道两旁的古老建筑 洒下斑驳的光影 由于玩家不是很多 这里显得有些冷清 01兜兜转转后 买了一些技能卷轴 其中包括 进攻类型 火焰冲击 释放火焰之力 对十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100战力的火焰伤害 冷却十秒 冰霜之刃 释放冰霜之力 在十范围内 降低敌人十一动速度 并造成70冰动伤害 冷却十秒 狂暴打击 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攻击力5 但会牺牲时防御 持续5分钟 冷却30分钟 防御类型 净化之水 移除自身或队友的 异星负面状态 冷却时间30分钟 恢复类型 再生之水 战斗中10秒内 恢复自身或队友 恢复5生命值 冷却时间30分钟了 隐蔽类型 隐身 使自己在10秒内 对敌人不可见 冷却10分钟 增幅类型 精神增幅 提升二精神力量 轻微增强意志力和专注力 移速类型 飞行术 可飞行 获得两倍移动速度 魔法消耗100点秒 战力一亿以上的法式可学 八个技能 花了01-1800年 飞行术最贵 价值1000年 除了飞行术 其他的技能 当然只是随便学学 真正厉害的技能 很难在这里买到 大多数强力的 都是通过拍卖场 击杀掉落 或者声望伤人 声望伤人只出没在野外 几乎没有是什么规律 真就全凭运气 皇城里 当然也有更加强力的技能 不过有些华而不实 价格贵的离谱 01就搞点小技能先用着 毕竟有着破罩的战力 再弱的技能 都能发挥出 他本不该有的恐怖伤害 01现在的行动主线 有三条 出城搜寻特殊职业者 击杀炼机 搜寻字母神经 完善 混沌竞技炼 击杀强大怪物 探索险地 获取寿命与机缘 秀 01整理着脑海中的前世信息 坐上了去往饭馆一条街的传送阵 第73章 最优解 创建拥兵团 01踏出传送阵 他随意走进了一家餐馆 点完菜后 在餐桌前落座 餐馆内 还有一桌大概七八个客人 他们安静地 吃着清汤面 简单而朴素 01坐在桌子前 考虑着接下来的行动路线 首先排除练节 延武城里的特殊职业都没多少 大多数玩家都没来到苍蓝介鱼 现在跑出去找特殊职业 不亚于大海捞针 效率肯定很低 当然了 皇城里会刷出来经验百分比的系列任务 但前世是在开服三个月后才刷出来的 其次 字母神经 01虽然知道上一世 苏小雅在收集这玩意 但神经的出处 她并没有特意关注过 一系记得 好像有一两个字母 需要达成什么成就就能够得到 一万公里的感应距离 该说不说 有点搞笑 苍蓝大陆广袤无垠 一万公里的范围 太小了 至于说击杀怪物 获取寿命和机缘 这倒是一条可行之路 寿命这玩意 要多少都不够花 使用一次皇城传送阵 就要整整一百年 出去打打怪物 多囤点寿命 也是好的 但单纯为了获取寿命去打怪 又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 有没有最优解呢 01坐在桌子上 眉头微醋 关节分明的手指 在桌子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击着 这时 餐馆里的掌柜 站在灵异餐桌旁边 笑眯眯地搓了搓手 客官 宁点的龙铃烤鱼 天香豆蔻 云雾茶香鸭 灵菇炖肉 仙木国斧 灵犬煮蛋 神木香薰肉 营养大骨头 灵米蒸饭 和灵露穷浆 已经好了 这边收您两年费用哈 客官需要舞曲助兴吗 掌柜话音刚落 一排排穿着旗袍的古典美女 端着一盘盘佳 依次摆放在了灵依面前的餐桌 不用了 你们可以走了 灵依摇摇头 浇完饭前 准备开炫 他把狗子拿在桌子上 把那根营养大骨头 放在他的面前 狗子瞥向灵依 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嫌弃 好嘞 客官您慢用 就在掌柜带着人离开之时 旁边餐桌上的人 传来了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死 灵依微侧目 一群八个人 有七个人看向自己 见灵依察觉 众人瞬间又将视线转移了回去 而有一个人 则是没有看向灵依 他脸色苍白 失魂落魄地 看着眼前的一碗清汤面 嗯 特殊职业 欲天顿使 不是 这职业怎么有点熟 灵依虚空成像 网上翻了翻自己的游戏日志 有个 欲天顿使 职业叫 龙浩普的玩家 被自己的 随手一笔误伤了 就是旁边餐桌上脸色苍白 失魂落魄的那个人 怪不得平白多了几百年的命 不过灵依 倒是没有什么负罪感 毕竟 他也不是故意的 岂是死了也好 那下次就用不着杀他了 不然他可能亏得更多 旁边桌子上的那群人 还在窃窃私语着 老大你看那个人 吃一顿花两年 富哥们呀 这是 我还没舍得吃过这么好的呢 这么普章浪费 估计是不知道从哪搞的黑心命 咱们还是多攒命买点装备何技能吧 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们说啥呢 没看到老大没心情吗 龙浩顿了顿 恍然出声道 大家 我提议 我们拥兵团的名字 应该改一改 不如叫奉天拥兵团 其实拿不到第一名也没关系 前一千万名这个名次 其实还可以 这个世界 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灵依听着他们说的话 脸色古怪的小拙了一口零露穷江 啊 花着别人的命 吃着大餐 关键是这人还在自己旁边吃着清汤面 总感觉有些奇奇怪怪的 不对 拥兵团 击杀 黑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才对 再开服三个月 各大万强榜单才会出现 那时候才能建立所谓的工会 而在此之前 若是想建立小团体 除了组队 还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拥兵团 而就在三个月结算的时候 前三名的拥兵团团长 都可以有一次选择宝物的机会 当时拥兵团第一名的团长 选择了神秘的神经 后来发现卵用没有 最后将其卖给了苏小雅 而且 零一一息息的 拥兵团有着一些特殊任务 也可以获取百分比经验值 升级 寻精 打怪 三合一疗程 创建拥兵团 即为目前的最优解 龙浩是吧 苍蓝大好人啊 我这么对你 你却以得抱怨 你这名字 我记住了 日后说不得得帮你一次 零一心情极佳 胃口大开 开始炫起眼前的大餐来 有好吃的不叫我 就知道吃毒食 主人坏坏 伴随着一阵铃铛的响起 小灵呼地出现在零一眼前 掐着小妖气鼓鼓地说道 你也能吃 零一眉头微挑 不确定地询问道 那当然 小灵拿起餐盘上的一颗果斧 丢进嘴里 她坐在桌角 双手撑着身子 白嫩嫩的小腿 在桌边来回晃着 含糊不清地说道 虽说不知道 刺宝什么感觉 但窝也是有味觉的 反正窝好久好久 好久都没有刺过东西了 好好刺 灵一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察觉到这里 不确定地问道 别人看不见你 拿 脚 小灵再次拿起一块 果斧丢在嘴里 点了点头说道 因为我的特性是不可见 现在 除了你和这条狗子 没有其他生物 能觉察到我 而这少了的果斧 在别人眼里看来 是你拿起吃掉的 你就理解为 也是篡改数据的一种方式吧 灵一略 显惊恶地点了点头 不仅文字可以篡改 甚至连画面都能篡改 你跟我说这游戏没有 在我眼前 就是我手链里的气灵 什么 发现不了 那太棒了 那我就毫不客气地用了哈 灵一拿了两枚比较大的果斧 塞到了小灵白嫩嫩的小手里 笑着说道 小灵 我也是你主人对吧 咱俩不是外人哈 你也别藏着掖着 还有什么权限 就一并说出来哈 就比如说 让我变强的一千零一个方法 第七十四章 公布新手村彩蛋密语 小灵握着两枚果斧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变强的方法 还真有 嗯 什么方法 灵一眉头轻挑 疑惑地问道 眼见 小灵郑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再次将一枚果斧 放在嘴里嚼动着 眼见 这是什么说法 灵一眉头微醋 看着眼前光顾吃果子的小肠鬼 顿时感到有些摸不到头脑 嗯嘛 好吃 小灵咽下嘴里的果斧 灵动的双眼 看向灵一 缓缓出声道 所谓眼界 就是视野的意思 蚂蚁中的强者 只是一只 稍微强壮些的蚂蚁 巨人中的强者 却能发动的鸣 披山裂地 翻江倒海 更是不在话下 若是蚂蚁中的强者 和巨人中的强者相遇 结果一眼便知 小灵顿了顿 略微握紧了手中 那唯一的果斧 出声询问道 主人 你知道 人族在宇宙种族中的地位吗 灵一眉头紧皱 似有所感 但最终 还是无声地摇了摇头 小灵尝呼了一口气 略显沉重地出声说道 人族 和宇宙 排名倒数第二的蜡蚁族相比 都相差甚远 宇宙中绝大部分种族 甚至都没听说过 人族这个种族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就像人族中的绝大部分人 都叫不出自己身体内 最小细胞的细胞壁 一处沾染的细菌名字一样 灵一扎了扎嘴 出声反驳道 你这个比方 也太不恰当了吧 我不是植物人 没有所谓的细胞壁 当然 这不是重点 但人族怎么可能比 辣鸡族还要垃圾呢 我以前蓝星上 还有不少种族呢 就比如 呃呃 猫和老鼠之类的 还有一些昆虫 蟑螂呀 跳蚤呀什么的 它们总不能比人族还强吧 小灵摇了摇头 缓缓出声道 猫类鼠类 昆虫类等种族 在宇宙中都能排得上号 主人你说的 可能是他们种族宇宙中 游荡的意识废料 演化而产生的 根本称不上一族 其实人族在很久以前 也有过一段辉煌 不过现在 弱的甚至都称 不上种族了 咕咚 灵异狂咽了下唾沫 呆愣愣地开口道 所以 上次引起全族通道的时候 其他种族 才会这么震惊 我还以为是他们嚣张 没想到 居然是正常反应 小灵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谋笑容 所以说 主人你想变强 很简单 只需要两步 首先 让人族整体变强 其次成为人族中的最强者 那样才有一丝可能 跟宇宙万族掰一掰手腕 突然 噗 灵异眉绷住笑出声来 缓缓地摇了摇头 差点被你绕进去了 什么人族 什么万族 这都不是我该考虑的 我没有那么重刀的理想 我变强仅仅只是 为了更好的活着而已 小灵多了嘟嘴巴 略感疑惑地道 主人你获得了混沌竞技链 推动了游戏进程 所有人族都被奖励了 你已经在为人族做事了呀 灵异摇了摇头 轻声笑道 做鸡毛事啊 那是系统奖励的 关我屁事 系统 又没问我同不同意 我巴不得所有奖励 都是我自己的呢 小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而后微微一笑 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顺其自然吧 突然 空中传来一道钉声 一道系统提示音 被炎武城 所有玩家尽收而抵 人族玩家 黑字 发布86372号 炎黄城 散下 炎武城 传音 大佬我是刚才被您杀掉的 黑字 不知道 你有没有在炎武城 我不会和任何人 透露您的相貌信息 还请您不要追杀我就行 刚才是我不对 非常抱歉 灵异文言 微微一愣 而后轻笑着摇了摇头 这黑字 就喜欢找存在感 还特意传音 生怕我想不起来 他是吧 突然 灵异似乎想起了什么 扭头问向小灵 话说这个级别的 混沌竞技练 应该是唯一性的物品吧 小灵 给了灵异一个白眼 气鼓鼓地道 当然了 这不是废话吗 你以为四星 顶级是大白菜吗 人手一分 灵异摇摇头 笑道 莫 我只是确认一下 对了 等一下 把我的昵称改成神秘人 而后他虚空一滑 调出了一个界面 传音界面 目前可使用的传音是 指定主城传音 一年次 指定皇城传音 十年次 指定皇城玉传音 一百年次 苍蓝界玉 传音 一千年次 本宇宙人族传音 一万年次 本宇宙人族传音 开始编辑 小灵看着灵异编辑的文字 微微一愣 而后猛猛地点了点头 突然 一道 叮 声自空中响起 紧接着 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再次在空中响彻 人族玩家 神秘人 发布本宇宙人族传音 新手村的玩家们 你们所在新手村的南 北 东三极点的神秘大门 分别有着强力的装备 技能转直卷轴 进入大门的蜜语位 亲爱的游戏引导员 小灵大人 请让我看看 你的大宝贝 别窝在新手村了 外面的世界 真的很精彩 小灵睁着一双大眼睛 疑惑地看向灵依 主人 你怎么会知道 新手村的彩蛋 蜜语 灵依摇摇头笑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不会被系统 检测到异常吧 小灵堵起小嘴 掐着腰 在空中转了半圈 哼 当然不会 彩蛋 本来就不是 被人得到 也合情合理 除非那群小偷 组织精密的专项排查 不然根本就不会知道 彩蛋 被拿到的比例 对了主人 小灵妃在灵异眼前 疑惑地出声道 你刚才不还说 不会帮人足吗 怎么现在 又不惜支付 一万年的寿命 知 灵异推动座椅 站起身来 朝着门外 缓步走去 淡淡出声道 我自然没有所谓的 狗屁种族大义 只是现在 苍蓝介寓地的人 太少太弱了 身上还没什么油水 我甚至连动手的欲望都没 就算让他们 拿光宝库里的宝贝 也完全威胁不到我 而且 冬极典礼的转制卷轴 对我来说 就是升级的经验值 我发布传音 仅仅只是 为了我自己而已 零一一步踏出 缓缓勾起嘴角 露出了一抹笑容 至于说 损失的一万年寿命 我自然会千倍万倍的 再拿回来 第七十五章 新手村人族玩家震动 这这么腹黑的吗 主人你这么胡的开局 讲道理 应该拿着扶持人族 逆珠阀上的正义剧本吧 小林扇动着透明的翅膀 飞在零一身旁 略显惊叉地问道 零一摇了摇头 眼神中浮现着一抹默然 缓缓出声道 什么正义 什么邪恶 只不过是人们 假想出来的概念 给你举几个 恰当的例子 女人化妆给男人看 男人挣钱给女人化 富翁捐钱给贫困山区 山区获得了物资 富翁获得了名声 游戏的高分局中 队友有时会恶语相向 但因为你想要上分 不仅不恼 还给予队友支持和鼓励 这其中有谁正义 有谁邪恶 没有吧 林扇顿了顿 笑着说道 男人穷得叮当响 女人还会化妆 给他看吗 女人长得不漂亮 化妆都就不回来 还有男人 会给他钱花吗 富翁捐钱后 屁都没有 山区拿到物资 也不宣扬人家的好 这场交易 还能维持下去吗 游戏的高分局里 三路被迫 无力回天的时候 脾气再好的人 这时候都会抄起键盘 来上一发态度急转的猛攻 灵异眼中金芒一闪 再次出声道 利益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利益是支撑行动的 最底层逻间 但人们为了所谓的名声 让自己追求利益的行为 披上了一件件华丽的外衣 种族大衣 不好意思 我并没有 只不过现在 我和人族 没有利益冲突吧 小灵呆愣愣地扇动着翅膀 神情木然地看向灵异 主人 你真的只是这个游戏的新人吗 你的说法 和这个游戏的价值观 出奇的一致 咳 咳 灵异无嘴倾咳了两声 略有些隐晦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呢 这游戏 对我来说刚开服 我肯定是这个游戏的新人啊 只不过 我有点早熟罢了 快走了 咱们先去拥兵大厅 趁着新手村玩家大军还没过来 咱们加快速度 拉开跟他们的差距 灵异说完 快步朝着传送阵的方向走去 拉开 和新手村玩家的 差距 浮在空中的小灵眉头紧皱 大脑荡机了一瞬 灵异说得好像很对 但似乎又有哪里不对 宇宙人族各大新手村 喧嚣声四起 小小的村子里显得有些躁动 不是哥们 今天疯了 先是一个全宇宙全种族全批子通告 然后一群不明觉厉的的大老玩家们 花一百兆年嘲讽 然后又有个神秘人花一万年说了个 离谱的秘语 这游戏里面这么不值钱的吗 我瞬间觉得 我的一百年不香了 系统给了一个天赋晶石 让我的极天赋 升到了极 终于不是最低天赋了 不是哥们 脑子是个好东西 要不你想想再说话 那个老石子神经 是人手一份的 大家都长 四舍五入等于大家都没长 为啥新手村没有传音功能 我也想让大家认识认识 神秘人不是都说了个大几点 有宝物吗 大家怎么不去 妾 谁信啊 那个神秘人跟咱们非亲非故 凭什么帮咱们 没错 再说了 过去要一年的传送费用 有这一年 我顿顿宣押腿饭不香吗 确实 妥妥的骗局 狗都不去 就在这时 秀 秀 秀 有小部分玩家坐着传送阵回来 他们满脸喜色 并匆忙地赶往另外一个极点的传送阵 卧槽 他们怎么了 跑那么快 赶着去投胎呢 不是 疯了 啥是这么开心啊 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你们老婆要生了 不对劲 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突然 一个战士 玩家突然拉住一个刚从传送阵里跑出来的法师玩家 疑惑地问道 不是哥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啥喜事啊 法师玩家双眼通红地瞪了战士玩家一眼 急匆匆的奋力挣脱后 留下一道略显愤怒的声音 仙道的能先选 别你马 挡我的逆天改命路 咕咚 还愣在原地的玩家 呆愣愣地看着眼前急匆匆的同胞们 纷纷吞咽了一下口水 他们到底发了什么惨 看得我好眼红啊 要不咱们也去试试 有道理 一年寿命而已 少吃点鸭腿饭而已 我赌得起 汪汪汪 顿时 村子里变得鸡飞狗跳起来 人们疯狂地朝着三个传送阵勇去 踩踏事件一刻不停地发生 要不是新手村的保护机制 说不得会血流成河 本宇宙中人族所有的新手村 在这一刻 沸腾了 卧槽 我特么能获得三个职业 原地起飞好吧 东西我已经用了 杀我也抱不出来 这一把流星斩月刀 居然能加我十多万战力 哇 终于能出去打怪了 我的天赋后期发展还是不错的 只可惜前期太弱 卧槽 这个香香厨师的职业 和我的天赋 放屁大王 相得一张啊 明天就摆摊卖臭豆腐去 牛逼 无敌 两星天赋 加两星职业 何人能杀我 何人敢杀我 神秘人 你是我爸爸 草你妈无敌了 神秘人大佬 我给你跪了 神秘人哥哥 对别人 我只开放一窍 对你 我可以七窍全开 当然了 还有一些人 则是无福销售这些好东西 一个战士停下手中挥剑的动作 疑惑地接起了电话 喂 兄弟 干嘛给我打雨音电话 什么 让我立马回村 我在刷废墟恶狗 回去至少要大半天呢 什么 让我立马死回村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 我不就比你强五倍吗 嫉妒心这么强 呵呵 为我好 好你妈啊 绝交 我以后没你这个兄弟 见你一次 我砍你一次 一道身影 在前往西极点的道路上 急驰着 轻蔑地笑道 呵呵 一群杀笔 那神秘人 闭口不谈西极点 我偏要去 里面 一定有着更好的机缘 趁着那群小丑 抢那群破烂 我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好宝贝 这 才是真正聪明人的做法 一个刚通过新手村 噩梦 转直试炼的战士玩家 正站在 出村 的传送阵上 王德发正站在他面前 面带笑意地询问道 勇敢的冒险者 您确定要前往 苍蓝界域吗 我确定 战士玩家点点头的同时 看到了好友发来的消息 朝着王德发 这急忙慌的喊道 才怪 慢着 先等等 能够获得天赋的宝物 草泥马 这么 先别传送 我还有点事 王总 发哥 村长大大 王德发 战士玩家脸色战红 朝着王德发吼道 但村长似乎不太理解 才怪 二字的意思 朝着战士玩家挥了挥手 面带满是褶皱的笑意说道 那么 勇敢的冒险者 祝你好运 秀 传送阵瞬间启动 第76章 创建老爹 佣兵团 金碧辉煌的延武城中心广场 阳光洒在光滑如尽的地面上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广场中心 一座雄伟的建筑 威然一立 这就是文明侠尔的 佣兵大厅 当然了 这是每个主城和皇城都有的建筑 主打一个随处可见 林一踏入这座灰红大气的场所 大厅内部的装潢 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天花板上 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 散发着柔和而璀璨的光辉 照亮了整个大厅 墙壁上 精美的壁画和浮雕 交织出一幅幅动人的故事 讲述着拥兵团的荣耀与传统 地面铺着新红色的地毯 柔软而富有光泽 踩上去 几乎听不见任何声响 四周有着十处窗口 每处窗口都站着一个 面带微笑的服务人员 他们似乎是隶属于 佣兵大厅的 大厅内 三三两两的人群 眉飞色舞地交谈着 听说了吗 起飞佣兵团 成功讨伐了30亿战力级的怪物 这是何等的卧槽与牛逼 第二第三名的佣兵团 也只能讨伐10亿级战力的怪物 无虎起飞 这个玩家 莫非有着超过30亿的战力 这断层级别的实力 太恐怖了 我怀疑这个世界 是不是无虎起飞 得爽闻世界了 莫非我只是个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比人和狗还大 我们废财佣兵团也不错 排名又高了300万名 达到前一名 指日可待 佣兵大厅里 喧嚣声四起 有的眉飞色舞 似乎在分享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的则眉头紧锁 似乎在策划着新的行动 在这些人中 偶尔有目光投向零一 但大多数都很快转移了视线 零一的目光在大厅内扫过 她注意到了一个容貌靓丽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战甲 勾勒出完美的身材曲线 一头长发如瀑布般垂落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阴气 女人似乎对零一很感兴趣 直勾勾地盯着零一看 见零一看向自己 她露出了一抹善意的微笑 狗子趴在零一的右肩上 她的大眼睛 好奇地张望着四周 似乎对这里的一切 都充满了新鲜感 零一转过 看向女人的视线 轻轻拍了拍狗子的头 然后走向一个窗口 直截了当地开口说道 我想创建一个佣兵团 工作人员是一个 扎着马尾边的小姐姐 她听到零一的话后 露出甜甜的笑容 创建佣兵团需要一百年的费用 请问是否确认 零一点了点头 确认 定 命负保到账年 小姐姐收完命 撩了撩额间的发丝 笑了笑继续说道 请输入佣兵团的名称 和您在佣兵团里的昵称 我这边给您登记 零一顿时犯了难 起名字什么的 最难了 她思索了片刻 脸色古怪地开口道 老爹佣兵团 昵称为老爹 不知怎么爹 她突然想起了开炮 这个玩家 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怪物 居然认自己作点 到时候 不如把她拉进自己佣兵团 那这升爹才真的名正言顺 小姐姐在面前 虚空操作了几下 对面前的零一笑着点点头 佣兵团创建成功 昵称确认成功 请您在个人面板属性里 进行具体查看 完成前置任务后 您可以在佣兵团频道中 进行任务的揭取 祝老爹佣兵团 蓬城万里 高歌猛进 零一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看到了新添加的佣兵团信息 势力 老爹佣兵团 团长 苍兰界 佣兵团排名 26兆 7888亿 4212名 等级 目前成员 1 佣兵团前置任务 击杀一只战力一以上的怪物 佣兵团成就 5 讨伐生物最大战力值 0 讨伐生物总战力值 0 加入条件 5 嗯 只能说 现在总共有26兆多的人 创建了佣兵团 佣兵大厅 至少赚了2600兆年的命 这尼玛来命才叫快 灵仪在佣兵团见面 把加入条件改成了 不允许加入 而后她虚空左滑 看到了一个榜单 苍蓝界域 佣兵团排行榜 第一 起飞佣兵团 团长 五虎起飞 人数 17 讨伐生物最大战力值 30亿 讨伐生物总战力值 888亿 加入条件 战力值破5亿 第二 腰尾佣兵团 团长 马卡罗夫 人数 132 第三 折翼佣兵团 团长 折翼天使 人数 154 有一说一 看到他们 讨伐生物的最大战力 灵仪 甚至连攀比的欲望都没有了 她再次虚空左滑 来到佣兵团频道 佣兵团 类似于雇佣兵团体 主要任务 就是解决雇主的问题 来获得相应的回报 大多数的雇主 都是 当然了 玩家也可以发布任务 只要你付得起报酬 会有前赴后继的玩家 去为你完成任务 任务都可以接取 但一般是 最先完成的人 可以获得奖励 不限人数的任务 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为了方便玩家们 进行选择 任务都会进行 单人 或 多人 的备注 例如 采集血焰花 发布人 龙东城副城主 龙藤虎 任务类型 采集类 单人 任务背景 为主母和十万年大寿 任务内容 龙东城向西八十公里处 有一处血山群 收集十万朵血山群里的 血焰花 任务奖励 六千年寿命剑随积及装备 任务限制 占力值大于一亿 目前接取人 十七人 最早接取时间 一秒前 击杀魔角龙 发布人 喜炼城一品大尘 洗三寸 任务类型 猎杀类 单人 任务背景 魔角龙 肆虐作乱 任务内容 喜炼城 向北一万四千七百公里处 有之占力为一亿的魔角龙 肆意破坏生态环境 需要灭除 任务限制 占力值大于两亿 任务奖励 喜炼城 购物五折优惠券 有效期三十天 目前接取人 零 探寻恐怖生物 发布人 炼武城城 城主 炎鸦伦 任务类型 探寻类 多人 任务背景 恐怖攻击 击碎炼武城防御罩 探明真相 任务内容 炼武城 向东三十公里处 有不明生物 发出恐怖攻击 攻击距离 蔓延三十公里 击碎了主城的防护罩 探明原因 任务限制 献本黄成玉玩家接取 占力无要求 任务奖励 是线索提供度 给予五十万万经验 目前接取人 最早接取时间 一秒前 第七十七章 花五百年买狗子 林一的目光 在任务界面上徘徊 最终停留在了 探寻恐怖生物 这条任务上 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两千万经验 打发叫花子呢 击败两个不同的职业者 就能拿到的经验而已 根本无法激起他的兴趣 若是这任务 能提供二十的经验值提升 或许还能让他心动 若是有着生意级的经验值 让林一把自己供出来 也未尝不可 之所以很多人选择接受任务 可能是因为那五十万的 保底经验吧 林一再次翻动着任务的界面 他看着界面上繁杂跳动的任务 和一秒九十九兆的玩家留言 感到有些眼花缭乱 他摇摇头 揉了揉太阳穴 缓缓出声道 小林 你来帮我找找任务吧 就找那种猎杀类的 战力不超过一兆的那种 小林点了点头 他迅速地在任务列表中筛选 帮林一找了几个 符合条件的任务 遗失古城的守护者 发布人 六号墨落城城主 墨期染 任务类型 猎杀类 单人 任务背景 原皇城遗失古城旧址 出现一只凶残的守护兽 任务内容 需要冒险者前往古城 将守护兽击败 并获取守护之心 任务要求 战力大于一千亿 任务奖励 十二万年寿命 墨期染好感度 深渊裂缝的危机 发布人 862号深渊城城主 深不绝 任务类型 猎杀类 多人 任务背景 深渊裂缝中 不断涌出低阶恶魔 对附近的主城 造成了严重威胁 任务内容 招募一批冒险者 进入裂缝 消灭低阶恶魔 以及源头的恶魔领主 任务要求 战力大于五亿 不少于五千人 接取任务 目前人数 680 任务奖励 根据玩家 在任务中的表现 奖励500 至20万年寿命 以及当前等级 十的经验值加成 赤焰山脉的异动 发布人 86372号 炎黄城城主 炎销 任务类型 猎杀类 多人 任务背景 赤焰山脉中的火元素生物 因不明原因 变得异常狂暴 任务内容 招募一批冒险者 猎杀一定数量的火元素生物 以平息山脉的动荡 任务时间 还剩120小时 任务要求 战力大于两亿 任务奖励 根据七天内 获得的火元素核心数量 兑换宝物 目前揭取人4210 最早揭取时间 24小时前 目前 战力需求过一亿的 基本都是两星级的任务 数量不少 上千万条 看着小灵筛选的这几个任务 灵异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前最高战力 为自己所谓的800亿战力 给出战力 需1000亿的三星级任务 倒也合理 随着玩家战力的提升 这些任务的等级 也会慢慢地降下去 但目前的灵异 没有资格 揭取这些任务 他需要完成 拥兵团的前置任务 出出茅庐才行 这个任务简单 去城外 随便杀死一只蚂蚁就可以 灵异笑了笑 朝着拥兵大厅外走去 大厅里 那个容貌靓丽的女人 注意到了灵异的行动 她微微顿了顿 然后缓步跟上 主人 那个女人 在跟着你 小灵飞在灵异身侧 在其耳畔提醒道 我知道 灵异点了点头 表示 自己已经察觉到了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 只是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在一个传送阵前 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还是先传送到西城门吧 然后再完成 我出出茅庐的任务 灵异朝着 一个传送阵一步踏出 身影瞬间消失 那女人看着灵异消失的身影 脸上得意一笑 同样踏入了传送阵 来到西城门外 灵异不慌不忙地走着 寻找着适合完成 出出茅庐任务的怪物 苍蓝介域的主城周边 为了照顾某些特殊玩家 确实存在着一些 站立地下的怪物 灵异很快就发现了一只蚂蚁 这只蚂蚁虽然体型不大 差不多米粒大小 普通蚂蚁 类别 蚂蚁 品级 等级 1 战力 10 效果 即使被攻击也不会反击 可让击杀者惊艳 描述 真就一只普通的蚂蚁 正当灵异准备一脚踩死这只蚂蚁时 那个跟踪她的女人突然现身 站在她身前三米处 女人身材高挑 曲线玲珑 穿着一件紧身的战甲 将身材勾勒得更加完美 她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妩媚 仿佛会让人沉浸其中 让人不敢直视 你右肩上的宠物 我很感兴趣 开个架吧 女人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对狗子的渴望 则则则 灵依洒然一笑 朝着右肩上的狗子笑道 人家跟了一路 果然是为了你啊 喵 狗子轻轻叫了一声 稍显无辜地摇了摇头 灵依再次看了眼女人的属性 人物 苏又妹 种族 人族 等级 18级 寿命 8428年 职业 玉兽史 天赋 玉兽灵史 品级 效果 获得半身职业 玉兽史 最大宠物数量等级数 宠物的战力 血量 技能威力 都将得到150的提升 每升一级 战力提升800万 击杀怪物 获得宠物弹的暴率 提升10倍 获得一所有宠物 总战力的战力增幅 10公里范围内 对宠物的珍惜程度 发出相应的感应 越珍惜感应越强烈 声望 3460 战力 5亿 生命值 4200万 魔法值 19亿 势力 哲义拥兵团 副团长 女人妩媚一笑 她的眼神中闪烁着自信 不知道你哪里找到的宠物 模样很可爱 我非常喜欢 我愿意花年来买 第78章 狗子也想吃肉 灵异干笑一声 摇摇头出声道 500年寿命 就想换我的宠物 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 或者说 你是不是太小瞧狗子了 苏佑妹同样轻轻摇了摇头 眼神中闪过一丝脚狭 刚才你是 去注册佣兵团了吧 很显然 你才刚刚攒够100年的注册费用 或者说 你是刚来到苍蓝介域的新人 实力应该不算弱 不过和我相比 可能还有这些差距 我不杀你 你不仅能得到500年寿命 还能得到我的友谊 灵异双眼微眯 嘴角烧带着莫名的笑意 不杀我 据我所知 击杀玩家 是抱不出宠物来的 就算杀我再多次 你似乎 也不能得偿所愿 苏佑妹撩了撩披在肩上的发丝 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若是我一直追杀你 想必你一定 也会很苦恼吧 每死一次 寿命都减半 那就搞笑了 到时候连狗粮都买不起 就算在忠诚的宠物 都会心生怨气吧 苏佑妹顿了顿 再次放出一个重量级的条件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 折翼拥兵团的副团长苏佑妹 我可以为你开后门 让你无条件地加入 现排名宇宙第三的拥兵团 这笔交易对你来说 并不亏 或者说赚大了 灵衣眉毛微调 略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走后门 不好意思 我先脏 别这么多废话了 我给你先动手的机会 你若真能杀了我 别说把狗子白送给你了 我说不得都得给你磕一个 苏佑妹站在原地 略有些阴沉不定 她觉得 灵衣若是在这里死回城 可能立马逃去其他主城 人海茫茫 真不一定有再次相遇的机会 苏佑妹自认为 看穿了灵衣的把戏 她眉头微皱 伸出一根手指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一千年 我花一千年 买你的宠物 并且 苏佑妹顿了顿 轻咬了下嘴唇 朝灵一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容 弟弟长得如此俊俏 但想必在这个世界 还没碰过女人吧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换个方式说服你 说着 苏佑妹故意露出自己修长的眉腿 在灵衣面前略动了下身姿 她的皮肤白皙如雪 眉腿线条流畅 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站甲紧紧包裹着她的身躯 将凹凸有致的曲线 勾勒得更加明显 让人不禁为之心动 不止如此 苏佑妹伸出自己灵动的舌头 贴着红润的珠唇 舔湿了半圈 略显诱惑地笑道 甚至我可以让你享受 在其他游戏里 有女人会为了一只宠物 为你支付一千年寿命的同时 不惜堵上自己的身子吗 不 不可能的是 只有在这个游戏里 才会出现这样的荒唐事 真好玩 大家都爱玩 灵衣看着苏佑妹的动作和神态 眼中闪过一丝玩味 哦 你的条件 真就越来越夸张 哪怕换了任何一个男人 可能都不会拒绝和你的交易 苏佑妹双眼中 闪烁着自信的光彩 妩媚一笑道 当然 我所有的条件 均是真实有效 而且诚意满满 并且我可以保证 获得你那只宠物之后 有我一口肉吃 就有他一根骨头啃 一点都不会委屈他 那么你呢 你的选择是 灵衣闻言 微微侧目看向尖头的狗子 脸色古怪地问道 狗子 你怎么看 喵 狗子轻轻叫道 给了灵衣一个略显委屈的眼神 灵衣转过头 看向面前的苏佑妹 咧嘴笑道 这样啊 我知道了 突然 灵衣伸出右手 随手抓起右肩上的狗子 朝面前的苏佑妹丢去 狗子 走你 苏佑妹看到狗子飞来 微微一愣 而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她张开双臂 准备迎接这只珍贵的宠物 然而 接下来的荧幕 让她的笑容瞬间凝固 那只可爱 而又珍贵的宠物 居然穿过了她的身子 魂虫类型 不 苏佑妹微微低头 看到了自己胸前 莫名出现了一个窟窿 这窟窿 比艾斯胸前的都还要大 她隐隐能够看到身体里 仍在跳动的血色器官 透过血动 她甚至能够看到地上的小草 和正在攀爬的蚂蚁 风声沙沙地 在她耳畔吹过 世界仿佛变得静命了起来 小草微微摇动 展示着不屈的意志 蚂蚁沐浴在阳光下 显得那么的轻松惬意 起风了 风力不是很强 但苏佑妹 似乎是因为体质较弱 缓缓朝着地上摔去 在她落地之际 身形随风缓缓消逝 碰 原地凭空出现了一个 巴掌大小的稻草人 稻草人的胸口 有个镂空的圆窟窿 好巧不巧地 有只无辜的蚂蚁 被困在了那稻草人的胸口位置 与此同时 灵异耳畔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击杀玩家苏佑妹 获得寿命灵 其职业为玉兽使 获得额外惊艳之灵 灵异轻移脚步 走到了那破损稻草人的面前 她双眼微眯 看了看远处 甩动着身上血迹的狗子 又看了看脚前 静止不动的稻草人 咧嘴轻笑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 也想吃肉 言罢 灵异轻移右脚 狠狠地碾在了 那破损稻草人的身上 第79章 前往 失落城 灵异站在西城门外 耳边回荡着系统的提示音 亲爱的 老爹 恭喜你讨伐战利益的生物成功 亲爱的 老爹 老爹拥兵团 获得成就 处处茅庐 望西枝 现在 您可以揭取更多任务了 详情请查看拥兵团界面 打开拥兵团界面 灵异的目光 在任务列表中游移 最终定格在了 小灵筛选的三个任务上 遗失古城的守护者 深渊裂缝的危机 赤焰山脉的异动 灵异的眉头微皱 第二个任务的接取人数还不够 而第三个任务时间还很充裕 那就先去做这个级别的 遗失古城的守护者吧 不过 这个接取任务的按钮显示 灰色的 站立不足 需要一千亿站立才能接取 不好意思 我站立一照 灵异嘴角微动 笑着说道 小灵 把我的对外面版数据 改成一千亿 截取任务 遗失古城的守护者 截取任务成功 任务地点在 六号木洛城 散下 施洛城 西南方向 一百二十万公里处 可乘坐 施洛城的传送阵 接近任务地点 祝您好运 对于 遗失古城 上遗失灵一道 也有所耳闻 作为很古老的皇城之一 它是没有数字编号的 但似乎发生过某些变故 遗失古城 在某一天瞬间消失了 后续有很多皇城城主 都想在旧址上重建 遗失古城 毕竟这个级别任务 好似一直挂在那里 没有人完成过 接任务的人 总说找不到守护兽 就让灵一来 瞧瞧怎么个事 接完任务之后 他转过身子 再次朝着延五城走去 首先 他需要传送到 延五城的中心位置的 大型传送阵 不过这个费用 只需要一天 价格还是比较清明的 再从延五城 传送到失落城 需要十年的费用 贵 不 可以说很便宜了 要是不做传送阵 以灵一幕前的速度 飞往失落城 别说十年了 十万年都飞不到 秀 一个瞬间 灵异消失在原地 延五城的中心 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大概两百个足球场 那么大吧 广场的正中央 便是那延五城的复活点 复活点时不时 有人影闪动而出 它们中 大多数都是 刚来到苍蓝界域 一脸猛逼的 被怪物击杀的新人玩家 而在复活点附近 横纵着一座 大型传送阵 传送阵 由无数的金石构成 这些金石 按照特定的规律排列 形成了 一个个复杂的魔法阵图 金石之间 能量流转 形成了一个 稳定的空间通道 连接着苍蓝界域的 各个角落 传送阵周围 是一圈圈的同心圆环 每个圆环上 都刻满了符文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圆环的外围 是一排排高大的石柱 石柱上雕刻着 各种神兽的图案 栩栩如生 仿佛随时都会迫石而出 这个传送阵 不同于城内 随处可见的小传送阵 它庞大 复杂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能同时容纳 数十万人同时使用 可以用来传送到 其他主城 或本皇城域的皇城 由于大型传送阵 就在延武城的 复活点旁边 再加上其交通枢纽的因素 人群还是比较密集的 嘈杂的声音 就如菜市场一般 不过现在 人确实有些过分的多了 卧槽 怎么那么多人 往咱们这边传 现在新人来得越来越快了 我都怀疑 是不是新手村难度降低了 你不知道吗 咱们这里出了一个 多人的大型任务 都来陆经验来了 城主府现在都开通了 一百条窗口了 除了新人 其他人应该是咱们 炎黄城散下的 主城里的人 都来赚那五十万经验的 乖乖 这不得要一年的传送费用 笑话 去外面打怪物 想赚这五十万经验 死了就没了半条命 确实 还不如花一年寿命 买这五十万的经验 大家果然和我一样 都爱白条 灵依看着眼前匆匆赶往城主府的人和 接连不断出现的新人 眼中闪烁着诡诀的色彩 那些去陆经验的所谓的老玩家 大多数都没什么特殊职业 甚至真正赶出城的人都少之又少 他们之所以 能够提前个几天到达苍蓝界域 可能是天赋的前期战力 也有可能是高幸运 也有可能只是追求通过 简单级别的转值试炼 但毫无疑问 现在的新人 在某种程度上 已然赶超了老玩家 就这瞟几眼的功夫 灵依已经看到了两个 修罗 职业了 说明什么 说明 他们能够成功通过新手村的 地狱级转值试炼 要放在前世 修罗 职业不说十一里挑一 一里 挑一还是有的 现在可能变成了百万里挑一 甚至十万里挑一 而且 新人至少一小半 都是特殊职业 对灵依来说 每个不同的特殊职业 都是千分之一的经验 新手村的宝库彩蛋 就是给力 灵依眼神中闪烁着一抹 难以抑制的兴奋 人人 再人人 现在苍蓝介于的人 还不是很密 还不到收网的时候 要是现在大开杀箭 把小老鼠们 吓得更加不敢出城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升级这东西 当然是 连升才会更加爽 现在 还是做做任务 先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他的目光 再次转向传送阵 那磅礴大气的传送阵 气势辉弘 仿佛连接着无数个世界 让人心生向往 灵依面前 出现了一道虚空成像的选择界面 上面有着 无数编号的小方块 若是点进一个小方块 画面会出现 一座皇城 加一万座主城 当然了 语音识别功能 还是有的 灵依站在传送阵前 淡淡出声道 选择传送 六号没落城 散下 失落城 传送阵特有的 系统提示音传来 冒险者您好 您选择的传送地点为 六号没落城 散下 失落城 传送费用为十年 是否确认 灵依点了点头 回复道 确认 系统提示音再次传来 定 命符保到账面 传送阵启动中 十 九 就在灵依面前 倒计时即将结束时 一道略显愤怒 和匆忙的交合音传来 等一下 灵依转过身子 发现一道倩影 正跑向自己 此人 正是刚才被狗子击杀的苏又妹 咻 倒计时结束 灵依的身影消失不见 苏又妹跑到传送阵前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她银牙紧咬 眼神中夹带着一丝愤懑 可恶 被她逃走了 我猜得果然不错 她是一只弱鸡 但宠物强的逆天 苏又妹右拳紧握 不甘心地自语道 狗子是吧 我一定要得到你 第八十章 前往 仪式古城 失落城中心广场 蓝光闪耀间 灵依的身影 逐渐凝聚成形 她略显奇怪地挠了挠头 那个苏又妹 不仅不怕我 甚至还想来招惹我 女人就是这么不可理喻吗 算了 先不管她 还是去买个回城卷轴吧 灵依摇摇头 将心中的疑惑 暂时搁置 大步朝着 失落城杂货铺的方向走去 回城卷轴这玩意 非常实用 当然了 在哪个城买的回城卷轴 就只能回到哪个城里 主城回城卷轴 统一零售价十年 皇城回城卷轴 统一零售价一百年 价格的设定 主要是为了防止 黄牛倒卖 回城卷轴 赚差价 灵依主要是害怕 任务点有某种奇怪的传送阵 将自己 传送到荒无人烟的嘎拉地 虽说也能死回城 但是很显然 能活着 为什么要死呢 灵依看了看自己手中 花十年寿命买到的卷轴 失落城回城卷轴 类别 回城卷轴 品级 效果 发动十秒钟后 可回到失落城 现苍蓝介域 使用 战斗状态 特殊副本状态 特殊剧情状态下 不可用 描述 勇敢的冒险者 欢迎来到六号木洛城 散下 失落城 买到回城卷轴后 灵依再次回到了 失落城的中心广场 任务地点 遗失古城 距离失落城 120万公里 以灵依目前的 2000米每秒的速度 需要六天才能 飞到任务地点 但是好在 有传送阵 只要花费十年寿命 就可以传送到 野外的固定驿站 方便玩家 外出打怪链击 但这属于单项传送 可能是为了 节省开支吧 固定驿站 并没有往回飞的 传送阵 如果去了 很远很偏的地方 要么使用回城卷轴 要么死回城 花十年时间 走七天的路程 似乎并不怎么转 飞野 这个游戏里 最值钱的是时间 最不值钱的 也是时间 对一只若鸡来说 花十年换七天 只能说 脑子瓦特了 但对强者来说 这七天的路途 能赚到的寿命 远远大于十年 很不巧的是 灵一 属于强者 一万四千公里 距离任务地点 最近的驿站 应该就是这个号驿站 灵一暗自点了点头 虚空点击确认 定 命赴宝到账十年 传送阵启动中 十 九 他 传送完成 灵一缓缓睁开眼睛 一股荒凉之感扑面而来 他的视线索急之处 是一片苍茫的大地 枯黄的草木在寒风中摇曳 发出沙沙的响声 进风如刀 夹杂着刺骨的寒意 呼啸着划过大地 卷起一地的尘土和枯叶 在空中玄武 远处 急到人影在风沙中若隐若现 他们围绕着一只体型庞大的怪物 似乎正在收拾战利品 灵一再次虚空成像 给任务地点的方向 简单标注了一下 这处驿站距离 移石古城 大概一万千米左右的距离 这样的话 我过去的时间就是小时 他收起面前透明的屏幕 做事准备起飞 突然 真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还有人赶来10086号点位 一声嘲讽的大笑响起 三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魁梧大汉 从不远处走来 目光不善地盯着灵一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的练几点 是被我们承包的 另一个大汉冷笑道 眼中闪烁着胸光 听好了 我们是 为首的大汉开口 似乎准备来一段精彩的自我介绍 但其话音未落 就戛然而止 刷 就在那一瞬间 灵一握着修罗刀 从几人身边掠过 如恶魔般的泥南 在几人耳畔响起 我对你们的身份 毫无兴趣 咻 一道寒光闪过 灵一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原地 三个大汉甚至来不及反应 只觉得眼前一花 灵一已经从他们身边掠过 三人猛猛地转过身子 想要回头看看 刚才的灵一在哪里 他们却发现 自己的脚明明转了一圈 眼前的景物 却分毫没动 啪 啪 啪 净风浮烂 人从自己的上半身滑下 摔落在地 他们瞳孔微缩 惊恐地看着 仍然在原地站立着的下半身 鲜血如柱般喷涌而出 逐渐染红了他们的视线 灵一的身形 以两千米每秒的速度 在空中急驰着 他右手腕上地 散发出一道神秘的雾气 将修罗刀 缓缓包裹起来 请客练化 击杀刚才的三个人 他再次得到了灵的经验 这个游戏的玩家 似乎很无脑 见面就要干 飞演 目前的苍蓝介域 有部分人都是一路无敌的走到现在 他们有限的认知里 认为比他们强的人似乎极少 事实也正是如此 前期游戏进程中 强者一般不会很快相遇 由于幸存者效应 他们可能认为自己 就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那一批人 但实际上 其中的某些人 甚至都排不到上游 等三个月后 各大榜单的万强榜出现之后 他们可能才会对 强有一种新的定义 每个榜单 第一万名的数据 是不能隐藏的 就是为了给玩家们 做一个参考 迟到这里偏 但是没想到 居然这么偏 这环境 也太恶劣了 而且驿战 分布得也太散了 居然还需要飞两小时 赶路两小时 击杀一秒钟 那就倒笑了 希望这能和我 多过几招 灵一双眼微眯 朝着目的地 急驰而去 第81章 顺杀手护兽 站立破十兆 两小时之后 遗失古城就指外围 灵一站在小山丘上 远远地眺望着一座 被雾气笼罩的古城 城市的轮廓 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显得神秘而庄严 高大的城墙上 爬满了岁月的痕迹 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但空气中 似乎弥漫着一股暴力的气息 令人不寒而栗 这不是遗失古城 而是后人 想在骑上重建的新城 如今也同样摔摆凋零 狗子轻叫了一声 伸出舌头 舔尸了一圈 兴奋地摇动着尾巴 速战速决 灵一的身影 如同一道流星 划破了古城 旧址外围的迷雾 向着未知的神秘进发 他 他小心翼翼地穿行 在古老的建筑之间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虽说拥有着破罩的战力 但灵一身安 低调作人的道理 作为三星级别的任务 这里的每一处角落 都可能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在不了解敌人之前 最好还是小心行事 突然 灵一的眼神一凝 立刻朝着古城旧址的某处望去 他能够感觉到 那里正有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在涌动 终于来了吗 灵一的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容 他握紧了手中的修罗刀 身形一晃 朝着气息的来源的方向 急驰而去 在一座破败的宫殿中 有一只身长十多米 一只长着龙头蛇尾 路脚规备的怪物正静静地匍匐在地 他的身体覆盖着坚硬的鳞片 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他仿佛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 似乎又是一种禁忌的威慑 当灵一踏入宫殿的瞬间 这只怪物缓缓抬起了 他那沉重的头颅 一双眼睛如同深渊中的鬼火 瞬间点燃了四周的空气 一时古城守护兽 类别 古代守护兽 品级 级 等级 87 战力 一千亿 五千亿 技能 地动山摇 被动 守护兽的每一步移动 都会使周围的地面产生剧烈震动 对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十战力的巨大冲击伤害 钢铁之躯 被动 守护兽的鳞片坚不可摧 能够抵御三十的攻击伤害 龙溪烈焰 从守护兽的巨口中 喷吐出高温的火焰 造成120战力伤害 焚烧一切敢于接近的敌人 狂暴之怒 当守护兽的生命值降低到十时 会激发其内在的狂暴之力 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大幅提升二百 描述 这只守护兽的存在 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扰 它不仅是力量的象征 更是古城历史长河中不朽的传说 但似乎因为找不到遗失古城 而变得日渐衰弱 你就是古城的守护者吗 灵异冷声问道 手中的修罗刀闪烁着寒光 怪物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 庞大的身躯 夹带着一股恐怖的气势 猛地朝灵异扑来 灵异的眼神一凝 身形一晃 轻松地躲过了她的攻击 守护兽的双眼中 爆发出一丝狠力之色 她那庞大的身躯微微厚仰 巨口微张 开始蓄力那传说中的龙溪烈焰 周围的空气因高温而扭曲 仿佛连时间都在这股热量下边的缓慢 守护兽的嘴前 一个巨大的火球缓缓凝聚 火球中心的温度高得惊人 足以溶金化铁 其周围的空间 甚至因为高温而产生了细微的裂痕 五秒钟的时间 在此刻显得异常漫长 守护兽的火球不断膨胀 其内蕴含的能量 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是一次上千亿战力的一击 一旦释放 足以摧毁一切 仿佛连这座古老的城市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力量 然而 灵仪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她没有选择躲避 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姿态 甚至将手中的修罗刀都收了起来 她微微仰起头 双眼微眯 静静地看向眼前的恐怖热浪 似乎在感受着那股 几乎可以焚尽万物的高温 灵仪的脸上 没有恐惧 没有紧张 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 恍然之间 她的双眼 似乎发生了一变 左子右经的双眸 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似乎发动了 双极齐开的天赋技能 看来没有什么陷阱 因为 我已经看到了 守护兽的火球 终于凝聚到了极点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绝燃 猛地朝着灵仪 倾吐着一股猛烈的恐怖龙溪 龙溪烈焰扭曲了途经的空气 融化了宫殿的石柱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向灵溪袭来 但灵溪依旧静静地站立着 她的身体 在这股热浪中 似乎变得模糊 仿佛与周围的空间融为一体 就在火球 即将击中灵溪的刹那 她动了 她的掌心涌出 与火球碰撞在一起 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 没有耀眼的光芒 只有一股平静的力量 在灵溪的掌心和火浪之间流转 突然 咔 咔 咔 一股冰霜之力 自灵溪手上涌出 冰霜之力 自龙溪的接触点开始蔓延 以一种几乎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着守护兽的全身扩散 烈焰与寒冰的碰撞 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景象 火焰被迅速压制 而寒冰则在不断地扩张 瞬息之间 守护兽那庞大的身躯 被一层厚厚的冰霜覆盖 甚至于她的呼吸 都变成了白色的雾气 被冻结在空气中 原先那股 几乎可以焚惊万物的热浪 在这一刻被彻底消灭 守护兽的眼神 露出实质化的了 惊恐和恶然 当然 现在的她 已然无法动弹分毫了 宫殿内的地面和石柱 同样未能逃脱 被冻结的命运 寒冰以守护兽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覆盖上了 一层晶莹的冰霜 石柱上的裂痕被冰封 地面上的尘埃被冻结 整个宫殿仿佛在这一刻 被时间禁止 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 冰冷的气息 从冻结的守护兽身上 四散而出 它们缓缓地飘向空中 与宫殿中的尘埃和雾气混合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象 灵异缓地松开了 触摸实质化龙溪冰宴的手 缓步靠近 看着眼前 可称之为艺术品的守护兽冰雕 它伸出右手 两指并拢 轻轻地在守护兽的 冰封身躯上扣机 那动作轻柔地就像是在 敲响一扇门 荡 荡 这声音在空旷的宫殿中回荡 显得格外清晰 啪 冰层开始出现 密密麻麻的裂纹 并迅速蔓延 如同一张张蜘蛛网 覆盖在守护兽的身躯上 守护兽的身躯 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开始碎裂 随着一声 清脆的破裂声响起 守护兽的冰封身躯 再也无法承受这股力量 开始崩解 碎冰块伴随着守护兽的身躯 一同碎裂在地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如同一场小型的冰雹 在宫殿内肆虐 冰屑四箭 有的弹射到远处的墙壁上 有的则在地面上滚动 最终归于平静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灵异耳盼响起 击杀 遗失古城守护兽 获得寿命15万年 经验188亿 第82章 遗失古城城主 遗千落 灵异站在原地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十兆战力 双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击杀高品级 高等级的怪物 依然能够为他带来升级的惊喜 早知道就先不杀那些职业者了 属实有点浪费啊 灵异十集杀一个职业者 相当于获得一千万经验 放在十一集 杀一个职业者 就相当于一亿经验 灵异审笑一声 淡淡地摇了摇头 不过嘛 也无所谓了 毕竟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 就是人了 月 狗子从灵异的肩上跳了下来 兴奋地左右跳了几下 他张开大嘴 释放出一股神秘的吞噬之力 地上那些碎裂的守护兽残渣 连同冰块一起 被其吸入了口中 四 吞噬完成之后 狗子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忧愿地看了看灵异 灵异毫不在意地 微微一笑 而后扫视着地面 地面上有几样闪闪发光的宝贝 正是击杀 遗失古城守护兽 爆出来的 烈焰滔天技能书 类别 技能书 品级 效果 学习后可掌握烈焰滔天技能 召唤天火降临 对十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巨额150战力的火焰伤害 并附带持续二战力伤害灼烧效果 持续十秒 冷缺一小时 锦线火系列法师职业学习 描述 烈焰滔天 焰尽世间一切邪恶 若使用者邪恶 则焰尽世间一切 守护项链 类别 饰品 品级 效果 装备后 佩戴着每秒回复二的生命值 战斗状态下也可生效 装备后 将一百复刻佩戴着的生命值血量 形成一个 甲血条 优先消耗 甲血条可受本装备 效果一的效果 描述 由神秘星辰金属锻造而成的项链 中央镶嵌的宝石 蕴含着宇宙之力 守护之星 类别 宝石 品级 效果 镶嵌于天命手链上 战力翼 并赋予装备持有者 守护之盾 技能 能够吸收一次最高五百亿的致命伤害 保护持有者 免遭灭顶之灾 描述 守护之星 散发着温暖而柔和的光芒 内力蕴含着强大的守护之力 移石古城传送卷轴 类别 传送卷轴 品级 效果 发动十秒钟后 可回到 移石古城 现 苍蓝介域 使用 战斗状态 特殊副本状态 特殊剧情状态下 不可用 描述 勇敢的冒险者 欢迎来到 移石古城 虽说 烈焰滔天 这个技能 标注了使用条件 但对灵异来说 无效 立马学习 稍稍弥补了 他没有大范围伤害的短板 这个 生命项链 也有点离谱 给自己上了个 一千兆生命值的假血条 两条命 这还怎么死 到底谁才是啊 相比之而言 守护之星 就有点积累了 仅仅只加了20亿的战力 还只能承受500亿的伤害 太垃圾了 不过幸好 他只是任务物品而已 灵异的目光 在这些宝贝上来回扫尸 最后定格在了 移石古城传送卷轴上 他眼中闪过一抹了然 轻声道 果然 这个任务 还有隐藏的二阶段 这个传送卷轴 就是通往 移石古城的入场券 啪啦 没有丝毫犹豫 灵异展开了传送卷轴 随着卷轴的展开 一道蓝光在他身上闪耀起来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随着十秒倒计时的结束 灵异感觉到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拉扯着他 似乎 穿越了时空的界限 咻 灵异的身影瞬间消失 他 眩运感缓缓散去 灵异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的身旁 似乎是一个复活点 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光芒 仿佛下一刻 便会暗淡无光 建筑物上布满了裂痕 街道上散落着碎石 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凉 距离他约末十米的正前方 有一个身高三米 穿着绿色盔甲的战士 正瘫坐在地上傻笑着 除此之外 四周静悄悄的 萧瑟破败 毫无人焉 复活水晶破败街道 传送卷轴复活点 这里 曾是一座皇城 传说中的仪式古城 突然 灵异感觉到手腕上的 混沌竞技链 传来了震动 他低头看去 只见手链上 镂空的字母 正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 他的脑海中 似乎出现了一张地图 一个字就在 前方十米 正前方十米 混沌竞技链 居然给出了 精确到米的感应 灵异微微抬眉 那个身着盔甲的战士 依旧贪坐在地上傻笑 人物 一千落 身份 一师古城城主 等级 四百五十二级 寿命 十分钟 战力 五千兆 元五千金 生命值 五千金 物品 一师古城令 神秘的神经 狂图盔甲 破败王者之刃 技能 大日剑法 古之呼吸 游心 那一千落 似乎发现了灵异的到来 沧桑的声线 夹带着一股笑意 微微仰头 年轻人 你倒是来得巧啊 不过 屁用没有 事事成空 哈哈 他 他 灵异轻移脚步 走到了一千落的身前 强忍住内心的悸动 缓缓出声 这里是一师古城 灵异话音刚落 一千落似乎被戳到了笑点 捂着脸爆发出一股 不可抑制的笑意 哈哈 一师古城 很久很久 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了 不对 外面应该称这里 一师的古城吧 哈哈 灵异双眼微眯 看着眼前 略显疯癫的一千落 心中的念头 微微闪动 年轻人 你有兴趣听一个故事吗 一千落笑声 缓缓消弥 略显落寞地问道 灵异微微一愣 不情愿地摇了摇头 莫兴趣 但感受着他右手腕上的温热及震动 灵异瞬间改口 但是 听听倒也无妨 第83章 苍蓝人不骗苍蓝人 反正对面 只有十分钟可活了 灵异道 还不至于没有那个耐心 更何况 灵异对所谓一师古城的秘星 还是稍微有点兴趣的 但有一点 要特别注意 苍蓝界域是一个极度木强的世界 强者为尊的种子 在所有的心中 已然牢牢扎根 这个强 不一定单纯 是战力上的 态度上 同样如此 玩家在面对城主这类特殊时 态度不能特别唯唯诺诺 那样 反而会被瞧不起 有些玩家 跟城主针锋相对 反倒能接到特殊任务 哎 你说气不气 谁能想到 是这个妙性 不过灵异没必要特意 要跟这个一千落针锋相对 毕竟他也快寿终正寝了 人一走 他的遗物 那可就是无主的东西了 一千落顿了顿 眼神中闪过一丝追忆的光芒 开始娓娓道来 一师古城之前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 天才地宝 如杂草般丛生 奇珍异寿 如昆虫般涌现 人流量四通八达 散下的主城 也是人们的首选之地 是远近文明的繁华之城 他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自豪 似乎在回忆着 那是去的辉煌 城中的人们安居乐夜 孩童们在街头巷尾 嬉戏玩耍 商贩们的叫卖声 此起彼伏 各种珍奇的货物 琳琅满目 让人目不暇接 夜晚时分 华灯初上 万家灯火 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 一千落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微笑 似乎在享受着 那段美好的时光 但是 他的语气突然一转 变得沉重起来 一场灾难 让所有的一切破灭 犹如镜花水月般破灭 手掌心拖着一个半壶状的神秘晶体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就是这个神秘的神经 再某一天从天外飞来 正好落到了遗失古城里 整个城市被瞬间转移到了这天地 毫无人烟和生机的死地 一千落的眼中 闪过一丝恐惧 仿佛那场灾难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这里没有其他生物的存在 走出城后 会逐渐迷失 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 人们如困兽油斗般活着 最终只活下来少数的几个人 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分 带着一丝不甘 但是啊 时间无情 大到无情 人们的寿命 在没有得到补充的状态下 只能如一捧黄沙缓缓消逝 灵依眼神微动 缓缓出声道 需要我转你点寿命吗 当然了 这是娇业 一千落摇了摇头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老朽靠着这狂徒盔甲 苟活已久 岂不了越活越绝望 越活越没意思 活得再久 却始终出不去这片天地 灵依微微一愣 疑惑出声 城内的传送阵 用不了吗 再说了 你们应该有其他城市的 回城卷轴吧 一千落顿了顿 再次苦涩地笑了一下 当然不行 无论是传送阵 还是回城卷轴 都只能在苍蓝介于使用 而这片天地 已经不是原先的那处天地了 也就是说 小友 你也无法离开了 灵依将信将疑地 拿出背包里的 没落成传送卷轴 她的眼前 跳出了彪红的似的大字 无法使用 不过还好 对面的这个 可能无法理解 玩家死亡之后 会在最近的主城 或皇城重生 可是号称没有的游戏 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绝境呢 灵依眼神微眯 似有所感地难难自语道 重生在最近的城市 现在离她最近的 不正是这曾经的皇城 遗失古城吗 不是 哥们 这游戏到底能不能玩了呀 老师出 万一大家都不玩了 你还赚谁的命去呀 灵依微微叹了口气 若是死亡之后卡不出去 也只能去那遗失古城外碰碰运气了 不过还好 眼下还有个神秘的神经 能让自己的战力再翻十倍 战力会达到恐怖的一百兆 一百兆 什么概念 如果现在一一战力 算个小高手 赵万一 不算太强 也就比一个小高手 强了一百万倍而已 一千落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西迹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仿佛在传递着最后的使命 年轻人 若你真的能够离开这里 我有一个请求 灵依微微汗手 示意一千落继续说下去 一千落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请你把这封信 给一号没落成的染黄 秀 一纸略显古朴的信封 缓缓飘在灵依面前 拿 灵依拿住眼前的信封 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 染黄清起 与此同时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 在他耳畔响起 您接受了急任务 一千落的遗愿 完成此任务后 无任何奖励 您获得了任务物品 一千落的信 灵依听着一千落的话 毛子中平淡如水 首先是没落成的编号问题 这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黄成的编号改动 当然是正常的 任务没有奖励 开玩笑 没有奖励的是 我能去干 一千落看着眼神平淡的灵依 颤抖地掏出一块古老的令牌 他的表面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却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这是一师古城令 他将令牌递给灵依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舍 这令牌你就暂先保管 若是有机会出去 你可以转交给染黄 我相信 他不会亏待你的 一千落的声音越来越低 似乎在回响着过去的辉煌 灵依微微恍神 点了点头 他随手接过 感受着令牌上古朴 但精致的神秘花纹 一师古城令 类别 令牌 品级 即 刻性 不可掉落 不可复制 可主动转移所属权 目前归属 归零 效果 获得一师古城传送阵收入的100 获得散下主城传送阵收入的95 随意调整城中交易的税负 以及物品的价格 可以以城主的身份 给外来的冒险者发布任务 令牌神性丧失殆尽 目前无法使用 神性进度 零 描述 一师古城皇城城主身份的象征 独一且无二 你 一千乐微微抬手刚想说话 就被零一坚定而有力的声音打断 一城主 不用再发布任务了 众所周知 我 归零 是个重情义的人 苍蓝人 不骗苍蓝人 若是有机会出去 我定当 将这两样东西 完好无损地送到染黄手上 不过 为什么您觉得 我有机会能够出去呢 听闻零一的话 一千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他再次伸出自己的另一只手 递出手上 神秘的神经声线已然极其微弱 这个神经似乎隐藏着强大的力量 若是能参透上面的符文 咔 声音嘎然而止 微风扶来 一千乐的身躯 犹如沙土一般 缓缓消逝 真 这一刻起 神秘的神经 已然变成了无主之物 神经在空中 似乎震战了下 而后 瞬间被吸入灵 一右手腕上的 混沌竞技链 第84章C字密 传 战力破百兆 灵异将目光 转移到右腕上的手链上来 改动地点有两处 首先 战力再次翻了十倍 百兆战力 成 不是 这游戏这么玩的吗 来做一次任务 战力翻一百倍 开服不到七天 拥有一百兆战力 真就不怕游戏崩溃 另外 自密 传 效果 宿主获得极秘数 传 宿主可无消耗 无冷却 无前摇 无条件的瞬间 传送到自己曾经到过的任意地点 传 对效果二 无视任何禁止 副本 结界 包括但不限于特殊禁止 副本 结界 宿主可待生物实现 传的效果二和三 最大生物数战力执照 描述 随时随地 万戒户 传 这效果什么鬼 这不是让我把直接写在脸上吗 只要自己去过的地方 下次想要过去 就是瞬间移动 且没有任何前摇的瞬间抵达 从交通角度来说 不仅省时省力 还节约时间 对战斗来说 这也让林仪立于不败之地 若是打不过 也能瞬间传走 打着打着我人 没了 你气不气 还能带生物传送 这个有点鸡肋 毕竟林仪暂时 没有当司机的打算 但总而言之 这个秘书船 给林仪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特殊空间 出不去 笑话 林仪从地上捡起一个小石块 往空中一抛 而后他整个人瞬间消失 笑 一个瞬间 他出现在了 4396号新手村的长盘森林 笑 又一个瞬间 他出现在了 副本中烟之地的上空 笑 双一个瞬间 他出现在了 延武城的拥兵大厅 笑 若一个瞬间 他出现在了 失落城的中心广场 笑 啄一个瞬间 他出现在了原先 抛起石块的地方 林仪伸出右手 微微等待 啪 石块落入林仪手中 咔 他握紧右拳 一个坚硬的石块 瞬间化为粉末 随风而逝 无敌了 林仪不自觉地吞咽了下唾沫 他为自己的恐怖 感到头皮发麻 虽说这传送是瞬间完成的 但怎么也需要有一点钱 摇的时间 但他去了好几个地方 回来后却发现 石块在空中的高度 就和之前 自己刚走的时候一样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林仪威威平 附了下心中的悸动 往地上看去 一千落死后 还留下了两样装备 狂图铠甲 类别 铠甲 品级 效果 装备后 佩戴者的战力 可疑速下降一万倍 装备后 佩戴者的寿命 提升一万倍 装备后 佩戴者的总寿命 可用于交易 但解除装备后的寿命 需如数偿还 若折旧身上 一切殖命的物品 仍旧不够偿还 则佩戴者死亡 描述 狂图铠甲 不是狂图穿的铠甲 是限制狂图的铠甲 后来 限制狂图的那群人 都老死了 破败亡者之刃 类别 单手剑 品级 效果 十二的生命偷取 二十五的攻速加成 还会造成目标最大 生命之八 额外物理伤害 并偷取目标 十五移动速度 描述 勇尸无碍 举目破败 则则则 你这老当 你说 你走就走吧 还给我留下这么多礼物 怪不好意思的 灵仪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然后迅速捡起了 地上两件品级的装备 狂图铠甲 基本没啥用 只能用来延年益寿 而 破败亡者之刃 那可就猛了 生命偷取 攻速加成 一速偷取 各个都是顶级的百分比 属性加成 甚至 还有最大生命值 百分比伤害 一个再弱小的人 只要挥出十三剑 就能将一个大胆 一管血槽清空 不过对灵异来说 并没有这么麻烦 因为 它可能只需要一剑 不过 这个单手剑 还是挺帅的 其全长 约末一米五 任身呈现出一种 深沉的暗影色 散发着一种破败 而古老的气息 仿佛夜空中 最深沉的黑暗 凝聚而成 剑柄部分 有一种不知名的 古老木材制成 木材表面 被雕刻着复杂的纹路 剑柄的末端 镶嵌着一颗黯淡的宝石 剑身与剑柄的交界处 雕刻着一个猙獰的兽手 兽手的獠牙尖锐 异常威武 这么帅的剑 就应该 吞噬 灵异裂开嘴巴笑了笑 控制 将这柄王者之剑吞噬 她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也没有什么大义情怀 之所以 对一千落略显客气 是因为人家的寿命 也到头了 跟灵异的利益 也没什么冲突 再说了 貌似也打不过人家 并且 之所以打断一千落的话 并且转移话题 不让她发布 转交令台的任务 是因为 那封信是任务物品 是必须要给到 莫其染的 但 遗失古城令 的所有权为01 染黄不会亏待自己 01可不相信那一套 若 遗失古城令成了任务物品 01百分百 肯定莫其染会随便 拿几件烂装备 打发自己 筹码 当然是拿在手里 才能叫做筹码 容易得到 就不会珍惜 是一条真理 无论在哪个世界 都适用 苍蓝人 不骗苍蓝人 不好意思 我01 是蓝星人 01想查看一下 那个获得 守护之心的任务 她虚空一滑 打开了拥兵团频道 虚空的界面 不断发起着震动 系统提示音 也随之传来 亲爱的老爹 恭喜您讨伐 战力一千亿的生物成功 亲爱的老爹 老爹拥兵团的讨伐 生物最大战力 为一千亿 赞列舱拦戒御庸兵团第一 请再接再利哟 亲爱的老爹 老爹庸兵团的讨伐生物 总占力为一千亿 赞列舱拦戒御庸兵团第一 请再接再利哟 亲爱的老爹 老爹庸兵团获得 出窥门禁 小誓牛刀 灯堂入室 驾轻救赎 融化贯通 炉火纯青 出类拔萃 济官群雄 出神入化 傲视群雄 登峰造极 一骑绝尘 一日一照理 金氏骇俗 镇骨朔金 等一千六百八十四个成就 望西之 第八十五章 抵达六号墨洛城 与此同时 接连不断的叮咚声 和震动声 在01的拥兵团 见面响起 叮咚 您有一条未读消息 叮咚 您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叮咚 您有一条未读消息 叮咚 您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叮咚 您共有十二兆条未读消息 叮咚 您共有六一个好友申请 灵一顿时慌了神 赶忙开启了 免打扰模式 拥兵团频道 几乎是每秒九十九亿 刷屏来任灵一做爹 当然了 只要至少支付十年寿命 刷出的弹幕 就是弹幕 可以置顶很久 这届玩家 太疯狂 灵一紧紧击杀了一只怪物 就让老爹拥兵团 成为了苍蓝界御拥兵团 排名第一 他挑了些弹幕 随意看了几眼 无敌风火轮 这是何等的卧槽与牛逼 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来找爹 老爹 你是我亲爹 快瞅我一眼啊 老爹的好大 老爹很忙 这边组建老爹粉丝团 群号 宿进 老爹的好二 老爹 你说句话 勾东西 老爹是我爹 这是亲自鉴定 想要老爹 联系方式地转我十天寿命 一顿压腿饭的事 赌一个璀璨未来 艾丽 老爹 我是你亲闺女 我在 两千五百六十江湘城 散下 奶油城 大床房已开好 麻留地 讨伐一千亿战力的生物 与之相比 那个三十亿战力的 起飞拥兵团 就显得很拉了 蒙妹请私聊 一千亿 这才是断层级别的实力 真的屌 五虎起飞 老爹 屁爹 你是用某种方法 接了那个任务对吧 你一定是用了什么一次性道具是吧 这个阶段 没人能够拥有千亿战力 我和拥兵团全员在皇城等你 看看你怎么个事 一千亿 断层级别的实力 一千亿可算不上断层 灵依笑着摇了摇头 喃喃自语道 这个五虎起飞 看人真准 我确实没有拥有千亿战力 我的战力是赵 上辈子好像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 也是 这么高调 估计活不了多久 秀 灵依发动 传 瞬间消失不见 他 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站在了失落城中心广场 由于四周都是传送阵 大多数玩家也都是新手 对灵依的突然出现 似乎觉得理所当然 并没有过多在意 灵依在传送阵前 缓缓出声 我选择去本皇城御皇城 六号没落城 系统提示音响起 丁 命赴宝到账一百年 传送阵启动中 十 九 秀 倒计时结束 灵依的身影再次消失 附近的玩家 脚步微微停滞 略显震惊道 卧槽 什么鬼 能去皇城 皇城规定是站立过亿 想不到那年轻人 还是个高手 我这天赋 不知道啥时候 站立能过亿呢 不是 哥们 这么凡尔赛 级别的天赋还不屌 兄弟你误会了 在我家乡里 是狗屁的意思 其实我是级天赋 虽说我才五十万站立 但我怎么感觉 过亿的站立 也不太行啊 毕竟老爹 都有千一站立了 兄弟 千一站立的事 还是下辈子在想吧 切 也许老爹上辈子跟我一样 也就五十万站立呢 皇城 作为苍蓝界域中的至高领地 其宏伟与庄严远超主城 是权力与文明的巅峰象征 好皇城 更是在偌大的苍蓝界域中 排名第六的存在 你想想什么概念 皇城的传送阵 其规模之大 远超过主城的传送阵 百倍不止 它有无数璀璨的金石构成 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魔法阵图 每一次光芒闪烁 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影出现或消失 传送阵的外围 是一圈圈巨大的同心圆环 每个圆环上 都刻满了更为复杂深奥的符纹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维持着空间通道的稳定 中心广场 是皇城的心脏地带 其宽阔程度达到了 惊人的百倍于主城广场 广场地面 由光滑如镜的白色大理石扑就 反射着天空的阳光 宛如一片光的海洋 广场四周 矗立着一根根巨大的石柱 每根石柱上 都雕刻着不同的神兽图案 栩栩如生 仿佛随时会破石而出 震翅高飞 广场的正中央 是一座巨大的喷泉 泉水从中心的雕塑中喷涌而出 形成一道道绚丽的水柱 水花在阳光下 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如同梦幻般的仙境 喷泉周围 是一片片精心修剪的花园 奇花一草 蒸奇豆艳 散发出阵阵 沁人心脾的芬芳 美不胜收 她 灵依站在了 六号墨洛城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 她的耳畔传来了系统提示音 欢迎来到六号墨洛城 是否选择绑定此黄城 进行黄城令的争夺 不用 灵依摇摇头 恍然出声道 玩家进入黄城后 都会收到系统的这条提示音 所谓黄城令 就是进入通天城的入场券 玩家可自行选择黄城 进行绑定 来参与黄城令的争夺 每座黄城 只有一枚黄城令 只有绑定此黄城最强的玩家 才能获得 也就是说 每座黄城 只能有一位玩家脱颖而出 来参与通天城的试炼 当然了 那试炼是开服一年后的事情 上一世的灵依那时 才刚刚有资格进入黄城 对黄城令的事 根本想都不敢想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都不为过 不过现在 还是去交任务要解 第八十六章 起飞拥兵团赌门 黄城的上空 云层稀薄 阳光直射在这片古老 而庄严的土地上 灵依来到黄城 周围的玩家少了很多 远远望去 人影稀稀拉拉的 毕竟目前 绝大部分人的站里 都没有超过一亿 灵依在小地图上 查看了下黄城府的位置所在 所谓黄城府 是城主和旗下各大臣的办事处 也就是黄城的中枢位置 是黄城乃至整个黄城域的权力枢纽 距离这里 大概四百公里 咻 灵依瞬间起身 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它的战力暴涨一百倍之后 速度暴涨二十倍 疑速达到了恐怖的二十 飞行速度更是四十 秒就能飞到的距离 若是再花一年寿命的传送费用 就有点蠢了 灵依的身影 如同一道流光划过天际 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残影 它的速度快得惊人 仿佛连空气都被撕裂 发出尖锐的笑声 远远望去 黄城府的轮廓渐渐清晰 那是一座巍峨的建筑群 高耸的塔楼和宽阔的广场 彰显着黄城的权威与辉煌 金色的瓦片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 波光凌凌 一道高千米 宽五米的玉石台阶 横跟在黄城府大门口 往斜下方铺设着 十秒时间转瞬而逝 灵依降落在黄城府周边 就在此刻 一股不和谐的气氛 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通往黄城府的玉石台阶前 两伙玩家约莫共三十多人 正紧张地对峙着 一伙人横在台阶前挡着路 冷笑着 看着眼前的众人 另外一伙人 似乎着急进黄城府 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焦急和不耐烦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 别挡落好吧 赶时间 一个身材魁梧的玩家大声吼道 他的眼中 闪烁着不耐烦的光芒 我分分钟几年上下 没空在这跟你们扯皮 另一个玩家 同样不甘示弱 声音中带着一丝威胁 我给一品官员的送餐任务 都快尼玛超时了 要不到五星好评 你们赔我命吗 一个身穿厨师服的玩家 焦急地喊道 他的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石盒 里面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枪 枪 随着两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诸位 一个身着黑色盔甲 面色凶狠的男人站了出来 他的声音如同雷霆般 在广场上回荡 我是起飞拥兵团 无虎起飞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但是 我们正在读 《老爹拥兵团》的门 我们会将这个 七十道名小人的真正面目 公之于众 大家把个人属性面板 和拥兵团面板 都亮出来看看 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自会放大家离去 夸 无虎起飞 从背包中取出一扇 雕刻着争鸣纹里的大盾 砸在地面上 再次冷笑道 希望大家给我个面子 林依的目光 冷冷地扫过这对峙的场景 他的嘴角 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无虎起飞嘴的话 像是点燃了炸药桶 众人的情绪更加激愤 无虎起飞 你有个面子啊 就是 战力武艺就能入的佣兵团 很刁吗 我再升几级 能把你们按在地上捶 老爹 你看你爹我 刁不刁你就完事了 把面板亮出来看看 可笑 长得丑 想得倒挺美 林依笑着摇了摇头 对这个无虎起飞 感到有些好笑 真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能在皇城里 大家都至少都是战力破译的人 把面板亮出来 给他看看 有点脑子的 都不会这么干 天赋和职业 是玩家根本属性 能让人两句话就唬出来 再说了 现在在城市里 玩家无法互相造成伤害 若是在野外 众人的态度 说不得会有很大的改观 就在这时 起飞拥兵团队的一人 收起手中的摇扇 凑到无虎起飞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老大 你刚才的说法属实 就有点降致了 属性面板 就相当于他们的底裤 老大你居然要去 扒开他们的底裤 要看看里面的东西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这些都是战力破译的人 虽然都长着路人脸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可小觑 现在不是野外 也无法试探他们的底细 就比较麻烦 咱们就直接问 若是那老爹不在其中 就让他们过去吧 无虎起飞 同样压低声音 疑惑地 看向身边的队友 恍然出声道 努努军师 你说得在理 不过 若是那老爹 在其中却不敢出声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军师闻言 摇摇头笑了笑 面对挑衅的敌人 却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这不正说明 老爹 只是一个欺世道明之徒吗 而且 要知道他们的姓名 还有一个好方法 老大 你接下来这么说 两人窃窃私语了几秒 但前面等待的众人 却更加急不可耐了 拥兵团 可笑 弱者才喜欢抱团取暖 岂非拥兵团 我看是小人拥兵团才对吧 看不得人家老爹比你们强势吧 我已经录下来了 等着被网友们喷成屎吧 他 他 五虎起飞站在众人身前 抱拳道 诸位 刚才在下多有誓言 大家若不是那老爹 当然可自由同行 另外 为了表示赔罪 我送大家每人十年寿命 刷 五虎起飞一挥手 他面前出现了很多的小光球 每一枚小光球 都相当于十年寿命 玩家用手将其抓在手里 便可获取其寿命 兄弟们 让路 随着一声令下 挡在皇城前的起飞拥兵团 纷纷让步 被挡住的众人 朝着皇城府的阶梯走去 顺便顺了一个空中的小光球 乖乖 真的有十年 卧槽 起飞拥兵团 这么豪气 我承认 我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 在 起飞拥兵团变前 老爹拥兵团 屁都不算 吴团长牛逼 不愧是苍蓝第一团的团长 等我站立够了 会第一时间 申请名的拥兵团 众人的态度 急速转变 从腊月寒冬 瞬间春暖花开 不过 说完话也没过多停留 忙着去教他们 自己的任务了 扑 灵异没绷住 直接笑出了声来 对面那个叫 诸葛奴奴 军师 灵异倒是有所耳闻 她有着识别对方 是否说谎的恐怖天赋 诸葛奴奴 稍微有点小聪明 但不知怎么定 那个军师待过的 每个组织 最后的结果都是 曲终人散 十年时间 换过180家工会 被人戏称为 180新家奴 灵异也知道 她给 五虎起飞 出的所谓的好点子 实现 寿命 的交易 从游戏日志中 便可知道 对方的面板昵称 看起来行之有效 但这种损人利己的事 只有傻蛋才会去做吧 而且 拥兵团的昵称 和面板的昵称 是可以不同的 对面顶多知道 灵异叫龟灵 却不能知道 灵异也叫做老爹 灵异笑着摇了摇头 缓步走到 黄城府的台阶前 顺了一枚光球的同时 往台阶上走去 与此同时 她的嘴角 不自觉地勾起 微微提高了音量 老板 大窃 第87章 谎言不会伤人 真相才是块刀 慢着 五虎起飞 的大嗓门 在灵异的身后响起 灵异略 显茫然地转过头 眉毛微粗地问道 老板 还有什么事吗 五虎起飞 拿起自己的巨盾 携笑着看向灵异 好你个龟灵 可让我好找啊 我当初是全人族第二个通过地狱级转制试炼的人 都没有系统通告 你只是开了个荒 发现了一个隐藏副本 居然能引起全服通告 我不服 灵异摊开双手 略显无奈地说道 所以呢 然后呢 说重点 五虎起飞 脸色一沉 冷冷出声 我要和你决斗 灵异眉毛挑了挑 略显疑惑地说道 哦 是我想到那种决斗吗 五虎起飞冷哼一声 笑着说道 没想到你的见识还不少 没错 我要和你发气 赌命胜斗 灵异闻言 笑着摇了摇头 别了吧 我可不想以大欺小 刚才我远远地听到 你们那什么傭兵团 战力武艺战力 就能进 但我最近 获得了一个机缘 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寿命 战力还破了十亿 跟你赌斗 传出去 说不得的惹人够病 五虎起飞眼中闪过一丝的细血 但又很快收敛 声音稍显沉重地说道 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强 但是 我认为战斗 不是仅平数值的高低 操作也尤为重要 不然的话 这游戏的可玩性 也太差了 虽说我的战力 远低于你 但我还是想挑战一下 灵仪看着一脸真诚的 五虎起飞 缓缓露出了一抹笑容 好家伙 本来没想着 跟你搁着打的闹呢 没想到 你对我另一个昵称 都有意见 非要挑着灯笼上厕所 那就不能怪我了 人物 五虎起飞 种族 人族 等级 16级 寿命 42,660年 职业 黑甲盾王 暗影血刺 天赋 高原血脉 品级 效果 在获得击杀 或者助攻的同时 会使及以下技能的 冷却时间减少时 移动速度提高25 攻击速度提高30 并且免疫减速效果 由于宿主是八国血脉 可最多获得八个职业 每获得一个职业 本体战力增加一亿 每升一级 本体战力提升时 声望 126,680 战力 53亿 生命值 22亿 魔法值 6亿 势力 起飞 余兵团 团长 这个 五虎起飞 有点脑子 但不多 这游戏的可玩性很差 不 这游戏 可太好玩了 赌命圣斗 是在城里进行决斗的方式之一 需要双方玩家 缴纳相同数额的寿命 来进行决斗 赢家通吃 输家 倾家荡产 但一般都是势均力敌的两人 谁也不服谁 才会进行赌命圣斗 若是一个不知跟脚的人 突然冒出来要跟你决斗 哪怕你是世界第二 心里都可能犯处 林一摊开双手 笑着说道 既然你想送命 我没有任何意见 不过 我不喜欢玩小数目 至少要十万年起步吧 百万年也不是不行 五虎起飞 得脸色一喜 随之 又恍然察觉了 自己命中羞涩 你先等等 他压低声音 问向身旁的 诸葛努努 军师 他刚才有说谎没 诸葛努努 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有 我的天赋 没显示他有说谎的成分 他的战力 真的破了十亿 而且拥有大量的寿命 不过 五虎起飞 笑了笑 打断了 诸葛努努的话 那就干 兄弟们 咱们说哈 你们把命借给我 赢了咱们五五分 他开始向队友们借寿命 借了一圈之后 凑了共三十八万年寿命 五虎起飞的双眸 闪烁着疯狂 看向林一 压抑着自己撬动的嘴角 可以了 发起 赌命圣斗 数额为三十八万年 林一穿戴上 狂徒铠甲 十六万年的寿命 瞬间变为 十六亿年的寿命 笑着点了点头 接受 赌命圣斗 狂徒铠甲 可以让林一的寿命 翻一万倍 但战力和速度 会下降一万倍 林一的一百兆战力 会变为一 优势 不是很大 但是没关系 血压之坠 装备 战力提升 一千五百亿 化为破败王者之刃 也被林一拿在手中 系统提示音 在上空传来 双方发起 三十八万年 寿命的 赌命圣斗 是否确认 林一和对面 同时点头确认 系统 再次传来提示音 双方战力 差距过大 是否确认 开始赌命圣斗 林一看了一眼 对方 再次笑着点头 确认 五虎起飞 似乎有点绷不住了 一脸猖狂的宁笑道 确认 秀 两人似乎灵魂出窍板 进入了一处神秘的空间 系统再次传来提示音 有一方血量清零时 则战斗结束 对方获胜 十秒准备中 十 九 五虎起飞 得宁笑在神秘空间中响彻 哈哈 这个世界 简直太美妙了 林一一脸无奈地看向对面 点头附和道 是啊 路上总能遇见沙笔 五虎起飞 也不恼 反倒点头笑道 是啊 你说得很对 但这个世界上 总有那么一群奇葩 身为沙笔而不自知 总以为对面才是沙笔 殊不知 自己才是超级无敌大沙笔 林一笑着摇了摇头 并没有再说话 十秒钟的倒计时结束 五虎起飞 放下手中的巨盾 他身子微攻 右手中反握着一柄 闪烁着寒光的匕首 如闪电般地 朝着林一猛冲过去 与此同时 他的笑容 逐渐变得猙獰 高声笑道 最可笑的是 有人居然连真话和谎话都分不清 这游戏 算是白完了 三十八万年 我就笑那了 刺 快如闪电的匕首 带着破空之声 瞬间刺入林一的胸膛之中 五虎起飞的瞳孔猛地收缩 他没想到 自己的攻击居然 不 拖 防 他迅速变招 想要抽回匕首 却发现 匕首仿佛被铁钱夹住 根本抽不动 匕首已然被林一的肌肉 狠狠夹住 哇 林一左手握住 五虎起飞的右手 嘴角缓缓咧开 温馨提示 我可没撒谎哦 我只是说 我的战力破了十亿 但是 一百亿 一千亿 都是破了十亿哦 刷 破败王者之刃 五虎起飞 惊恐地注视下 猛地劈来 林一看着躺在地上的 五虎和起飞 轻笑着摇了摇头 谎言不会伤人 真相才是快刀 第八十八章 冒险者的规矩 系统提示音在上空响起 独命圣斗 结束 圣者为归零 获得三十八万年寿命 秀 两人瞬间回归现实世界 他们的身形分毫未动 依旧站在原地 林一嘴角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 起飞拥兵团的众人 五虎起飞的脸色 则是瞬间变得惨白 他双目无神地盯着地面 似乎在一瞬间 失去了所有的生计 他的拥兵团队友们 却纷纷欢呼喝彩 声音中满是戏血和嘲讽 老大就是猛 一秒钟就解决了战斗 这寿命来得才较快 那还是按照原定计划 老大拿一半 剩下的我们五五分 说的什么屁话 老大这么辛苦 老大拿六 我们拿四就好 是啊 我们也没出什么力 就只是没有风险地周转一下而已 队友们的话 在五虎起飞的耳畔响起 字字如针一样插在他的心上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愤怒 微微张口 却如梗在喉 我 林一恍然转身 大声笑道 老板大窃 声音中充满了讥讽和不屑 而后林一踏着大步朝着阶梯上走去 与此同时 林一将狂徒铠甲卸下 由于穿戴时间很短 基本没有什么损耗 与此同时 38万年寿命到账 加上林一原先的16万年寿命 现总寿命54万年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扮猪吃虎呢 来命确实快 台阶下 起飞拥兵团队的众人听闻林一的话 又看了看五虎起飞的表情 瞬间炸锅了 神什么 老大你说了 我特么可是借了你整整两万年命啊 我借你的一万年够我死一百次 你一次就输光了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大家别慌 老大只是失利了一次 咱们都是过一战里的人 还是能去赚回来的 老大 屁大 他就是一个无耻小人而已 屁的失利 他跟那个龟灵 说不定就是认识的 就是合伙坑 咱们的命 这么一说 确实有点蹊跷 有点像割韭菜的味道 我要退团 后期指不定谁强呢 我也退 那我也退吧 不止退团 他还得还命 他 他 灵依没管后面的骚乱 站在了皇城府的门口 门口两侧有两名守卫 见灵依前来 便横在他的身前 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直播 说明来意 灵依倒也不恼 淡淡出声 交守护之心的任务 两守卫对视一眼 而后变得有些惩惶惩恐 纷纷作一说道 染黄已恭候多时 请一步主殿 说完 两人便在前面带着路 灵依跟着一路 来到了所谓的主殿 步入主殿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穹顶 其上会有色彩斑斓的壁画 阳光透过高高的彩色玻璃窗头射进来 形成一道道光柱 照亮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光柱中 尘埃在光线中漫舞 像是时间的见证者 静静地记录着历史的流转 柱廊分裂两侧 每根柱子都雕刻着精细的花纹和神兽图案 它们或争名或庄严 栩栩如生 主殿的尽头是一座高台 上面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宝座 宝座上镶嵌着各种宝石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宝座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壁画 画中的神奇 威严而神圣 俯瞰着下方的一切 给人以无尽的威压感 莫其染正慵懒地坐在宝座上 宛如一只高傲的白天鹅 俯视着主殿中的灵衣 它的玉手 轻轻撑在宝座的扶手上 指尖倾触着冰冷的宝石 姿态优雅而从容 长发如瀑布般垂落 身穿一袭略显宽大的紫色长袍 但胸前的圆润 仿佛随时都会破衣而出 双腿自然交叠 白皙的玉腿 在朦胧的紫色裙摆下 显得若隐若现 它的容貌十分精致 每一处都像是经过 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足以让人一眼沦陷 惊艳到 让人不自觉地 想要将其狠狠地上下蹂躏一番 灵衣双眼微眯 肆无忌惮地打量座位上的莫其染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个女人 不仅绝美 而且很强 因为灵衣看不到她的个人信息 说明对面站立 至少高于自己一万倍 她目前站立一百兆 莫其染的站立 至少一百斤 但是好在 灵衣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主城 或者皇城的城主 击杀玩家这一说法 所以她倒也不是很慌 灵衣微微顿了顿 从背包中拿出守护之心 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来交任务 莫其染淡淡地看向灵衣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却又如清泉般悦耳 呈上来吧 灵衣愣住了一瞬 而后她双眼微眯 嘴角缓缓勾起 染黄 那您可结好了 秀 灵衣自下而上 将守护之心抛向莫其染 若是普通官员这样做 是属于大不敬的行为 但是不好意思 灵衣是玩家 是勇敢的冒险者 不是莫其染的臣子 冒险者有冒险者的规矩 更何况是勇敢的冒险者呢 刷 莫其染守一伸 将灵衣丢来的 守护之心接住 长袍下摆 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 更显得她身姿绰约 风情万种 但她却是微微醋眉 眉宇间夹带着些许蕴色 你在挑衅我 灵衣摇了摇头 摊开双手爽朗地笑道 染黄说笑了 您实力高强 身份尊贵 我这外来人 又岂敢挑衅您呢 但是 灵衣顿了顿 直勾勾地打量着 莫其染的郊区 凛然邪笑道 在我们冒险者的规矩里 交付东西时 要么抛给对方 要么 对方来拿 第89章4A 及赌命任务 重建遗尸古城 冒险者一般不会称呼 我为染黄 你们应该称呼我为莫成主 寿命给念 你可以走了 莫其染见到灵衣的态度 眼神夹杂着些许冰冷 她右手袖袍轻轻一挥 一个小光球 被瞬间飞入灵衣身体 而后便毫不客气地催促气离开 任务完成 获得寿命12万年 莫其染好感度 灵衣感受着到账的12万年寿命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微微作一倒 在下自然愿意称呼 您为莫成主 不过 莫其染看向灵衣 眉头微醋 声音夹杂着些许冷意 你可以离开了 还需要我再再说一遍吗 灵衣却拿出一封信 笑着说道 我之所以知道 可以称呼您为染黄 是由遗尸古城的前程主 一千落告知 莫其染看到 灵衣手中的信 如星光般的眸子 呼的紧缩 神情微微一震 千落 她朱唇微动 快将信抛来 灵衣双指捏着信 站在原地 有些懒洋洋地说道 我连抛都懒得抛了 所以 莫其染握指为找 灵衣手中的信封 不自觉地飞了出去 落在了莫其染的手中 灵衣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低声自语道 真是个骄傲的女人 莫其染将信封撕开 柳眉微醋地 看着信封里的内容 脸色显得有些阴晴不定 约莫一分钟后 她长呼一口气 冷冷地看向灵衣 一尸古城 灵衣从背包中 拿出一尸古城令 展示给莫其染看 笑盈盈地问道 莫其染再次握指为找 企图从灵衣的手中 将令牌吸走 但和上次不同的是 一尸古城令纹丝不动 被灵衣牢牢地抓在手中 莫其染神情微微一愣 眉头紧锁地看向灵衣 灵衣上下翻飞着手中的令牌 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莫其染 咱们都是文明人 可不能做那强盗之事 这一尸古城令 是我的东西 刷 莫其染瞬间起身 自宝座上向灵衣飞来 她的身姿 如同九天仙女下凡 轻盈而优雅 紫色的长袍随风飘扬 如同紫色的云霞 环绕在她周围 将她衬托得更加高贵而神秘 她 莫其染的脚步轻盈 落地时 仿佛是花瓣在水面上轻轻一处 没有激起半点涟漪 最终 莫其染在灵衣的面前停下 她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审视 声音中带着一丝玩味 你的东西 灵衣微微一笑 显得从容不迫 没错 这是我的东西 一千落城主 在灵终前 将遗失古城令 亲手交给了我 我自然要将其保管好 没有遗城主的指示 我不能擅作主张地 将这宝贵的令牌 交给别人 莫其染抬眸看向灵衣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嘴角挂着一丝微妙的笑意 很好 既然是你的东西 那有些事 就需要你来做了 但若是玩不成 那就显得有些一笑大方了 灵衣顿了顿 略显疑惑地问道 什么事 莫其染直勾勾地 看向灵衣 露出了一抹魅惑苍生的笑容 冒险者 你接受吗 灵衣眉头紧皱 不明所以地问道 接受 接受什么 你倒是说呢 叮 灵衣耳畔 突然想起了一道道提示音 您接受了几堵命任务 重建遗失古城 任务成功 可成为遗失古城的 新任皇城城主 任务失败 寿命归零 阶段性任务 由六号末洛城 城主莫其染发布 请及时完成 赌命任务 灵衣当然知道赌命任务 只有真正的赌徒 或者走投无路之人 才会去做的任务 若是成功完成赌命任务 得到的奖励属实逆天 至少奖励二星顶级的宝物 技能 秘术 甚至能出三星级的东西 足以让一个傻也不适的普通路人 实现逆天改命 但是 命运给予的馈赠 总是在冥冥之中标好了价格 赌命任务的难度 属实逆天 能完成赌命任务的玩家 一里挑一 这概率 比重彩票都要小很多 而任务失败的结果 只有一个 寿命归零 尸骨无存 但是 01既不是赌徒 也并没有走投无路 而是一个满身四星顶级的欧皇玩家 他是一个要在 这个宇宙网游里 开接近三十个卦的顶级高丸啊 你马的 还能这样坑人呢 闻所未闻 不过 若是完成了这次赌命任务 那01就能够成为 皇 成 成 主 上一世的01可没听说过 有哪个玩家成为过皇城城主 若是成为皇城城主 01只需要躺在皇城里 房屋 买卖 税付 传送阵 机构手续等费用 就会化作源源不断的寿命 往他账户里流 直接就能完成所有人的终极无敌梦想 作响长生 怪不得都说自由度高呢 太可靠了 可真行啊 不过嘛 四星级的赌命任务 不管怎么想 都是很难完成的吧 就在01脸色阴晴不定的时候 莫七染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不愧是勇敢的冒险者 接受任务就是果断 事已至此 过多的思考 也没什么用 01长呼了一口气 抬眸望向莫七染 莫七染 还请进行任务说明吧 莫七染嘴角微翘 不住地夸赞道 勇敢的冒险者就是冷静 那你可听好了 言罢 莫七染在01面前夺不起来 一时古城 作为最古老的皇城之一 是没有编号的 而现如今的皇城 都是根据城主的战力排序 进行编号 下次皇城编号排序的时间 是三个月后 要成为皇城主 第一点 首先就需要有着 不容他人质疑的战力 莫七染顿了顿身形 嘴角含笑地看向林依 成为皇城主的底线 战力是金 而编号一万的皇城城主 是番茄城的张超人 他的战力是子 莫七染脸上 浮现一抹魅惑众生的笑意 双眸中闪烁着诡诀的色彩 勇敢的冒险者 你第一阶段的任务 就是 在三个月内 战力超过一子 第九十章 前往 赤焰山败 林依的表情微微动容 但又很快收敛 她的心中 虽然掀起了惊涛骇浪 但表面上 却依旧保持着平静 林依微微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作以苦笑道 莫生主 你应该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这玩意 不是永不勇敢的问题 三个月内 达到一子的战力 无论对哪个冒险者来说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莫七染扬起脑袋 如同一只骄傲的天鹅 恍然笑道 现在知道怕了 那我再给你一个选择 莫七染双眼微眯 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 那就是把遗失古城 令双手奉上 我便不再追究 取消这次赌命任务 林依塞帮子 微微鼓动 而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莫生主 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之前就说过了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 遗成主的遗物 还是我亲自保管 交为妥当 这第一阶段的任务 我自然会完成的 林依缓步朝着主殿外走去 步伐有些蹒跚 但背影显得异常坚定 莫七染看着林依往外走的背影 摇摇头头喃喃自语道 真是个倔强的冒险者 我已经能够想象到 三个月之后 你在我面前磕头求饶的场景了 林依缓步走出主殿 她的步伐之所以显得有些蹒跚 是因为差点没绷住 她的嘴角缓缓裂开 眸子中夹带着一丝危险的神色 一子 战力达到一子 还需要三个月 那我岂不是有点太废物了 子等于十 赵等于十 一子就是在升十级 林依便可达到一子的战力 升一级需要杀一千个特殊职业者 十级就是杀一万个 这就是所谓的赌命任务 也太简单了吧 赌命任务 当然不简单 只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对林依来说很简单 对其他人来说 难如上青天 大多数人连一亿战力都达不到 更遑论一子了 子万该已经照照经义 一战力算个小高手 那一子战力算什么 也不算多强 就是小高手战力的一金贝而已了 林依走出皇城府 略微避开了玩家河的视线 他虚空一滑 调出了拥兵团的频道面板 深渊裂缝任务的接取人 还不到一千 那接下来 先去做做这个 猎杀火元素任务吧 虚空一点 接取任务 赤焰山脉的异动 任务接取成功 任务地点在86372号炎黄城东北方向230万公里处 可乘坐86372号炎黄城的传送阵接近任务地点 此任务不限制玩家之间的争斗 祝您好运 您获得了任务物品 火元素宝袋 火元素宝袋 类别 容器 品级 效果 空间无限 但只可用来装火元素金盒的容器 可以抵消一次死亡惩罚 仅限一次使用 1 死亡后 此装备会百分百掉落 描述 这袋子出场时只设置了七天的有效期 拒绝白嫖 从我做起 炎黄城城主言消流 确实 能白嫖一个抵消死亡惩罚的装备 可能比这个任务本身都要赚很多 但若是只能保留七天 那就显得有些鸡肋了 要不说人家是黄城主呢 考虑的就是周全 这是一个多人猎杀类的任务 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任务 所谓多人猎杀类 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大地图内 进行怪物的猎杀 黄城 主城的城主 才能发布此类任务 大部分多人猎杀类任务 不仅指玩家互相残杀 但有一小部分多人猎杀类任务 则是为了凝聚玩家的心 且更好地完成任务 不能互相残杀 当然了 全凭城主意愿 现实任务很好理解 只有时间到了 任务才算截止 灵仪看着任务介绍 双眼微眯地喃喃道 现实任务时间 还剩117个小时 目前揭取人 猎杀火元素 有趣 秀 一个瞬间 灵仪发动 出现在没落城的传送阵 此次任务 需要先前往86372号炎黄城 再乘坐炎黄城的传送阵 接近任务地点 需要做两次传送阵 就是200年的传送费用 不过 灵仪在没落城 整整赚了50万的寿命 200年 洒洒水了 秀 秀 两次蓝光闪过 它出现在了任务的点野外 而赤焰山脉 就在它正前方 20公里左右 以灵仪的角力 一秒就能飞到 秀 灵仪瞬间 飞到了赤焰山脉的上空 虚空丞相的小地图上 有道蓝光 那是进入任务地点的传送阵标识 赤焰山脉 有着绵延数百万公里的 火火山群 横跟在炎黄城野外的一角 这里的天空常年被厚重的火山灰所笼罩 阳光难以穿透这层灰暗的帷幕 只能勉强在地平线上投下一抹血红色的光影 滚滚浓烟从地壳的裂缝中不断冒出 它们像是山脉中的幽灵 四处游荡 遮蔽了视线 让人难以辨识方向 山脉的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 吸入火焰的余境 灼烧着喉咙 让人感到窒息 地面上 岩浆不时从地表的裂缝中喷涌而出 形成一条条灼热的溪流 它们在大地上肆意流淌 四周的景象是荒凉而死寂的 没有植被能够在这里生长 只有裸露的岩石和灰烬 偶尔可以看到一些 被岩浆烧焦的树木残骸 它们扭曲着身姿 像是在诉说着 这里曾经发生的灾难 在山脉的深处 火山的轰鸣声不断响起 那是大地的怒吼 是火山的咆哮 每一次轰鸣都伴随着地面的震动 仿佛整个山脉都在颤抖 提醒着每一个 踏入这里的冒险者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 目之所及之处 看着火光连天的赤焰山脉 灵异缓缓勾起嘴角 你们猎杀火元素 我为火元素报仇 应该也算合情合理吧 第91章 是男人就通100层 第一 恭喜您进入集副本 赤焰山脉 玩家死亡后 会回到此处传送点 可选择退出副本 或者继续冒险 本副本设有一百层关卡 除却第一层和第一百层 每关设有两个 对造成最后一击的玩家 通过关卡后 会在五分钟后刷新 每只普通怪物 死亡掉落的火源 速经核关卡数 每只 死亡掉落的 火元素经核关卡数 温馨提示 一万枚火元素经核 就可以兑换一件集装备哦 距离副本结束时间 还剩117时 36分28秒 时间结束后 所有玩家 将会强制退出 严肖城主期待您的表现哦 勇敢的冒险者 加油 01环顾四周 周围一公里 全部被蓝光笼罩 是所谓的安全区 在这里 不仅不能发生争斗 还无法受到外界的伤害 他微微往外看去 漫天的岩浆 无情地炙烤着大地 每一寸空气 都似乎在高温下颤抖 变得粘稠而沉重 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 胶着的味道 那是熔岩 被炙烤后 散发出的哀嚎 远处的景物 在热浪的扭曲下 变得模糊不清 仿佛连光线 都在这炼狱般的高温中屈服 失去了直线的轨迹 安全区的边界 是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这炼狱般的世界 与相对宁静的空间 隔离开来 灵异能感受到 那股热浪的边缘 如同一只巨大的手 试图伸进 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却又被无形的力量所阻挡 他的目光 穿过那层扭曲的空气 投向远处 在那里 人影绰绰 模糊的身影 在高温中跳跃 与怪物的轮廓 交织在一起 每一次跳跃 每一次挥舞 都伴随着高温的扭曲 使得战斗看起来 更加激烈而混乱 他甚至能看到 怪物那猙獰的面孔 在高温的扭曲下 变得更加可怖 他们的动作 虽然笨拙 但每一次攻击 都带着致命的威胁 揭取这个任务的门槛 是一战力 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 苍蓝界狱里 达到两亿战力的人 只有这几千人 首先 很多高手 都不会去玩拥 兵团那种东西 若是灵异没有先知先觉 没有字母神经的推动 也懒得碰这种东西 其次广袤的苍蓝界狱 机缘多如牛毛 更多的强者大多数 去追寻 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机缘 而不是来着 看似普通的小山沟 为什么叫做 看似普通 因为两亿战力不代表 能在这个副本里 混得风生水起 只代表 能够承受 副本的恶劣环境 想要在副本 获得更好的成绩 则需要 远超两亿的战力 猛逼了吧 没错 就是这么操线 爱玩不玩 灵异摇摇头 喃喃轻笑道 你们寻求机缘 并没有错 但食物脸灰灰 疏而不漏 谁又能想到 你们是我的机缘之一呢 我寻求自己的机缘 也并没有错吧 突然 哇 狗子趴在灵异肩膀上 轻叫一声 留着哈喇子 看向安全区外的火系生物 确实你终于能饱餐一顿了 不过 别搞得太过火了 把这些小鸭子们吓跑 可就不太好了 并且不要轻易杀人 灵异双眸中 闪烁着诡诀的目光 将趴在自己右肩上的狗子 一把抓住 他拿起狗子 将其猛猛地 朝着安全区外丢去 出声解释道 毕竟 我在吃鸭腿饭的时候 一般都喜欢把鸭腿 留到最后再吃 狗子 走点 咻 狗子化为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在 赤焰山脉的安全区 小鸭你人哪 出来 灵仪似乎想起了什么 朝着右手腕喊道 闪 随着混沌竞技链上的宝石一阵闪烁 伴随着铃铛的响声 小鸭在灵仪面前 逐渐凝聚成形 主人你是忘了人家吗 这么久 才叫人家出来 哼 不开森 小鸭双臂环抱 可爱的小脑袋扭向一边 小嘴巴微微嘟起 略显气鼓鼓地说道 他似乎换了套新衣服 穿着紫红色的吊带衫连衣裙 胸前如豆芽般微微凸起 身上传来一股稚嫩的异香 鸭仪摊开双手 脸色如苦瓜般地笑道 不是古奶奶 我哪敢忘记您啊 心得到了一个神经 我看你都不出来 跟我报血 还以为你有事呢 小鸭心情立马多云转情 在空中转了半圈笑道 吼吼吼吼 正因为主人你得到了新的神经 所以我跑去洗澡了 类似于人族口中所说的一惊伐髓 灵异眸子中夹杂着些许疑惑 那你上次怎么没洗澡 小鸭的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闭地 单纯地看向灵异 上次也洗了呀 就是主人飞来苍蓝的那段时间 灵异一直勾勾地看着小鸭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话说你确实比最初的模样大了一些 若是发展到最后嗨嗨 那个叫你出来是有事的 能不能把我老爹拥兵团的对外信息改一改 人数改多一点 那样我做事的时候 可以套别的马甲 不至于老是被人惦记 小鸭猛猛地点点头 可以是可以 但好像没啥意义吧 灵异笑着摇了摇头 缓缓出声道 当然有意义 若是我拥兵团里 一直只有一个人 很多眼红的人会骂我挂臂 但若老爹拥兵团里人人如龙 他们只会怀疑 是不是自己太弱了 小鸭柳眉微醋 白嫩的小脚交叠着挠了挠痒 不确定地出声道 他们骂得或许并没有错 不过无所谓了 拥兵团其他成员的名字 我可不帮你想 他再次看向灵异 右手竖起握拳道 主人 以获得更多的神经为目标 加油吧 人家刚洗完澡 要回去睡个美容觉了 秀 小鸣的身形逐渐消失 化作一道流光 回到了混沌竞技链 灵异眉头微皱 不自觉地低语道 虽说嘴上喊我主人 但怎么感觉 你更像主人呢 好吧 应该是错觉 灵异左手从背包里拿出 以后面罩戴在脸上 右手横放掌心朝天 化 急得技能火焰冲击 自他掌心释放 爆发出吞噬一切的高温 灵异撇开嘴角 恍然笑道 现在 我是老爹拥兵团 大艾斯 第九十二章 神狗天将 时间稍稍回溯一下 极副本 赤焰山脉 第九层关卡 熔岩地狱 一群阴阴艳艳艳 约莫上百人 在围攻着一头巨大的 冰雹 吐刺 闪电 狂风 各种绚丽的技能 在空中飞舞 让人目不暇接 哄 再次经过一段时间的熬战 一个轰然倒地 哦 我们真强 不到三个小时 又磨死一只 这也太拉了吧 主要就是团长 和副团打的伤害 我们的战力 还不破人家防呢 现在攻略的进度 我们应该是最快的 我宣布 这个多人副本 被我们 折一拥兵团 承包了 其他人只能在我们身后吃尾气 这种感觉太爽了 要上天了 是吗 我也要去咯 你们这些小骚蹄子 快闭嘴 团长要说话了 枪 枪 一个身着 冰蓝色盔甲 英姿飒爽的女人 从人群中走出 如同冰川中的一朵雪莲 傲然挺命 此人 便是 折一拥兵团 团长 柳燕然 她的盔甲 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与周围的炽热 形成鲜明对比 柳燕然的冰蓝色长发 如瀑布般 披散在肩上 几缕发丝 随风轻舞 与她冷峻的面庞 形成对比 她的眉如远山寒带 眼若秋水寒波 鼻梁挺直 唇色淡红 五官精致如画 却又不失坚毅之色 皮肤白皙如雪 与冰蓝色的盔甲相得一张 更显得清冷脱俗 她的气质冷然 仿佛周围的高温 都无法融化她心中的冰霜 她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让人不敢直视 柳燕然顿了顿 冷然出声道 汇报战况 众女文言 纷纷噤声 人群中走出一个 略显娇小的女子 她戴着一个可爱的眼镜 扎着两条可爱的马尾辫 虚空成像拉着数据道 本次击杀容颜恶狼 用食两小时33分 其战力18亿 血量122亿 攻击约莫3亿 防御约莫5亿 和之前的副本怪物一样 在这个环境下 都有些高额的百分比回血 所以比较费时 不过成果也是喜人的 容颜恶狼 爆了火元素金河9000余 并且此战 集美们临阵亡 不过 柳燕燃柳梅微醋 淡淡出声道 怎么了妍妍 接着说啊 娇小女子 微微吞咽了下口水 继续说道 众所周知 这个副本美关 都是有着两个 开关和闭关 我们击败了第九关的闭关 接下来就要 马不停蹄地面对 第十关的开关 攻略难度 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以我个人 及现有的数据判断 在剩下的时间里 我们最多攻略到第十四关 远远达不到任务说明里的一百关 柳燕燃看着眼前缓缓打开的大门 和依稀露出的恐怖身影 眸子中微光闪烁 但是至少 在这个副本里 我们是最强的 甚至在外界 我们已然是世界之巅的存在 未来还会变得更强 柳燕燃顿了顿 再次出声说道 至于说那个老爹 大家也不要过于畏惧 我不认为他是这一批次的玩家 旧时代的残党罢了 柳燕燃的一番话 似乎给众人狠狠地 注上了一针强心剂 折翼拥兵团 再次变得亢奋起来 团长好仨 我好爱 折翼折翼 天下第一 让那群臭男人 见识下真正的强大 就是 谁说女子不如男 柳燕燃没管 再次受鼓舞的众人 转头看向身旁的苏又妹 略显疑惑地出声问道 又妹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刚才我看 你空了好几个技能 呼 苏又妹长长地叹了口气 脸色如苦瓜般说道 团长 我就不该来这个副本 你知道 我在外面遇到了一只多强的宠物 一个瞬间 我甚至都来不及做任何防备 就把我直接秒杀了 还浪费了 你送我的免死稻草人 不抓住那只宠物 我心有不甘啊 柳燕燃轻笑着摇了摇头 又妹 虽说你的战力也不低 但是 真的高吗 说的不好听点 接下来的每只 可能都拥有着秒杀你的实力 就比如眼前这只 刷 第十层关卡的大门 开 赤焰山脉 第十层 红莲地狱 好 一头约莫三米高的怪物 浑身散发着滚烫的岩浆 朝着众人 发出震天的怒吼 红莲斑吉拉 类别 红莲戏 品级 级 等级 18 战力 32亿 生命值 288亿 技能 红莲愤怒 被动 时刻保持着100愤怒状态 攻击力提升30 红莲之躯 被动 红莲班吉拉特的鳞片坚不可摧 能够抵御20的攻击伤害 红莲射线 从 红莲班吉拉特的巨口中 喷吐出超高温的射线 造成150战力伤害 消融一切敢于接近的敌人 赤焰温泉 场地被动 赤焰山脉里的所有每秒 回复武生命值 描述 三米的身高太矮 浓缩的愤怒岩浆 便是精华 他很生气 不要试图和他讲道理 柳燕燃的眼中 闪过一丝凝重 大家准备战斗 红莲班吉拉特的实力 不容小觑 团员们迅速摆开了战斗阵型 各种技能和法术 开始在空中凝聚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红莲班吉拉 再次发出一声震天的怒吼 他的身躯猛的一震 一道眼球自他的嘴前凝聚 柳燕燃右眼皮猛地跳动 大声喊道 防御接见 全员八十法力贯注 快 随着团长的一声 众人赶忙摆好了防御架势 一道光盾自众人身前展开 红莲班吉拉 眼角闪过一丝轻面 嘴前眼球凝聚的速度 愈发加快 嘖嘖嘖 哄 一道深红色的射线 自口中喷吐而出 重重地砸在百人河里凝聚的光盾上 哄 一道震天的响声 自众人耳畔乍响 深红色的射线缓缓消散 折翼拥兵团的阵型已完全散乱 团长 这这到底是 我本以为闯到十四关的说法 过于保守了 没想到是太不保守了 紧紧一击 就让我们死了三十多个集美 我们真的要攻略这个吗 我我想尿尿 柳燕燃看着溃不成军的众人 颤颤巍巍的指向眼前满状态的 红莲班吉拉 苦笑着 看向身旁的苏佑妹 你说 你遇到的宠物很强 那么 有它强吗 就在这时 咻 似乎是一道流光 从被一击溃败的众人头上划过 正巧砸在了 红莲班吉拉胸口上 只 红莲班吉拉的身形 在不断倒退着 最终撞倒在第八关入口的大门处 它的神情一愣 微微侧目 看向自己的胸口 胸口前有一个大洞 里面似乎传出了生物咀嚼的声音 下一个瞬间 红莲班吉拉的身形消失不见 碰 有只头上用棕色毛发写着 汪 字 全身雪白的可爱小狗 从空中降落在地 它正抱着肚子 一脸满足的瘫坐在地上 嘴巴微微张开 喵 咕咚 苏佑妹看着远处的狗子 艰难地吞咽了下口水 不确定地回复道 应该 八成 大概 可能 也许 差不多 有八 第九十三章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柳燕然和苏佑妹 眼神震惊地看着远处的狗子 久久无言 但 折翼拥兵团 这其余众人 似乎没有看清刚才的战斗瞬间 如梦初醒般地喧嚣起来 刚才那只呢 哎 怎么一不注意就消失了 前面那只可爱的小狗 怎么回事 我去 他旁边 怎么那么多火元素核心 这一下发达了 几美们 快去捡啊 众人纷纷起身 做事 便要去捡那散乱在地的火元素核心 兜兜别动 那狗子很恐怖 苏佑妹恍然回神 再次叫道 他扭过头 看向身旁的柳燕然 心有余悸地说道 团长 那只狗 就是我刚才说的 外面遇到的宠物 从死亡日志上 我只知道 他叫做狗子 他对我造成的伤害 是三个问号 而且 红莲班吉拉特的死罚我 十分感同身受 柳燕然柳眉微醋 也是缓缓回神 转头看向苏佑妹 出声问道 这么说他的主人 也在附近 宠物都这么强 那他的主人 燕然姐 你错了 苏佑妹倾笑着摇了摇头 暗自审笑道 他的主人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弱得一批的同时 废话还多 我见到他时 他才刚注册佣兵团 后来他又在传送阵前 毫无心机地暴露了 要前往的目的地 甚至要去杀一只蚂蚁 来完成拥兵团的钳制任务 试问一下 有哪个高手 会特意跑去杀一只蚂蚁 最后 我稍一试探 他便想将那只宠物 赠送于我 只可惜 这只宠物 似乎没有认可我 一击便 将我击杀 柳燕然听着 苏佑妹的话 又将视线 转移到了 瘫坐在地的狗子身上 狗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 随找顺了一块火元素核心 就往嘴里丢 呸 狗子神情一变 将嘴里的金盒吐出 而后人心化地摇了摇头 但不管怎么说它 也是有主的 地上的那些金盒 我们不能动 不然 可能会全军覆没 柳燕然收回视线 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燕然姐 你又错了 苏佑妹再次 笑着摇了摇头 你没收过宠物 可能对机制 有些不太了解 宠物和主人 一般不会分隔两地的 而这狗子的弱主人 绝对进不来 这个门槛两翼 站立的副本 所以 我九十九感肯定 这宠物 肯定是遗弃了 他的原主人 自己跑进的副本 也就是说 现在这只宠物 是无主之物 苏佑妹顿了顿 看向远处的狗子笑道 燕然姐 她对我的印象 应该不算好 而你是 是我们中战里 最强的人 所以 我建议你去碰碰运气 若是能收服这只宠物 比这一趟副本职太多了 折议拥兵团的众人 听着苏佑妹的话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 红莲般吉拉 是被那只 可爱的小狗击杀的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若是能成功收服他 对咱们拥兵团的提升 不可谓不大 是啊 反正也没什么风险 大不了 这次副本不打了 团长 加油 柳燕然眼眸 闪烁了下 似乎也有些异动 声音中 带着一股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定 大伙 我可以去试一试 若是我死了 不要去捡我掉落的宝蛋 往回跑 不回头地跑 在第七层的关卡 杀杀小怪 然后等待副本结束 众人闻言 立马站直了身子 齐声答道 收 柳燕然收起武器 缓步走向狗子所在的位置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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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微微抬眼 看到了缓步前来的柳燕然 他的大眼睛 咕噜噜地转了两圈 似乎想出了一个腹黑的想法 先假装为一只普通的 温顺的小猫 然后狠狠地给来人一巴掌 让他认清现实 想到这里 狗子兴奋地舔了舔嘴角 而后迅速化躺为力 狗子四肢撑着地 摇晃着灵动的小尾巴 兴奋地走向柳燕然 柳燕然微微一愣 他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而后他缓缓蹲下身子 伸出自己的右手 来表达善意 狗子咧嘴一笑 本会你得有多绝望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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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走到柳燕然的身前 看着他伸出的右手 懵懂地抬起双眸 注视着柳燕然的双眼 柳燕然奄然一笑 略显亲切地问道 你愿意接受我吗 狗子双眼微眯 人性化地点了点头 轻声叫道 喵 而后 他伸出右前肢 朝着柳燕然的右手缓缓叹去 狗子咧开嘴巴 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愿意 愿意个毛啊 本王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真是老受星吃披霜 活得不耐烦了 愚蠢的人类 你可要看好了 因为 这一招 会很帅 看本王一招击穿你的身体 和灵魂吧 本王的主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浑身上下 全室的灵衣 狗子的大脑 似乎荡机了一瞬 身子微微颤抖 脸色出现了 一瞬的惊恐 他似乎想起了 灵衣刚才的嘱咐 不要轻易杀人 若是灵衣的第一次嘱咐 自己就轻易地违背 那下次估计 是不能自个出来耍了 甚至还要挨一顿劈 幸好 幸好啊 幸好狗子我机智又聪慧 在最后一刻想起了这一场 不然 就完蛋了 看着主人那腹黑的模样 不知道回头会怎么收拾自己呢 柳燕燃看着狗子害怕的神情 和微微颤抖的右前肢 心中浮现一抹了燃 他两只手 托住狗子的嘎吱窝 一把将其抱住 柳燕燃站起身来 双手将狗子高高地悬在空中 笑着说道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第94章 退副本 我不允许 看着柳燕燃成功 将那恐怖宠物抱起 折一拥兵团的众人炸锅了 成成功了 不愧是团长 太洒了 虽说有些不雅 但我还是想喊牛逼 这这这中大奖了 还是投奖 咱们折一拥兵团 要起飞了 真飞的那种飞 苏又妹看着远处的柳 燕燃和狗子 略显震惊的南南道 全真的成功了 虽说他抱着一丝 成功的希望 但熟悉宠物机智的他觉得 这希望十分的渺茫 野生的宠物 一般凶性很大 极小的概率 才会臣服于 比自己弱小的主人 虽说狗子 长得有些可爱 但明眼人 都知道他 不是什么善茶 与此同时 众女提着手中的 火元素宝袋 欢呼着 去捡食那堆积如山的 火元素金河 柳燕燃 将狗子抱在怀里 轻轻抚摸着他 略显颤抖的身子 苏又妹快步跑到柳 燕燃身前 略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燕燃姐 你真的成功了 柳燕燃笑着说道 是啊 成功了 这宠物 如此乖巧又怕生 一点也不像你描述的 那样恐怖 不过 我好像没收到 任主的提示音 接下来该怎么弄 苏又妹狂咽下了下唾沫 惊喜地出声道 燕燃姐你赚大发了 高品级的宠物 有着他们的骄傲 不会一开始 就立马任主 这狗子至少两星顶级 甚至有可能是三星宠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培养跟他的感情 首先 你要把这坚硬的盔甲退下 用你的肉体的温度 去安抚他 刷 柳燕燃顿了顿 立马吞下了身上的 冰蓝色盔甲 换上了一套 蓝色的连衣裙 他的心跳在 冰蓝色盔甲退去的 那一刻加速了 脸颊染上了淡淡的红韵 动作变得缓慢而犹豫 仿佛每一丝动作 都在与内心的羞涩作斗争 他的眼眸低垂 双手轻轻抚摸着狗子 指尖的颤抖 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和期待 胸前饱满的曲线 在蓝色布料的包裹下 显得更加诱人 柳燕燃微微咬了咬下唇 将狗子抱在胸前 一对圆润紧紧地夹蹭着 狗子的小脑袋 柔软时刻触及着狗子的身躯 狗子身子微微僵硬 更加不敢动弹 显得有些叫苦不迭 女人 松开你的大白拓 使不得 使不得 我是狗 我只是一只狗啊 大可不必如此 你这样 我更加不敢动啊 狗子拥有着破罩的战力 平时趴在灵衣肩膀上 倒是显得轻松自在 毕竟灵衣也是破罩的战力 不会因为翻个身 弄死主人的尴尬场面 但是现在 你让我怎么敢翻身啊 若是稍微用点力 不小心把人刮蹭死了 最终受伤的 还是本汪啊 不过有一说一 被这样抱着 确实有些舒服 软软的 润润的 团长 不好了 我们太久没有移动 周边的小怪把我们包围了 折翼拥兵团一名队员 急匆匆地跑来 焦急地回报道 柳燕燃抱着狗子 转着身子 环顾了下四周 密密麻麻的火系生物 不知道何时 已将众人团团包围 身高不足一米的 身体由跳动的火焰 组成的火焰精灵 占力五千万 外形类似狐狸 但尾巴异常长 尾端燃烧着火焰的燕尾狐 占力八千二百万 体型庞大的熔岩犬 皮肤如同流动的岩浆 眼睛发出炽热的红光 占力一亿两千万 身体细长 覆盖着火焰鳞片 尾巴间有一团 永不熄灭的火焰 能够在火焰中 穿梭自如的火蛇 占力一亿 高达数十米的火焰巨人 每一步都让大地颤抖 他们的身体 由炽热的岩浆和火焰构成 占力两亿 翅膀由火焰构成 唾液具有极强的 腐蚀性的火符 占力一亿不等 最弱的小怪占力五千万 最强的小怪 占力为三亿 每一只似乎都不是一羽之辈 而现在 却有成百上千只怪物 以包围圈的形式 向着众人缓步前来 他们不紧不慢 似乎在悠闲地走向餐桌 将狗子缓缓地放在地上 准备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苦战 咻 就当柳嫣然将狗子 放在地上的那一刻 狗子如流光一般消失 再然后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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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花四溅 熔岩碎石乱崩 成百上千只怪物的身子 瞬间炸开 起飞拥兵团的四周 放起了璀璨而又绚丽的烟花 形成一道巨大的圆形火环 刷 每当有碎石或火花 砸向众女时 狗子总会伸出援助之肘 将攻击的余波瞬间消灭 硝烟和火星缓缓散去 散乱的火元素金河将 起飞拥兵团围成了一个圈 而狗子正懒散地躺在金河上 拍动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众女张大嘴巴 仿佛被施了定身法 呈石化状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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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嫣然最先回神 快步跑动 将一脸猛逼的狗子一把抱在怀中 他脸上的喜色抑制不住地一出 高声呼喊道 收拾战利品 然后去往下一关 时间再稍稍回溯一下 咱们把视角切换到灵溢身上 灵溢咧开嘴角 恍然笑道 现在 我是老爹拥兵团 大艾斯 刷 刷刷 刷刷刷刷刷 一阵又一阵的蓝光 在安全区亮起 与此同时 一道道心有余悸的声音 在灵溢耳盼响起 刚才那是什么 一惊弄死我们一的人 还是我们开了防护罩的情况下 红莲班吉拉 恐怖如斯 我感觉团长 他们也凶多吉少啊 这根本就不是两翼 战里能通关的副本 怎么举报皇城主 要不我们还是退出副本吧 感觉通过第十关都选 灵溢打量了下 身边三十多号人的属性 听着周围的喧嚣声 顿时心中了然 这群人 是哲义庸兵团所属 虽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但大概率上是 被一个清场了 不过 当听到退出副本 这四个大字时 灵溢承认 他慌了 恐慌是会被传染的 就像古事的崩塌 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就拿这个副本来说 先退回带动后退 最终实现 共同退出的局面 但若是那样 灵溢升级的经验值 从哪来 退副本 是不可能退的 没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退 第九十五章 西格马狗子 诸位同胞 能否听我一眼 站在人群中的灵溢 恍然出声道 众女文言 均是将目光 投向出声的灵溢 场面略显嘈杂 听你一言 你谁啊 这还有个人呢 刚注意到 怎么还戴个面具 神头鬼脸的 不像什么好人 把我们拥兵团名字 说出来 估计能吓啪啪 别管这个路人了 我们还是先等团长的指示吧 灵溢看着喧嚣的众女 笑着摇了摇头 温柔是一种美德 但时常被人践踏 弱小时温柔 只会被人瞧不起 会让他人以为 你的底气不足 强大时温柔 会让人心生爱慕 想要探求你强大的另外一面 双标 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裂根 锅造 雷霆般的怒吼 自灵溢嗓门发出 折翼拥兵团的众女文言 果然纷纷噤声 静怡不定地 把视线转移到灵溢身上 踏踏踏踏踏 灵溢踏着步子 飞在众人的上空 副手力道 忘了做自我介绍了 我是 老爹拥兵团的人 名叫艾斯 来到此副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完成帮助大家 众所周知 一万枚火元素金盒 就可以兑换一剑级的装备 我此次的任务 就是帮助更多的玩家 获得两心装备 我们 老爹拥兵团的人都很强 非常强 我们不仅强 还有一个宏大的梦想 我们认为 只有先强带动后强 最终才能实现 所有人类的共同强大 诸位 不必害怕副本的威胁 自有 老爹拥兵团 斗我 为大家开路 言霸 灵溢便悬在空中不再言语 等待着众人的反应 众女文言 震惊的同时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这个艾斯不简单 她的飞行技能我知道 叫做 岳步 至少需要一百亿战力 我去 还真的是个大高手链 而且 老爹拥兵团 确实多了一些团员 她的话有部分可信的点 虽然戴着一张蚂蚁面具 但感觉她好像有点帅 我失了 突然 人群中 走出一个娇小玲珑的女生 她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 显得既知性又可爱 她的双马尾 扎得高高的 随着她的一举一动 轻轻摇曳 身穿一件合身的短裙 裙摆轻盈地随着她的步伐摆动 展现出她 娇小玲珑的身材 短裙下 她穿着一双黑色的丝袜 紧致地包裹着她 修长的双腿 脚上穿着一双 简约的黑色小皮鞋 与黑丝相得一张 更显得她腿形的修长 她眉头紧皱 白皙的小脸 显得有些怒气冲冲 点起双脚 在人群中大声说道 大家别信男人的花言巧语 等待团长的指示 她似乎有点号召力 众人再次噤声 肩默不语 人物 江炎炎 种族 人族 等级 十四 寿命 12306年 职业 无 天赋 理性思维 品级 效果 思维清晰 对现状能够冷静判断 智力 可以看穿 不超过自己站立 一千倍怪物的属性 并能概率性看到怪物的弱点 时刻保持对数字的敏感 计算时滴水不漏 每升一级 本体战力 声望 2880 战力 2亿 生命值 2亿 魔法值 2亿 势力 哲义拥兵团 副团长 灵异悬在空中 眉头微皱地俯视着众人 这里是安全区 若是他们立马退出副本 灵异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群人中的特殊职业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七八个 但约莫有十多个人 背包里 有着特殊职业的专职卷轴 但他们似乎还在代价而沽 并没有立马进行转职 灵异释放善意 是想要稳住遇到的第一批人 最好能让他们呼朋引伴 引来更多的人 最后 再把众人聚集起来 围而搅直 不过 若是没有行动 光靠嘴巴说的 确实不能够让人信服 就在灵异思绪流转之时 下方的众人 瞬间变得骚乱起来 团长来消息了 卧槽 团长收服了一只绝世神宠 顺杀和周边的小怪 获得了成敦的火元素金河 咱们折一拥兵团 要起飞了 他们说 现在光剪金河都忙不过来 团长说 让我们自由活动 可以退出副本 也可以继续探险 那还等什么 赶紧追上团长他们的进度 众人惊喜地叫道 做事便要起身 离开安全区 江炎炎右手猛然举起 示意众人近声 他左手扶了 浮可爱的圆圆眼镜 皱眉看向悬在空中的灵衣 我们所属 折一拥兵团 想必阁下 也有所耳闻 出安全区后 还望我们 两家拥兵团 能够井水 不犯河水 若是两败俱伤 无论对谁 都没有好处 极美们 我们走 一群人不在管空中的灵衣 浩浩荡荡地往副本中走去 灵衣看着众人离去的身影 摇摇头笑道 两败俱伤 是否有点太高看自己了 还真得感谢那个所谓的绝世神宠 不然这批猎物估计得跑完了 我单方面宣布 这个 赤燕山脉 从现在开始 是属于我的猎场 秀 灵衣身形微动 朝着完全区外飞去 赤燕山脉 第十层 红莲地狱 苏又妹看到拥兵团群里的消息 立马看向柳燕然 燕然姐 爷爷他们说要赶过来跟我们会合 咱们是否放慢前进的脚步 柳燕然紧紧抱着狗子 缓缓摇了摇头 不行 他们过来 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 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进度 副本时间还剩一百多小时 不能浪费在无意义的等待上 回头多补偿他们点装备吧 继续前进 苏又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群里回复了下消息 而后她看向柳燕然怀里的狗子 调笑道 真是一只小色狗 燕然姐虽说比我大一点 但你这么流连忘返 让我很有挫败感啊 柳燕然给了苏又妹一个白眼 你说什么呢 苏又妹似乎想起来什么 略显惊喜地说道 对了 燕然姐 我那只火地狗 是雌性的 它有着的品级 也是我唯一的两星宠 燕然姐你这狗子 说不定会很恶意 跟我的火地狗做朋友呢 出来吧 火地狗 碰 随着苏又妹的一声令下 地面上出现了一只火地狗 火地狗的尾巴长而蓬松 尾间带着一点卷曲 它的毛发 如同被夕阳染红的云朵 顺滑且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这只火地狗的眉目之间 透露出一种清秀之美 它的眼睛明亮而深邃 眼角微微上挑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气 那是属于美狗的自信和骄傲 柳燕然将信将疑地 将狗子放在地上 寻寻善诱般教导道 我抱着你的时候 总感觉你在微微颤抖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拘解 快去跟你的新朋友玩耍吧 火地狗看到了 比自己娇小数倍的狗子 踏着优雅的步伐 缓步走向狗子 汪 汪汪 火地狗鼻孔俯视着狗子 透露出自己略显骄傲的 公主狗脾性 狗子嘴角微微张开 露出了一抹邪笑 不要轻易杀人 本汪认了 但是不好意思 你这只狗 可不是人啊 汪 狗子轻叫一声 而后微微张大嘴巴 也算不上微微吧 狗子嘴巴瞬间张大数十倍 将火地狗的前半身 笼罩在上下恶之间 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 咔 一口咬下 火地狗的身子 从腰间瞬间断裂开来 狗血四剑 将地面残忍地染红 新鲜 热乎 畅快 拘谨 本汪可太不拘谨了 请叫本汪 西哥马狗子 第九十六章 善良的灵衣 咔 狗子再次微微张嘴 将地上剩下的半截火地狗一吞而尽 喵 他吃完之后 轻叫了一声 而后慵懒地趴在地上 只有原地溅落的狗血 和凋零的几根红色毛发 似乎在竖说着 刚才是饭局 不是幻觉 柳燕然和苏又妹张大嘴巴 眼皮子不住地突突地跳 显然是被狗子吓到了 柳燕然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不是你这 苏又妹却恍然回神 略有些紧张地说道 坏了 我火地狗的忠诚度瞬间 从八十降为零了 柳燕然扎了扎嘴 缓缓出声道 我理解 他所经历的 确实有些恐怖 但是 他蹲下身子 将狗子抱在怀中 解释道 我更理解狗子 应该是火地狗生性顽劣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才会惹得狗子动目 一定不是狗子的错 赤焰山脉 第一层 岩出之地 林一的身影 在赤焰山脉中穿梭 他的目光 如同鹰笋般锐利 洞察着四周的一切 他戴着 以后面罩 嘴角挂着一抹温和的微笑 仿佛一个真正的好心人 准备随时伸出援手 突然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争执声 林一微微侧目 发现是两个玩家 正在为一枚 火元素金河的龟属 而争吵 这只怪物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是我打成残血的 你凭什么 跟我抢这枚金河 一个身穿红色战甲的玩家 愤怒地吼道 笑话 这赤焰山脉的怪物 又不是你家养的 谁先打到就算谁的 是我打出的最后一截 另一个手持巨剑的玩家 不甘示弱地反驳 敢不敢跟我碰一碰 毛子虚拟 来干 两人争吵之际 附近有只燕尾狐 趁机发动攻击 炙热的火焰 向他们袭来 住手 林一大喝一声 身形一晃 已挡在两人面前 他轻轻一挥手 另一道火焰的力量 将燕尾狐的攻击挡开 保护了两个玩家 二位 何必为一枚金河伤了何解 林一转过身 语气平和地说道 金河一得 真情难求 两个玩家面面相去 似乎有些不太理解 眼前的面具人 林一微微一笑 再次挥手 那只火元素 生物瞬间被击杀 化为一枚火元素金河 这样 就有这两枚金河了 你们各自拿一枚吧 林一将金河地给两人 他们愣了愣 随即感激地接过 谢谢你 大哥 红甲玩家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是啊 我们刚才太冲动了 持剑玩家 也附和道 林一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 不必在意 再次笑着出声 你们要想获得更多的金河 就去下一层吧 第一层的闭关 和第二层的守关 我会解决 林一说完 瞬间消失在两人面前 赤焰山脉 第一层 岩出之地 不久后 林一又遇到了一个 前驴技穷的玩家 他被三只火元素 生物围攻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秀 林一瞬间出现 一巴掌解决了怪物 他将三枚金河地 给了那名玩家 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救了我 那名玩家喘着粗气 略显疑惑地接过金河 而后感激地看着林一 林一副手而立 淡淡出声道 其实两翼站立的门槛 只是说明能在这 赤焰山脉地的恶劣环境 生存下去而已 拉拐不要拉太多 不然很难打赢 明白了 谢谢大哥 那名玩家微微作一 表示感谢 林一笑了笑 再次出声道 你要想获得更多的金河 就去下一层吧 金河这玩意 对我的作用 不是很大 我会解决挡路的 让大家都能进入下一关 秀 林一的身影 再次消失不见 赤焰山脉 第一层 岩出之地 三个玩家正追杀一个玩家 企图夺得他身上的神经 那名被追杀的玩家战力 明显不济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把神经浇出来 不然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满脸横肉的玩家 恶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们你们 这是抢劫 被追杀的玩家声音颤抖 显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抢劫 错了 这个副本之池 相互残杀 我们只是在遵循游戏规则而言 满脸横肉的玩家 安宁笑道 说着就要劈出手中的剑 灵仪瞬间出现 挡在了被追杀的玩家面前 她的声音平静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住手 以多其少 算什么英雄好汉 三个玩家一愣 随即看清了灵仪的装束 不由冷笑道 哪里来的蚂蚁面具男 也想管我们的闲事 灵仪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一挥手 一道无形的波动 将三个玩家震退数步 火元素金河并不稀缺 第二关的小怪比 第一关的强不了多少 每只小怪却能爆出两枚金河 这副本小怪的刷新速度不慢 所以根本没有自相残杀的必要 只要成功解决 大家都能进入第二关 灵仪低着眉缓缓说道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 安抚人心的力量 三个玩家面面相去 似乎被灵仪的话语所打动 但更多的是 被她的实力所震慑 他们知道 眼前的这个面具男 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存在 我是老爹拥兵团的艾斯 我并没有针对你们仨 我同样也会把你们带入下一层 你们去那边 等我就行 灵仪的声音再次响起 三个玩家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急忙转身逃离了现场 被追杀的玩家看着灵仪 眼中充满了感激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已经 灵仪摆了摆手 打断了她的话 先不必沿线 或许 我并没有改变什么 她的目光转向远方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而后淡淡出声道 你若是想获得更多的金河 也去那边等我吧 说完 灵仪的身影缓缓消散 仿佛从未出现过 被救的玩家站在原地 看着灵仪消失的地方 久久不能回神 灵仪在沿出之地穿梭着 不断地做着好人好事 路见不平 便拔刀相助 脑子瓦特了 不 灵仪嘴角缓缓勾起一抹邪笑 她的行为 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若是她现在疯狂击杀副本里的玩家 一点好处都没有 众所周知 灵仪等级越高 怪物能够给的经验值就越少 而击杀职业者玩家给的经验 是按照当前经验条的百分比算的 所以 先杀怪 后杀玩家 灵仪获得的经验更多 虽说这个副本 对怪物经验有所压制 但量便会引起质变 在灵仪和狗子的疯狂击杀下 灵仪的经验条 也会进行缓慢的增长 第二 若是疯狂杀人 会引起大多数玩家的恐慌 当即就会选择退出副本 这种情况 是灵仪最不愿看到的 第三 多做好人好事 若是消息传出去 会有更多的玩家进入副本 扩大玩家的基数 特殊职业也会变多 变相提升灵仪的经验值 第四 灵仪需要保持拥兵团击杀怪物 总战力的最高值 疯狂击杀怪物 可以帮助她稳住第一的态势 第五 击杀玩家后 会爆出他们 减失金河后的宝带 会让灵仪省去减金河的时间 第六 最后一波击杀所有玩家 省去了他们反应的时间 也可以让灵仪的等级 可以得到接连的提升 一举六得的是 岂能不做 而且 有些人占了点小便宜 就退出副本 完全不用慌 灵仪的善良 会让他们知道 退出副本 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 第九十七章 抗怪战争的第一拳 赤焰山脉第一层 延出之地 闭关处 一只身高三十米的火焰巨人 正懒散地站在 通向第二关的门口 火焰巨人 类别 巨人系 三十米级 品级 级 等级 十二 战力 八亿 生命值 二十六亿 技能 巨人之踏 被动 每一步都会造成 大地的震战 以及火焰冲击波 对周边一公里的敌人 造成最大十五战力的 地减伤害 巨人之躯 被动 火焰巨人 高大无比 对其颈部以下造成的伤害 减免九十 赤焰温泉 场地被动 赤焰山脉里的所有每秒 回复五生命值 描述 凡然 你够得到我吗 一公里范围外 大几百人 养着脑袋 远眺着这三十米高的火焰巨人 这玩意 真的只是第一层的吗 这副本 有九十九层 所以我们要面对 九十九只这样的怪物 楼上的兄弟 你是新来的吧 之后的每层 都有两个 而第一关的 自然是最弱的 我靠 这让我们怎么玩 一直在第一关过家家不成 我的攻击距离够 但伤害赶不上 他的回血速度 而且后面 还有个五十米级的 一个面具人 叫我过来的 他说 他会解决 省省吧 这游戏哪有好心人 不同你一刀 就算好的了 虽说我也是被面具人叫过来的 但我也不信他 这不巧了吗 我也是被他叫过来的 就在火焰巨人的另一侧 一行三十多个人 正皱着眉头 商量着对策 燕燕姐 团长他们说 不等我们了 这次旁边怎么会这么多人 故意等我们开路吗 可我们已经没有福带了 若是再死 就得扣一半命了 这我们开打吗 感觉有点进退两难啊 就怕我们开打的时候 其他玩家过来捣乱 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江燕燕扶了扶眼镜 眺望着远处的火焰巨人 缓缓出声道 这没有强力的主动攻击技能 只要十多个人 合力攻击驳梗 就能解决 但只有我们出力 会被第二关的开关 当成首要攻击目标 属实有些不合适 等吧 等有人出手了 我们也出点脸 我们不图别人便宜 别人 也别想占我们便宜 火焰巨人旁边的众人 没人发起攻击 只是静静地驻守在原地 持续不断地有人跑来 周身的人越来越多 玩家术已然破千 火焰巨人 略有些郁闷地挠了挠头 他没想通 为什么眼前的人数 越来越多 却始终没人发起攻击 一些有组织的人 或者能单刷的强者 都已经到下一关了 这边聚集的大多数 都是散人 都是以守护自己利益为主 虽说只要十多个人 就能解决的 但没人愿意 当这个出头鸟 上千个和尚没水喝 都在眼巴巴地等待 天降甘霖 就先这些吧 不等了 秀 角落里的灵异 微微一笑 瞬间飞到了众人的上空 对峙着那头火焰巨人 诸位 灵异的声音 在空中响起 我是老爹拥兵团的艾斯 也就是大家嘴里的面具人 之所以帮助大家 也并没有什么阴暗的心思 我收到老爹 交给我的试炼任务 确保参与副本的 绝大多数人族玩家 都至少能获得 一万枚火元素金河 由于灵异深处 火焰巨人一公里范围内 触发了的战斗机制 他伸出大手 缓缓探向眼前 悬在空中的小步点 灵异并没有在意 火焰巨人的行动 继续自顾自地 在空中发表着演讲 老爹 很强 我也很强 但是我们 老爹拥兵团认为 只有先强带动后强 最终才能实现 所有人类的共同强大 就让我来打出这 得巨手 已将悬在灵异的上空 将其整个人覆盖住 炽热的火浪 将灵异的衣物和披风 吹得速速作响 灵异依旧不逃不避 反而缓缓咧开嘴巴 高声笑道 抗怪战争的第一拳 抓 火焰巨人的大手 缓缓合起 似乎已将灵异紧紧地攥在手中 就在此刻 灵异的声音 自聚手中传出 这一拳就叫做 哄 一股异样的火焰 自火焰巨人的 手被猛地窜出 哄 火势没有消退 继续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前方冲去 猛烈的撞击 在火焰巨人硕大的头颅上 哄 火焰瞬间击碎火焰巨人的脑壳 朝着他身后的大门再次冲去 哄 火焰冲击着第一层的大门 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整个副本似乎都在震战 共同抵抗着这一拳的威力 咔 哄 第一关的大门 轰然炸链 门上 出现一个圆形的洞口 只 矿 已燃死亡的火焰巨人 身子缓缓倒下 他身上的火焰若隐若现 最终缓缓散去 得倒地 激起了漫天的烟尘和火星 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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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石和火元素金河混杂着 不要命般地散落在四周 火焰巨人身后的大门 随着他的倒地 也缓缓消失 这还不算完 大门后 有一令指高达五十米的火焰巨人 他的双目无神 身上的火焰若隐若现 胸口有个井口般的大洞 正缓缓往前倾倒着 他甚至还没见到敌人 就已然死亡 五十高米的火焰巨人 砸落在地 矿 噼里啪啦 火元素金河落地的声音 不绝于耳 犹如漫天的雨点 向下肆意地挥洒着 灵异依旧悬在空中 缓缓收回挥出的右拳 热浪吹拂着他的衣袍 整个人显得更加洒然 他吹了吹拳头上 飘荡着的丝丝火花 恍然笑道 火拳 第九十八章 你 越见了 围观的众人 虽说衣服颜色 身高 性别 年龄不同 但他们保持着同一个动作 均是张大嘴巴 瞪着双眼 呈石画般 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世界仿佛静悄敲地 没有人出声说话 甚至都没人敢大喘气 生怕打扰到了这一刻的宁静 灵异略显轻跳的声音 自空中传来 温馨提示 大家可以呼吸 也可以说话哦 话音刚落 地上的众人 瞬间变得喧嚣起来 牛牛屁 卧槽 这什么啊 这游戏这么玩的吗 一拳轰爆两个 甚至轰穿了系统 设置的大门 哈哈 我一定是在做梦 妈妈我想学这招 真的有玩家 现阶段 可以强到这个地步吗 本以为是个嘴强青铜 没想到 是个最强王者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给你一年 这好我来玩 小声 我本以为我的实力 还不错来着对不起 我是小丑 我不敢想象我 若是拥有这样的实力 我到底会有多么开朗 另一边 哲义拥兵团的众人 也是一阵喧嚣 大多数团员 都满脸通红 紧紧夹着双腿 我不行了 大家别看我 真你马帅啊 辣 极美快递 给我一只铁甲蛹 快啊 就现在 这一拳也太攒劲了吧 若是他在其他地方也能这么攒劲 江言也没管中人的话 瞪大眼睛看向玄在空中的灵依 不住的喃喃道 为什么为什么看不清伤害 稍稍估算一下 刚才那拳的伤害至少破千亿 他到底有多强 灵异玄在空中张开双臂 轻笑着出声道 诸位 快通过这处关卡吧 我艾思刚才的话 没有半句序言 大家是为了打副本 我是为了完成 拥兵团的试炼任务 我们两者 并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 而且 火元素金河 对我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 灵异微微勾起嘴角 凛然邪笑道 地上那些火元素金河 大家随便捡 先到先得 哗 灵异话音刚落 在场的众人一片哗然 这这这这不能够吧 不仅帮我们清了 还送我们金河 你敢捡吗 反正我不敢 这个游戏 竟真有这样的大善人 果然是我太邪恶了吗 老爹拥兵团 恐怖如斯 又强大又善良 简直就是 我的男神 都不敢捡吗 那我去 我也去 人家根本不在意这些拉姐 对他来说是拉姐 对我来说是宝贝 大多数人都站在原地没敢动 但这个世界 不乏有要宝贝 不要命的勇士 约莫十多个人 拿着火元素宝带 开始在地上 疯狂捡食着 刷 刷 刷 比夏天干火 捡麦碎还快 不到一分钟 第一个火焰巨人 掉落的一千枚 就已经被捡食干净 而灵依只是抱着胸 静静地悬在空中 似乎根本没有 阻止众人的想法 十多个人 分别捡了数百的 火元素金河 这需要他们辛辛苦苦击杀上百只副本怪物 才能实现 见灵依没有动作 他们再次将视线转移到了副本第二关的门口 那里 有着约莫两千枚火元素金河 刷 他们兴奋地提招火元素宝带 再次朝着那处冲了过去 其余人见状 顿时眼红了 喂喂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天呐 出头鸟 居然真的有虫吃 磨鸡个锤锤 快冲啊 不抢就没了 马德 你们这群 给劳资留点 折翼拥兵团的众人 也是纷纷摩拳擦掌 我至少要抢一枚 那是艾斯哥哥给我的定情信物 颜颜姐 咱们去不去 再不去就没了 是啊 艾斯哥哥根本不在意那些金河 江颜颜微微服了服眼镜 沉生说道 去 有便宜不占 王八蛋 哄 上千人犹如泄红般涌向前方 他们的眼中 闪烁着贪婪与疯狂的光芒 他们奔跑着 脚下的土地在阵战 尘土飞扬 仿佛整个大队都在他们的脚下颤抖 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急切 有的尖叫着 有的咆哮着 声音在空气中 交织成一片混乱的交响乐 别挤了 把老娘的奶都挤出来了 草 一人也分不到几颗 不至于 给我留点啊 谁摸我屁股 我特么难的啊 抢到五枚 大转特转 艾斯哥哥 我的神 人群中 有人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 却被后面的人无情地踩踏而过 他们的尖叫声 很快就被更大的喧嚣声淹没 灵衣交叉暴毙悬在空中 看着如同恶狗扑石般的众人 缓缓勾起嘴巴 二 就是这样撒下的 吃吧 尽情地吃吧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要把你们喂饱 才能长得更加肥美 那时候 可就是我开吃的时候了 突然 灵衣眼神微变 看到了下方一幕不和谐的场景 折翼拥兵团的江炎 江炎燕蹲着剪石火元素金河之时 一个镖形大汉站在他身后 双手举着一柄大砍刀 略显嚣张的宁笑道 剪那几个管什么用 金河 还是杀人 来得更快啊 刷 壮汉手中的大砍刀 猛地向下劈去 江炎燕觉察到了身后的声音 猛然转头 但是此刻 他已经来不及 做任何防御的动作了 锋利的刀刃 在他惊恐的视线中 越发放大 砍刀的进风 已然将他额尖的刘海 往两边吹去 他甚至已经想象到 自己脑袋 变成枝压的恐怖场面 就在砍刀距离 江炎燕脑门 仅剩一厘米的这一瞬间 灵异出现在了他身侧 他的右手 将那砍刀 从中部死死捏住 咔 右手微微用力 些许碎铁落下 灵异漠然地 看向一脸呆滞的标形大汉 嘶哑的嗓音 夹带着些许恐怖的怒气 你 越界了 第九十九章 好一个地狱玩笑 当 圆眼睛自将眼眼比肩滑落 跌落在地 他头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细汗 双手撑地 摊坐在地上 胸口上下起伏着 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而那个标形大汉 似乎也被突然出现的灵异吓到了 大砍刀都不要了 身形缓缓倒退 灵异双眼微眯 握着砍刀 缓步靠近对面的大汗 咔 当 右手再次微微用力 砍刀化为两截断刃 有刀柄的那截砸落在地 另一截则是被灵异捏在手里 周边的所有人 纷纷噤声 停下手中的动作 看向对峙的两人 灵异的嗓音 夹杂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 我刚才说 要实现全人族的共同强大 你倒好 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是吧 是不是瞧不起我 标形大汉 感觉自己 被一头凶猛的野兽盯上了 他的头摇成了波浪鼓 双手在胸前疯狂摆动 没有没有 我并没有想杀他的意思 我我只是跟那小姑娘 开个玩笑而已 她 灵异的脚步猛地顿住 左手轻抚面具底部 露出了一抹感兴趣的姿态 语气略显轻挑 哦 开个玩笑 标形大汉 脸上闪现一抹喜色 芒不迭地点头 对对 开个玩笑 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大佬 您看 灵异摊开双手 声线中夹杂着些许细血 原来只是开个玩笑啊 我还以为你把我的话当放屁呢 标形大汉 再次紧张地摆了摆手 苦思地笑道 那不能够 您的战力无双 胸怀更是非常人所能及 我何德何能 敢在您的眼皮底下造刺呢 灵异仿佛认可了大汉的说法 轻笑着点了点头 说得好 不过 我听出了点道德绑架的味道了 你也不必过于紧张 我又不会杀了你 但是 标形大汉的心 被灵异的话掉得七上八下 略显畏惧地看着他 灵异将右手伸到胸前 握着那半截断笔 在胸前不住地来回甩动着 轻笑着说道 但是上句话 也只是我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好笑吗 标形大汉 被灵异的动作和语言搞得有些猛 但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好 突然 标形大汉的整个身体 如积木般散落在地 血肉 碎骨咕噜噜地向旁边滚去 血腥味在一瞬间弥漫在四周 标形大汉 感受到一股失重感 悬空的脑袋自由落体般地砸落在地 他感到一瞬的茫然 视线自灵异的脚底缓缓上移 由于角度问题 他看不到灵异的脸 隐约间只能看到被灵异拿着的断刃上 不断往下滴落着淋漓的鲜血 滴答 滴答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谁的血呢 标的双目通红 并感觉到有些缺氧 大口喘着粗气 他的脑袋猛地打了个冷战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标的意识模糊之际 接着刚才的话继续喃喃道 好好一个地狱玩笑 标形大汉彻底断气后 灵异将手上的断鼻往下一甩 当 将标头狠狠地定在了地上 由于屠宰得很熟练 他的身上并没有溅起大片的血迹 灵异环顾四周 淡淡地看了看在场围观的众人 没人再去捡脚旁的火元素金河 他们脸上充斥着浓浓的恐惧 甚至不敢动弹分喉 当然了 也没人敢多说半句屁话 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典型 其实能站在这里的人 多多少少可能都杀过其他玩家 毕竟这只是个游戏 杀人也不会真正的死亡 但是 把人砍成积木 恕他们见识浅薄 这种杀法 是真的没见过 诸位 灵异微微仰头 恍然出声 众人立马打了个冷战 纷纷摒弃宁神 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灵异青笑着摇了摇头 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 那样理解导演没错 但实际上 我只是很愤怒 灵异的声音 逐渐变得高亢 略显惨然地笑道 人族是一个强大的种族 同样也是一个悲哀的种族 哪怕是我把金盒送到了你们身前 但还是有人欲求不满 企图通过杀戮同胞 来攫取更多的利益 虽说这样也没错 但是 真的对吗 是 击杀了 可以变得更强 但是同样的 也会被随之削弱 这对整个种族来说 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我们需要拿起武器 一致对外 这样才能够实现人族的共同强大 在外面 我管不了 也管不着 但是至少在这个副本里 我希望大家不要互相残杀 若是被我发现了 定斩不饶 灵异顿了顿 再次环顾四周 出声询问 大家同意吗 同同意 摊坐在地上的江炎炎 率先出声 此起彼伏的高亢声音 在第二层关卡门口响起 同意 我也同意 好特么热血 我也同意 艾斯哥哥好帅 我举双手赞成 就是 自相残杀算捞熊 杀怪物才算好汉 这实力 这胸怀 这境界 非常人能所及 给你五年 正好我来玩 笑声 听着周围的反应 灵异点了点头 她微微弯下腰 捡起标形大汉 爆出的火元素宝带 她转过身子 缓步朝着跌倒的江炎炎走去 蹲 灵异蹲下身子 递出了手中的宝带 温柔地说道 粗略地看了眼 这袋子里还有 三百多枚金盒 就送给你吧 江炎炎受宠 若惊地摇了摇头 左手撑地 右手摆动着 不 我不能要 抱歉 之前我 嘘 灵异摇了摇头 将宝带塞进江炎炎手中 右手的食指 竖在她的粉嫩的小嘴前 该说抱歉的 是我才对 抱歉 让你受惊了 第一百章 谁才更善良 碰 碰 碰 江炎炎的心跳 如同古典般密集 她的嘴唇上 还残留着 灵异指尖的 微凉触感 她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 被灵异面具下 那对深邃的 毛子吸引 仿佛那是两个 深不见底的黑洞 要将她整个人的 灵魂都吞噬进去 咳 听闻灵异的咳嗽声 江炎炎猛地 回过神来 脸上瞬间 染上了两抹羞红 如同天边的晚霞 一般绚烂 她不敢直视 灵异的眼睛 将头扭到一边 声音细弱文盈 几乎连自己 都听不清楚 但是我还是不能要 我没帮到你什么 灵异站起身来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样 那你就帮我个忙 江炎炎微微抬头 眼神中 带着一丝疑惑和好奇 经此一意 灵异的强大毫无疑问 她不知道 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灵异顿了顿 平静地出声道 一路上看着众人 不要有自相残杀的倾向 若是有 到时候告诉我就好 这些金盒 全当是我预知的工资吧 江炎炎微微一愣 她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然后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我会的 嗯 加油 秀 灵异微微一笑 而后瞬间飞上天际 声音显得有些高亢 诸位 接下来 我会将这下一层的怪物 尽数清掉 各位可以直接前往 第二层的终点 以大家的速度 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能到 路上的金盒 大家随便捡 但是不能发生冲突事件 若有外来的玩家 注意告知我们的规矩 一小时之后 我自会去解决 带会见 言罢 秀 灵异通过第二层的大门 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众人的喧嚣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这已经不是大佬了 巨佬 太牛逼了 太酷了 这还只是 老爹拥兵团中的其中一员 细思极恐啊 他应该就是这游戏的顶尖站里了 我无法想象 更强的人还能怎么强 不过刚才看傻我了 想想脖子就疼 确实太残忍了 我有点反胃 说什么为了人族 不还是为了他的失联任务 你算个屁啊 有本事你打怪 让我拿金盒 兄弟搞搞搞清楚 人家一个佣兵团 都在为人族强大而努力 不是你能够妄言的 江妍妍戴好眼镜 从地上坐起身来 清纯可爱的小脸 怒视着众人 别让我听到 再有人说他的坏话 不然别怪我打小报告 折翼拥兵团的吉美们 我们走 折翼拥兵团的三十多个团员 随着江妍妍的步伐 快速地深入第二关 哗 众人健壮 也同样加快脚步跟上 毕竟路上的金盒可以随便捡 肯定是要比自己打怪要快得多 每一层的地图不是很大 约某五百公里长 三十公里宽 灵衣朝着第三层的方向低空飞行着 路上的怪物 军事被他随手解决 面具下的毛子恍然变色 两缕紫巾的线条 自他眼角掠过 刚才的那群人 已经可以算作游戏的精英底层玩家了 特殊职业的整体占比 大概是一 大概也就二十左右的经验值 忍忍 再忍忍 若是刚才直接大开杀戒 虽说自己可以隐藏杀人的信息 但还是会显得有些得不偿失 毕竟这个副本的持续时间 还剩足足一百多个小时 外界的玩家 还在不停地进入副本 老是有大片的玩家离奇死亡 会引起大面积的恐慌 众人自然不会再往这个副本里送死 但若是这个副本里 有一个宋财童子呢 副本不仅不危险 随手还能捡到金盒 你心不心动 既然心动 那就来啊 之前一个白嫖五十万经验的任务 都能大热门 现在可以白嫖装备 你来不来 只要撒下足够的耳 灵依就不怕没有鱼上钩 为什么不让众人互相残杀 你们大鱼吃小鱼了 那我灵依吃什么 只剩大鱼有屁用 我要的是不是质量 要的是数量 不要互相残杀 实现人族的共同强大 搞笑 杀了会削弱会变强 所以人族整体没有发生改变 这个道理其实也对 但若是 杀了到 那这一万人削弱的部分 都会增强到身上 那就会变得无比强大 甚至比这被杀的一万个人 作用大十万倍 那这互相残杀的性价比 不就凸显出来了吗 与其让这一万个炮灰上战场 给外族送惊艳 还不如给自家人送惊艳 这么一想 是不是瞬间觉得合理起来了 灵依现在的主要任务是 把这路上的小怪 来来回回多轻一点 第二关 每只普通小怪 会掉两枚火元素金河 它需要在地上留下大片的金河 供人拾取 再把第二关的所有人 引到下一个地点 继续为他们开路 而到了副本即将截止的那一刻 就是灵依收网之时 咻 灵依控制力量 精准打击着路上遇到的每一只怪 力量不能过大 不然有可能会误伤到可爱的路人玩家 灵依缓缓勾起嘴角 轻声笑道 都说我是大善人 不 其实 你们才是大善人 帮我捡金河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过让你们体会到了白嫖的快乐 也算是互帮互助了吧 第101章 只有仙人 没有跳 赤焰山脉 第五层 熔岩山丘 风 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 自山脉的深处 呼啸而出 他穿梭在灼热的岩石间 浮过一片片赤红的土地 似乎连这火系地图的温度 也为之下降了几分 山丘上 一个身影站立 他紧了紧自己的衣袍 微微打了个冷战 自语道 从刚才起 怎么老是感觉到 有大风刮过来 我就睡了一小时 差点给我冻着 讲个笑话 火系地图我居然会感觉到冷 他环顾四周 除了滚滚热浪 和零星的火元素生物 再无其他 好想蓝星 好想回家呀 这个事件 太操蛋了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却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 脚步不由加快了几分 这里不会有脏东西吧 而且我从刚才就很在意 怎么老是感觉 远处传来爆炸声 难道是其他玩家在战斗 他叫染冒风 没有强大的背景 只是一个比普通玩家 强一点的普通玩家 他曾是新手村的第一强者 也曾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但出村后 却差点被路过的怪物 才死的这件事 让他打消了以上的错觉 他的心情还算轻松 毕竟他并没有太多的负担和压力 反正这个游戏也死不了 若是狗一点 说不定还能蹭个长生 染冒风伸了个懒腰 笑着说道 第五层地图的 小怪比前面的关卡只强了一点 能够掉落五枚金盒 虽说这样的设计确实不错 不过就算这样 我到副本截止 估计也凑不过一万枚金盒 到时候还是看看 能换什么好点的异性装备吧 或者换几千年 寿命也不错 他微微摸了摸下巴 边走着边喃喃自语道 说起来 还得多谢折议佣兵团 那团长折议天使 真是人美心善啊 居然让我们一些不相识的路人 都能蹭着进第五层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还是得小心下其他玩家 万一最后被人当成外卖吃了 那就搞笑了 这个副本里 大多数人还是想抢我金盒的 最好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 他继续往前走着 微微瞥向地面 五枚火元素金盒正突兀地 放置在地面上 他眉头一皱 略显警惕地四处看了看 这附近也没人啊 不会是有人击杀怪物后 忘了拿吧 他捡起金盒 小心翼翼地放进火元素宝袋里 再次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最终他长呼一口气 打算继续往前走着 突然 他再次看了看地面 又发现了五枚金盒 再次兴奋地跑了过去 天呐 不不止五枚 放眼望去 这一路上至少七八十枚金盒 他越看越看越心惊 不住地喃喃道 不会是哪个大佬 释放的超远程技能吧 既然是无主之物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就顺着道路一直捡 一直捡 然而 由于捡得过于入迷 他在捡起一枚金盒的时候 与他人的手指相碰 然冒风猛地一惊 略显惊恐地 看向对面的落腮虎大叔 这是你击杀的吗 哪知道大叔微微一笑 不是 既然是你先看到的 那你就捡吧 我去别的地方了哈 然冒风一脸猛逼地 看着大叔远去 然后他微微一瞥 看到旁边的山丘上 又有一堆金盒 他快速地跑了上去 打算捡食 哪知道山丘的对面 同样冲上来了一个战士玩家 然冒风吓了一跳 他慌张地拿起一柄长剑 结果战士玩家眉头一皱 轻声喝道 你忘了规矩吗 不能互相残杀的 不然会死得很惨 然冒风略微有些猛 不知道对面在说什么 他还以为任务要求变更了 立马查看了下面版 然而并没有 这个副本 还是可以相互残杀的副本 然冒风再次将长剑 横在胸前 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战士玩家 对面立马知道他是新人 摊开双手无奈地笑道 又是个新人 我又得再说一遍 你先看看那边吧 战士玩家让开身子 示意他往山丘下看去 然冒风站在山丘之巅 俯瞰着下方的景象 瞳孔不由自主地微微收缩 他的视野异常宽阔 但在这熔岩山丘的辽阔视野中 竟然没有发现一只怪物的踪迹 放眼望去 地面上坑坑洼洼 仿佛被某种无法想象的恐怖力量 来回离过几十回 留下了一道道深刻的痕迹 几十个玩家散乱地分布在各处 他们或蹲着身子或弯着腰 双手在地面上忙碌地剪视着金河 他们之间的氛围异常融洽 没有争吵 没有争动 染冒风感到一阵暖流在心中涌动 他从未想过 在这个游戏世界里 他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中弥漫着火系魔法残留的胶着味 但此刻 这股气息却似乎变得温和起来 不再那么刺鼻 战士玩家站在染冒风身边 笑着解释道 老爹拥兵团的艾斯 为了我们不再相互残杀 特意帮我们把副本都清了 现在怪物生成的速度 已经赶不上他击杀的速度了 他当然也是有目的的 是为了人族的共同强大 别不相信 一开始我也不信 可是后来快到点了 快去第六层入口吧 艾斯会帮我们清呢 山下的众人 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 不在管地上散落的金河 纷纷朝着一个地方前进着 赤焰山脉 第五层 闭关处 足足有四千多人在围观 空中有一个面具人 双手抱胸 零块力 看起来十分威武 大多数人一脸兴奋地 看着空中那道身影 还有小部分人 脸上充斥着疑惑 刷 没有花哨的打斗 没有绚丽的技能 就见他普通一拳 瞬间隐命 化为五千火元素金河 散落在地 大门缓缓打开 面具人又是一拳轰去 第六层的开关 再次轰然倒地 面具人没有做什么 多余的动作 只是悬在空中 缓缓出声道 老规矩 一个小时后 第六层终点等我 秀 他化为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 众人一拥而上 开始拾取火元素金河 冉冉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瞳孔俱阵 真的就直接走了 我本以为是仙人跳 哪知道只有仙人 没有跳 第102章 一切 为了人足 天之后 某主城仓馆的一个饭桌上 桌上有两碗 吃剩下的长寿面 两兄弟惬意地摊坐 在座椅上聊着天 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别当个谜语人 炎黄城 有个多人副本 进去就能减火元素金河 万一刺 妖就能赚一年命 火元素金河 那是什么 那可是个好东西 一枚金河 可以在城主府兑换一年寿命 一万枚 更是可以兑换两星装备 我去 这么攒尖 那金河 应该很难得到吧 飞也 老爹拥兵团 有个强者 名叫艾斯 免费为玩家打怪冲冠 且没有任何所求 这两星副本的死亡率 比一星副本 都要低得多 这游戏有这么好的人 你看我信不信吧 一开始 我也不信 可是陆续有后悔的玩家 出来兑换装备时 我信了 后悔 为什么后悔 听说 现在先头部队的人 人人手握数十万没金河 现在都没人舍得出来 妈的 眼红死我了 那你怎么不去那副本 进副本门槛 是两亿战力 我战力才二百万 敲 那你说个屁啊 我战力 也才二百五十万 赤焰山脉 任务截止时间还剩一小时 目前玩家数 两万零八百八十九人 曾哀嚎聊员 开关处 一道身影凌空而立 热风呼呼地吹来 将他的衣袍 吹得速速作响 此人 正是零一 他的面前 有一个高达三百米的巨型怪物 超大型火焰巨人 类别 巨人系 三百米级 品级 级 等级 九十九 战力 九十九亿 生命值 四百八十九亿 技能 巨人之踏 被动 每一步都会造成大地的震战 以及火焰冲击波 对周边一公里的敌人造成最大15战力的地减伤害 巨人之躯 被动 超大型火焰巨人 高大无比 对其颈部以下造成的伤害 减免九十 火焰之星 被动 在烈火场景地图 生命值每秒恢复时 生效中 赤焰温泉 场地被动 赤焰山脉里的所有每秒恢复五生命值 描述 凡人 你跳起来 能打到我的膝盖吗 距离十公里外的地方 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一大批玩家 玩家数量约莫 但奇怪的是 面对身高如此悬殊 站立如此强大的怪物 他们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胆怯与恐惧 他们养着脑袋 崇敬地望着空中那道直面巨人的小小身影 众人面色潮红 手舞足蹈 扯着嗓子 在为灵液打气 艾斯 你是我的神 冲啊 火拳 一拳干倒那个高大的蠢蛋 把我一个战力两亿的人 带到了这里 牛逼 我踏马二十八万没金盒 发尼玛大财了 艾斯牛逼 原来这游戏这么玩的呀 林依双手抱胸悬在空中 双眼平淡地直视着眼前的 喃喃自语道 整个副本也才两万人 这任务的宣传度这么低吗 也对 他笑着摇了摇头 再次轻声道 这本就是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两星副本 而且 大家都懂闷声发大财的道理 除了少数爱炫耀的人 其他人不会主动宣传这里的情况 生怕竞争力度被加大 不过嘛 这些人倒也够实 马上就要到收割的时间节点了 真的很难想象 我变脸的那一瞬间 你们到底该有多崩溃 现在嘛 在跟你们玩玩所谓的 勇者的游戏 灵异挥了挥自己的右手 丝丝火星微微燃起 一瞬之间 火星变成了汹涌的火焰 缠绕着他的右臂 熊熊燃烧着 诸位 灵异的声音变得高炕起来 我们的口号是 众人瞬间站直了身子 扯着喉咙大声喊道 一切为了人足 声音整齐而洪亮 一点都不像各自为战的玩家 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喊完口号之后 地上的众人纷纷净声 一脸兴奋地 看向空中那傲然挺立的身影 灵异微微点头 直视眼前的超大型火焰巨人 再次出声道 这已经是倒数第三只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他仍旧扛不住 我的一拳 火 羞 灵异的身形字远处消失 瞬间移动到的眼前 他咧开嘴巴 猛挥右拳的同时 再次吐出一个字 拳 哄 灵异缠绕火焰的右拳 狠狠轰击在了的脸上 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感到了一股钻心的疼痛 哄 巨人的脑袋 像是被从中间引爆了一般 轰然炸开 瘦大的身体 自头部开始 寸寸崩裂 容颜喷洒 火星似箭 如烟花般璀璨 尸体的残渣碎片 化为一枚枚火元素金河 向四周射去 看着如此盛大的金河烟花雨 众人兴奋的情绪 也被点燃到了极点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何人 能与之为敌 何人 敢与之为敌 我要给你生一堆小艾斯 奈何本人没文化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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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顶尖玩家的战斗力吗 死 给你五万年 这好我来玩 小声 灵一望着缓缓打开的九十九层大门 双眸中闪过一丝诡诀 再次出声道 这最后两关 想必路途一定凶险异常 所以我决定 最后的两关 我会一直护送大家 确保大家不会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他面具下的嘴角缓缓勾起 压抑着狂笑的声音 高声道 一切为了人足 第103章 我的东西 吃了不怕烫嘴 一切为了人足 众人闻言再次站直了身子 齐声喊了下口号 而后便是一阵喜悦的喧嚣声 我擦 真的假的 这是传说中的护道人 我们莫非是天命之子 这样的强者护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死 除非艾斯突然变脸 一拳轰死咱们 你们瞪我干啥 我就开个玩笑 要不是不能杀人 老子一刀劈了你 不是哥们 你知道上次敢开艾斯玩笑的人 身子成几半了吗 就是 我劝你别跟着了 拿着那几十万金盒给野爬 别 我错了 一万金盒给搁几个纷纷 就当我放了个屁 千万别去举报我啊 他 灵依落在了第99关的门口 直视着眼前的众人 缓缓伸出三根手指 三分钟 捡完金盒跟我走 闻言 人潮瞬间涌动 朝着那满地的金盒奔跑而去 但凡是总有例外 一个人踏着小步子 快速跑向灵依 此人 正是江妍妍 她胸前的波涛 上下起伏着 脸色微微潮红 略微显得有些喘息 呼 艾斯哥哥你好 终于又有机会 跟你说话了 灵依皱了皱眉 疑惑地反问道 又有不寻规矩的人了 谁 江妍妍摇了摇头 耳朵跟微微发红 两根食指 在胸前不停地触击 略有些结巴地说道 不不是的 我有一个私人的请求 你你能不能摘下面具 我想看看 灵依摇了摇头 略显轻挑地出声道 抱歉 并不能 面具下的我 或许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而且 既然我戴上面具 就有我的道理 若是有人看到了 我面具下的脸 那它一定会陷入 真正的大恐怖 甚至会做噩梦 江妍妍 微微撇了撇嘴 都起小嘴交称道 歉 拐了那么多弯 不就是想说 你长得丑吗 我才不信呢 对了 艾斯哥哥 你扶尔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灵依轻笑着摇了摇头 暗自冷笑了下 她刚才的话 已经足够明目张胆了 因为收网的时间已然来到 她已经不太想演了 接下来 等这一万多人 把地上的金盒一剪 灵依立马表演一场变脸游戏 瞬间秒杀众人 获取大量的经验值 把众人掉落的宝带一剪 再大转一遍 本次副本 就算圆满收官了 但即便灵依 这么猖狂的暗示 眼前的江妍妍 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异装 只能说 这几天以来的善行 属实是有些太入戏了 灵依都差点以为 自己真的是那个 拯救人族的大英雄了 更可笑的是江妍妍那个名为 理性思维的天赋 算是白瞎了 剑灵一愣在原地 江妍妍嘟了嘟小嘴 踮起脚跟 在齐尔盼说道 其实 折一拥兵团的进度 一直比艾斯哥哥你快上一点 我们团长 获得了一个超强的宠物 所有的和小怪也都是顺杀 我们拥兵团的先头部队 都已经快到一百关的终点了 灵一双眼微眯瞬间了然 能秒杀所有的所谓超强宠物 大概率就是狗子了 狗子呀狗子 我让你出去自由活动 没想到 你居然给人家当狗去了 当狗当习惯了是吧 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灵一转头 看向江妍妍 缓缓出声道 你把折一拥兵团的秘密 就这样告诉我 不太好吧 我毕竟是老爹拥兵团的人 咱们两家也算是有着竞争关系 江妍妍摇了摇头 缓缓出声道 不 艾斯哥哥和我们团长 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 我们一定不会是敌人 但是 江妍妍微皱眉 欲气沉重地说道 我和团长 包括我们所有团员 之前都是一个星球的 我们星球叫做处女星 在三万年之前 星球上并没有所谓的男人 生育都是靠喝鲜水 后来我们的星球被五星文明 玉龙文明所殖名 江妍妍说着说着 眼神中冒出一股怒火 玉龙文明每个世纪 会派下一名人王 来到我们星球上 他们诞下子四 比较困难 就把我们处女星 当作圈养的生育容器 这一世的人王 叫做龙傲天 人王的强度比较高 每天可能有数百个集美 丧生在床上 不过还好 还没轮到我们 这个游戏就开始了 将我们处女星的所有人 从龙子的胯下 急救了出来 咕咚 灵仪不自觉地吞咽了下口水 她听梦了 虽说她在游戏十年间 听过不少离谱的事 但这么离谱的事 真没听说过 处女星 玉龙文明 生育容器 人王 强度较高 数百集美 丧生在床上 胯下解救 好家伙 拉满了是吧 若不是江妍妍真挚的口述 林一世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如此炸裂的剧情 甚至当代的小说家 笔下都描绘不出这般场面 江妍妍长呼了一口气 微微缓解了下情绪 再次出声说道 我们团长 她的妈妈 就是被上一世的人亡给 总而言之 她最讨厌 最不信任的 就是男人 她可能不太了解你 我很害怕她 跟你起冲突 不过我会让她知道 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 就比如艾斯哥哥你 林一尴尬地笑了笑 好男人 那你可太抬举我了 我可能比你口中的人亡 还要更坏一点点 人家 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哪里坏了 不过 龙傲天 就你小子 会享受是吧 行行行 别让我带到 龙傲天这名字 林一上市 倒是有所耳闻 是一个转职 修罗的玩家 并且是上了 战力万强榜的玩家 热大的苍蓝介域 战力排名前一万 强大程度 可想而知 不过嘛 对现在的林一来说 只能说是 有点强的普通人 而且 从江炎炎口中 得知的最重要的一条消息 还是 哲义庸兵团 先头部队的位置所在 他们跟着狗子身后 捡金盒 手上的金盒数量 一定极其害人 估摸着 至少有数一枚 若现在大开杀箭 哲义庸兵团 收到消息后 一定会立马退出副本 那数一枚金盒 就会落入 他们手中 怪物 是狗子杀的 那金盒 自然也就算是我的 我的东西 也敢吃 就不怕烫嘴吗 无论吃了多少 都得给我一枚 不少的吐出来 林一思绪流转之间 用大手揉了揉浆炎炎的头 安慰般地说道 只要没有利益冲突 我和你们团长 是不会针锋相对的 现在 我们也会前往 那最后一关 跟你们哲义庸兵团 会合 我有种莫名的预感 我们在最后一关 会看到一场 无比绚烂的 烟火盛会 有种莫名的预感 有种莫名的预感